期望 爱薇薇突然不顾一切的 扑入了西门宇的怀抱 西门宇无奈的任由爱薇薇抱着 爱家的人 劫后余生的看着西门宇 爱薇薇的爷爷 第一个走上来说道 前辈 谢谢你 谢谢你两次救了我孙女 谢谢你拯救了 我爱家三条人命啊 西门宇点头道 不客气 前辈 请屋里坐 爱薇薇的爷爷 恭敬地请求道 西门宇点了点头 被爱家的人迎进豪华的客厅之中 刘温激动地给西门宇倒茶 前辈 请喝水 刘温也是阎王组织的银牌杀手 这些天对于吹雪的传说 他自然是知道 人牧业内等初级榜前一百的人 他都巴架不到 吹雪这等层次的 对刘温这些混在底层的小杀手来说 简直就是星星和月亮一样 不可触及 西门宇跟爱家的人并没有什么话说 西门宇不可能透露关于更多自己的事情 最后爱微微的爷爷蒙对西门宇说道 前辈 我有一个不情之情 西门宇说道 说吧 之前我让刘温先生前往牧家寻找帮助时 就许一下 牧家若是哪个高手 能够解决我们爱家的麻烦 我们爱家就愿意让微微当他的情人 可惜啊 牧家来的那三个所谓金牌杀手 连动手都没有 就吓跑了 现在既然前辈替我们解决了麻烦 所以我恳请前辈收下微微 旁边的爱微微 身躯一阵 心跳猛然加速 此刻爱家的人没有一个人反对 每个人都期望地看着西门宇 他们已经体会到了被一些特异功能强者欺负的感受 如果爱微微能够做这个高手的女人 那以后就不用怕了 十几双眼睛都盯着西门宇 心跳加速 显然都很煎熬地等待他们期望的答案 西门宇笑道 爱微微不是礼物 我帮你们也不是打仗得到她的目的 爱家的人顿时觉得沮丧 爱微微的爷爷也不甘心 他们家族虽然有钱 在观察上也与一些大官有联系 唯一没有的就是实力 如果有实力 未必不可能成为华夏时的世家的存在 而现在西门宇就是他们拥有实力 唯一希望的了 爱微微的爷爷不甘心地笑道 嘿嘿嘿 前辈不要误会啊 我们没有把微微当礼物的意思 这是我们之前就许诺过的 只是没想到最后帮我们解决家族危机的人 不是目前而是前辈你 我知道我们爱家无法高攀上你 微微还没有那个资格当你的妻子 但是我希望前辈再考虑一下 让微微当你的情人 我保误会不会干涉到你的爱情和婚姻 前辈可能不太认同我的做法 我也不怕被你笑话 爱微微的爷爷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前辈知道花下十大十家吧 说实话如果论财产论金钱 我们爱家未必会输给十大十家 可是跟十大十家比 我们爱家简直就是蚂一样 这其中前辈可知原因 原因就是啊 花下十的家族传承许久 家里子孙众多 而且拥有很多像前辈一样的高手 我们爱家除了钱 什么也没有 官场上的关系 也是靠金钱砸出来的 而且家族的命运 往往是跟某几个大官的官场 命运相联系 一旦与我们交好的那个大官倒台了 或者是未来退休了 那我们家族也必然开始衰落 整个华下像我们一样的家族太多了 唯有十大十家传承不息 他们不需要去 韩服高官 往往有许多政治家族 韩服在他们之下 这其中唯一的区别就是 使得此家有实力 我们没有 西门宇沉吟着 安威威爷爷说得很准确 比如唐馨儿家的政治家族 就跟某个十大世家联系很密切 同样 周小涵的周家 跟诸葛世家联系也很密切 整个华下 是有许多政治家族 富商家族 以及十大家族 杀手组织 平民百姓 几个部分组成 其中平民百姓 自然是生活在最底层 而富商家族 都跟政治家族 联系在一起 只是 他们的联系 是靠金钱关系 政治家族中 一些强大的 又跟十大世家 联系密切 而十大世家 又比阎王组织 等弱上许多 十大世家的子弟 许多都加入组织 当杀手 不断提高实力 巩固世家的地位 西门宇现在 是以阎王组织中 一个强大杀手的身份 出现在一个富商家族 所以西门宇 对他们的重要性 毋庸置疑 前辈啊 如果下次又有 哪个强大的人 找上我们爱家麻烦 我们根本不可能解决 所以请前辈 收下微微吧 我们微微长得 不比别人差 难道连给前辈 当一个情人 都不够资格 再说 前辈或许不知道 自从啊 你那次在欧洲 救了微微后 微微就爱上你了 一直对你痴心不忘啊 西门宇苦笑一声 说道 老先生 你不要把你们 说得那么自卑 行吗 你们好歹是资产几百印 甚至上千亿的家族 一口一个让爱微微 当别人情人 我心里堵的话 既然你们那么看得起我 那这样吧 爱家的人 顿时紧张地看着西门宇 爱微微的爷爷道 前辈 这么说 你答应让微微 做你的情人了 西门宇摇了摇头 爱家的人 顿时一阵失望 不过 却听西门宇说道 不要做情人 微微没有那么低贱 竟然如此 做我女朋友吧 什么 女朋友 爱微微的爷爷一听 差点血压升高 能够当西门宇情人 他们就觉得十分感激了 更别说当女朋友 西门宇看着爱微微 爱微微红着脸低下头 不过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西门宇点头道 对 女朋友 做我的女朋友 以后啊 你们就当我也是爱家的人 我是你们爱家 坚实的后盾 爷爷 爷爷 你怎么了 这时 爱微微的爷爷晕倒了 老人家年纪大了 听到好消息啊 心情太过激动 难免晕倒 西门宇在爱微微爷爷身上 按了几下 醒了过来 爱微微爷爷 激动地抓着西门宇的手道 太好了 真的太好了 老头子差点没有劳累纵横啊 只要未来家族力量部分不断增强 升级为世家也不一定 一旦晋升为世家 那在观察上 许多高官自然会依附于他们 这样就能够一直传承下去了 爱微微的大伯忙的 微微 你还愣着干啥 带你男朋友四处参观参观 晚上在家里吃饭 我们要举行一个丰盛的家宴 嗯 爱微微忙点头 看向西门宇 西门宇对爱微微说的 走吧 带我随便走走 西门宇主动拉着爱微微的手 走出别墅 西门宇走后 爱家的客厅爆发出一阵高兴的欢呼 西门宇拉着爱微微 走到别墅五十米外的草地上 在那里坐了下来 爱微微跟西门宇的话很少 毕竟是不熟 而且西门宇展现出来的实力太强 心理压力太大 西门宇说的 爱微微 你不要用这种仰视的脸神 看着我好吗 虽然你家里人把我当作救星和强者看待 可我不希望你也是 其实我们早就认识了 而且还算是很熟悉了 爱微微道 我不懂 我们不是在欧洲见过一次吗 你救了我之后就消失了 再也没有消息了 西门宇笑的 我的真实名字叫西门宇 或许你没有听过 等我说出另外一个昵称 你一定知道了 什么 唐仙 唐仙 唐仙是我在网上认识的一个同样写书的作者 他写的那本小说 我守一座空城 很好看 我是他的读者 也是朋友 莫非你也认识他 爱微微盲问 好像找到了共同话题呀 不是认识他 而是我就是唐仙本人 唐仙就是我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 在两年前 我看过你的照片 作者群里许多作者 在传 在去欧洲救你之前 我看到救人的资料时 也吃了一惊 没想到啊 是你 爱微微想起唐仙 跟西门宇之间的距离 似乎瞬间拉近 西门宇在他眼里 不再是一种强者的姿态了 答应吧 爱微微娇称道 原来你早就知道我了 你为什么不早说 而且我跟你也经常聊天 我也告诉过你 我喜欢那个杀手 你为什么不说 是不是故意看我笑话 西门宇黑黑笑的 不是啊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你不信我 谁叫你把欧洲 救你那段信息 在你的书里 写得那么详细 所以 我真没有其他证实我身份的消息了 你就是故意的 害我当相思那么久 西门宇什么话也不说 直接把爱微微紧紧搂住怀里 此刻 在远处别墅的楼上 一个玻璃窗里 爱微微的父亲和母亲 看着西门宇两人 疑惑道 怎么 他们一下子 这么熟悉了 这不正好 女儿的痴心 终于有了回报 有情人终成眷属 爱微微脸红红的 西门宇不由地想起了仙儿 顿时之间 感到内心一阵痛苦 仙儿刚刚离去 微微立刻把另一个 女朋友的位置顶上了 不知道 是不是造化安排 你怎么了 突然情绪低落 爱微微察觉到了西门宇的状况 西门宇的 我记得 我在QQ上跟你说过 我有个女朋友 叫唐仙儿 嗯 爱微微摁了声 心中却想 她已经有一个女朋友了 不知道 她把我处于什么位置 难不成 我还是情人 却不知 西门宇还有一个勤兵 书成两个美女作者 都落入西门宇怀抱了 仙儿走了 西门宇把仙儿的事告诉了爱微微 爱微微握着西门宇的手 安慰她 你现在有我了 我会替她照顾你 西门宇看着爱微微苦涩地笑了笑 心中一阵暖意 再次把微微抱在怀里 关于秦冰老师的事 西门宇也不打算瞒着爱微微 爱微微肯定能够接受的 本来她爷爷的定位是一个情人 微微 我还有一个事告诉你 你不准吃醋啊 什么 你说 爱微微听到吃醋两个字 似乎就想到了什么 莫非西门宇还有其他女人 不过 爱微微稍微想了一下 就释然了 按道 西门宇这么强大 哪里可能只拥有我 我也没有那个本事 霸住她全部 原本在爷爷心里 能够给她当情人就不错了 只是 心里有些醋意 西门宇说的 我还有一个女朋友 那个人你也认识 我想既然你们也认识 彼此应该更能接受吧 西门宇暗想 秦冰和微微的爱好 都是写小说 在同个网站的女贫作者 她们有共同话题了 说不定还能成为 无话不说的姐妹 以后姐妹俩一起伺候 岂不是爽呆了 谁 西门宇道 冰蝴蝶 艾薇薇皱眉道 原来你们真的搞在一起了 艾薇薇想起了之前 冰蝴蝶跟她私聊过 语气中表示她喜欢唐仙 似乎是希望艾薇薇 不要跟她争 以前艾薇薇 根本没当一回事 你不介意吧 西门宇问 冰蝴蝶这个人很神秘 我见过她的照片 确实很漂亮 现实中你怎么认识她 实不相瞒 她是我班主任 后面我以唐仙的身份 跟她第一次见面后 才发现 艾薇薇的表情吃惊的说道 不是吧 这么巧合 西门宇把艾薇薇 抱在自己大腿上坐着 问道 你还没说 会不会介意啊 艾薇薇委屈道 我有什么资格介意 我爷爷觉得 能够当你情人 就算不错了 不过也好 冰蝴蝶我认识她几年了 大家也算是朋友 你放心 既然我承认 你是我女朋友了 我自然不会厚此薄逼 嗯 艾薇薇轻嗡了声 西门宇慢慢地 吻了上去 刺刀线西门宇没有追来 才在一个无人的地方 躲了起来 这一次她自毁能量逃命 已经让她的修为 一瞬间跌了一个等级 她从潜能一阶 跌落到潜力索十八阶去了 刺刀心中那个恨 从潜力索十八阶 踏入潜能领域 这可是一个巨大鸿沟跨越 尽管她已经跨越过了 可现在跌落了 要再次踏上潜能一阶 少说也得好几年 吹薇 我跟你没完 刺刀狠狠地说的 立刻联系了她的三哥 一个代号叫 荒草的终极金牌杀手 三哥 我自毁潜能 修为跌落到潜力索十八阶去了 刺刀第一句话 便对她的三哥说出了结果 荒草大惊 盲问 四弟怎么回事 自毁潜能 就算是逃命的时候 也很少有人敢这样 除非必死无疑的情况下 三哥 是吹雪 他要杀我 吹雪 就是这几天传说很强的吹雪了 就是他 荒草也不问原因 狠狠地说道 好 我们往年死兄弟 没人敢欺负 如今你首次欺凌 三哥会为你报仇的 我马上跟大哥联系一下 嗯 那就交给你了 我需要马上闭关 稳住修为 好 刺刀和三哥结束了通话后 立刻找地方闭关了 而他的三哥 荒草 也马上联系了他们的大哥 喂 大哥 四弟自毁潜能 修为跌入潜力缩领域去了 对方是 这几天刚刚鸣声打造的吹雪 此事 你看怎么办 望年四兄弟的大哥 心中一惊 四弟在金牌杀手出击榜上 在华夏是第一强者 没想到居然被逼修为大跌 而且还是那个刚刚把四弟第一名的名号抢走的吹雪 心中震怒 杀 大哥 杀吹雪自然是不费吹灰之力 可是 吹雪前几天 跟日本天王组合五个天才大战 现在名气很大 而且 上头有人对他很重视 特别是那王成 王成 毕竟是 阎王第十长老啊 杀 给我杀了他 让他重视又如何 王成算什么 大哥 我明白了 荒草没再说什么 他们大哥背景同样可怕 吹雪是天才又如何 杀 不过 为了不让一些杀手界的高手指责 荒草立刻登上了联盟网 在华夏组的杀手论坛上 发了一个帖子 吹雪 念在同个组织的份上 给你一天时间逃命 这个帖子 这个帖子发上论坛后 犹如一颗炸弹 在华夏杀手界炸开 这个帖子立刻被置顶了 本来这些天吹雪 力战日本舞的高手 超越四刀 成为金牌杀手出击榜第六名 已经在华夏杀手界 穿得沸沸扬扬 深受许多低级的杀手们重叛 成为他们津津乐道的谈资 可谁也没想到 会在这个时候 一个代号叫荒草的 终极金牌杀手 发了一个帖子 给你一天时间逃命 这句话 把所有人 看得都震惊了 充分地说明了 荒草对吹雪的必杀决心 白雪 快看哪 有人要杀吹雪 在某个别墅里 张春秀突然看着 手机惊叫起来 张春秀和白雪 都刚刚 晋升为银牌杀手 这几天吹雪的名声大起 他们自然 也对吹雪的事迹 很清楚 也对吹雪感到很崇拜 白雪拿过手机看了看 冷酷的脸庞 并没有她的搭档 那般惊叫 而是波澜不惊 荒草 她好像是 终极金牌杀手 且能二接 也不知道 她为什么跟吹雪结仇 那吹雪 会不会被斩杀在摇篮之中 应该不会 吹雪无疑 是天才 组织里的强者 肯定对她很关注 哪能让她轻易被人杀了 西门宇此刻并不知道此事 她并没有上网 黑熊上次跟吹雪 一起去考核金牌杀手 只可惜实力太弱 没考上 但吹雪考上了 而且一举成为抽级榜第六名 这让黑熊感到很崇拜 今天 黑熊登上联盟网 突然看见华夏组杀手论坛上 一个鲜红的置顶帖子 吹雪 粘在同个组织的份上 我给你一天时间逃命 黑熊大惊 一看发帖的人 是代号荒草 这个荒草 是潜能二接的终极金牌杀手啊 黑熊想立刻联系吹雪 把这件事告诉她 可惜 她现实中 不知道吹雪是谁 联系不上她 黑熊只好找到了 他们的负责人 王成 王成看到了帖子 眉头一皱 立刻打电话给西门宇 西门宇正在艾薇薇家参观呢 艾薇薇指着这一片地区说的 这里一大片地方 都是我家的 这周围七八栋别墅 也是我家族地盘 我家族的人 大部分都住在这里 如此看来 你家还真有钱 几万平方米的地方都是你家的 真是一个庄园了 这时 西门宇的手机响了起来 竟然是王成前辈的 西门宇有些吃惊 喂 王成前辈 这些怎么回事啊 一个代号叫荒草的终极金牌杀手 他在联盟网顿坛发帖子 提醒你 给你一天时间逃命 王成说的 望年兄弟组合 西门宇更是一惊 一个潜能二阶的强者要杀自己 西门宇不记得自己得罪过什么潜能二阶的强者 我不知道啊 西门宇疑惑的 王成问他 你最近有没有得罪什么人 西门宇立刻想起了刺刀 把刺刀的事说了出来 王成 恍人大悟的 难怪 王成前辈 刺刀跟荒草有什么关系吗 西门宇问他 王成的 你或许还不知道 在华夏阎王组织杀手间 有一个望年兄弟组合 他们四个人结拜成异性兄弟 其中 刺刀是老四 荒草是老四 而他们的大哥是一个代号叫无常的人 你说的之前 没人敢接爱家发布的任务 原因估计就是这个望年兄弟组合的强大实力 那个代号无常的人 他肯定是知道你的天赋 受到组织的关注 可是 他依然敢让人杀你 西门宇问他 代号无常 有什么背景吗 是的 无常是华夏阳王组织 三头领的儿子 西门宇着实一惊 王成的 三头领的实力 跟四头领 二头领 以及四头领的人 都不凶上下 西门宇惊讶过后 重归平静 王成前辈 谢谢你提醒我 我自己的事 我自己会解决 你不用牵扯进来 王成 这是阳王组织的第十章了 他要是陷入西门宇 跟望年兄弟组合的纠葛中 怕是有麻烦 王成的 你放心 我会找大套领 毕竟 大套领 对你很赏识 嗯 王成前辈 那个荒草 实力如何 西门宇问他 王成的 是金能二戒的 中级金牌杀手 在中级本上 他的排名是98名 金木 全能出现 好 我知道了 你小心一点 他为了不让别人指责 给了你一天时间逃命 你先赶紧躲起来吧 我去找德头领 西门宇和王成 结束了通话 王成让他躲起来 可西门宇压根没想过躲 西门宇拥有一把 出级能量武器 一个中级榜98名的人 想让西门宇躲 他 他还不够格 爱微微担忧地看着西门宇 问他 西门宇 你是不是有什么大麻烦了 没事 别担心 好了 我们继续参观 你们爱家的小庄园别墅 与此同时 那个代号叫无常的人 立刻找到了他的父亲 也及阎王组织三头领 爸 那个吹雪 想要杀我的四弟 我四弟实力跟他差距不大 所以 才自费潜能逃了命 现在 我让三弟去杀了他 可是 那个吹雪 因为有些天才 听闻很受大头领 欣赏啊 三头领目光一凝 暗沉地说的 有筹本就该报 即使大头领欣赏吹雪又如何 本就是他先想杀你四弟 难道只允许他杀你四弟 不允许你三弟去杀他 我想 大头领会明白的 爸 毕竟吹雪 很受大头领的欣赏 大头领会不会对你 放心吧 大头领没有理由 因为一个潜能一介的人 跟我为难 况且 我也不怕他 你尽管让你三弟去杀吹雪 不过 不到万不得已 你自己不要出面 更不要动手 我明白 他还没资格让我动手 三弟就足够了 王成也找到了大头领 把西门宇跟望年兄弟组合的恩怨 告知了大头领 王成急的 大头领 这可如何是好 吹雪 可是你很看重的天才后辈啊 要是未来 他也能够成为头领 那时 对你肯定是一大助力 其他几个头领 也就不敢如此 不把你大头领放在眼里了 大头领 眉头皱了起来 他的确对西门宇很欣赏 想有心把他培养起来 说不定 未来西门宇 也能够踏入潜能五阶 成为组织中的头领 变成他的一个得利弊吧 王成也是他以前很欣赏的 他对王成 也希望他能够早日 踏入潜能五阶 可惜 王成到了潜能四阶号 突破速度开始变慢了 大头领当即 让王成打电话 给三头领 电话接通后 传来三头领笑呵呵的声音 是大头领啊 请问大头领找我有什么事啊 大头领也不废话 直接说的 三头领 听说你儿子的望年兄弟组合 跟一个叫吹血的人 产生了恩怨 望年兄弟的组合 老三 要杀吹血 三头领暗哼了声 也不客气地说他 哼 老头领 我也刚刚听说了 这个事儿 原本是那个吹血 是在欧 想杀死我儿子的四弟 幸亏的自会 又为逃跑了 不过 也已经从全能一阶 跌落到全力领域去了 这难道不是一个大仇吗 这件事 我全力支持 往年兄弟组合的老三 去杀谁去 难道有仇也不能跑了 这件事 我已经跟二头领 和死头领说过了 他们也支持 有仇必报的观念 不过 我儿子作为一个 潜能三阶的强者 他是不会插手的 不然别人 就说他是实强凌弱了 所以 如果吹血 没能在荒草手上逃命 那就算他倒霉 或许 吹血也自费修为一下 兴许也能够逃命 大头领突然问我这个事儿 莫非大头领 想插手几个后辈的恩怨 我想 他们的恩怨 让他们自己解决吧 我儿子身为往年兄弟组合的大哥 都会因为自己的实力太强 比吹血 强那么多 不好意思 会以强凌弱 我想 大头领更加不可能 干涉几个后辈的事儿了 没事 我就问一下 大头领满腔愤怒地挂了电话 王成的 三头领 不想放过吹血吗 那要不要 我去帮吹血 不用 这件事二头领和四头领 都只是三头领 再说 连三头领的儿子无常 也不插手 若是你一个潜能四季的去插手 恐怕就不好收拾局面了 看吹血自己的命了 希望他藏好 不要被荒草找到 王成也只能叹息 阎王组织内部 复杂程度远超想象 正因为有这样的争斗 在全亚杀手组织排名里 阎王不断的落后 变成现在 连日本天王都敢跟阎王叫板呢 上次考核时发生的事啊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王成再次打电话给西门宇 让西门宇藏好 这件事双方达成了默契 更强大的人不会干涉 所以西门宇只需要 躲避荒草一个人的追杀就行 可惜西门宇压根没想躲 他有能量武器 就算荒草是潜能二切又如何 想杀西门宇是没那么容易的 只是西门宇突然感觉 自己停留在潜能一阶 实在好弱呀 虽然他踏入潜能一阶 也才一个月时间 也不知道 要怎么样 才能够突破潜能二阶 如果我踏入了潜能二阶 哼 什么红草 看我不灭了他 只是 要怎么样才能够踏入潜能二阶呢 之前靠着修心者遗弃的戒指 一连跳根十五级 可这样的好事 不可能出现第二次的 以后 只能靠我自己的本事 去突破了 听说 这个世界 就有一些被天地能量 蕴养的灵草 制作成胶囊 可以帮助提升实力 只是可惜 我连胶囊的配方都没有一个 随随便便一个配方 就要卖好几个亿 而且还有市无价 根本没有人愿意卖 西门宇坐在一棵树底下 暗暗地想着自己的事 当天晚上 爱家举办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家宴 以庆祝西门宇 跟艾薇薇成为情侣 艾薇薇的爷爷 把西门宇和艾薇薇 叫到了家族会议室 此刻在会议室里 有几个家族的重要成员 艾薇薇的爷爷对西门宇说的 我直接就叫你西门宇了吧 既然我们已经成为了一家人 西门宇 我们现在开个重要的会议 这里的人都是家族的重要成员 你对我们艾家来说是一个机会 经过我们几个重要成员的商议 我们决定把家族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差不多有两百五十亿左右 让艾薇薇继承 当然 艾薇薇迟早是你的女人 所以 这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也等于是你的 如果你想的话 我们也可以把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直接让你继承 西门宇笑的 不用了 让薇薇继承就好了 薇薇是我女朋友 让她继承 也就等于让我继承一样 西门宇心里明白 他们只是随便这么说说的 没真的想白白给西门宇 两百五十亿的财产 万一西门宇跑了 他们就吃亏了 所以 让艾薇薇继承 只要西门宇一天 还跟艾薇薇在一起 那这份财产 他就可以跟艾薇薇共享 那就好啊 你需要用钱什么的 你们两口的自己商量 毕竟属于你们的财产 就有两百多亿了 艾薇薇的爷爷笑的 这时 艾薇薇的爷爷拿出一张纸 说的 这是几年前 我有二十五个亿 从一个人手里买来的 当时 他说是什么各种胶囊的配方表 大家拼命抢 我想肯定价值不菲 所以干脆买了下来 可是 在发现 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西门宇 你给看看 生肖胶囊 西门宇疑惑地拿过那张纸单 上面写的 精血胶囊 可以稳定精气神 战斗时 精气不散 作用非常大 制作材料 三百年血灵草 固境胶囊 在受到对方强力打压时 可以保证潜能境界 不受动摇 元气不损 事后可以极快恢复 聚能胶囊 适合各个潜能阶段 突破时使用 可以帮助尽快汇聚能量 冲破低阶关口 制作材料 四百年日月草 尘尿 猪根水 爷爷 这个东西对我很有用处 艾薇薇的爷爷高兴道 那就给你了 对你有用就好 艾薇薇见西门语 叫他爷爷 为爷爷 脸红了好 这个胶囊表 只有十多种胶囊的介绍 最后只发现一个 对他突破到潜能二阶 有直接作用的一种胶囊 叫做生窍胶囊 适合潜能一阶服用 可以几天内 跨入潜能二阶 西门语感到惊喜 他想要找的就是这种胶囊 能够直接踏入潜能二阶的 可惜的是 生窍胶囊 几乎每个潜能高手都知道 而且都在找这种东西 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 其制作成本高得吓人 需要三种材料 这个时间 几乎很难找到这些材料 西门语想要这种胶囊 恐怕是幻想 西门语暗答 不敢怎么样 我要去找找 看看能不能找到 制作生窍胶囊的材料 靠自己领握突破 恐怕没有一连两年时间 是很难了 人生有几个一年两年 我可没这个耐心 西门语登陆上了联盟网 从论坛里看到了一些 高手帖子交流的信息 从这个信息中 西门语了解的 在华夏国内 现如今有三个地方 是出现能孕育领保的地方 最频繁的地方 一个是昆仑山脉 一个是小金湖谷底 还有一个是边城石窟 其中昆仑山脉 是两百年前被第一次发现的 所以如今早已被采光 或许偶尔还能够幸运地找到一两棵 被天地各种能量孕育的灵草 最大的特点是 无法用任何机器扫描 不然用现在高科技 早就被找光了 小金湖谷底是在一个湖底 是一百五十年前发现的宝地 至今也被采光了 希望最大的就是边城石窟 这个地方 是在三十年前被发现的 所以相对来说 发现能量孕育领保概率是最大的 只是西门鱼需要的生鞘胶囊材料 是比较稀奇和年份比较高的 年份起码要八百年以上 边城毕竟被许许多多的 潜能领域的人采过了三十年 还能不能找到 真的很难说 但西门鱼必须去碰碰运气 这些草木之类的 原本生长时只是普通的草木 但有些会受到地球的各种能量孕育 孕养个几百年就成零宝了 不过这些靠孕养的 跟能量材料是有很大差别的 能量材料是一生长出来 就是宝物 西门鱼的初级能量武器 就是能量材料制作的 这种能量材料是这个世界没有的 西门鱼大师傅说过 那个神秘世界的入口 才存在这么变态的能量材料 这些能量材料就好像是人一样 蕴含有巨大的潜能 只是那个神秘世界的入口太过恐怖 连大师傅进去都只能在入口数转呀 神秘世界里的一个入口 面积就跟整个地球世界的面积一样大 难以想象 通过那个入口后 那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会有多庞大 你要走了吗 艾薇薇带着伤感的嗓音说的 嗯 我总不能在你家一直住着吧 西门鱼有些无奈的说 艾薇薇变成他女朋友 纯属是意外 西门鱼跟艾薇薇家相隔两地 如果不是艾薇薇在这里啊 下次还有没有机会来这里都难说 艾薇薇鼻子一酸 难舍得流泪了 西门鱼看到艾薇薇哭了 心里也很难受 现在是中午 西门鱼和艾薇薇相拥着坐在树下 本来早上时 西门鱼就想告别艾家 前往边城石窟 不过西门鱼想到那个荒草 说一天后来杀他 所以啊 他怕那个荒草来这里找他 找不到他就拿艾家的人威胁 于是西门鱼就索性在这里等 等荒草来了后 再把他引开 以免殃及到艾家的人 西门鱼擦去了艾薇薇留下脸颊的泪痕 要是你想我来 你可以来东海市看我 我也会经常去你学校 西门鱼安慰道 这时 一个男子突然出现在西门鱼和艾薇薇身前 西门鱼都没感觉到他什么时候出现的 之前那个男子嘲讽的 好一个药美人不要性命 你是谁 艾薇薇忙惊恐的问 西门鱼站了起来 西门鱼已经猜出了这个人 肯定是荒草了 西门鱼现在没走 就是一直在等他 薇薇你进屋去 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 西门鱼把艾薇薇推开 然后自己朝着远处跑 西门鱼不是逃 西门鱼是把他引开 远离艾家 西门鱼就怕他给艾家发难 才一直等他前来 哪里跑 给你一天时间你不好 现在想跑 来不及了 荒草立刻追了上去 西门鱼很快就跑到远离艾薇薇家几千米的地方 荒草的速度很快 这时从前面拐了出来 拦在西门鱼面前 吹雪去死吧 荒草脚一蹬往西门鱼飙射了过来 手掌一劈掌风如刀划着地面切了 西门鱼还没有跟比自己强大的人战斗过 同样掌风相迎 可是西门鱼失望了 同样施展的是风能量 可当两道掌风触碰到一起时 西门鱼的风能量刀刃立刻被撕裂 只稍微阻挡了一下 荒草的攻击就继续横切而来 为什么会这样 同样是风能量 外表看上去 我的风能量运用的不比你说 为什么不看一击 西门鱼惊恐地吼道 在他的预想中 自己在潜能一阶中算是顶尖的强者了 跟一个潜能二阶的中等强者比 怎么说也应该有一点点战斗力吧 可是结果跟他预想的差别太大了 完全不堪一击 得知这样的结果 西门鱼才会难以置信地吼起来 咻 西门鱼的身上立刻被划出了一道深深的口子 整个上衣被锋刃撕裂 荒草冷笑的 真是一个没有经过摧残的菜鸟呢 既然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我索性在你临死之前 回答你这个问题 我是潜能二阶 你只是一阶 同样的风能量 我的风能量 质量比你的风能量大了近十倍 你以为你是潜能一阶的顶尖强者 就能够跟二阶的我战斗呢 你还太嫩了 能量的质量决定一切 西门鱼恍然大悟 质量竟然是质量上的差别 潜能一阶跟二阶 能量的质量差了将近十倍 难怪同样是风能量 西门鱼的风能量会不堪一击 就算是普普通通的二阶 也可以轻易战胜最强大的一阶 荒草看着西门鱼宣布他 现在你可以安心的去死了 知道这个结果后 西门鱼不想跟荒草纠缠了 他再怎么样 也不可能把能量的质量提高 除非他使用初级能量武器 想跑都说了不可能跑得了 荒草手一招 就像一只无形的手 把西门鱼的动作变慢 强力束缚住了 那利爪好像马上就要撕裂西门鱼了 潜能一阶跟二阶 是无法弥补的质量上的差别 西门鱼终于体会到了强者的压力 在这千金一发之际 西门鱼不再迟疑 西门鱼能量武器瞬间出现在手上 使用初级能量武器施展的攻击 能量的质量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质量差不多可以跟潜能二阶的相比 可是西门鱼一箭挥出 轻易地斩断了荒草的风能量束缚 可是西门鱼身上的能量 一瞬间被抽掉了十分之一 西门鱼大惊 这才明白 初级能量武器的攻击 虽然质量可以跟二阶的相当 可对使用者来说 消耗很大 西门鱼只能使用十次而已 能量武器 荒草看见西门鱼手中瞬间出向的箭矢 惊了一下 就算是阎王组织的几个头领 都没有能量武器 何况是其他人 荒草眼里立刻出现一丝贪婪的光芒 这小子竟然有能量武器 真不知道他走了什么影 要是我得到了能量武器 那我就可以发出潜能三节的攻击势力 荒草立刻朝着西门鱼扑去 眼里只盯着西门鱼的那把能量武器 西门鱼挣脱束缚后 立刻冲到了旁边的一座十多层的大楼下 停松 西门鱼左右脚护踩 登登登的几步 垂直升了上去 站在大楼的顶层 荒草看着西门鱼一下子垂直上升到了顶楼 满眼不可知心 西门鱼站在大楼的边缘 看着下面的荒草说道 想要我的能量武器 你倒是上来 草 荒草气得一脚把旁边的摩托车踢翻 十多层楼高啊 又没有阳台之类的坐跳板 荒草根本不可能上去 只能干瞪眼 西门鱼暗自庆幸 幸好当初自己天才 自创出了这个踢云松 哼 哪里跑 荒草立刻进入大楼 从楼梯上跑上去 西门鱼暗骂一声 傻事 等你跑楼梯上来 我早就走了 西门鱼立刻从楼顶跳了下去 踢云松降落 西门鱼轻松的下到了地面 边城 跳下楼后 西门鱼又上了对面移动大楼楼顶 过了一会儿 之前大楼的顶楼门被踹了开来 荒草从里面冲了出来 可惜等他上来 西门鱼早就走了 荒草抬头一看 西门鱼正在对面的大楼顶看着他 西门鱼对着荒草 勾了勾手指 过来 过来杀我呀 杀了我 这把能量武器就是你的了 你 荒草气炸了 恨不得长一双翅膀 飞到对面大楼去 把西门鱼抓住 你不过来 我可走了 西门鱼嘲弄的 荒草气的一掌劈了过去 风能量力刃 往西门鱼杀去 可惜距离太远 在半途中 他的攻击就化为乌有了 有种别跑 荒草怒道 吃 神经 西门鱼骂了声 荒草立刻从对面大楼跳了下去 利用风能量的滑翔能力 可是气乎乎的荒草 似乎忘记这座楼的高度了 十多层啊 当它落到第五层时 才发现这么高 已经在它的能力范围之外 再落下去 怕会摔伤了 只好手指抓住墙壁 分成两次下落 西门鱼就在对面大楼顶看着他 荒草落地后 又往对面的大楼跑去 乘坐电梯上顶楼 等他上到顶楼 西门鱼正在楼下 坐着一辆出租车 走了 荒草气得一咬牙 西门鱼并没有立刻离开这个城市 又回到了艾薇薇家 在暗中观察 看看荒草会不会找艾家人的麻烦 荒草果然来了艾家找西门鱼 既然没有找到就走了 不是荒草那么好心 他本来也想用艾家人 威胁西门鱼出现 可要是这么做 大头领就有理由动手 三头领也没什么话可说 所以荒草只能对西门鱼一个人 以报复的名义动手了 西门鱼将荒草不敢拿艾家人威胁他 跟艾薇薇打了个电话 这才离开了K城 西门鱼乘坐火车 到了边城附近的一个小城镇 你好 请问边城怎么走 西门鱼问了一下路人 那个路人指着一条破碎的小路说的 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 你就会看见一座破败的古城 破败的古城 是的 曾经厮守商人在这里建立的一座古城 现在已经上千年没有人烟了 听说呀 那里经常闹鬼 白天到那里都感觉凉嗖嗖的 先生 你要去那里干嘛呀 你不怕鬼吗 我劝你不要去 政府也让生活在这附近的人 不要去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 草丛里经常都看到人的古道 没事 谢谢你了 西门鱼一个人往那条破败的小路走去 走了两个小时后 西门鱼果然看见了一处断井残垣 从坍塌的墙面可以看出 这里曾经应该是一座繁华的小城市 此刻 这里荆棘丛生 已经上千年没有人烟了 突然 一道黑色的身影一闪 在其中一处断墙下 走出两个男子 因为戴了面具 所以看不到面貌 但看身材不大 应该二三十岁左右 两人都是潜能二阶 西门鱼跟他们两个 这么巧的相遇上 西门鱼有一个不好的预感 自从被荒草追杀后 西门鱼看见潜能二阶的强者 心里就感到很怕 因为二阶比一阶强太多了 如果没有能量武器 根本不可能逃命 而现在 遇到了两个潜能二阶的 那两个潜能二阶的人 停了下来 打量着西门鱼 更高的那个说道 新来了 你竟然一个人也敢来 而且实力还这么弱 你胆子还真大 西门鱼不敢惹他们 这里杀人 肯定十分正常 如果这两个人要杀西门鱼 西门鱼怕自己没有丝毫反抗能力 如果这里有高楼大厦 或许西门鱼可以垂直上升到楼顶 可这里没有 你们好 我是刚来的 第一次来 不太了解 听你说 好像要成群结队才可以来 采运于零吧 西门鱼礼貌地问他 更矮的那个说道 这朋友 看来你的确是第一次来啊 这里是有可能找到 能量孕育灵宝的地方 所以啊 这里是杀戮最多的地方 你现在 只是在入口 一旦你进入了里面 你就会发现 成群结队的人在里面寻找 如果你一个人来 一旦你找到了灵草 别人看见了 你就杀身之祸了 别人都是五六个 一群一群的来 那我岂不是完蛋了 我这钱能一阶 在这里肯定是垫底的 西门鱼有些害怕地说 之前一个荒草 就差点把他杀了 要是一群 那不是完了 而且这一群人中 说不定还有 钱能锁三四阶的存在 钱能锁三阶四阶 西门鱼感觉一座大山 一样庞大压力 这种压力是在碰到了 荒草之后才产生的 二阶的钱能属性质量 比一阶大了将近十倍 三阶肯定又比二阶质量 大了十倍 要是碰上钱能三阶的 怕是立刻被秒杀了 更高那个点头大 是啊 别的人至少都是五六个人 组成一团进去上 我跟我师兄也是刚刚才来 也是第一次来 刚到没多久 西门鱼问他 那你怎么出来了 看样子是要走了 你们不是也刚到吗 哎 朋友 你不知道 我们刚刚一进去 就碰到一个五人的队伍 其中他们的头头是 钱能锁三阶的强者 我们被他们强行搜身了 他们没有搜到什么 所以才放过我们 然后我们就被赶出来了 西门鱼冷汗一冒 这男的居然刚进去 就被一个钱能三阶带领的队伍搜身了 西门鱼不敢进去了 那个更高的问他 怎么 朋友 你还想进去吗 西门鱼摇了摇头 问他 里面最强的有多强大 更矮的那男的回答道 听说有钱能锁四阶的 五阶的也有 只是很少 刚刚我们一进去就碰到一个钱能锁三阶的 实在是太危险了 我劝啊 你也别进去了 别丢了性命 西门鱼道 能不成 白来了 嗨 那也不是 我们可以加入庇护团 别看其他人都是一群一群的 他们很多人都是加入庇护团的 我现在跟师兄就准备返回小镇 找到庇护团 然后再进去 西门鱼问道 庇护团是怎么回事 更高那个男的回答道 嗨 就是一个实力强的 建立一个庇护队 跟他们一起进去 最后走的时候 如果有什么收获 需要给一点好收费 或者是钱也可以 哦 看来似乎只能如此了 那我能跟你们一起走吗 西门鱼问道 这两个男的似乎不是坏人 一起有伴 可以啊 那我们一起回小镇吧 等加入某个强者的庇护团队 再来 好 西门鱼跟着两个男子 沿路退回了 天色也开始暗了 刚刚退回小镇 西门鱼三人 就迎面碰上了一群人 一个被称作史密斯少爷的金发男子 坐在轿子上 还搂着一个金发美女 身边一群强者保护着 光看这阵势 西门鱼就知道 那个被称作史密斯少爷的金发男子 来历肯定不简单 诶 王成前辈 西门鱼突然在其中 看见了熟人 就是阎王组织的第十长老 王成 王成好像是随身保护着那个史密斯少爷中的 其中一员护卫 这时 王成似乎听到了西门鱼的惊呼声 忙往西门鱼看了过来 王成给西门鱼发了条短信 我现在走不开 晚上找你 西门鱼很想知道 那个史密斯少爷是谁 这么牛叉 来这里寻个宝 居然还有人抬轿子 轿子上面 还有一个美女陪着 西门鱼没有立刻去打扰王成 虽然很疑惑 那个史密斯少爷是谁 西门鱼和那两个师兄弟 一起走向小镇酒店 那两个师兄弟 更高的那个叫刘欣 更矮的那个叫刘亮 一看就知道是假名 西门鱼也没有拆穿 唐雪 我们去小镇酒店看看 有没有庇护队啊 好 唐雪是西门鱼的名字 当然 也是假名 这家小镇酒店 是一个潜能锁强者开的 这样的小镇 自然没有普通客人住 只有一些进入边城的人 才会来这里住宿 所以是一家很特殊的酒店 悲剧的王成 进入了小镇酒店后 大厅有一块显示屏 上面写着 庇护队信息表 西门鱼和刘欣 刘亮三人 忙走了上去 总的有十一个潜能锁四街的强者 提供庇护 事后 每个人收取一千万费用 刘欣道 好像 这十一个强者的庇护队伍 人员都满了呀 而且 上面显示 都已经进入边城了 哎 看来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 等他们其中一个回来后 再下一批 加入进去 嗯 那我们 先开个房 住下来吧 西门鱼的 西门鱼开了一间房 一个晚上的住宿费 高达三万 这个特殊的酒店 根本不需要任何身份证之类的 西门鱼用天网发行的匿名卡 支付了住宿费 晚上 王成发了一个短信给西门鱼 西门鱼和王成 在酒店的餐厅见了面 追选 你怎么在这儿啊 王成忙问他 西门鱼呢 我 我是来这里碰碰运气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 蕴养灵吧 王成问 荒草 没找到你吗 幸好 没有 他哪知道我来这里了 西门鱼撒谎说 西门鱼之所以不说 是怕王成会知道 他拥有能量武器的事 西门鱼虽然信任他 可小一个人知道 总是好的 听说连阎王组织的大头领 也没有这种武器 珍贵程度 可想而知 王成点头的 也好 说不定 这让你碰上什么好运气 找几棵 蕴养灵草呢 西门鱼 想起了那个史密斯少爷 忙问他 王成先生们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那个史密斯少爷是谁啊 王成一脸不爽的说的 妈的 提起来就来火 他叫威尔顿史密斯 是天王联盟 第十副盟主 赶西伯斯密斯的儿子 天王副盟主 很强大吗 那他儿子来这里 都还需要你来保护他 哎 差不多前能所集结的势力 吹吹 你还记得 你跟日本天王组织的 不公平决斗吗 就是日本天王组织的 一个头领 用一棵灵草 贿赂了盖西伯 这个盖西伯 跟日本人很亲密 同样 阎王组织 三头领 也抱着他的大腿 三头领 就是忘年兄弟组合的 大哥 无常的父亲 靠 原来都是仇人 西门语骂了一声 这次天王 联盟 副盟主 盖西伯的儿子 威尔顿 来华夏 向在边城碰运气 三头领 派我来保护他 当然 二头领 三头领 都派了人来保护 那个威尔顿身边 自己带了三四个 潜能五阶的 我们只是跑腿的 唉 想起来就不说 威尔顿 不过是潜能一阶 我居然要给他跑腿 最可恨的是 我们还要兼当 抬轿子的教夫 西门语可怜的看了看王成 王成 也很悲剧 可是 他又没法反抗 不爽又能怎么样 王成叹息的 唉 有背景就是不一样 像我没有背景 处处都受人压制 连一个潜能一阶的顽苦子弟 都可以招呼来招呼去的 那威尔顿 实力在潜能一阶 却能够拥有一把 终极的能量武器 真是不公平 我们燕王组织的大头领 潜能武器 连初级能量武器 都不能拥有 嗯 西门语一争 那个顽固少爷 竟然拥有一把 终极能量武器 终极能量武器 比西门语的 初级能量武器 强大的多了 简单点来说 要是西门语 拥有终极能量武器 那西门语 就可以轻易杀掉一个 潜能二阶的 西门语道 王城前辈 那顽固少爷 他父亲只不过是 潜能所七阶 怎么会拥有 终极能量武器呢 这个我不清楚 总之 不是我们可以惹的 跟这些强二代比 我们只是屌丝平民 西门语点头笑了笑 西门语的背景 更强大 可西门语 不能跟顽固少爷一样 如果这样 西门语未来的成就 绝对不会高 所以 西门语大师傅 不会给他任何帮助 王城跟西门语 喝了点酒后 就分开了 西门语并没有 回自己房间 而是去了小镇的郊外 半夜三更 他一个人去郊外 干什么呢 原来 西门语突然想起了 他的自创技能 也即 踢云松 西门语想 既然踢云松 可以垂直上升 违背物理规则 那么 踢云松 可不可以斜着上升 可不可以升到半空后 再倒立身体 平行于地面的前进 像风筝一样 关于这个问题 西门语一直没有去想过 他只知道 可以垂直上升 从来没有想过 斜线和直线运动 如果可以 那岂不是等于会飞了 西门语想想就激动 那表示他的实力 将会强大得多了 就算是碰上 潜能武器的 西门语也可以 从容地离去 西门语大喝一声 左右脚护踩 斜着身子 果然 西门语就像在一座 斜斜的楼梯上奔跑一样 一下子 跑到前方几十米的高处 果然可以 而且 斜着居然比垂直 更加省力好几倍 我在利用风能量的滑翔能力 至少可以上升 一百米的高空 西门语兴奋的大笑 现在 让我试试 能不能平行于地面 像风筝一样在空中前行 西门语立刻倒立着身体 登登登 西门语瞬间就在空中 飞行了数百米 哈哈 没想到 平行的踢云松 又比斜着上升 还省力十倍啊 我居然可以轻易地 在半空中飞行 一千多米 西门语 在一千多米的地方 落了下来 他只能飞行一千多米远 西门语暗想 现在 我可以飞行 完全不需要跟别人走团了 我直接一个人就可以 碰到打不过的强车 我就飞走 哈哈 西门语高兴地回到了小镇酒店 到酒店门口 西门语看见了一个女子 那个女子 长得超级漂亮 哇 这个地方 居然还有美女 而且还是绝能一截的美女 我得上去跟他打个招呼 西门语暗想 西门语记得以前四师傅教过 如果路上碰到一个美女 你怎么做 四师傅的标准答案是 上去亲她一口 然后说 美女 你脸上有蚊子 可是 西门语做不到这么无耻 但上去跟那个美女打个招呼 西门语还是能够做到的 西门语走到那个美女的身边 微笑道 你好 那个美女疑惑地看着西门语 西门语近距离地看着这个美女 心中那个震撼呀 这个小美女 岁数跟西门语差不多 十七八岁左右 长得不高 一米六四左右 小巧玲珑的 眼珠子大大的黑黑的 如星辰般灿烂 瞬间把西门语的心照亮 人虽然不高 可凶却不小 标准的小家碧玉型的超级美人 十分惹人怜爱 咕咚 西门语暗暗咽下口水 只见那个美女 平淡地看了眼西门语 说道 你认识我 西门语摇头的 不认识 你想做什么 那个小家碧玉的美女 警惕地看着西门语 西门语脸红 心不跳地说道 是这样的 我看见你这么漂亮 我实在抵抗不住 所以 想跟你打个招呼 如果我没有这么做 我怕 我会 后悔一辈子 流氓 那个小美女 居然骂了一句流氓 西门语笑道 我不是流氓 我又没有对你动手动脚 我怎么是流氓啊 小美女 皱眉道 可是你对我动嘴了 你嘴上调戏我 西门语无语 这也叫调戏啊 西门语看了看 周围没有人 只有这个小美女一人 也不知道 她是不是一个人来这里的 如果是 她的胆子也有点大了 西门语正欲说话时 突然 前面小镇传来热闹 好像是一个村民 突然晕倒了 小美女立刻跑了上去 西门语也跟了上去 只见一个村民倒在地上 抽搐不止 身体离奇地肿胀 小美女立刻对围观的村民说道 大家散开 村民问道 你谁啊 别捣乱 我们要赶紧送医院 小美女道 听我的 等上到医院 恐怕她的尸体都凉了 啊 村民们一惊 这不是杨颠峰吗 小美女从身上拿出一个针包 走到病人身边说的 不是 是被蛊虫入侵了身体 说着 小美女立刻对病人施针 西门语有些惊讶地看着小美女 因为 连西门语都没有看出 这个村民得了什么病 这个小美女 居然一眼就看出 她被蛊毒入侵了 当然 西门语对蛊毒不了解 所以看不出来也不奇怪 没多久 小美女把针收了起来 说道 好了 没事了 一个村民问道 那 她怎么还没醒来 小美女在病人背上按了几下 病人醒了过来 吐出了一口黑色的血块 周围村民看着小美女惊呼道 神医啊 真是神医啊 醒过来的那个村民 立刻对小美女跪拜 不客气 小美女羞涩地笑了笑 西门语没有想到 这个小美女居然跟自己同行 医术也这么厉害 西门语顿时对这个小美女更加喜欢了 这个小美女的医术似乎不在我之下啊 要是做我老婆就好了 西门语暗暗想道 其实这个小美女人家从小就开始钻研医学了 已经十多年了 西门语才学了两年 而且还是在练武的业余时间里 这时一个村民忙道 神医 你能不能帮我看看病啊 我找了好多医生都没治好 小美女点头的 好 把手腕给我 小美女把了把脉 说的 日盲中 夜晚眼睛能够看见东西 在白天 却看不见任何 是啊 求求你 神医 帮帮我吧 那个村民忙点头 他都还没有说出什么病 小美女就知道了 西门语暗静 好厉害的小美女神医啊 日盲中 西门语自认也可以治疗 治疗方式可能会比较麻烦 眼睛在夜晚可以看见东西 在白天就像瞎子一样 这种病 现代医院估计都检查不出什么原因 认识一下 小美女给那个村民针灸了下 然后写了一张方子给他 说的 坚持扶三个月 就可以好转了 谢谢神医啊 那个村民感激涕零的摆了下去 不用客气 救死扶伤 玄壶救世 本就是我的责任 小美女说的 村民们走后 西门语忙跑上去 小美女神医看着西门语的 你怎么还在这里 到底想干什么 你好 我想跟你认识一下 你一说好厉害啊 西门语说的 哼 别再跟着我了 不然我喊人了 小美女警告道 西门语哪里能这么错过 以后说不定见不到她了 必须得弄清楚她是谁 不然要是被其他男人泡走 西门语想死的心都有 一个这么有爱心的小美女神医 谁不想要啊 我真的很想认识你 而且不瞒你说 我的医术也有些了解 比如刚才那个日盲状 我也会治疗 西门语说的 小美女听西门语 她也会医术 不由地看向西门语 说的 好啊 那你说说 如果是你 你会给她用什么药 如果你的确会 那我可以跟你认识一下 好 我会给她开这样的药 草屋二十克 白纸五十克 枪火毒火各五十克 细心十克 穿胸 贵枝 各三十克 微灵仙 深筋草 透骨草 各六十克 海童皮 贵枝 海蜂藤 鹿鹿通 宽筋藤 两面针 各三十克 图鳖虫 十二克 苏木 三十克 大茧 六克 寻骨蜂 二十克 桑枝 柳枝 鱼枝 桃枝 各七十cm 然后加入蒸流水和白酒 以一比五的比例肩幅 小美女仔细想了一下 微笑地点头道 嗯 不错 你的这个方法 的确也可以 看来 你还真的是有两下子吗 嘿嘿 必须你来 我恐怕还有些不足 西门宇谦虚的 小美女 不再把西门宇当成流氓了 好感顿生 你也不要谦虚 你也很厉害了 我们的方法不一样 谁的方法更好 我也不敢肯定 好吧 现在你证明了我们是同行 那我就跟你认识一下 我叫诸葛湘云 小美女对西门宇伸出一只手 西门宇忙激动地跟她握手 说的 你好 我叫西门宇 今年十七岁 很高兴认识你 咦 你也十七岁啊 那么巧 我也是 我还在读高三 不过我很少去学校了 一般就考试的时候去一下 诸葛湘云的 西门宇也笑的 我也是 在读高三 现在一心只为开启潜能锁 对学习不怎么在乎了 嗯 我平时都在研究药理 在一家诊所 免费帮助一些看不起病的 平民百姓看病 哇 你可真伟大 西门宇佩服她 诸葛湘云疑惑道 难道你不帮助别人吗 那你学医干嘛 学医就是为了悬壶济世的 西门宇脸红了红 他不好意思说 二师傅教她医术 不是为了什么悬什么壶 济什么事 是为了泡妞的 三师傅 四师傅 教给西门宇的东西 也全部都是为了泡妞 而传授的 诸葛湘云笑道 你呀 既然有那么厉害的医术 干嘛浪费 这个世界 还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 救人一命 盛造七级浮屠 有时候 对一些穷人来说 倾家荡产 才能上个医院治病 可对于你来说 只是动一下笔 花个几分钟写一张方子 举手之劳 就可以拯救一个家庭 何乐而不为呢 还有什么事 比帮助人更快乐的吗 西门宇忙点头 你教训的是 以后我一定多帮助别人看病 那我替那些人谢谢你了 诸葛湘云 微笑道 西门宇问道 你怎么会来这里 诸葛湘云道 我跟我家族里的人来的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 孕养领宝 我也好顺便找一些药材 你呢 一个人来的吗 是啊 我也一样 不过 是我一个人来的 今天去了一下 好像里面杀戮很严重 所以出来了 准备加入一个庇护团一起进去 你们也准备加入庇护团吗 诸葛湘云笑道 我们不用 我们是来自诸葛世家的 我们家族 每年都会带领几个潜能领域的人一起来 我们有家族的几个强大的内门长老带领 你加入庇护团 是很不划算的 比如说 如果你找到很好的领宝 庇护团的人 肯定会想办法抢走 那又能有什么办法 总比一个人进去好吧 说的也是 那祝你成功 找到好宝贝 我要回去了 再见 啊 这么快就走了 再聊会儿啊 不了 我要回去了 拜拜 好吧 拜拜 西门宇有些意犹未尽的 看着小美女神医 进入酒店 西门宇心中暗道 诸葛湘云 来自周葛世家 我记得周小韩那天说 他家族里来了一个女神医 那个女神医 有一个哥哥叫诸葛青 不会这么巧吧 那个被周小韩家里人 奉为神明的女神医 就是诸葛湘云啊 诸葛湘云 要把周小韩介绍给他二哥 西门宇心里一阵紧 紧张 周小韩也是超级大美女啊 要是被诸葛湘云的二哥炮走了 西门宇想死的心都有啊 神说 西门宇 见好就收 别见个美女你就想要 动不动就想死的心都有 西门宇一阵惭愧 安道 我是不是太无耻了 是个美女 心里都很想要 哎 可是如果见到了一个美女 没有得到 被别人得到了 我 我想死的心都有 总之 周小韩 西门宇是一定不能被诸葛湘云的哥哥 炮走的 当然 诸葛湘云这么漂亮 要是他被别人炮走了 那 那西门宇 又想死的心都有 所以西门宇也一定要想办法不能被别人得到 想得到美女必须有实力 有实力的话 不管见到的美女他喜不喜欢西门宇 西门宇都可以直接抢走 似师傅的无始风流不要脸泡妞秘籍 礼貌似就是这么说的 明天西门宇就要进入边城 碰碰运气 踢云松 西门宇迅速地飞上了酒店的八楼 西门宇从窗户跳了进去 这个房间就是他订的 第二天 西门宇起床后 和刘星刘亮在酒店的餐厅吃早饭 刘亮说的 同学 刚刚我去看了一下 后天就有个潜能四街的庇护高手 从边城回来 我们后天就可以进入边城了 西门宇点了点头 可惜 他已经准备一个人进去了 西门宇可以飞行 碰到强者就飞上天空 根本不需要害怕 这时 西门宇看到了诸葛湘云 他正在不远处的餐桌吃饭 一桌子十二个人 估计那一桌子都是他们诸葛世家的 其中两个是潜能所思街的强者 那两个应该是诸葛世家的内文长老了 诸葛湘云也看到了西门宇 对西门宇微微点了点头 西门宇突然想起来 昨天晚上忘记了 没问一下诸葛湘云的QQ号码 或者手机号码多少 刘星问他 唐雪 你认识他们吗 他们是华夏十二大世家 诸葛家族的人 他们真好啊 他们进入边城 有家族的强者带领 哪像我们这些没有背景的 哎 刘星一阵叹息 西门宇笑道 我怎么可能认识诸葛世家的人 我可是屌丝 没有背景的 实力又弱小 我只不过是看到那个美女 很漂亮 多看了几眼 刘星刘亮 忙点头道 哎 是啊 我们这些屌丝真可怜 不过唐雪兄弟 那个诸葛世家的美女 可不是我们这些屌丝 可以得到的 我看你呀 还是多花些心思 开启前能锁吧 天上的月亮再漂亮 只能看 不能墨 幻想 又有什么意义啊 西门宇安妈 这两个家伙真没出息 这时餐厅里一阵轰动 一帮高手 簇拥着一个顽固少爷 从门口进来 把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了过去 这个顽固少爷 正是威尔顿 史密斯 一个潜能武阶强者 用袖子擦了擦凳子 恭请他 史密斯少爷 请坐 威尔顿看了看 指了指西门宇 跟流星流亮的桌子 说道 去赶他们走 我那边坐着 是 斯密斯少爷 一个潜能武阶的强者 走了过来 喝的 你们三个 给我滚 流星流亮 忙站起来 点头哈腰的 是 前辈 我们马上走 这可是潜能武阶的强者 潜能二阶的他们 在他面前 就如蚂蚁一样 西门宇潜能一阶 更不用说了 西门宇感觉很不爽 这时 王城把西门宇拉走了 动了西门宇一眼 笑声道 你不要命了 还磨磨蹭蹭蹭的不早 刚刚一个潜能三阶的 因为发型不好看 被他妈杀了 西门宇哼了声 几个羊毛鬼子 在华夏这么嚣张 哼 不就是天王联盟 副盟主的儿子吗 西门宇发誓 若找到了机会 一定要杀了他 反正西门宇会飞 潜能武阶 也别想抓到他 当然 如果真的能够找到杀他的机会 一定要做得很隐秘 要是被人知道是他干的 就算抓不到西门宇 可西门宇的家里人 全部都完蛋 诸葛世家虽然是华夏十大世家 可跟天王联盟比起来 实力差得不是一星半点 自然是不敢惹他们 两个内门长老 吩咐他们赶快吃完 吃完走人 所以 诸葛湘云 很快就跟家族里的人走了 在两个内门长老的带领下 前往了边城 挖光了 西门宇和流星流量分别后 也从旁边的路进入边城 西门宇根本不需要路 天空那么宽阔 西门宇想怎么进就怎么进 西门宇施展踢云松 斜上 执行 斜下 犹如一只燕子一样 在山林的树间 飞掠而过 我以前真是太笨了 只知道垂直上升和下降 西门宇得意地骂了下自己 只是 虽然踢云松可以像飞一样在空中而过 可惜 速度不快啊 跟地上跑差不了多少 要是在平原上 恐怕体现不出什么优势啊 西门宇很快就进入了边城 因为他用飞是直线距离 所以比诸葛世家的人还更早进入 西门宇立刻开始寻找了起来 突然 西门宇的戒指产生灼热感 一闪一闪 哎 为什么我的修仙者时代戒指会闪亮呢 西门宇疑惑到 很快 西门宇就发现了 原来 西门宇那枚修仙者时代的戒指 在碰到 运养灵宝时 会有一种灼热感 也就会一闪一闪的亮 西门宇朝着某一个方向而去 灼热感逐渐变强 最后西门宇看见了一株六百年的灵草 哈哈 没想到 居然这么容易就找到一颗 西门宇高兴的笑了起来 这戒指这段时间都没有什么动静 没想到 这会儿还能帮他找灵草 西门宇把找到了灵草 放进背包里 然后继续找 利用戒指的灼热感 西门宇只要确定了方向 沿着那个方向 就一定会找到一颗灵草 这是一枚八百年的血灵芝 西门宇拿着一株血红色的灵芝笑道 就在这时 西门宇半个小时就找到了三种灵草 别人就算十天时间 能够找到一株就已经算是不错了 大部分人进来都是徒劳无货的 嗯 前面有一支寻宝团队 西门宇立刻踢云松是非上半空 从旁边绕过 尽量避免跟别的团队碰面 七天后 西门宇的背包里 已经装满了运氧灵绑 实在装不下了 西门宇又用三个蛇皮袋装 最后蛇皮袋也装不下了 蛇皮袋用完了 西门宇只好弄了两根藤条捆绑 西门宇背上两大捆 手里踢着三个蛇皮袋 胳膊上跨着一个鼓鼓的书包 就好像来拔杂草一样多 要是被其他人看见 绝对瞬间惊得 别人想要一株都需要大运气 西门宇却困了好几百株 各色各样的灵宝 其中年份最高的 多达一千五百年 好了 差不多回去了 再找也找不出什么了 估计已经被我一个人踩光了吧 听说 一个新发现的灵宝地 最多只有几千颗灵宝 我仅仅三天 就踩了九百多株 之前又被人踩了三十年 肯定没有了 戒指都不亮了 西门宇暗道 西门宇一个人 就把整座山都给踩光了 说出去都没人敢相信 以后再有人来 那也是白来了 西门宇当即准备回去 踢云松 斜斜地飞入半空 突然看见 在边城入口的地方 一大帮人堵在那里 西门宇看见诸葛湘云 也在那里 西门宇当即 小心翼翼地潜伏了下去 在一棵参天大树顶上看着 原来 那个顽固少爷 把所有人都堵在出口出 要大家把踩到的灵草 交出来 不然就死 地上已经有好几具尸体了 其中一个 就是带领诸葛世家 一起来的那个 潜能四街的内门长老 西门宇只见诸葛湘云 脸色一片惨白 他们家族的那个内门长老 尸体 就躺在他的脚下 快点快点 别磨磨磨蹭蹭 把你们踩到灵草交出来 不然 就是死 顽固少爷 威尔顿史密斯坐在轿子上 搂着金发女子叫嚣着 被堵住的人 只好忍着怒气 从包里把灵草叫出去 西门宇看见 诸葛湘云十分不情愿地 把他采集到的三株灵草 交了上去 嘿嘿嘿 这才乖嘛 好了 把灵草收起来 我们回去 顽固一阵得意的长相 一个潜能五街的保镖 忙听话地把抢来的灵草 收集起来 起轿 顽固喊道 抬轿的人中 其中一个正是王成 这会儿 王成不知道在想什么 脸上充满了怒涩 连起轿都没有听到 额固眉头一皱 拿起鞭子 啪的一下 冲在王成身上 喝的 畜生 还不走 王成身上 立刻被鞭子抽出了一道血痕 抬起轿子往前走 西门宇心中一怒 这羊毛鬼子 实在太嚣张了 西门宇暗道 等着 晚上我就悄悄灭了你 西门宇知道 这个纹固在酒店住哪一个房间 西门宇可以从窗户上飞出去 进入他的房间 杀了他 这种人渣 活在世上 浪费粮食 西门宇也不再观看 从另一个方向 飞升而走 把身上九百多株灵草 在一个地方藏了起来 当然 西门宇拿出了五十多株 品种比较多 重复的灵草 准备送给 朱格湘云 西门宇把灵草藏好了后 才返回小战酒店 天锁已经晚了 西门宇从窗户上飞入房间 洗了一个澡后 西门宇才去餐厅吃饭 正好在餐厅碰上了 诸葛世家的人 诸葛世家的人 都没有心思吃饭 一个潜能所四接的长老 就这样死了 西门宇站在 诸葛湘云对面 对他使了个眼色 诸葛湘云看见西门宇后 往西门宇走了过来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诸葛湘云 情绪低落地问 怎么 没事就不能找你啊 西门宇说的 这些天 西门宇时时刻刻惦记着他 可看诸葛湘云的样子 似乎这一天 压根没想起过他 不是 我现在没有心情 我们家族贺长老 傍晚死了 被那个天网联盟来的人 杀死了 他们抢我们的领宝 贺长老跟他们理论了一句 他们中一个潜能武戒的 一掌 把贺长老打死了 诸葛湘云难过得到 西门宇安慰他 我会跟你们报仇的 明天你们就知道了 诸葛湘云 疑惑地看着西门宇 什么意思 西门宇神秘地笑道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不过 现在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 诸葛湘云 警惕着 看了看西门宇 摇头的 我不要 西门宇不解道 你都没问是什么礼物 就拒绝 为什么 诸葛湘云说的 你别误会 不管是什么礼物 我都不能收 我们 我们之间 还没有赎到那种程度 我不能收你的礼物 西门宇不管三七二十一 拉起诸葛湘云的手 往电梯口走 诸葛湘云 立马把手抽了出去 有些生气地说的 西门宇 你不要这样 你再这样轻薄我 我不跟你说话了 西门宇有些失望 看来自己对诸葛湘云 一见钟情 可人家对自己 并没有其他的意思 好了好了 我错了 我并没有其他意思 我是想把礼物送给你 我礼物 没有带在身上 在我房间 不用了 谢谢你 西门宇 我不能随便 收别人的礼物 诸葛湘云 对西门宇 客气地点了点头 走了 湘云 难道你还怕我吃了你 这时 电梯已经下来了 电梯门 刚好自动打了开来 走 诸葛湘云 犹豫了一下 进入了电梯 电梯在八楼停了下来 西门宇带着 诸葛湘云 走到他房间门口 西门宇 打开房门说道 进来 诸葛湘云摇了摇头 不了 我就在门口好了 不语 干嘛对我这么警惕啊 西门宇 有则苦涩地笑了下 诸葛湘云微笑下 并不打算进入西门宇的酒店房间 西门宇只好自己进入房间 拿出一个袋子 揍了出来 给你的 什么 诸葛湘云疑惑地问 打开来看看 不就知道了 西门宇笑道 希望此举能够获得 诸葛湘云的好感 诸葛湘云打开袋子 只见是一大把 运养灵宝 吃惊地看着西门宇 这是哪来的 都是我采的 五十多猪呢 全部送给你了 西门宇慷慨地说的 诸葛湘云看怪物一样的 看了西门宇一眼 你的运气也太好了吧 而且庇护团的人 没有给你抢走 我一个人去的 尽量躲着别人 你收起来吧 诸葛湘云立刻摇了摇头 把袋子递给西门宇 西门宇 谢谢你 真的很感谢你 你竟然把这种 珍贵的东西送给我 我很感动 可是 我不能要 为什么呀 别啰嗦 收起来 诸葛湘云还是摇头的 不要 太珍贵了 我不能收 西门宇的 这是我自愿送给你的 何必这么客气 谢谢你 我不能说 如果是普通的东西 我收下倒没什么 可这东西太珍贵了 我们只是萍水相逢 我怎么能收 诸葛湘云坚决不呀 西门宇好失落的感觉 说的 你不想知道 我为什么把这么珍贵的东西送给你吗 诸葛湘云心跳了一下 或许他猜出来了一点点 诸葛湘云红了红脸的 是不是你喜欢我 西门宇盲点头 是 我第一次见你就喜欢你了 所以 再珍贵 我都舍得送给你 诸葛湘云羞涩的 谢谢你 只是 你这样做很傻 我根本不值得你这样 值得 一万个值得 西门宇盲说 嗯 诸葛湘云 敏嘴轻笑了一下 西门宇问他 你 有没有男朋友 诸葛湘云摇了摇头 说的 没有 不过 很谢谢你 真的很谢谢你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能够拿这么珍贵的东西送给我 足以说明 你对我的喜欢 可是 我真的不能接受 谢谢 诸葛湘云 有些慌乱的说着 没那种感觉 新门宇问他 你心中 有喜欢的人了吗 诸葛湘云依然说的 谢谢你 真的不好意思 你不要想那么多 我没有那么复杂 我现在心思 都在医术上 真的没有想过 找男朋友 辜负你了 真的对不起 好了 不用对不起 你又不欠我什么 西门宇苦笑的 我回去了 西门宇 认识你很高兴 我会记住你的 诸葛湘云 诸葛湘云有些紧张的说的 不是拒绝你 我没有问一下 西门宇 西门宇问他 诸葛湘云 连忙摇头 不是的 不是这样 我真的不是这么想的 你不要误会 西门宇走到 诸葛湘云身边的 那是为什么 不要用不想谈恋爱来 当理由 这根本不是理由 诸葛湘云摇了摇嘴唇 悠远地看了西门宇一眼 那小媳妇的模样 让西门宇又是一阵春心荡漾 不说吗 诸葛湘云的 好 说了你不要不高兴 行 诸葛湘云的 我感觉 你不是 我想找的类型 西门宇不服气的 那你想找什么类型的 我这个类型有什么不好 诸葛湘云 忙便捷的 你真的很好 我没有说你不好 只是 不是我心目中想要的类型 西门宇依然不服气 那你想要什么类型的 我自己都觉得 我这个类型的跟你很配啊 诸葛湘云 勉勉勉红尘 道 不 你不要这样吗 我把你当作是 刚认识的朋友 我真没有对你来电的感觉 我也有自己的爱情幻想 你真的不是我 一直想要的类型 西门宇 郁闷的 那你倒是说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看看 比我这个类型的高明到哪里了 周葛湘云 忧愿赌了 赌了赌 说的 我们没有共同的兴趣 没有共同的梦想 没有共同的语言 怎么会没有 你也十七岁 我也十七岁 你是美女神医 我是帅哥神医 这不就是共同语言了吗 不 你学医 根本就不是用来救人的 我感觉你根本没有一颗悬壶救世的心 你没有身为医生的职业观 就这点 我觉得我们的性格完全不一样 我喜欢的人 他不是这样子的 他一定跟我一样 他肯定是跟我趣味相投 跟我性格相宜的男人 很平和 很稳重 没有任何的杀戮之心 和争夺名利 以及钻研实力之心 性格善良 善待每一个人和动物 他不一定要有多强大 也不一定要有多大背景 他可以跟我一起帮助别人 未来可以跟我一起开一家诊所 每天跟我一起帮助穷苦的病人 解决病痛 每帮助一个人 我们彼此都会感到很快乐 他一定是一个充满爱心的男人 西门宇忙的 我就是这种人啊 诸葛湘云笑了一下 摇了摇头的 我感觉你不是 你根本没兴趣做这些事 西门宇真郁闷 狡辩的 我真的是这种人 我也很有爱心的 有一次 我在身上碰见了一只受伤的小鸡 我立刻帮他治疗 看见他被我治疗好了 我心里不知道有多开心 我真的充满了爱心 谁说 放屁 你明明把他烤了吃了 是吗 诸葛湘云 疑惑的看着西门宇 是的是的 西门宇忙点头 诸葛湘云笑了下 说道 我感觉你不是 你不是喜欢安静平和的人 我感觉得出来 你的内心 充满了杀气 争斗 以及对实力 充满了野心和欲望 而且 你也不可能像我一样 安安静静地 开个诊所 帮人看病 不在乎实力 不在乎名利 所以 我们真的不合适 谢谢你 西门宇 你一定会找到 喜欢你 又适合你的女孩子的 她一定是 比我好的女孩 西门宇白熟的 好了好了 别给我发好人卡了 真的不好意思 谢谢你 那我先走了 诸葛湘云 转身往电梯方向走去 西门宇忙问他 等一下 这些东西 你一定要收下 也不枉 我喜欢你一场 这怎么好意思 我都拒绝你了 我怎么能收你的东西 诸葛湘云 小声地说道 西门宇 把东西塞给 诸葛湘云 你喜不喜欢 我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喜欢你 所以 送给你 不过 作为交换 你得告诉我 你的电话号码 和QQ号码 诸葛湘云咬了 嘴唇 没有再拒绝 西门宇得到了 诸葛湘云的两个号码后 说道 湘云 你们家族的长老死得很怨 我会为你报仇的 明天早上 你就知道了 你想干什么 明天 你就知道了 诸葛湘云忙的 你难道认识什么强者 想杀了他 西门宇问他 那个顽固 杀了你诸葛世家的长老 难道你不希望他死 诸葛湘云 忧伤道 他死了又能怎么样 赫长老 已经复活不回来了 西门宇 算了 那个顽固少爷 他是来自天王联盟的 要是他死了 恐怕后果会很严重 再说 杀手总是不好的 何况是杀人 虽然他是坏蛋 可终究是一条人命啊 西门宇笑了下 说道 好了 我知道了 你回去吧 嗯 诸葛湘云 不知道西门宇 是不是真的 能够放下屠刀 减少杀龙 诸葛湘云 又想起什么 又遇到 那个 还有什么事吗 诸葛湘云的 关于那个 真的很对不起 你真的很好 只是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对你 真的没有那种感觉 希望你 还能当我是朋友 郁闷 好了好了 我当你是朋友 但是 虽然你拒绝了我 魔客没有说放弃你了 以后有机会 我还会追你的 我先走了 诸葛湘云 进入了电梯 哎 西门宇看着紧闭的电梯门 叹息的 怎么有这样的女孩 不过 她真的心地善良 真有雷锋精神 可惜 我的确跟她们有志同道合 我的目标 就是不断变强 不可能无聊的 天天起来给穷人免费看病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爱心 我只知道 谁惹我 我就一定让她付出代价 甚至杀了她 虽然诸葛湘云 拒绝了西门宇 可西门宇对她 却感觉更加喜欢了 总之 西门宇不会放弃的 就算不是她喜欢的类型 西门宇也努力让她喜欢自己 那个维尔顿斯密斯 今晚闭死 西门宇心中暗道 凌晨两点时 西门宇戴着面具 从窗户上飞了出去 确定没有人发现后 西门宇往那个 顽固少爷的酒店房间飞去 西门宇已经感觉出来了 酒店门口有几个强者守着 只有窗户上可以进去 这么高别的人不会飞 想上来是很艰难的 西门宇阳台进入了房间 那个顽固少爷 正搂着那个尖发女人睡觉 这时 那个顽固少爷突然惊醒 毕竟他也是潜能医解 西门宇也是 不可能西门宇进入他房间了 他还会不知道 西门宇眼镜里 一道绿色光芒一闪 五微幅的精神风暴 施展出来 顽固少爷立刻感到眼前一黑 头很重很重 正要大喊救命 西门宇休的一下 割下了他的头颅 虽然这个顽固 没有惹到西门宇什么 但这个人的确该死 那天早上 一个潜能三接的人 因为发型不好看 他就让一个保镖杀了他 昨天又抢别人的灵草 杀了好几个 其中一个是诸葛 湘云家族的长老 这种人不该死吗 早就该死 西门宇既然有能力 为什么不替天行的 当然 西门宇也是有刺心的 那就是 这个顽固身上的 终极能量武器 西门宇把威尔顿的 终极能量武器 搜走了后 迅速的撤离现场 跟顽固一起睡觉的 那个女郎 还睡得正香 只是顽固身上流的血 慢慢的 把床 禁湿了 终于 在半个小时后 那个金发女郎醒了 发现 满床的血 而 威尔顿头颅 滚落在地上 最悲剧的是 一个尖叫声 从该房间传出 门口守护着的 潜能武器保镖 立刻冲了进来 顿时感觉天旋地震 他们难以置信 地看着 史密斯少爷的头颅 像一个皮球一样 躺在地上 那几个保镖 差点晕倒过去 不是因为他们 多恋爱这个威尔顿 而是因为这个 威尔顿的背景 完了完了 这一下不知道怎么死了 几个潜能武器的保镖 第一时间 想的是自己会怎么死 西门宇 把从威尔顿身上 弄来的终极能量武器 放在一个隐秘的地方藏好 然后 才回到房间 呼呼大睡 装作什么也不知道一样 当然 关于这个事 诸葛湘云知道 希望他不会说出去 不然 西门宇绝对完了 就算西门宇 躲也没用 天网联盟 那么多杀手 足可以把他的亲人们 都杀光了 所以西门宇 也是有些紧张的 诸葛湘云 应该不会说出去 第二天 西门宇睁开眼睛 拉开窗帘 发现 酒店的楼下 被阎王组织的许多高手 严密地围了起来 任何人都不准离开 西门宇不知道 把那小子杀了 是不是真的后果很严重 可杀都杀了 那个人渣杀了那么多人 不替天行道都不行 这一时 服务员上来 把每个房间的人都叫起来 西门宇的房门 被一个服务员敲响 您好 先生 请到酒店大堂 出什么事了吗 西门宇明知故问他 昨晚一个重要的人 被暗杀了 总之你快点去大堂吧 哦 西门宇下了酒店大堂 那里已经有几十个人了 西门宇也看到了诸葛世家的十一个人 西门宇看见王成忙走了上去 王成脸上似乎带着隐隐的笑意 王成前辈 吹雪 你还在这里啊 我以为你早走了 出什么事了 好像很严重啊 西门宇问他 王成小声地笑了下 说道 嘿 那个顽固少爷被人暗杀了 真不知道 是哪个高手做的好事 是吗 那后果会不会很严重啊 有没有查出来是谁干的 西门宇问他 王成笑道 嘿嘿 没有啊 肯定是一个高手干的 能够在不惊动潜能五阶保镖的情况下 杀人 实力起码潜能六阶以上 而且 那个顽固少爷的终极能量武器被抢了 这就很清楚了 终极能量武器 连潜能八阶的高手都会养红 那出场 死了活该 西门宇听王成这么说 放心了下来 反正怎么也不会怀疑到他身上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离开 现在不行 可西伯那个富盟主正在怒火着呢 估计很快就会来了 接受他调查之后 应该就可以走了 只是 这总的儿子死了 阎王组织怕是有些麻烦 王成跟西门宇聊了会儿 休去外面处理事情了 诸葛湘云一大早听到顽固少爷死了的消息 惊呆了 其他人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是知道的 现在看见西门宇 忙往西门宇走上去 湘云 早上好啊 西门宇笑嘻嘻地打招呼他 我们去那边说 西门宇跟着诸葛湘云 走到了一个无人的角落 诸葛湘云忙问道 你真的干了 嘘 别声张 西门宇忙捂住诸葛湘云的嘴巴 我说过 我会给你家族报仇的 谁叫我喜欢你呢 诸葛湘云脸一红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你怎么还 光我屁事啊 反正我喜欢你就是 我为喜欢的女人做点事 天经地义 改天我再送你 一粒 省窍胶囊 啊 这么珍贵的东西 你怎么能这么傻 明明知道我对你 没有来电的感觉 你还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对不起 我不要 我不想对你充满内疚 我喜欢我乐意 如果不想内疚 那你就喜欢我 诸葛湘云 咬着嘴唇说的 不 丫头 别这么倔嘛 喜欢我了 我不 我不想因为感动 就放弃了对爱情的憧憬 你这个人 真的很好 是我遇到最好的男孩子 如果你不介意 我可以任你当哥哥 西门宇 西门宇 西门宇额头冒汗 西门哥哥 不是我想要介绍 是周家的人 求我把周小涵 介绍给我二哥的 想让周小涵 当我二哥的女朋友 怎么了 这是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西门宇问 那现在周小涵 变成你二哥的女朋友了吗 应该没有这么快吧 我已经介绍给我二哥认识了 我二哥超级喜欢他 我家里人也对周小涵 很满意 看来周小涵 很有可能会变成我嫂子 周葛湘云嘴角出现一丝笑意 没有发现此刻西门宇阴沉的脸色 妹妹 周小涵是不可能变成你嫂子的 你就别痴心妄想了 西门宇坚定地说道 为什么 周葛湘云疑惑地问 西门宇道 周小涵肯定不会喜欢你二哥 你二哥想娶他做梦了 西门宇是不可能让周小涵 被他二哥取走的 诸葛湘云丝毫没有发现 西门宇异样的表情 嘻嘻笑道 哥哥 你猜错了哦 周小涵确实不喜欢我二哥 不过 他喜不喜欢都没有用的 因为他们周家喜欢 我们家族也喜欢 所以周小涵反对不了的 唉 其实我也挺同情二嫂的 身在这样的政治家庭 很多东西都没得选择 西门宇暗哼了声 不想跟诸葛湘云说这个了 这时酒店门口一阵轰动 原来顽固少爷的父亲 盖西伯来了 是谁杀了我儿 盖西伯红着眼睛大吼着 每个人都忍不住打了个寒着 西门宇看着盖西伯 这个传说中的天网联盟 富盟主 钱能欺卸的势力 这一声大吼 直接让现场许多人 鼻子出血 西门宇当然不会说是我杀的 若无其事地看着 盖西伯在顽固睡的房间进行调查 得知结论 这是一个至少潜能六阶实力的强者干的 其原因是那个终极能量武器 西门宇下午就离开了小镇酒店 不可能是他杀的 他实力这么弱 所以调查的人放他离开了 哥哥 有空多联系啊 临别时 周葛湘云对西门宇 祝福他 嗯 我走了 哥哥一路顺风 西门宇没有跟诸葛湘云多说什么 谁是你哥哥 要当就当老公 算了 还是找个地方 制作生销缰囊 提升的 请拿尔街去吧 西门宇去藏灵草的秘密地方 取走了灵草 为了预防灵草被人抢走 在附近某个城市 暂时住了下来 先把灵草弄成粉末再说 一个月后 西门宇把所有种类的灵草都给烘干了 再碾成末 西门宇看着平平挂挂的粉末 拿出那张胶囊表 开始把这些材料拿来制作各种胶囊 最后 西门宇制作了六粒生销胶囊 十六粒千粒胶囊 九粒能权胶囊 五十粒大粒胶囊 二十粒能量胶囊 至此西门宇的灵草 全部消耗完毕 西门宇立刻把一枚生销胶囊 服用了下去 丹田涌起一股温热感 好像是开水一样 从丹田往四处经脉流动 就这样周而复视 西门宇不知不觉地 被这股温热迷失了 当西门宇再次醒来时 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 西门宇检查了一下 自己的潜能锁 二戒 西门宇一阵兴奋 终于从一阶升到二戒了 还有五粒生销胶囊 可以给别人用 也可以拿去卖 一枚至少可以卖五十亿 不过 西门宇是不会卖的 除此以外 还有十六粒潜力胶囊 消耗了西门宇三百多株灵草 制作而成的 如果拿去卖 至少三十亿亿枚 潜力胶囊对西门宇 没有任何作用 因为这是给潜力所 阶段的人服用的 它能够让一个 没有开启潜力所的人 短时间开启潜力所时间 这是西门宇 给亲人们准备的 比如他爸妈 姐姐 小冰冰 艾薇薇 除了潜力胶囊外 还有能权胶囊 以及大力胶囊 能权胶囊 是西门宇耗费了四百多株灵药 制作而成的 服用一粒 可以一秒内开启潜能四季 保持三分钟 三分钟过后 又会重新退回原本实力 适用于潜能四阶以下的人服用 这种胶囊 当今世界恐怕是找不出几颗 因为需要凑齐四百多种灵草 实在太难了 然后是大力胶囊 服用一粒 可以提高十倍的物理力量 虽然境界不变 但一拳的力量 相当于高一阶强者的力量 可以维持五分钟 大力胶囊 西门宇有五十粒 最后一种是能量胶囊 可以让西门宇瞬间 恢复到巅峰的能量 打架时 别人已经没有力量 而你却是处于巅峰状态 这就是无敌的优势 西门宇拥有二十颗能量胶囊 最厉害的能权胶囊 西门宇有九粒 这个有点少 OK 收工 回家 西门宇把所有的胶囊 都收了起来 现在 就算一个潜能五阶的人 出现在西门宇面前 西门宇都可以秒杀了他 为什么呢 西门宇虽然只有二阶 可如果服用能权胶囊 他可以瞬间开启到 潜能组四阶去 然后西门宇再使用 终极能量武器 终极能量武器 可以让使用者 能量的质量 达到高于 本身两阶的地步 所以西门宇一击的力量 可以达到六阶 因此 瞬间秒杀了潜能五阶的 不过 秒杀完了之后 西门宇全身的能量 恐怕是一下被抽干净了 不过 西门宇还有二十颗能量胶囊 可以瞬间 恢复到巅峰 莫凤舞 看现在还有谁敢惹我 西门宇大笑 西门宇离开了临时著作 准备回家时 一个人出现在他面前 吹雪 这回看你往哪跑 西门宇往内人一看 正是荒草 而且荒草身边还站着两个人 一个是刺刀 还有一个也是潜能二阶的强者 西门宇笑道 哟 终于找到我了 刺刀不屑的哼他 吹雪 你的末日来了 你小子出来 西门宇看着刺刀的 刺刀 这么快就恢复到潜能一阶去了 看来你服用了什么灵丹妙药了 哎呀 真是可惜了 浪费了这么好的妙药啊 刺刀怒道 吹雪 你还笑得出来 今天我们三兄弟联手 你还有活命 西门宇不屑地看了看他们三人 两个潜能二阶 一个一阶的 西门宇挥挥手就灭了 看来你们就是忘年兄弟组合中 其中三个了 正好今天一起把你们灭了吧 狂妄 杀 荒草大笑一声 三人围了上来 西门宇根本不需要使用 他的任何一种武器或者胶囊 西门宇手指一弹 三枚银针飞出 我刺 我刺 刺刀倒了下去 荒草闪过了 另一个二阶的也闪过了 刺刀一下就被灭了 死地 死地 荒草和另外一个男子 大吼地看着刺刀死亡 西门宇哼道 一个天能一阶的 一招就够灭了 我要杀了你 荒草眼睛红红地朝着西门宇冲来 他不知道西门宇为什么一下子实力这么强了 可西门宇身上的气势明明是一阶的气势 西门宇眼睛一眨 荒草立刻陷入一片混沌的状态 这一刻他没有了任何反抗力 西门宇一拳挥出 一道蓝色的雷电拳 击在荒草头上 荒草的头颅 爆裂了开来 直直地倒了下去 三弟 最后一个男子 看见荒草也死了 嘶吼起来 西门宇暗爽 实力变强了就是爽了 之前一个荒草 就把他追得无路可逃 现在呢 秒杀 吹雪你太过分了 最后一个男子吼道 西门宇哼道 哼 我不知道你叫什么 可既然你选择来杀我了 那我就送你去排你的三弟四弟吧 呃 最后一个男子大吼一声 全身能量 疯狂的晦气 这个人 是忘年兄弟组合的老二 叫巨刀 在终极金牌杀手榜上 排名第四 希望一道无形的波动 从西门宇身边闪过 西门宇立刻凌空跳起 可是 还是被他伤到了 西门宇感觉身上被划了无数的口子 好强大 看来 我如果不使用武器和胶囊 想战胜他 有些困难了 西门宇愣神之际 一道火轰的拳影 轰击在他胸前 西门宇身上的衣服 一下被撕碎 西门宇双手一抓 风能量汇集 把巨刀短暂的束缚住 斩 西门宇眼里绿色光芒一闪 巨刀眼里 一片混浊 西门宇立刻施展出 雷电能量拳 轰 巨刀被一拳轰得半死 西门宇吃了一惊 巨人没死 正准备再次动手时 一声抱贺 住手 一个白衣美女 从不远处飞跃了过来 立刻把巨刀护在身后 西门宇一愣 居然来了一个大美女 该不会是这人的老婆吧 西门宇问他 你是谁 为什么租我 眼前这个女子 潜能锁四接的实力 大概二十一岁左右 你就是吹雪 那个女子 给巨刀扶下一枚胶囊后 转头问他 我就是 西门宇丝毫不怕地 跟这个女子对视着 西门宇应该怕吗 一个潜能四接的高手 西门宇使用一枚 能拳胶囊就可以持平 所以 西门宇根本没有怕的感觉 那个女子 惊叹着看着西门宇的 你一个潜能一接的 竟然不怕我 还敢跟我这么说话 西门宇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美女 你不过是潜能四接而已 我干嘛要怕你 我是干在你这么漂亮的份上 所以才没有继续击杀 你身后昏迷的那个 美貌女子 眉头一皱 怒道 吹雪 你别太嚣张了 我是因为我足鸽先来杀你 理亏在先 所以才没有对你动手 看来我真的应该给你一个教训 美貌女子站了起来 凝视着西门宇 如果你能够 接得了我的一招 就算你厉害 西门宇笑的 算我厉害 有什么意思 那你想怎么样 美貌女子问他 西门宇道 如果我能够接你一招 你就回答我五个问题 哼 真不知道你是什么胆子 好 准备吧 西门宇笑道 哼 来吧 哼 美女一掌劈来 不过 她只拿出了十分之一的力量 或许她不想伤害西门宇 西门宇暗答 这个美女 居然才拿出这么点实力 看来她不想伤我 心肠还不错嘛 想到此处 西门宇本想吞下能拳胶囊的 好好的欺负欺负这个美女 可最后西门宇感觉良心过不去 只吃吞下一枚大力胶囊 砰 西门宇一拳相迎 吞下大力胶囊后 西门宇一拳的力量 达到潜能三接的地步 西门宇后退了两步 接住了美女的一招 嗯 那个美女眉头一正 你的力量竟然这么大 好 你赢了 你走吧 西门宇忙的 你还没有回答我五个问题呢 你难道想耍赖 哼 你想杀我足哥 我没有杀你报仇就算不错了 你还敢跟我耍嘴皮子 美女 不要搞错了 是我看在你的份上不再追杀你哥哥的 再说 是你哥哥先来杀我 难道我任由他杀 别废话 五个问题 哼 想问什么 快点 美女皱眉的 第一 你叫什么名字 西门宇问道 莫凤舞 今年几岁 美女瞪了西门宇一眼 二十 西门宇一愣 居然比他预想的还要小两岁 有没有男朋友 美女怒道 关你什么事 西门宇笑道 因为你很漂亮 我喜欢你 美女立刻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赤道 你有病啊 你是想伤我哥哥的仇人 你居然还敢喜欢我 你觉得我会喜欢你吗 可笑 那是我的事 事都没有试过 你怎么知道你会不喜欢我 回答 哼 没有 西门宇继续问道 有没有谈过恋爱 莫凤舞又等了西门宇一眼 没有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快点 好啊 你的电话号码和QQ号码告诉我 没有 好了 回答完了 你走吧 不然我不客气了 这时 又一个潜能四街的强者飞越了过来 师妹 来的那个男子 忙叫的 那个男子看向西门宇 怒道 就是你想杀我师妹的哥哥 哼 看我如何教训你 莫凤舞忙道 师哥 算了 也不能怪他 是我足哥先来杀他的 他总不能不还手吧 放过他吧 莫凤舞的师哥哼道 师妹 你怎么能这么说 这小子算什么东西 他想杀的人是你哥哥 如果不是你刚好路过看见了 你哥哥就被杀死了 你难道想放过他 虽然你哥哥先来杀他 可是 这些你哥哥 不管你哥哥是对还是不对 你都应该站在你哥哥这边 如果你今天不杀了这个小子 看你回家族后 你家族的人 怎么戳你的脊脑骨 莫凤舞还想说什么事 他的师哥 往西门宇杀去 西门宇当然不怕 能拳胶囊 早已含在嘴里 西门宇瞬间开启到潜能锁四季 迎了上去 莫凤舞的师哥一惊 这时 他感觉眼前一黑 意识一阵模糊 西门宇 一拳 轰在莫凤舞师哥的胸口 直接把他打得吐血 西门宇这样用雷电拳 杀死他时 莫凤舞冲了上来 住手 西门宇没有打下去 哼了声 师哥 你怎么样 莫凤舞把他师哥扶了起来 他师哥 嗷嗷嗷的吐了很多血 莫凤舞一看 师哥没死 放心了下来 大放厥词 莫凤舞师哥 惊恐的看着西门宇 西门宇警告他 不开眼的东西 以后离莫凤舞远一点 否则 要你好看 凤舞不是你配得上的 莫凤舞惊愕的看着西门宇 天哪 这人也太无语了吧 居然警告 师哥离自己远一点 西门宇又看着莫凤舞的 我知道 你是华夏时代世家 莫家的人 请记住 不要跟别人谈恋爱 莫凤舞瞪着西门宇的 半猪吃老虎 你想怎么样 我谈不谈恋爱 关你什么事 西门宇笑道 因为我有处女情结 莫凤舞疑惑道 你有没有处女情结 跟我有什么关系 西门宇描远 莫凤舞的心 说道 真是兄大无脑 自己回去好好想想吧 总之 回家等着我来娶你 拜拜 恶心 谁让你娶了 莫凤舞怒道 西门宇转身走了 死了两个人 警察马上就回来了 莫凤舞看着西门宇离开的背影 真是又气又闹 西门宇坐上一辆抽租车 前往机场 西门宇暗爽 妈的 有实力就是爽 现在就算是阎王组织的大头领 西门宇都可以灭了 当然了 大头领是属于西门宇一方的 西门宇自然不会灭的 这只是个比喻 实力比大头领弱一些的三头领 西门宇更加可以灭了 不过西门宇还是有所顾忌的 要战胜潜能武阶的 西门宇必须使用能权胶囊 以及终极能量武器 要是这两件东西被别人发现 特别是天网联盟的副盟主盖西伯 恐怕会被他知道 西门宇就是杀了他儿子的凶手 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 西门宇暂时还惹不起天网联盟里的强者 西门宇登上了飞往东海式的飞机 一晃眼又离开东海一个多月了 还有一个月 高三上学期就结束了 西门宇仔细算算都没上几天课 西门宇暗想 这次回去 先把爸妈以及小冰冰 服用钱力胶囊 升级到钱力所实界去 然后 秦冰的妹妹秦情 也可以考虑一下给他一枚 至于其他人 不是他的亲人 西门宇还没准备给 毕竟 总的才是流利 要珍惜使用 当然 如果使用完了 就去 另外两个地方 找运养领宝 总还能找到一些的 二弟 你别哭啊 到底怎么了 你不是陪三弟四弟去杀吹雪了吗 望年组合的大哥 吴长紧张地问他 大哥 死了 他们两个都死了 什么 吴长差点晕倒 三弟四弟都死了 是谁 谁杀的 吴长咆哮地问 是吹雪 他这一个月 开启到钱能锁二街去了 巨刀哭泣道 吹雪 我跟他没完 吴长大吼起来 西门宇杀死荒草和刺刀的事 几小时内 就在华夏杀手组织里传遍了开来 西门宇开启到钱能二街的事 也不再是秘密 而且西门宇在天网联盟 终极金牌杀手榜上 排名进入了第一 天网联盟的评估人认为 西门宇这么短的时间内 开启到二街 而且差点杀死 第四的巨刀 所以西门宇有资格成为终极榜第一 可是 原本终极榜第一的那个人 不付劲了 刚好那么巧 那个原本终极榜第一的人 是日本人 日本天网组织 一个叫 刚本犬一郎的 潜能二街高手 刚本犬一郎 在天网联盟的网站论坛上 叫嚣着不服 重新评估 他维持这么多年 终极榜第一 是不可能被同阶段的人打败的 西门宇刚下飞机 用笔记本 登陆了天网联盟 看到一个置顶帖子 Bug 我抗议 评估人乱评 吹雪算个球 怎么可能他排第一 我不服气 西门宇笑了笑 当即发了一个帖子 拳打钢本犬 脚踢钢本蛋 劈吹天王大头里 尿冲 日本天王组 西门宇还真没把日本天王组织 放在眼里 这是为什么呢 日本天王组织 实力比阎王组织差一些 阎王组织的大头领 是潜能武器的 西门宇若是动用能权胶能 和终极能量武器 阎王大头领 还真是不堪一击 现在连阎王组织 西门宇都不怎么怕了 难道还怕区区一个日本天王组织吗 更别提那什么 刚本犬了 据说日本天王组织 只有四个潜能武器的 西门宇需要怕吗 不需要吗 需要吗 不需要 所以 劈吹天王大头领 尿冲日本天王组 这种狂妄的话 西门宇也不怕说出来 西门宇这句狂妄至极的话 势必会在天王联盟 掀起一股惊天骇浪 一个潜能二阶的居然如此大放厥死 八个 他妈的八个 几个小时候 在日本天王组织内部 四个潜能武阶的大头领 以及十多个潜能四阶的长老等高手 因为西门宇发的蔑视他们的帖子 特意召开了一个会议商讨此事 天王组织一个潜能四阶的高手站了起来 怒道 大头领 开战吧 反正我们已经忍了很久了 对 开战 灭了阳王组织那帮孙子 新朝 旧朝 一切算 其余的潜能四阶高手 纷纷叫嚣起来 安静 天王组织的大头领 做了一个停止的手势 会议室很快 安静了下来 我知道兄弟们 忍了很久了 可是 现在 还没有到跟燕王组织携拼的时候 大头领 那什么时候 我实在忍不了了 特别是那个吹雪 我做梦 都想杀了他 呦呦 大头领 你不是跟我们保证过 会跟阎王选战的吗 我们在天王联盟有背景 而且 你的实力 已经接近潜能了解了 为什么还要忍 难道你没看到 那个吹雪 嚣张地说 劈吹天王大头领 你要冲我们 天王族 他们肯定已经很久没有挨蛋了 披痒痒了 天王大头领导 大家 稍安不得 我保证 总有一天 会跟阎王宣战的 就像上个世纪 出的前辈们一样 把阎王组织 杀个快步成去 现在 我们还没有绝对的优势 等我真正踏入 潜能了解时 就是天王 宣战阎王的日子 好了 大家还是说说 关于吹雪 侮辱我们天王族制的事 该怎么处理吧 然后 让外交员 跟阎王组织 搅舍 一个潜能 武阶强者说的 大头领 我们已经商量过了 让阎王组织 为此事 向我们赔款 各种胶囊一百里 如果他们不同意配款 那么就把吹雪的人头 放上 日本天王组织的 大头领 点了点头 嗯 那个吹雪 一点鸟毛实力 就敢藐视我们 现在 全亚所有组织 都在暗中 看我们的消化 如果 我们不拿出点强硬的测试 还如何在全亚 那么多组织面前抬头 那么 外交部 就这样跟阎王组织交涉吧 要么赔款 要么 奉上人头 嘘 大头领 华县阎王组织 也因为此事 召开了一次内部会议 六个潜能五阶的桃领 吃多个潜能四阶的内阁长老 汇聚在会议室 阎王组织的外交人员说道 各位头领 各位长老 刚刚收到天王组织外交部的交涉信 我们阎王组织的成员 代号吹雪 在天王联盟的国际论坛上 发帖子侮辱了天王组织 天王组织认为 吹雪的行为 严重的在全亚各国组织面前 损失了他们的面子和感情 天王组织的外交人员认为 我们必须做出赔偿 不然他们叫上诉的天王联盟 他们想赔偿什么 大头领问道 阎王的外交人员道 他们要我们赔偿各种胶囊 一百粒 或者是 把吹雪的人头奉上 三头领哼道 骂的一百粒胶囊 还不如去抢 既然那是吹雪自己的事 让他自己解决吧 我同意把吹雪的人头奉上 说着 三头领举起了手 大家相互看了看 然后四头领也跟着举起了手 五头领和六头领都举起了手 三头领忙到 四边好了 我也结束 谁去把吹雪的头砍下来 送去给天王组织散会 大头领一拍桌子 怒视着三头领怒道 都给我坐下 谁他妈的敢走 我灭了谁 听到大头领这么说 本来像散会走的几个 连忙坐了下来 三头领撇了撇嘴 大头领对着三头领哼道 哼 三头领 我希望你分清主刺 我才是大头领 哼 三头领暗哼了声 心中不信 根本没有把大头领放在眼里 大头领对外交官道 告诉日本天王 没门 他爱上诉到哪就上诉到哪去 散会 哈哈哈哈 小语 你怎么了 老公 小语怎么了 看表情好像很愤怒 可是又哈哈大笑 小语 小语 你别吓妈 此刻 西门宇正在家里跟爸妈一起吃晚饭 突然接到了王成打给他的电话 王成说 因为西门宇发帖子蔑视和侮辱了天王 天王要求阎王组织赔偿一百粒胶囊 或者是他的人头 不然就上诉到天王联盟去 听到这个消息 西门宇气得哈哈哈哈大笑 差点没把他们给气死 爸 妈 我没事 刚刚听到一个笑话 所以啊 笑死了 哦 西门宇的爸妈半信半疑地点了点头 西门宇进入房间 对着电话问他 王成千百 那现在怎么处理了 这些 大头领说 他们爱上诉就上诉 所以 刚刚阎王组织的外交人员 已经告诉天王了 拒绝了他们一切要求 天王组织的人 当即表示 会到天王联盟去上诉 所以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西门宇问他 什么心理准备 王成无奈的 一旦天王组织 上诉了 那么 天王联盟 就会介入 此事 后果就会很严重的 天王联盟肯定是会偏袒日本人的 到时候 不知道天王又会说出什么 强制性的解决办法来 就像上次那次 不公平的决斗一样 西门宇哼的 哼 让咱们来吧 好 有什么具体消息 我会控制你 嗯 西门宇挂了电话 心中一片愤怒 同时 在西门宇心中 列入了两个毕灭的名单 天王组织 毕灭 天王联盟 毕灭 不过 这两件事情 都不是那么容易达成的 天王联盟自然不用说 听说最强者达到 潜能所巴结 甚至更强 西门宇暂时不可能灭得了天王联盟 至于日本天王组织 虽然最强者才潜能武器 不过 有四个人 而且 他们都在自己国家 西门宇不可能去日本杀他们 那样 完全就是自己找死 服用 所以 要灭天王组织 只有一个机会 那就是 在宣战后 所谓宣战 就是两个组织 仇恨达到无法化解了 必须大杀一场石 那么 两个组织 就会彻底宣战 届时 组织里的全部杀手 都将上战场 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如果没有深仇大恨 是没有人愿意的 在这种级别的战场上 双方加起来死去的杀手 至少超过一百人 西门宇记得 他差不多一百年前 华夏的阎王组织 跟日本的天王组织 因为一处三千年的大型 运养领宝的争夺 矛盾发展到不可协调的地步 最后 天王组织对阎王组织宣战 本来阎王组织是必胜的 可后来 天王组织勾结 当年天王联盟的副盟主 最后 阎王组织输了 据说 死掉的潜力所 阶段杀手 达到两百五十多个 潜能领域的高手 也达到了五十多个 西门宇的三师傅 年轻的时候 就参与了这次战争 当年 西门宇的三师傅 还没有踏入潜能领域 后来 西门宇的三师傅 实力达到了金牌杀手 高级榜 十九名后 就退出了这个组织 所以 这个组织跟天王的恩怨 自然不关 三师傅的事了 西门宇每当想起 一百多年前 那个惨烈的一战 不由得一阵唏嘘 阎王组织 死了两百多个 潜力所领域 以及五十多个潜能所领域的高手 几乎把阎王组织 三分之二的力量都灭了 而这一切惨败的原因 就是当年天王联盟的某个副盟主 接受了天王组织的巨额贿赂 而如今 当年那个至阎王惨败 死了几百个高手的幕后兴手 已经是天王联盟的正盟主了 西门宇发誓 要为当年死去的三百多个同胞报仇 天王联盟 毕灭 日本天王族 毕灭 爸 妈 你们过来 西门宇把父母叫到了客厅 小宇 什么事啊 西门宇拿出两粒潜力胶囊 准备先给爸妈服用 服用后 可以短时间内开启到潜力所十几 潜力胶囊 这可是西门宇耗费了三百多种灵草 才制作而成的 当今世界恐怕没有几个人拥有这种逆天的胶囊 要收集齐三百多种灵草 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妈 把这两粒要玩吃下去 西门宇道 什么东西 西门宇解释道 这是千粒胶囊 如果拿去卖的话 至少三十亿一枚 而且 也根本没有这种东西卖的 它的作用是 可以开启人体 隐藏在深处的潜力 这一枚 能够让你们短时间内 开启到潜力所十几 那时候 你们的身体素质 将会变得更好 西门宇 简单的讲解了一下 关于潜力所之类的概念 西门宇的爸妈 就好像随便吃了一颗感冒药一样 没有丝毫激动 西门宇无奈的笑了笑 然后 西门宇回到房间 开启电脑 他的那本书 我守一座空城 已经快一个月没有更新了 书评去骂他是太监的评论 超过了五万条了 西门宇 伸了伸懒腰 说的 好吧 那我就负责任一点 一口气 把一整本写完 西门宇跟秦冰 打了个电话 告诉秦冰 他要连续写半个月的书 争取一口气写完他 以后省得麻烦了 秦冰很想念西门宇了 恨不得西门宇 每一晚都抱着他 入侵他 不过 这件事 他还是很支持的 因为 他也是超级粉丝 于是 西门宇破天荒地 把自己关在房间 把手机关机 两耳不闻窗外事 每天二十四小时 除了吃饭 也就是写书 连睡觉的时间都省略了 十五天 西门宇日夜不停地写了十五天 整整两百五十万字 加上之前已经更新掉的六十万字 西门宇的这本书 总长三百一十万字 全书 完 当西门宇打上书本最后三个字 全书完时 心里一酸 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两滴眼泪从西门宇眼里滑落 南南自语的 再见 唐仙儿 唐仙这个笔名 是他以唐仙儿的前两个字起的 如今 唐仙儿已经 西门宇心中 一阵阵的难过 以后再也不会写书了 他不想再沉浸在 仙儿离去的悲伤之中 我去 他妹的 都两个月了还没更新 那作者是不是死了 这么好的书 他有什么理由不更新啊 一个满脸胡须的男子 打开一个网站 看见还没有更新 气得把键盘狠狠一砸 旁边一个工作人员 盲提醒道 刘达 别气坏了身子啊 下午你还要出席 你的喝碎电影的宣称大会呢 哼 如果能看到这本书更新 我宁愿不要这个宣传大会 刘达气呼呼的道 啊 旁边几个工作人员吓了一跳 猛的 刘达 你看玩笑吧 你可是全国最出名的导演 你的这部喝碎电影 票房 玉器最起码武艺 怎么能拿他开玩笑啊 你懂什么 算了算了 跟你说了也是白说 对了 我介绍你们去看一本忘了小说 虽然才几十万字 现在貌似也太假了 不过 真值得一看啊 旁边几个工作人员笑的 刘达 您真爱开玩笑 我们这么忙 哪有时间啊 再说 网络小说都是文化水平极差 什么小猫小狗都能写的 刘导演 脸一沉 怒道 你们可以不看 但别辱侮辱我心中的神 否则 立马给我卷铺个卷滚蛋 啊 几个工作人员吓了一跳 懵的 刘达 你说 什么小说 我们马上回去看 这还差不多 讲 我手艺做空城 我一早就发现这本书了 本来我已经在计划 什么时候跟作者联系一下 看看能不能把影视改编版全卖给我 可他事的 停更了 好了 给你们三天时间 三天没看完 里边卷铺盖卷滚蛋 啊 几个工作人员傻眼了 西门宇压根没想到 他的粉丝中居然有一个是华夏第一导演的刘小宝 刘小宝今年五十多岁了 他三十岁时成名了 他经常会在网络上看一些小说 寻找灵感 几个月前的一天 他偶然看见了一个叫唐仙的人写的书 西门宇半个月不眠不休的写 写了两百五十万字 终于在某个清晨写完了 可是西门宇没有精力每天去更新 所以西门宇立刻联系了艾薇薇 以后让艾薇薇去更新 存稿发给他 老婆 在吗 老公 你写完了吗 快发给我看 我好想好想看了 艾薇薇十分激动的说 此刻他正在大学宿舍里 上午没有课 嘿嘿 薇薇老婆 你到底是想我还是想我的书啊 西门宇得意地问他 都很想很想 快了 老公 别磨磨蹭蹭了 好 我正准备发给你呢 我现在已经写完了 有两百五十万字存稿 以后你帮我登录后台更新 随你每天更多事 好好好 艾薇薇高兴地拍手的 他宿舍的几个摄友 好奇地问他 薇薇 什么是这么高兴啊 该不会是恋爱了吧 艾薇薇甜蜜地笑了笑 不言而喻 西门宇把两百五十万字 都发给了艾薇薇 让他去帮忙整理 修改措字之类的 然后西门宇离开了家 火速地奔向学校 西门宇这半个月 怕自己分心 导致作品质量下降 所以啊 压制自己 没有去找秦斌 而现在西门宇受不了了 就好像一个饿了几天的人 总觉得自己能够吃下一桶饭 西门宇看了看时间 早上九点半 西门宇已经一个半月 没有去学校上过课了 喂 小冰冰 你在哪里啊 办公室还是教室 我直接去你办公室吧 西门宇在路上开了机 马上打了个电话 给秦斌 秦斌正在上课 接到西门宇的电话 忙走出教室 生怕被学生看出来 我正在上课呢 你怎么了 这么急 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秦斌问 西门宇道 快点和你办公室 我回去做什么 西门宇道 我想 那个 秦斌翘脸一红 脸上火辣辣的 被西门宇这么一说 似乎也瞬间 在他身上点起了会儿 浑身一阵气痒 不由自主地 夹紧了一下双脚 秦斌翠道 呼吁 西门宇道 小冰冰 现在回办公室了 上毛课也上 别上了 别说了 不知兄 我挂了 秦斌满脸翘热 赶忙把电话挂掉 在教室外面 站了好一会儿 等脸上平静了 他才敢走进教室 继续上课 西门宇到了学校后 没有去班上 直接去秦斌的办公室 西门宇从后窗 飞了上去 西门宇安当 小冰冰肯定知道 我直接到他办公室 等他了 下课后 他肯定立刻就会回来 既然如此 那我就先在这里脱光了 等他 秦斌前段时间 参加了一个市里举办的 高中学生 新概念作文大赛 拿了大赛第一名 今天上午 在市里进行颁奖仪式 所以 秦斌今天 刚好来东海市了 领了一个一等奖 上午九点时 颁奖大会就结束了 秦斌本来立刻想回常乐县的 可是时间还这么早 上午赶回去也上不了课 所以啊 秦斌就干脆打算中午再回去 于是 秦斌领着他的一等奖奖杯 坐上了前往东海一中的公交车 秦斌拿了一等奖 很自然的 想把这个好消息 给姐姐分享 秦斌 市村并没有通知姐姐 自己回来学校找他 现在又是上午 他怕会打扰姐姐上课 所以 秦斌到了东海一中后 直接前往姐姐的办公室 姐姐的办公室 他当然是经常来过 而且 他有办公室的钥匙 秦斌高兴地想他 我先去姐姐办公室 等他下课吧 不知道姐姐看见我这个 一等奖的奖杯 会不会跟我一样很高兴呢 秦斌心里 美滋滋地想着 一步步地走向姐姐的办公室 同样 今天也很高兴的另一个人 他跟西门宇也很熟悉 不过西门宇如今 见到他 怕是不敢相信了 他就是杨红艳 西门宇这次 一个半月没来学校 再过十天就圆旦了 杨红艳的变化 真不是一星半点 西门宇再见到杨红艳 肯定不敢相信 他不愧是曾经实验中学 有史以来最美的校伙 曾经高一高二这两年 他的毁容生活十分暗淡 如今恢复后 比当年初中时 似乎更美了好几杯 杨红艳也参加了新概念杯 作文大赛 获得了二等奖 今天他也去领了一个 二等奖的奖杯 心情跟琴琴一样美好 迫不及待 琴琴看了眼时间 还有几分钟就下课了 琴琴刚好走到了 姐姐的办公室走廊 西门宇焦急的看着时间 五分钟 四分钟 三分钟 两分钟 一分钟 马上就下课了 小冰冰 你快点来啊 我已经在你的办公室等你了 西门宇 此刻躲在 秦冰办公室的门后 准备等秦冰 一开门进来 他就立刻 琴琴拿出钥匙开门 西门宇躲在门后 听见开门声 心中激动 以为是秦冰回来了 他已经做好了 铺上去的准备 直压 门打了开来 西门宇想也没想 把进来的那人往门后一拉 狠狠地往怀中一抱 顺便 门也被重新挤伤 秦冰突然被人拉入怀里 惊呼了起来 只觉得一根刀棒顶在他肚皮上 他还以为被敌人挟持了 那是一把枪或者是其他武器 不对 这声音不是秦冰 是秦冰啊 西门宇慌忙把怀中的人放开 一看吓了一跳 果然是秦冰 秦冰看到全身赤裸裸的西门宇 站在他面前 秦冰忍不住地尖叫起来 西门宇立刻把秦冰的嘴巴捂住 别叫是我 秦冰吓得身体轻轻地发抖着 特别是第一次看见男人那个东西 让他感到十分的害怕 只能说西门宇太威猛了 秦冰忙转过身去 脸色煞白不知所措的样子 在西门宇心里 秦冰是一个纯净无比 神圣不可侵犯的女孩 西门宇感到有些愧疚 不过心中 有一次说不清的畅快 这年头 姐夫不跟小姨子发生一点什么 走出去都不好意思说是人家的姐夫 虽然西门宇还没有彻底变成姐夫 那个小青 不好意思啊 真不是有意冒犯 请你 不要告诉你姐 这时 外面传来脚步声 看样子是秦冰下课回来了 西门宇惊了一下 这可怎么办 秦情也害怕极了 突然看见办公室的一堆柜子 秦情立刻钻入柜子里 对西门宇说道 不要让我姐知道我在这儿 哦 秦情脸红心跳的把柜子门关上 看到西门宇光罗罗的出现在她姐姐的办公室 秦情不傻 已经猜出姐姐跟西门宇的关系了 关于她姐姐跟西门宇变成这种关系 秦情也不感到意外 几个月前她家遭受了那么大打击 都是西门宇帮忙的 现在姐姐变得那么有钱 在长乐县买了一套大房子 猜都猜得出来 肯定啊 是西门宇给的钱 只是 以前她从来没有亲眼见证过 通过柜子门的缝隙 秦情看见她姐姐 随即开门走了进去 姐姐一进门 就把门关上了 狠狠地扑现西门宇的怀抱 主动地寻找西门宇 嘴唇火热地印得上去 秦情看得脸红心跳 西门宇很无奈 本来很有热情的 却因为秦情给打扰了 现在秦情又躲在柜子里 跟秦兵亲热 也不知道会不会被她看见 西门宇想叫秦兵停止 暗中有一双眼睛呢 可西门宇见秦兵这么久没见自己 不想在激情正头的秦兵身上泼冷水 秦情等啊等 等了半个小时 还不见完 直到五十分钟后 西门宇才大吼了声 然后和姐姐两人紧紧地抱着 没有再动 西门宇道 冰儿 肚子饿了吧 我们去吃饭吧 嗯 你说什么就什么 秦兵听话地点头的 秦情却打了个寒颤 冰儿 西门宇竟然叫她姐姐冰儿 而且她姐姐每一句都那么温柔 这种还是那个很疼爱自己的姐姐吗 西门宇看了眼秦情藏起来的方向 不知道这丫头是不是看了这么久 但这件事绝对不能让秦兵知道 要是让秦兵知道自己的妹妹 亲眼看到她在爱郎的面前那样 怕是会崩溃 西门宇坐上秦兵的那辆江南梯梯 离开了学校 西门宇发了一个短信给秦情 我们走了 秦情这才爬出柜子 腿都酸了 姐姐办公室的空气中 还残留那种味道 秦情出了办公室 把房门锁好 然后立刻去了趟卫生间 秦情羞的真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心里狠狠地骂一句 我真不知羞 竟然 秦情离开了学校 回去的路上 只给姐姐发了一个短信 姐 我获得了新概念碑 做完大赛事 一等奖 我刚刚来东海领了奖 就回去了 秦兵忙回的 怎么这么急啊 也不事先打电话给我 不了 赶回去做作业 好了 回去的路上小心点 周末我会回家 嗯 秦情坐在回去的班车上 脑海中又闪现姐姐跟西门宇 疯狂的那个 那时候的姐姐 她好像感觉不认识了一样 难道真的有那么的欢乐吗 姐姐对西门宇这么温柔 就好像西门宇是她的心甘宝贝一样 那以后 姐姐还会像以前一样疼爱我吗 秦情不由的有些害怕 怕姐姐把心都给西门宇了 不再疼她爱她了 吃过午饭后 西门宇接到了王城的电话 崔雪 你终于接电话了 你竟然关机半个月了 王城火急火燎的说的 西门宇这半个月都在潜心写作 连秦兵都没有见面 更何况是接电话 王城姐呗 是什么重大的事啊 上次那个日本天王 说是要上诉到天王联盟去 现在结果如何了 西门宇问他 我正要跟你说这事 日本天王组织 果然是上诉到天王联盟去了 天王联盟已经介入了此事 所以天王联盟要提出生死决斗 作为处理手段 崔雪 这次真的很危险了 西门宇还没有上网去看 所以不清楚 王城姐呗 天王联盟 又给我安排了个不公平的决斗吗 是 天王联盟 负责此事的副盟主盖西部 这次比上次还要狠 因为他儿子死在我们花夏国内 就把仇恨转移到我们身上去了 所以 给西部安排 让你跟日本天王组织的全一郎 以及另外十个潜能三阶的高手 进行生死决斗 西门宇一怒 这个不公平的决斗 也未免太不公平了 让西门宇跟十一个潜能二阶高手 生死决斗 而且 其中一个还是终极榜 原本第一的全一郎 只要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得出来 这个副盟主盖西部 严重偏袒日本人 当然 也不奇怪 天王联盟的那个正盟主 还是当年害死阎王组织的三百个人的凶手呢 或许盖西部之所以敢这么明末张胆的偏袒日本人 原因就是正盟主的默许吧 西门宇暗党 敢戏报 必死 西门宇又把一个人列入了他心中 必死的名单 王成道 吹雪 如今举例天王联盟发布这个强制处理 已经九天了 天王联盟的规则 一旦他们作为终结处理了此事后 十天之内 没有实行 那么 我们会很麻烦 现在只剩下一天了 我们都已经疯了 根本找不到你 大家都以为你逃跑了 西门宇暗哼一声 十一个潜能二阶 西门宇压根没放在眼里 只是对天王联盟的偏袒 感到很不爽 在哪里觉得啊 西门宇问他 在东海的一个小岛上 现在日本的那十一个人 已经在那个岛上等你九天了 西门宇问他 我该怎么去啊 你到我下面给你发的这个位置 然后我会联系你 左船前往 好 西门宇点了点头 挂了电话 反正不过是辛苦一点 再杀几个日本人而已 西门宇登陆了天王联盟的网站后 果然看到天王总部发的通知 西门宇将跟十一个日本人生死决斗 在论坛上 很多人都在讨论 九天过去了 西门宇都没有任何动静 大家都怀疑西门宇跑了 西门宇又坐上了飞机 前往王城给发的那个地址 然后打电话给王城 当然 这个是属于杀手的私密电话 轻易是追踪不到的 不然之前也不会找不到的 半个小时后 西门宇见到了王城 吹雪上船 西门宇登上一艘船 王城却不着急开 对西门宇说的 吹雪 这次你几乎是必死的局面 你有两条路可以走 第一 决斗 第二 开着这艘船 前往美国 或者其他大洲 离开亚洲 在世界上 除了天王联盟 还有北美天使联盟 南美雪魔联盟 欧洲骑士联盟 非洲黑寡妇联盟 只要你去其他地方 不在天王联盟的势力范围内 你就会没事 西门宇感激地看着王城 问他 你不是说 谢谢杀手的身份 找不到我吗 不会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吗 王城说的 在我们阎王组织里 有一个计算机 那里就是隐藏和屏蔽 那个杀手信息的地方 可以从那个地方 查出你使用手机的信号地点等等 找出你 不难 不过 代价是会毁了阎王组织杀手信息库 之后 要重新整理会很麻烦的 所以 没人会愿意去这样做 但是 如果天王联盟必须要找出你 他们是不会管 会不会 毁掉阎王组织信息库的 好了 我只是好奇地问问 我没打算逃 可是 你不逃 你根本没有胜算 天王太偏袒了 天王组织十一个人 就算一个人咬一口 都会把你咬死 你去生死决斗 摆明的是死路一条 我看 你还是逃吧 逃到其他地方去 加入其他联盟 不用 我根本没放在眼里 走吧 别迟到了 那时一个日本人 死定了 西门宇不屑地说的 王城又见西门宇去意已决 也就不再劝说了 西门宇这次去小岛上生死决斗 还是有些担心的 因为西门宇并没有带什么强大的胶囊 在那个小岛上肯定有来自天王联盟的高手守护 要是被他们知道西门宇身上有那么多强大的胶囊 怕是直接就会有杀身之祸 所以西门宇只带了三粒能量胶囊 其余的都没带 连初级和中级能量武器都没有带在身上 能量胶囊可以让西门宇瞬间补充能量 只要对方那十一个人仅仅是原本实力 没有任何胶囊或者强大武器 那么西门宇绝对秒杀了他们 西门宇可以一直使用精神风暴 一旦使用完毕 立刻服用能量胶囊补充到巅峰 同个等级的对手必死无疑 当然如果那些天王组织的人 其中有人拥有初级或者中级 或者拥有一些功能强大的胶囊 那就另当别论了 但西门宇分析过 这不太可能 动不动就越级杀人的胶囊 世间少有 整个天王组织都未必能够拿出一粒来 况且如果他们有 那又何必让十一个人来跟西门宇 一个人生死决斗 完全可以让一个人过来 很快就到了东海的某个小岛上 这个小岛的面积很小 差不多才几千平方米 此刻这个岛上 已经有十几个人在这里等着了 小岛周围海面都停着三条船 这十几个人中 华夏阎王的有五六个 天王组织的有五六个 天王联盟来这里监督的有五个 这五个都是潜能五阶的高手 大头领 吹雪到了 王成 把西门宇领到一个中年男子面前 你好 你就是吹雪吧 你好 大头领 西门宇对大头领打了个招呼 大头领身边还站着一个戴面具的男子 大头领介绍他 他是三头领 西门宇目光一宁 这个三头领一直都跟西门宇错队 没想到这次算见到他真人了 不过西门宇还是礼貌性的打了个招呼 三头领轻哼了一声 好像在说 待会儿 你就是死人了 吹雪 我有礼物要送给你 这时 从海面的一条船上 一个戴着獠牙面具的男子 大喊道 西门宇扭头往那条船看去 船上插着阎王组织的旗帜 这说明啊 这条船是阎王组织的 站在船头那个男子 也是华夏人 而且他还是一个潜能三接的人 不知他有何礼物要送给自己 西门宇对着那名男子说道 谢谢这位兄太 这时 那个男子从船舱里抱着一具棺材 用力一扔 棺材扔在西门宇面前 那个男子随即踏水而来 踩着棺材说道 不客气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西门宇目光一寒 他还以为这个人是自己人呢 没想到他送给自己的礼物 是一具棺材 三头领看着西门宇 暗暗冷笑了下 大头领脸上有些不悦 对西门宇说道 这些 他叫代号无常 是三头领的儿子 西门宇顿时恍然大悟 原来他就是无常 望年兄弟组合的老大 那个刺刀和荒草 已经被西门宇杀了 那个老三巨刀 因为莫凤武阻止 倒捡回了一条命 而这个无常 是第一次见面 西门宇目光中闪过一丝杀意 同样 无常眼里 也赤裸裸的杀意 垂雪 你杀了我三弟四弟 你可还记得 无常冷声道 西门宇道 记得又如何 莫非你想给他们报仇 待会儿你就是死人了 放心 我送你一具棺材 你正好用得上 我会好好收集你的尸体 拿回去祭拜我的三弟四弟 无常狠声道 西门宇不屑道 恐怕啊 你要失望了 大头领忙喝道 无常 请你退到一边去 无常哼了声 抬起棺材 又踏水跳上了海面上的船 三头领也跟着上了船 大头领对西门宇道 别被他影响了 保持好心态 西门宇不屑地笑了笑 大头领心底却惊叹一声 在船上 无常对三头领说道 爸 你暂时别让我动吹雪 这个我忍了 可今天 我一定要带着吹雪的尸体 回去祭拜三弟四弟 你放心吧 我特意跟来这里 就是因为这个 如果我不来 你想带走吹雪的尸体 回去祭拜兄弟 大头领肯定不会让你如意 所以爸 就看你了 不知道 你在这里 大头领会不会阻止我 三头领不屑他 他不会的 那时 吹雪已经死了 他不可能因为一个死人 跟我动手 就算跟我动手 他也未必 阻止得了 无常看着天空 发誓他 三弟 四弟 你们放心 虽然不能守着你的杀身仇人 但我 已经带着他的人头来祭拜你们 告慰你们的载天之灵 大头领和王成 一左一右的 陪着西门语 往对面 日本天王组织的人走过去 日本天王组织的大头领 对着十一个人说的 上一次 在中东 他一个人 跟我们五个人 生死绝大 本以为他逼死 可没想到 死的 是我们 五个 天才 那一次 已经丢进了我们天王的脸 所以 Jace 不容有事 如果这一次 你们十一个都还杀不了他 那么 你们也 别再活着了 连我都感到脸红 全一郎 保证他 大头领 放心吧 我们十一个人 就算一人一口折磨 都可以掩死他 就是 他又没有三套六B 他已经是死人了 必须杀了他 这个人 如果不死 天理难容 天王组织大头领 狠狠地说道 是 这时 四个天王联盟 来的监督员 走了过来 其中一个拿手一叠纸 和几支笔 说道 都来了吧 那就别浪费时间了 我们已经等了十天了 没那么多贤情意志 为了你们这点破事折腾了 赶紧的 签了生死状以后 马上开始决斗 早打完早走人 西门宇接过一张纸和笔 在属于他的生死状上 签下 吹雪 五一三八 日本的那几个也签好了后 天王联盟的监督员 把生死状烧了起来 另一个说的 生死状从现在开始生效 这一刻 你们双方将不死不休 这是天王联盟的决斗规则 任何一方都不允许逃跑 不是你死 就是他王 逃跑的一方 是维书的一方 立马会被我们监督员杀死 请不要任何 骄傲幸之心 那么开始吧 请无关人员 退到三百米外的海面之外观看 说着 几个监督员分别守在小岛的四周 阎王组织的大头领和王城 分别拍了拍西门宇的肩膀 两人哀叹一声 什么也没说 走回了船上 把船开到三百米外的海面上 远远地看着小岛 天王组织的一方也一样 把船开到三百米外的海面上 西门宇和十一个日本天王的前能二阶高手 相隔二十米的距离 相互仇视着 西门宇唯一担心的 是他们中有没有人有强大的胶囊之类的 不然他们绝对是必死无疑的 开始 四周的监督员其中一个大声的喊道 兄弟们 啥 犬一郎大吼着 西门宇暗哼了声 精神风暴 二位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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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门宇同一时间 把全身所有的精神能量分别攻击五个人 同时 手指一弹 五枚银针 往被精神攻击到的五人杀去 被西门宇精神风暴攻击中的五人 轻刻之间感到头晕脑胀 眼前一黑 意识一片模糊 随即五枚雷电之针已经到达了他们眼前 砰砰砰砰砰 五个西瓜爆裂了开来 眨眼之间变成了五具尸体 西门宇全身的力量都在这一刻被抽离干净 急于跌倒 西门宇立刻吞下一粒能量胶囊 身上的能量瞬间恢复到了巅峰 海面的远处日本的那艘船上几个人在密切的看着 本来笑脸盈盈的天王大头领突然大喊道 不 天王大头领的一致信 才刚一交手 西门宇就杀了他们五个 而且这五个还是冲在最前面 也是实力最强大的五个 全一郎冲在最前面也是第一个死的 西门宇瞬间秒杀五个强者的一幕 把所有人都震惊住了 更令人震惊的是 五阶能量胶囊 小岛四个角落的监督员 看见西门宇瞬间恢复到巅峰的能量状态 心中一动 他们已经看出来 西门宇身上竟然有这么变态的胶囊 五阶能量胶囊 意思是在潜能五阶之下 服用这种胶囊才能够恢复到巅峰 超过五阶啊 要力不够 当今世界 一阶能量胶囊都已经属于稀奇了 其中一个监督员喊他 阻止他 别让他把五阶能量胶囊浪费了 西门宇正准备杀剩下的五个人士 五个监督员望他冲来 西门宇心中一惊 没想到能量胶囊的吸引力 远远超过他的想象 西门宇当然不会再傻傻的去浪费精力 杀那剩下的六个日本人了 警惕的看着五个监督员 那五个监督员抬手之间 把日本那剩下的六个还没被西门宇杀死的人灭了 然后逼向西门宇 交出来 其中一个监督员对西门宇逼的 西门宇把剩下的两粒能量胶囊拿了出来 其中一个监督员把那两枚宝贵的五阶能量胶囊 立刻收了起来 问道 还有都交出来 西门宇摇头 没有了 五阶能量胶囊 如果这五个监督员再拼命逼问 或者做什么过分的事 西门宇会跟他们翻脸 大不了飞上半空逃走 只是西门宇只能飞越两千多米 这小岛四周都是海洋 两千多米后肯定得掉下来 没有着陆点 所以不是万不得已 西门宇不打扎翻脸 反正损失两粒能量胶囊而已 另外两个监督员立刻上来搜西门宇的身 搜了半天都没有搜到 这时候 阎王组织和天王组织的人也走上来了 心中震撼地看着西门宇 西门宇服用的能量胶囊有多珍贵 他们都知道 真的只有两粒了吗 一个监督员半信半疑的问 西门宇哼他 你以为这种珍贵的能量胶囊会有几十粒吗 那个监督员想了想也是 就算是一阶能量胶囊都很稀奇 何况是五阶这种级别的 哼 妈的 你有这种珍惜的东西 为什么不早说 要是早说 你把三粒都给我们 我们帮你杀了他妈十一个人 现在给我浪费了一粒 一个监督员懊悔的 好像丢失了一个重宝一样 西门宇哼了声 没有说话 他本来有二十粒五阶能量胶囊 现在损失了三粒 不过家里还有十七粒 不止都为了损失的三粒冒险 跟他们翻脸 一粒五阶的能量胶囊 就让他们觉得这么宝贵 如果知道西门宇家里还有十七阶 怕是六阶七阶的人都会来想 当然 六阶七阶的人服用他的五阶能量胶囊 六阶的估计只有一半效果 七阶的只有二成的效力 甚至一成 所以能量胶囊 也只是在某个十粒阶段服用 效果最大 除了能量胶囊外 西门宇还有九粒能全胶囊 这能全胶囊服用一粒 可以立刻开启到四阶 所以 属于是四阶能全胶囊 虽然珍贵 可对五阶的人 估计没有多大吸引力了 至于五十粒大粒胶囊 因为灵草的年份有限 自然也是有限制的 超过五阶再服用大粒胶囊 估计只能提高百分之一的力量 威力就大打折扣了 潜力胶囊 只有潜力索十阶以下的人有用 你这几粒五阶能量胶囊 哪里来的 一个监督员问他 捡到的 西门宇说的 哪里捡的 还有没有 一个监督员猛问他 在一个建筑工地 挖出来的一个盒子 这三粒五阶能量胶囊 就放在盒子里 五个监督员 半信半疑地看着西门宇 不知道西门宇的话 该尽几分 又问了几个问题后 五个监督员才坐船离去 他们觉得西门宇不太可能说假话 这种能够恢复巅峰能量的五阶胶囊 世界上还真的很难找出来 王成拍着西门宇的肩膀呢 太好了 难怪你有事无恐 原来你有这等宝物 不过也是你的实力强 实力弱的 就算有这种胶囊也没用 最多就是把战斗拖久一点 大头领看着西门宇说道 追选 好了 生死都结束了 我们回去 好 西门宇点了点头 跟着阎王的大头领 往船上走 三头领看着西门宇哼了声 显然 他对西门宇的能量胶囊 也很眼馋 而吴长 本来想带着西门宇的尸体 回去祭拜他的兄弟 只可惜他要失望了 西门宇经过吴长身边时 扫了他一眼 说道 吴长 真不好意思 让你失望了 看来你的棺材 只能留给你自己用了 翠席 你放心 棺材 我会帮你留着 你总会用得着的 吴长满脸清金的说道 西门宇不屑的哼了声 走了 西门宇手段还多得是 吴长以为他是潜能三姐 就能够在西门宇面前 逞凶了 他要是来 西门宇照杀不悟 王城和大头领 跟着西门宇上了船 王城开着船 往华夏国行驶 另外一辆船 就留给三头领赴死好了 大头领想起西门宇的 三粒能量胶囊 一阵阵的肉痛 如果他可以得到一粒 那么他在阎王组织的地位 将会更稳固 拥有一粒五阶能量胶囊 别的大头领 就要考虑考虑 能不能赢得了他了 吹雪 你运气真好 得到了三粒帐 强大的能量胶囊 哎 只可惜被天网联盟的 五个监督员抢走了 大头领 无比心疼的说道 没办法 实力不如人 只能给他们了 西门宇笑道 大头领问道 吹雪 你真的没有那种胶囊了吗 如果有的话 我愿意用其他东西跟你交换 我用五十亿 买你的一粒 西门宇心里一争 自己还有十七粒 要是都拿去卖 岂不是立刻拥有八百亿了 西门宇很想卖给大头领一粒 反正十七粒跟十六粒 没什么区别 可是一旦卖给了大头领一粒 那就告诉别人 他还有这种胶囊 那么 之后西门宇就不用安静的生活了 天网联盟的五个监督员 肯定第一个来找他 西门宇虽然不怕 可要跟他们翻脸 麻烦是很多很多的 所以西门宇只好不卖了 要那么多钱用来干什么 艾薇薇名下的财产 就有两百多亿 难道还不够花吗 大头领 真的对不起 我真没有了 虽然出得起价格在人很多 可据我所知 制成五阶能量胶囊的材料 就需要三百多种 而且年份都起码在五百年以上的 没有那么容易制成的 嗯 的确 大头领选择相信了西门宇的话 哎 大头领懊悔的叹息的 我身上拥有一粒三阶的能量胶囊 如果早知道你会使用五阶的能量胶囊 我就跟你三阶换五阶的 这样的话 对你而言 同样是恢复到天方 却减少了浪费呀 我身上的三阶能量胶囊 在三阶之下的人服用 即可不冲到天方 可惜呀 我已经前能五阶了 再服用三阶的能量胶囊 作用在我身上 只有二成效力 如果把你服用的换给我呀 该有多好啊 呵呵 西门宇无奈的笑了笑 大头领又说道 我们阎王组织有六个头领 大家都是潜能五阶 实力差不多 如果我能拥有一粒五阶的能量胶囊 那么 其他的头领 未必敢跟我叫嚣了 在实力相同的情况下 一旦我跟他们拼到我 在双方能量减弱后 我回复到巅峰实力 那么 我就可以轻易的战胜过对方了 他们还敢跟我叫嚣吗 西门宇道 大头领 我真没有了 大头领有些失望的笑了笑 西门宇的确挺想卖给他一粒 可惜不能 要等以后实力壮大了 不怕别人抢了 倒是可以送给他几粒 前提是 还有剩余 五个小时后 船到了华夏某个码头 吹雪 就此告辞了 你要小心三头领 特别是他儿子 吴长 大头领嘱咐道 好的 西门宇点了点头 心中暗笑 吴长要是敢来找自己的麻烦 西门宇直接灭了他 杀吴长实在是太容易了 冲击能量武器 一招就可以把他打成这儿 服用能权胶囊 也同样可以 对于能量武器这些东西 大头领他们是想都不敢想的 初级能量武器 能够发出高本身实力一阶的威力 什么能量胶囊 也比不上初级能量武器 更别说中级能量武器了 直接发挥出高于本身两阶的威力 如果大头领知道西门宇拥有能量武器 西门宇难保在重宝之前 大头领不会起争夺之心 王成又跟西门宇道别了事 然后大家各自离去 现实中的身份 大家都不愿意被人知的 西门宇卸下了面具 融入到人群中 谁也不知道 他就是吹嘘 卸下面具后 他只是西门宇 这里 在京城的某个码头 既然到了京城 西门宇自然不可能马上就坐飞机回东海 在京城里 西门宇有很多人要见 比如艾薇薇 就在京都大学 还有周小涵 也在京城 还有诸葛湘云 也在京城 第一个应该去找谁呢 西门宇安详 不用想了 肯定是去京都大学 找艾薇薇 再怎么说艾薇薇是他女朋友了 虽然是意外得到的 可也不能委屈了他 想到此处 西门宇拦了两滴 前往京都大学 艾薇薇在京都大学念大一 西门宇都不知道 他学的是什么专业 不过没什么关系 艾薇薇在京都大学 必然是一个笑话美女 去打听一下就知道了 西门宇想给艾薇薇 一个意外的惊喜 这个老婆一直都很委屈他 从来还没有主动关心过他 也没有去看过他 西门宇到了京都大学 走进大学校园 刚进校门 就听到旁边走的一个大学生 对他同伴说道 你知道吗 昨天唐弦更新了 怎么可能 他都两个月没更新了 骗你干啥 不行 你马上用手机上网看一下 过了一会儿 那个男同学在路上尖叫了起来 啊 真的更新了 哎呦 我爱你 唐仙 如果你愿意 我想跟你谈恋爱啊 西门宇听了 一阵胆寒 一个胡子这么粗的男生 跟我谈恋爱 嘿 这时 路边经过的两个女生 听到吼声 忙走过来问道 真的假的 废话 更新了两万次 啊 那两个女生 听到后 立刻大叫一声 朝着宿舍奔跑 马上回宿舍去看 嘴里喊道 我心爱的女主秦斌 我来了 西门宇背着手走在后面 心里充满了得意 前面那个学长 边走边用手机看 不过呀 他看的是道版的 西门宇心里一阵鄙视 这么喜欢我的书 为什么不看正版 喂 学长 西门宇叫了一声 你们学校 有没有校花 前面两个男生回过头来 问他 什么事 这西门宇 长得蛮帅的 起码也是半个校草级别 好感增加了一些 我想问一下 你们学校 有没有什么出名的校花啊 校花 你哪个学校的 打听我们的学校的校花干嘛 你想干什么 两个男生警惕的问 虽然他们两个是屌丝 根本不可能得到校花 可他们也不愿意 自己的学校的校花 被外校的人抛走啊 立刻对西门宇充满了警惕 我是大学城 其他学校的 什么学校 说 西门宇抬头往远处一看 看见一个大大的招牌 上面写着 山峰职业技术学院 西门宇立刻说道 我是山峰职业技术学院的 大一学生 今天是过来玩的 顺便看看 你们学校有没有 什么校花 能不能顺手泡一个 其中一个男学长 不客气的嘲笑道 靠 你一个专科的 居然敢到我们京都大学来泡校花 你胆子真够大的呀 如果我是你啊 早早的找个地方躲起来 你还敢光明正大 把自己学校名爆出来 你脸皮也真够厚的 一个大专院校 自然不能跟京都大学比了 难怪他们会嘲笑西门宇了 西门宇无所谓的笑了笑 如果按他自己的本事高考 估计也就是一个大专 所以也没贬低自己 自己的确只是一个考大专的材料 两位学长 为什么我不能泡你们学校的校花了 西门宇问他 嘿 你呀的 你一个大专的 好意思跑我们京都大学来泡妞 而且还想要校花 西门宇嘿嘿笑道 莫非你们学校根本没有笑花 我听说越是高等的大学 美女就越少 你们学校肯定没有笑花 就算有 估计啊 你们学校的笑花 在我们学校 只是一般的女同学 两个学长听到了西门宇的话 顿时怒了 好像急着维护学校的尊严一样 其中一个的 小子 谁说我们学校没有笑花了 不是我吹 我们学校的笑花 绝对是你们学校校花的尸位 你们一根烂专科学校 能有什么笑花 别给你们脸上贴金了 口说无凭 那你倒说说 你们学校有哪些笑花美女啊 西门宇笑的 另一个学长说道 好 那我就索性告诉你 反正凭你肯定也追不到 我们学校有三大笑花 一个是大三的学姐 人称神秘校花的司徒轩 一个是我们大二的 人称平民校花的平瑶瑶 最后一个是刚入学的大一学妹 人称是最美网络女学手 名叫艾薇薇 西门宇黑黑一笑 自己的美女老婆真不是吹的 才来半个学期 就被评为京都大学三大笑花之一了 最美的网络女学手 一个学长得意的说道 哎 双科学校来的同学 吓啥了吧 是不是对我们学校这一个笑花 感到眼熟呢 西门宇疑惑的点了点头 那个学长说道 你是不是经常在网络上见过这个人 那个学长把手机拿给西门宇看 那个手机里是在百度网页搜索的图片 许许多多的照片 照片里的女孩果真有清诚之字 她就是艾薇薇 那个学长得意的 我们学校的艾薇薇 是网络上很出名的网络美女 被评为最美的网络女学手 哎 你去百度一下 到处都是她的照片 她在上大学以前 就是一个很红的网络红人 哦 是吗 能怪这么眼熟 原来她就是你们学校的呀 西门宇听到他们这么夸赞自己的老婆 心里美滋滋的 索性就配合他们一下 也不枉他们对自己老婆一番崇拜 那两个屌丝学赏 看到西门宇震惊的表情 心里很得意 好像维护了自己学校的荣誉 想要了自己学校的宝物一般 关于艾薇薇 早已是网络红人的事 西门宇的确不知道 西门宇这两年都在山上度过 根本没上网 另一个学长说道 什么奶茶美女 豆浆美女 这些在网上有一点点红的网络红人 都没法跟我们学校的薇薇学妹比 现在呀 来自专科学校的学弟 你还敢产生泡我们学校校花的香味吗 学长 还有两个笑花呢 艾薇薇 在网络上名气太大 我还是先看看另外两个笑花吧 看你一脸屌丝眼 肯定是没见过什么美女 好不好 我就满足你对我们学校笑花的亲目之心 跟我一样大耳的笑花 平遥遥 就是我们最喜欢的一个笑花了 为什么 你刚刚不是说 艾薇薇在网络上很红吗 为什么不是最喜欢她呢 西门语问她 艾薇薇在我们心目中是女神 月亮一样 太遥远了 她家里很有钱 我们这些穷屌丝 跟她差距太远了 只有平民笑花 跟我们才贴近 平遥遥家里很穷 她上大学都要勤工俭学 所以呀 我们这些穷人学生 心里都是最喜欢她的 因为她最贴近我们 难怪 平民笑花不仅仅身份地位跟我们一样 而且她还是一个很纯洁的女孩 听说有很多富商想包养她 可惜她不屑一顾 学校很多富二代想炮她 见她家里穷 父亲瘫痪 想给她钱 她也不屑一顾 如今像这种女孩子 真的太少了 许多女的 稍微姿色好一点 就当上别人的情妇 或者某个富二代的玩物了 只有平民笑花 不要任何人的施舍 不为任何富贵所动 更不会去当别人的情妇 或者二奶 这种出于尼而不染的高贵品质 不是一般人具有的 所以啊 我们都是最喜欢她了 要是听说谁敢欺负她 我们全校男生保证站出来打死那个人 上次一个富商想包养她 她不懈的拒绝了 那个富商怒火的一把操票砸她脸上 当时被一个男生看见了 在学校论坛上说了出来 第二天 我们学校五百个护花勇士 自发的集结起来 把那个富商的车子别墅给砸了 富商也被我们打得住院了 嘿嘿嘿 哇塞 护花团这么牛逼啊 西门玉眼里好奇之色一闪 真想见识一下 这位贫名校花 还有一位校花呢 还有一位校花 是大三的 人称神秘校花 他的照片 只被人在校内网上发过 却从来没有亲眼见过 刚开始 大家怀疑是不是真有这个人 可后来啊 在他所在的班级 证实的确有这个人 只是 这个人很少来上课 神龙见首不见尾啊 行了行了 二大 别跟他扯淡了 我们赶紧回宿舍吧 大家在等着我们玩CF呢 那两个学长急匆匆的走了 西门玉笑了笑 又问了几个人 终于把艾薇薇所在宿舍楼给打听出来了 西门玉叫校外的小卖部买了一大束玫瑰花 西门玉要去艾薇薇的宿舍给他一个惊喜 西门玉到了艾薇薇的宿舍楼后 宿管大妈竟然不让西门玉上去 宿管大妈拿着灶板站在门口 大妈让我进去吧 我找女朋友呢 宿管大妈插着腰的 不行 你要找人 就让他自己下来 男生严禁进入女生宿舍 况且 现在都晚上十点多了 你还想进女生宿舍干嘛 有什么企图 说 无语 西门玉是真想给艾薇薇一个意外惊喜的 要是打电话找他下来 就没有惊喜了 好不好 算我怕了你了 西门玉无奈的回头 宿管大妈见西门玉走了 这才返回宿管市去 西门玉若是想上去 难得到他 十层楼也拦不住他呀 西门玉在宿舍楼的侧面 见没有人 飞檐走壁般的 踩着墙壁 跳上了二楼 西门玉捧着一大束玫瑰花 往409宿舍走去 此刻 艾薇薇正在宿舍里马寺呢 西门玉走到了艾薇薇宿舍后 敲了敲门 咚咚咚 苏拉 去开门 一个正在扑面门的女生 对另一个人说道 我已经躺下了 小和 你去开一下门 是谁呀 我们宿舍的六个人都回来了 还有谁敲门 艾薇薇睡在最角落那张床的上铺 她床上放着一张小桌子 把笔记本电脑搬在桌子上 就躺在床上把字 那个叫小和的女生 不情愿地爬起床去开门 天气这么冷 大家都早早地窝在床上了 小和把门打了开来 只见一个长得有点帅帅的男生 站在门口 手里碰着一大束玫瑰花 小和愣了一下 这神经病这么晚来送花的 你谁呀 你怎么上来的 小和把自己睡衣领子 拉紧了一下 西门语微笑的 你好 请问艾薇薇住这里吗 小和哼了声 是住在这里 不过 送她花的人多得去了 我替她拒绝了 你走吧 西门语笑的 你有什么权利替她拒绝 小和立刻回头喊道 喂喂 有人送花给你 果然 里面传来艾薇薇的声音 让她走 神经病啊 半夜三更送花 小和看着西门语的 听到吧 还不走 别说你半夜三更送花 就算是你白天送的 薇薇也不会收的 走吧走吧 我要关门了 冷死了 惊喜 那个女生把门关上了 西门宇无语又敲 一会儿后那个女生又打开门了 学姐 我找我老婆打 西门宇忙的 谁是你老婆 艾薇薇啊 西门宇大声喊道 老婆我来了 艾薇薇正在马子 突然外面那人大喊老婆 这个声音很熟悉 西门宇又喊了一句 老婆你在干嘛呀 艾薇薇听出来了 是西门宇 艾薇薇立刻从床上跳了下来 穿着睡衣赤脚跑向门口 小和 等一下 艾薇薇对正准备关门的社友喊道 薇薇 你 艾薇薇把门全部打了开来 果然 他梦寐以求的男人 站在宿舍门口 艾薇薇多么希望 有一天他能够来看自己 他本来根本不抱希望的 没想到西门宇突然就出现在他宿舍门口 艾薇薇感动得鼻子一酸 眼泪哗啦啦啦的流 立刻扑露西门宇的怀抱 宿舍的几个人 愕然的看着艾薇薇和西门宇 西门宇的 老婆我来看你了 这是专门送给你的花 收下吗 艾薇薇激动的点头 把玫瑰花抱在怀里 你怎么来了 也不事先告诉我 想给你个惊喜 怎么样 这个惊喜意外吧 西门宇笑呵呵的 把艾薇薇狠狠的一抱 艾薇薇只穿着睡衣 全身贴在西门宇的身上 西门宇抱着老婆 鼻子里闻着的都是艾薇薇身上的香味 西门宇勾闻稳 就要崩溃了 不知不觉间 西门宇竟然这么不合时宜的 硬了 嗯 正在甜蜜又感动的抱着欣赏人的艾薇薇 突然感觉不对劲 有什么东西顶在她的肚子上 热热的一跳一跳 艾薇薇一想就明白了 俏脸通红 心中暗道 老公真是坏死了 这个时候怎么能这样 我要是一放开 岂不是全宿舍的姐妹都看到了 西门宇那个尴尬呀 要是艾薇薇一放开 她几个宿舍 摄影就会看见她顶着大仗吧 就算西门宇不怕 那也把艾薇薇的脸丢尽了 这时其中一个摄影喊她 威威 你们别抱了 还想抱多久啊 赶紧先进来吧 风吹得冷死了 西门宇尴尬的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西门宇只好脸皮厚一点 抱在一起走进来 把门关上 旁边那个小河说的 威威 你们至于吗 连走路都要抱着走 艾薇薇苦涩地笑了笑 老公的句句正顶在她的肚皮上 她不帮助挡着 难道让姐妹们看到啊 艾薇薇抬起头 撑了西门宇一眼 西门宇也是脸一红 心说 老婆 我也不想的 谁叫你穿着睡衣 我抱着你就起火了 现在我火气压不下来 银针又没带在身上 我也没辙了 艾薇薇突然看见 椅子上一个抱枕 对西门宇说道 你先坐着 艾薇薇把西门宇推下椅子 然后把抱枕往西门宇怀里一塞 把西门宇凶器挡住 艾薇薇又很无奈地 衬了西门宇一眼 又是爱恋 又是羞涩 这时宿舍的一个女生道 薇薇 不准备介绍一下啊 艾薇薇忙道 姐妹们 我介绍一下吧 这是我男朋友 他叫西门宇 我也不知道 他会今晚突然来看我 感动死我了 艾薇薇满脸幸福地说道 哇 薇薇 你男朋友长得不赖啊 身材真好 几个女生 看到西门宇都很惊艳的感觉 大家好 请多多关照 西门宇对各位女生打了个招呼 你好 西门宇 欢迎你加入我们409宿舍的大家庭 社长对西门宇微微笑了一下 然后看着艾薇薇说道 恭喜你 薇薇 你是我们宿舍最后一个摆脱单身的了 原本我们还在猜测 到底谁才能够把你这朵网络红人给追了呢 嘿嘿 今天终于见到了 长得还不赖吗 起码也是院草级别的大帅哥了 只是看上去有点小 另一个女生的 真的好帅呀 她全身上下都是我喜欢的那种感觉 身高一米八五 身材又结实 相貌又帅呆了 呃 薇薇 你让给我吧 你这么漂亮 很容易再找一个 其中一个女生开玩笑似的说道 爱薇薇笑道 不好意思啊姐妹们 明草有主了 这只草已被我截足先登 呵呵呵 她在我心里 已经是世上最完美的人了 不可能有比她更好的男人了 嘿嘿 爱薇薇含情默默地说 这时社长给西门宇滴上一杯 用一次性杯子装的水 社长本来已经睡下了 现在起来已经把衣服穿了上去 爱薇薇介绍道 老公 这是我们宿舍的社长 我们叫他老大 谢谢社长老大 西门宇感谢的 嘿嘿 不用客气 以后你也是我们409大家庭的一份子了 社长笑了笑说 西门宇不太明白 爱薇薇说道 我们宿舍六个姐妹 他们都有男朋友了 所以大家把各自男朋友算在一起 成一个大家庭 哦 西门宇暗道 才来办个学习 全部都找男朋友了 这速度真快呀 西门宇道 社长 我一个男生晚上在你们女装宿舍 应该没问题吧 西门宇问他 这里肯定管得很严 西门宇是跳楼上来的 社长笑的 特殊情况 特殊考虑吗 没问题 西门宇立刻点头道 那正好啊 晚上我就这边睡了 懒得再出去找酒店了 啊 西门宇此话一出 把所有人都震惊到了 包括爱薇薇 西门宇居然主动说 晚上在这边睡 西门宇看向宿舍里的几个妹妹 问他 有什么问题吗 你们放心啦 我跟爱薇薇一张床 不跟你们一张床 呃 几个女生相视了几眼 爱薇薇的男朋友 脸皮还真够厚的 社长忙的 那个西门宇是吧 你晚上想在我们宿舍睡 这个恐怕有点不方便啊 女生宿舍是严禁流宿男生的 爱薇薇也无奈地看着西门宇 脸红得不行 西门宇今天打定主意不走了 老子跟自己老婆一张宠 哎你没事了 你们管得太宽了吧 西门宇黑黑笑道 哎 社长 你刚不是说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吗 现在都十点慢了 难道还让我去找酒店啊 这么特殊的情况 你就通融通融嘛 宿舍的几个妹妹 都幽远地看着色车长 他们可不希望留宿男生啊 社长苦着脸道 我刚刚说的特殊情况 是指你来我们宿舍 我以为你最迟十一点就会走的 西门宇伸了伸懒腰说的 社长 你那么抠门了 反正我跟我老婆一起睡 真是的 那么多讲究干嘛 好了好了 我先去洗个澡 你们先睡吧 不用等我了 啊 在几个妹妹目瞪口袋下 西门宇大大方方的走向浴室 几个妹妹大眼瞪小眼 爱微微忙跟上去 西门宇知道爱微微想劝她 自己去找旅馆中 所以西门宇先一步问道 老婆 哪条毛巾是你的 红色的这个吧 这时 里面宿舍传来一个女生喊道 红色是我的 又一个妹妹喊道 蓝色是我的 紫色那条才是微微的 西门宇当即拉了条紫色的毛巾 对预言幼稚的爱微微说道 老婆 你先到床上等我 我洗完马上去找你 哦 对了 记得关灯啊 我可没有顺意 碰 西门宇进入了浴室 爱微微刚想劝西门宇今晚先去酒店住 明天再找你玩 可浴室立刻哗啦啦的传来花洒的流水声 看来啊 西门宇是铁了心 在这里住了 爱微微无奈的蹬了蹬脚 西门宇是不会走的 那帮女生没一个漂亮的 管他们爽不爽 西门宇还不爽了呢 西门宇 爱定不走了 西门宇实力越强 胆子也就越大 校长 他都没放在眼里 他今晚 就要在这里睡 在这里面的宿舍里 几个女生正在热火朝天地议论着 薇薇 怎么办啊 你男朋友也太无奈了吧 怎么能够在这里睡 就是啊 薇薇 这脸皮也太厚了 不会真的打算 跟你男朋友一起睡吧 爱微微无奈的 可是 我不想违逆他 他想要什么 我就愿意给他什么 我真的不想叫他走 这时 一个女生说道 好了好了 有什么大不了的 反正我们宿舍 又不是第一次留宿男生 上次萧阳的男朋友 不也在我们宿舍留宿了吗 那个叫萧阳的女生 忙解释道 那次情况不一样 我男朋友 是十二点之后送我回来的 而且他本想走 可惜宿管大妈门锁住了 所以才干脆在这里住了一下 但是他只是在我们宿舍 玩电脑到天亮 他又没有到我床上睡 他更没有用我们浴室洗澡什么的 就算他玩电脑到天亮的 那也算是在我们宿舍 留宿了一晚上 我看 微微的男朋友想留下来 就让他留下来吧 有一个女生点头说的 随你们了 我不反对 也不鼓励 反正我睡得很死 社长苦笑连连地看着艾薇薇 一点不客气 宿舍里最后 依然还有两个人不同意 好像怕半夜西门雨 会强奸了他们一样 坚决不同意 他们两个也不想想自己的姿色 西门雨对他们会有兴趣吗 社长调节道 好了好了 别吵了 少数服从多数 让微微男朋友留下来吧 两个坚决反对的女生 撇了撇嘴 社友又说他 不过 得保证微微的男朋友 也跟上次萧阳的男朋友一样 在我们宿舍玩电脑到天亮 不能去床上睡 至于用我们的浴室洗澡 这个算了 这样觉得如何 艾薇薇点头的 我没意见 就这样办 两个坚决反对的女生 见社长发话了 也点头说的 那行 就这样吧 让他玩电脑到天亮 还有 微微 你得监控着他 万一我们睡着了 他把我们给玷污了 怎么办 艾薇薇有些不爽 西门鱼眼光 怎么可能变得这么低了 喜欢他的美女一大堆 放心啦 他不是那种人的 我会陪着他到天亮的 全宿舍的女生 这才全部同意 西门鱼洗完澡出来 穿着一条内裤 腰间围着一条 矮微微的浴巾 头发湿湿的 走出进房间 西门鱼 大大风风的 拿起电吹风 凑到阳台去吹头发 社长苦涩的笑道 微微 他还真不客气啊 西门鱼把头发吹干净了后 走进宿舍 社长说道 那个西门鱼 你晚上在这里留宿 我们同意了 不过 你不能到床上睡觉 你只能玩电脑到天亮 为什么 好好的床干嘛不睡 西门鱼 上次肖羊的男朋友 也是这样的 西门鱼笑的 那不一样 我的人品 是有保证的 那也不许 西门鱼有些恼火了 说道 你们在怕什么 怕我半夜三更对你们做什么 你们放心吧 我也不是无赖 我就是不想去住酒店 你们或许会觉得会走光 但你们真的错了 我有一个这么漂亮的老婆 我有病才会看你们的身子呢 你们别生气啊 我只是实话实说 好了好了 别伤了和气 别因为我闹得不开心 今天我在这里住下了 以后就欠你们一份情 以后有谁欺负你们 我可以免费帮你们一次 就这样说定啊 不跟你瞎扯了 我睡觉去了 西门鱼打了个哈 爬上了艾薇薇的床 西门鱼才懒得理他们 社长叹息一声 说道 既然你决定要跟薇薇一起睡 只要薇薇不反对 我们也不好说什么 不过 你要发誓 不能跟薇薇做那种事 西门鱼笑的 行行行啊 就算做啊 我们也会小声一点 坚决不行 再小声也不行 好好好 不做不做 艾薇薇脸红的抬不起头来 西门鱼跟艾薇薇躺在一起 艾薇薇感到很羞涩 西门鱼让她有些难堪 不过 西门鱼要是喜欢这样 她愿意豁出去 大不了以后搬到校外去住 校外还有一套别墅空着 看学的时候买的 艾薇薇说道 不好意思啊 姐妹们 其实我在学校外面有一套别墅 我正准备过几天邀请大家 一起跟我搬出去的 要是大家不介意 过几天跟我一起去那儿住吧 到时候 大家可以一个人一个房间睡了 真的假的 嗯 就算是为了今晚我男朋友的失礼 补偿你们 不过我也希望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去住 反正空着也是空着 我一个人住也太无聊了 好啊 薇薇 我一定跟你去住 嘻嘻嘻 你们晚上随便啊 不要管我 是啊是啊 你喊多大声都没关系 不会吵到我的 睡在艾薇薇下铺的女生说的 薇薇 我到小河床上睡了 你们晚上 床铺可以使劲摇了 三个女生 立刻变得很热情 当然 其中两个 还是有些不自在 不过语气缓和了些 在校外 有专门学生住的豪华别墅 没有点身份的人 根本住不上 艾薇薇一套别墅 把三个人彻底收买了 西门宇看到艾薇薇穿着睡衣上来 那凹凸有致的身材 忍不住咽了下口水 艾薇薇跟西门宇靠在一起 有些脸红 艾薇薇把帘子拉了起来 外面其他人就看不到了 艾薇薇见西门宇 瞄着她的性感处 忍不住撑了她一眼 拉起枕头 躺了下去 西门宇跟着艾薇薇 同一个枕头躺了下去 真心想 西门宇内心感到一阵刺激 第一次到女生宿舍 跟一个女生睡在一起 而且还那么多摄友在 西门宇躺在艾薇薇的床铺上 看着紧张的脸红的艾薇薇 有些好笑 第二天 西门宇睁开眼睛 睡到自然醒时 已经上午十一点了 全宿舍的人 都不在 估计是去上课了 西门宇发了个短信给艾薇薇 她果然在上课 西门宇告诉艾薇薇 自己先去学校里走走 中午一起吃饭 西门宇一个人 走在京都大学的校园里 拿出手机 打电话给周小涵 喂 小涵 是我 西门宇 你终于舍得打电话给我了吗 周小涵 幽远地说的 不好意思啊 这段时间 我实在太忙了 我现在在京都 你在家里吗 啊 你在京都 那怎么不来找我 西门宇的 我现在在京都大学 本来打算过两天 去找你的 你在京都大学干什么 没什么 就看一个朋友 明天或者后天 你有空吗 我来找你 为什么不能现在 我现在就来京都大学找你 西门宇忙阻止他 别 我现在有事呢 反正我不急着走 周小涵有些情绪低落的 嗡了声 西门宇这两天 是想专门陪艾薇薇的 不想让周小涵来打扰 西门宇在通讯录中 找到诸葛湘云的电话号碗 想了想 西门宇没有播出去 突然周边走着的学生 一阵激动 旁边两个男生议论他 那就是平民笑话啊 果然经常在这条路上走 就可以遇到他 西门宇抬头一看 前面十几米处 迎面走来三个女生 其中走在中间的那个女生 西门宇看到他 不由得眼睛一亮 哇塞 固然好漂亮啊 这就是京都大学的平民笑话 四师傅说过 遇到美女就要上去亲一课 西门宇做不到 所以只能打招呼 西门宇笑呵呵地走到 平民笑话的面前 嗨 你好 平民笑话有些害羞地 看了西门宇一眼 他身边的两个女伴 瞪了西门宇两眼 拉着平民笑话说的 瑶瑶 我们快点走 有流氓 西门宇有些郁闷 平民笑话 竟然不理他 急匆匆地走了 西门宇正要追上去 周围走着的几个男学生 纷纷围了过来 警告道 同学 你色迷心窍了吧 不怕被平摇摇的 护花团揍到 你就老老实实的 喜欢他的人多了去了 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一样 在大路上追着他走 人家还要不要读书了 西门宇看了看围着他的几个学生 懒得跟他们废话 快不走了 西门宇并没有去追平摇摇 一个人往学校的花园走去 这时 迎命开来一辆 敞篷法拉利 在法拉利的后座上 放着一大树的玫瑰花 一个打扮得很花色 头发 梳得像富士山一样的男生 吹着口哨 在西门宇身边经过 惹得周围经过的学生 纷纷侧磨相看 真有钱啊 如果我是艾薇薇 我就接受他 这时 西门宇身边的几个女生 议论他 西门宇停了下来 看向那几个女生 问他 同学 你们认识刚刚开跑车那个人吗 那几个女同学 见西门宇长得蛮帅的 刚好他们又没有男朋友 顿时对西门宇很热情 其中一个 抢先对另外两个女生说道 姐妹们 她是问我的 你们别给我争啊 凭什么呀 每次碰到帅的 就说让给你 这次不行 你们都别跟我争了 你们两个 都别争了 我还没找到一个男朋友 这次无论如何 也得留给我 你们再顾色一个 西门宇傻眼地 看着眼前的三个女生 这三个女生 居然对西门宇一线亲心了 竟然争了起来 谁也不让 哼 那就各凭本事 谁追到算谁的 哼哼 那就各凭本事了 谁也别让着谁 西门宇不耐烦的 哎 你们有完没完 我问你们话呢 不回答就算了 别别别 三个女生 同时 把正要离开的西门宇拉住 我说我说 刚刚开跑车的那个男生 是大二的学长 他是一个追求艾薇薇的狂热者 一直很高调的追求艾薇薇 所以很多人都认识他了 他今天又在了一车的花 肯定是到艾薇薇上课的教室楼去了 西门宇心里一怒 奶奶的 老子老婆也敢追 不过西门宇也不意外 艾薇薇作为三的笑话之一 没人追才怪 就算结婚了 也有大把的人会打主意 西门宇问他 那个家伙叫什么名字 另一个女生娇嘀嘀的说的 帅哥 他叫东方紫阳 家里很有钱的 听说比艾薇薇家里有钱 好像还很有势力 之前艾薇薇很多追求者 都被他赶跑了 现在只剩下两三个了 对对对 好像是什么东方世家的 管他什么世家的 西门宇眉头一正 敢抢自己的老婆 就算是阎王组织的 也招大不悟 西门宇当即问他 在哪栋教学路上课啊 肯定是经济学院的教学路呗 帅哥 你想干什么 你们谁带我去 我要去砸了东方紫阳的车 敢抛我的女人 三个女生一听西门宇 说我的女人 哼了声 直接走了 这时身边经过一个男生的 东月 我带你去 上车 谢谢 西门宇坐上那个男生的自行车 此刻 那个东方紫阳 正在开往经济学院教学楼的路上 一边打着电话 我的好妹妹 我知道了 谢谢你帮我出的主意 三哥 能不能追到 就看你自己了 如果不行 别再找我 我帮你想过其他的办法 谢谢妹妹 东方紫阳口中的妹妹 不是别人 正是东方婉儿 西门宇的师姐 没想到西门宇这次 要跟师姐的三哥抢女人了 东方婉儿知道 三哥正在追他们学校的一个笑话 听说三哥表白了很多次都失败了 所以 很乐意帮三哥想主意 今天就是东方婉儿 重新想过的一个表白的好主意 东方婉儿觉得 这次肯定行 三哥按照他的方法表白 肯定能成功 想到这里 东方婉儿觉得很是得意 被打了 能够帮三哥追到梦中情人 这是一件很高兴的事 在东方婉儿家里 刚好他的爸妈就在一边喝茶 东方婉儿的妈妈笑道 婉儿 又给你三哥出什么骚主意了 东方婉儿不满得称道 妈 什么叫骚主意啊 我这是好主意 这次三哥肯定能行 能够把那个笑花追到手 我真期待三哥把他领回来见你们呢 东方婉儿的父亲笑呵呵的 听说你三哥他追的那个女孩 是艾家的人啊 是啊 他叫艾薇薇 是一个网络红人呢 在百度上搜一下 到处都是他的照片 长得很漂亮 难怪三哥这么喜欢他 他要是能够当我三嫂 我一百个满意 东方婉儿的父亲怯到 艾家并不是师大师家 不过我之所以知道艾家 那是因为艾家论财富已经不在我们师大师家之下了 如果紫阳能够娶到艾家家属的孙女 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 对我们来说 十分有意义 所以啊 婉儿你是女孩子 我帮你三哥想想办法 一定要把艾薇薇帮你三哥追到手啊 我想 以我们师大师家的地位和实力 艾家很愿意跟我们联姻的 东方婉儿的父亲信心满满的说 婉儿的妈妈笑道 婉儿 听到没有 你老爸都亲自发话了 是 我一定帮三哥搞定 本小姐一出手 还不守到擒来 哈哈哈哈 东方婉儿的父母哈哈笑了起来 西门宇坐在自行车上 奔向艾薇薇上课的教学楼 很快就要中午放学了 东方紫阳是专门听好了快下课的时候来 铃铃铃 下课铃声响了 教学楼 的各个教室里 许多学生纷纷涌出来 西门宇催促道 学长 你倒是快点了 都下课了 骑自行车送西门宇的男生 无奈的 同学 我这是自行车 要怪你就怪这学校 这么的 在艾薇薇上课的那栋教学楼上 许多学生纷纷站在走廊上围观 还有一些啊 已经下楼的 站在楼下草坪四周围观 大家都知道 这个家伙是来向艾薇薇表白的 本来艾薇薇还有其他追求者的 后面都被这个人收拾了 现在啊只有他和另外几个实力强大的人了 这件事很多学生都知道 喂喂你看他又来了 艾薇薇跟他宿舍的姐妹走出教室 一眼看到楼下的东方紫阳 艾薇薇眉头一皱有些着急 怕被西门宇知道 怕西门宇误会什么 因为啊他太爱西门宇了 太怕会失去他了 艾薇薇站在楼上说的 我不下去了 让他在下面等吧 喂喂 这次他又会想出什么新的求爱方式啊 艾薇薇的一个摄友好奇地说的 管他有什么新方式 反正我就在这里站着 他什么时候走了 我什么时候再下去 这件事不要让我男朋友知道 艾薇薇对他的几个摄友嘱咐的 西门宇坐着自行车 终于到了艾薇薇上课的教学楼下 西门宇拨开人群 往东方紫阳走了上去 快看 喂喂 你男朋友 突然摄政惊叫他 啊 艾薇薇看见西门宇突然出现 也大吃一惊 艾薇薇的摄友 小兰说的 喂喂 你男朋友肯定知道 他在追求你的事了 我真期待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你男朋友 好像往东方紫阳走过去了 艾薇薇有些紧张地看着 西门宇走了上去 顿时感觉到 这个东方紫阳实力很弱 最多才前里所四街的样子 西门宇一脚踢在他的跑车上 跑车立刻凹进去一个坑 哎 你干什么 东方紫阳怒吼道 西门宇问他 你是不是想在这里跟艾薇薇表白啊 是啊 你他妈的是谁啊 东方紫阳怒道 既然是 西门宇就不再说什么了 捡起一块大石头 往他的跑车砸去 围观的人一阵唏嘘声 看得十分刺激 东方紫阳朝着西门宇冲了过来 西门宇一把揪起他的衣领 狠狠地扇了他十几个耳光 妈的 这次就给你一个教训 下次你要是再敢打艾薇薇的主意 我就没那么好说话了 滚 西门宇把东方紫阳一扔 你 你 你等死 东方紫阳爬起来后 对着西门宇怒指道 西门宇一上火 上去又反 东方紫阳揍了一顿 然后跳上跑车 一下子就把他的跑车砸成了一堆废铁 东方紫阳在东方家族里 是一个没有多大武学天赋的顽固 不过 他也知道 自己不可能是西门宇的对手 你 你 你等着 东方紫阳一边跑 一边指着西门宇骂他 西门宇没有去追他 这时艾薇薇已经下来了 走到西门宇身边 西门宇牵着艾薇薇的手说的 怎么以前没跟我说起这个人 不然我早就来揍他了 艾薇薇撒娇的 人家只是不想让你分心吗 好了好了 我们去吃饭吧 别坏了我们的好心情 西门宇压根没把这个东方紫阳放在心里 在众目睽睽之下 西门宇牵着艾薇薇走了 艾薇薇走到不远处说的 那是我的车 我们上车 大家都在看着我们 还是快点离开 嗯 西门宇看了看路边的那辆奥迪 拉开车门上了车 我带你去一家很好的地方去吃饭 我下午没客 可以好好的陪你 艾薇薇高兴的说的 好 你安排 反正我没那么快走 西门宇本来是打算明天或者后天走的 可现在出了东方紫阳的事 西门宇暂时不能走了 至少也得把这件事解决了再说 东方紫阳回到了家 他的父母见到儿子这番模样回来 吓了一跳 东方紫阳两边的脸都肿了起来 紫阳你怎么了 妈 我被人打了 这时东方紫阳的二哥刚好回来 弄问他 紫阳怎么回事 我听婉说 他帮你出主意 去追女朋友了 怎么会被人打了 二哥 你要为我剥手 我也不知道 我正准备跟艾薇薇表白的 突然冒出了一个疯子 他是什么实力我不知道 反正我在他手里根本没有反应的机会 一下子 一下子就被他走成这样了 我的法拉利也被他砸得只能卖废铁了 这时 东方丸从楼上下来 他发现了三哥的惨状 三哥 怎么会这样 那个人到底是谁 为什么打你 东方丸的父亲怒火的哼的 我东方世家 也是有头有脸的任务 居然把你打成这样 子歇 你下午陪紫阳 一起去京都大学 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那个打紫阳的人是谁 查清楚了 好 东方婉儿的二哥 点了点头 东方婉儿 也怒气冲冲地说的 二哥 下午我也去 我倒要看看 是谁 敢打我三哥 东方世家 在华夏十大世家里 也算是比较强大的 因为东方世家 有牛逼的背景 那就是婉儿的四个师傅 都很牛逼 特别是大师傅 另外 东方婉儿的堂哥的师傅 也很牛 所以 其他的几个世家 都不敢公然地挑衅 东方世家 当然 其他的世家 自然也有背景 东方紫阳被打 让一向心高气傲的 东方世家 感觉 很没有面子 咽不下这口气 可他们不知道 大水冲了龙王庙 自家人 跟自家人过不去 西门宇跟东方婉儿 是同个师傅的 当天下午 东方紫夕 以及东方婉儿 带着东方紫阳 一起前往了京都大学 只是可惜的是 爱微微班级下午没课 爱微微宿舍的人 也都不在 让他们白跑了一趟 整个下午 西门宇都跟 爱微微在外面 两个人在一个公园里 亲亲我我的 玩了一个下午 直到深夜 西门宇才送着 爱微微回学校 老婆 今晚 我还跟你一起睡 嗯 爱微微 羞涩地点了点头 西门宇 带着爱微微 从几千米的远处 飞上半空 爱微微 惊呼起来 他真是难以置信 西门宇居然会飞 爱微微幸福地要晕过去了 自己的男人居然这么厉害 最后 在爱微微住的那栋宿舍楼降落了下来 西门宇也就只能在空中飞行两千米 西门宇和爱微微牵着手回到他宿舍 你们回来了 今天下午去哪儿玩了 社长忙问他 爱微微笑道 我带他去公园玩了 社长 你怎么还没睡 微微 九点多的时候 有人来找你呢 好像是东方紫阳的哥哥 他说 他明天还会来 爱微微紧张地看着西门宇 西门宇握着爱微微的手的 怕什么 明天你朝常上课下课就试了 嗯 爱微微很放心地点了点头 问他 你要不要先去洗澡 你先洗吧 或者一洗洗也可以啊 西门宇黑一黑一笑 爱微微脸一红 沉倒 想得美 那我先去洗了 好 社长叹息一声 唉 看来啊 今晚西门宇又要在他们宿舍睡了 今天两个社友对社长说 昨天他们一个晚上都没睡着 生怕半夜西门宇起来 把他们给那个了 要是西门宇听到了 真的会笑死 扒光了 西门宇也绝对不会看一眼的 居然还担心西门宇半夜三更把他们那个了 西门宇又像昨天晚上一样 摟着爱微微睡在他床上 本来西门宇是想带爱微微出去开房的 可是西门宇觉得 没必要这么猴急 肯定带 西门宇躺在床上 又不老实了 手一直往爱微微的睡衣里面伸 爱微微半推半就的 被西门宇的双手握住了他的山峰 西门宇柔啊柔 弱得爱微微气喘吁吁 娇羞无限 这时旁边床铺的社长一脸咳嗽了几下 好像在故意提醒什么 爱微微羞涩地把西门宇的手拿掉 西门宇倒觉得这样很刺激 所以才不急着去酒店开房 西门宇笑道 社长 你怎么了 感冒了 社长笑了笑 没说什么 另一个叫萧阳的社友说道 喂喂 没事 你不用忍着 要是舒服就大声叫出来 爱微微脸红的 什么嘛 我们又没在干什么 去 还装 没在干什么才怪 呵呵呵 几个女生哈哈一笑 爱微微瞪了西门宇一眼 啊 爱微微突然轻叫了一下 这时 这时 社友小河说的 喂喂 进去了 别乱说 爱微微羞涩地说的 西门宇笑呵呵地问的 那个 小河 看你好像经验蛮丰富的 莫非 你已经被破了 社友小河红着脸他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西门宇暗的 这小河 人长得一般 没想到确实这么快就没了 西门宇很有兴趣 跟几个女生 讲讲黄段子 哈哈笑的 哈哈 那个 各位姐妹们 不如我给大家 讲个黄色笑话 敢不敢听啊 有啥不敢的 你敢当着微微的面讲 我们就敢听 西门宇道 那我可说了 说 西门宇说的 一个小男孩 进到一家五星级宾馆后 找来服务员说 给俺找个小姐 经理说 我们是五星级宾馆 没有什么小姐 小孩拍出五千块钱说的 给俺找个小姐 经理立刻给小孩 找来一排小姐 让他挑 小孩说的 给俺找个带病的 经理说的 我们是五星级宾馆 没有带病的 小孩拍出五千元说的 敢找个带病的 经理又立刻 给小男孩 找来一排带病的小姐 让他挑 小孩随便找了一个带病的 和他搞了一通 第二天 小孩找来经理问的 俺和那个带病的 搞了一通 那俺也带病了吧 经理不知道 小孩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就说 没 小孩拍出五千元说的 说 俺是不是肯定带病的 那没跑 肯定 肯定的 经理收起前 激动的说 那俺回去 和俺们家小保姆 搞上一通 那俺们家小保姆 也肯定带病了吧 那没跑 肯定的 肯定的 那俺们家小保姆 和俺爸搞一通 那俺爸也肯定带病了吧 那没跑肯定带呀 那俺爸和俺妈搞上一通 那俺妈也肯定带病了吧 那肯定 肯定的 肯定会带的 那俺妈和俺们家司机 搞上一通 那 司机也肯定带病了吧 那没跑 肯定带 肯定带 小孩一拍桌子 妈的 妈的司机 让你压死俺养的小青蛙 西门鱼搂着艾薇薇 深深的睡了下去 第二天 当西门鱼醒来后 又是上午十一点了 此刻 一辆跑车 从学校外面开进来 车上坐的人 依然是东方紫阳 车后座 依然是一大树玫瑰花 不一样的是 在后面还跟着一辆车 那辆车上 还坐着两个人 开车的是东方婉儿 坐在副驾的人 是东方紫阳 也就是东方婉儿的二哥 孙弟 你尽管去表白 我们今天 就在这一边看着 看看昨天的那个人 还敢不敢出现 嗯 东方紫阳放心的点了点头 昨天被西门鱼砸掉的车 已经被艾薇薇家 在京都分公司的人啊 去公安局处理好了 东方世家 也没有在一辆车上追究什么 西门鱼刚起来刷牙洗脸完毕 收到了一条短信 是艾薇薇发给他的 老公 好像东方紫阳 今天又在楼下了 西门鱼一阵恼火 还敢来 老婆 你放心 我马上过来 西门鱼马上就往 艾薇薇的教学楼跑去 当西门鱼快到的时候 就下课了 到了教学楼后 就跟昨天一样 围着一大圈儿的人 东方紫阳 有时无恐的 站在教学楼下 昨天是法拉利跑车 今天 换了辆保时捷跑车 西门鱼火冒三丈 冲了上去 来了一个三级跳 轰 西门鱼跳在保时捷跑车上 立刻把保时捷的跑车 砸出了一个大凹线 因为事发的太突然 许多人尖叫了起来 连东方紫阳也吓了一跳 西门鱼是突然从人群中跳出来的 妈的 还敢来 西门鱼怒视着东方紫阳 东方紫阳看见西门鱼 吓得立刻跑出人群 不远处的一辆车子中 东方紫气立刻朝着西门鱼冲来 东方晚上也下了车 总感觉那个背影有点熟悉 好嚣张 今天看谁教训谁 这时一个潜能二阶的高手 飞跃到西门鱼身边 二哥 打他呀 东方紫气火麻三丈 立刻朝着西门鱼劈去 突然 东方晚上捂着嘴 难以置信地看着西门鱼 是 是 是西门鱼师弟 怎么会是他 东方婉儿 猛喊道 二哥 住手 可惜 他的声音早就被周围的热闹声掩盖了 而且 东方紫气早已经出手了 西门鱼已经是火爆三丈了 见一个男子一出现 不分青红皂白就出手了 哪里跟他客气 也丝毫不留情了 批门鱼对着东方紫气哼的 哼 你想叫醒我 你还太嫩了 轰 西门鱼对着东方紫气的 一拳迎上去 东方紫气就跟西门鱼相对一掌 顿时感觉体内 体恤沸腾 连连后退 啊 东方婉儿看见他强大的二哥 居然连连后退 吃了一惊 西门鱼追击而上 哪里还跟他啰嗦 眼睛一眨 一微服的精神风暴施展而出 虽然一微服只能对付潜能一阶的 可对潜能二姐还是有一些作用 东方紫气顿时感觉眼睛痛了一下 就在那一下 他的身体凌空飞了起来 正在急速的后退 一连撞断了好几颗顽口粗的小树 最后才摔在地上 那些围观的学生嘴巴张得大大的 武侠电影一样 武功这么高 东方紫气爬了起来 一连渴了好几口血 东方婉儿刚好在他不远 顾不得跟西门宇相认 忙跑上去扶住二哥 东方婉儿此刻心里充满了震撼 天哪 这还是那个小师弟吗 他二哥居然在他手上 不堪一击 他二哥可是潜能二姐的双属性天才 被小师弟几招打得吐血 西门宇正想再警告东方紫气一下 突然看见婉儿师姐 西门宇也吃了一惊 东方紫阳也跑过去扶住他二哥 他的心也在颤抖着 连强大的二哥都不是对手 西门宇往东方婉儿走上去 东方婉儿眼神复杂地看着西门宇 师姐 怎么会是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西门宇问他 师姐 东方紫气和东方紫阳 都疑惑地看着婉儿 婉儿道 西门宇师弟 我还想问你呢 你怎么会在这 而且你怎么突然这么厉害 西门宇的 不好意思啊 师姐 我是爱巉巉的男朋友 这次刚喊来京都 没想到 碰到这个家伙在追巉巉 哦对了 他是你的谁啊 东方婉儿苦涩地说道 这是我三哥 这个是我二哥 师弟 你还是说说 你为什么突然这么强大了 难道连大师傅 他们都不知道 西门宇笑道 师姐 关于你两个哥哥的事 我先说声对不起了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 关于其他的 你去问问师父们 就知道了 正时 爱巉巉走了上来 立刻挽着西门宇的手臂 西门宇对爱巉巉说道 巉巉 我来介绍一下吧 这是我师姐 东方婉儿 谁能想到 我师姐竟然是 东方子阳的妹妹 啊 爱巉巉 有些吃惊地看着东方婉儿 这时 东方子气 抹了些嘴角的血气 对西门宇说道 原来你是婉儿的师弟 真是不打不相识 我妹妹跟我们说起过你 没想到 你这么强大 今天我虽然被你打了 但我没有恨你 相反 我感觉很佩服你 有歧视比有歧途啊 我叫东方子气 你好 西门宇跟东方子气握了握手 感觉东方子气这个人 还是蛮讲道理的 而东方子阳却没有了 他是一个顽固 眼神不善地看着西门宇 东方子阳说道 哥 妹妹 我们先回去吧 好 东方本人看了看西门宇两眼 想说什么 却又没有说出来 东方子气对西门宇说道 西门宇 我先回去了 今天的事情 谁也没想到 大水冲了龙王面 一家人不是一家人 是个误会 改天一定要到我们家里来做客 好 一定来 西门宇点了点头 三人开着车子走了 西门宇坐进艾薇薇的奥迪车里 艾薇薇问道 老公 他真的是你师姐吗 怎么会这么巧啊 西门宇苦笑道 谁知道呢 艾薇薇担忧道 那会不会破坏你跟师姐的同门关系 西门宇摇头道 放心吧 肯定不会的 刚刚马儿师姐只是一时难以相信 我这么强大了 东方世家的后台 就是我们的四个师傅 所以啊 东方世家不可能对我有敌意的 艾薇薇道 可是 你都把东方子阳和那个东方子气给打了 西门宇笑的 就算打了也没事 毕竟是误会嘛 再说了 如果真的师傅们知道了 也肯定不会把你让给东方子阳的 东方子阳关我师傅们屁事 想把你抢走 先问我四师傅答不答应 我四师傅 是不可能答应的 真巧 回去的路上 东方婉儿心里很乱 他不是在向西门宇打了他两个哥哥的事 这个是小事 而是师弟竟然这么强的 他居然不知道 东方婉儿当即打了一个电话给二师兄 让东方婉儿震惊的是 二师兄也不知道 二师兄听到电话后 愣住了 小师弟踏入潜能领域了 回到家后 东方婉儿的父亲 东方阳 见连二儿子都被打了 顿时感到很气呢 他是谁 这么不把我们东方世家放在眼里 东方婉儿说他 爸 他叫西门宇 是我师弟 你师弟 哪个师弟 东方阳忙问 婉儿道 以前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还有一个师弟 是师傅们的关门弟子 爸 这不可能这么巧吧 东方阳本来很怒 可是听到 是婉儿的失利后 怒气立刻消失了 走 跟你爷爷叔叔本的人回报一下 这件事很重要 必须处理好了 半个小时后 东方世家几个直系长辈坐在一起 其中东方世家的现任家主 以及东方婉儿的爷爷 东方奥云 也在其中 东方仔细把发生的事 告知了在场的几个家族直系长辈 当然 这是家族的私事 没有家族的长老参与 东方奥云道 这件事都不用想 西门宇是婉儿的师弟 那个叫爱什么的女孩 肯定是扔给他了 子阳啊 以后对那个女孩 别打坏心思了 爷爷 你怎么帮着外人 东方子阳不爽的说的 混账 就算要牺牲你 我都不会选择 跟他为难 东方奥云怒着一拍桌子 东方子阳心一跳 爷爷居然说出这种话 委屈的 爷爷 亏你还是家主呢 你实力也前当四切了 凭什么怕他呀 难道我这亲孙子 比不过一个外人啊 东方奥云喝道 行了 你就不能长进一点嘛 就算西门宇实力很弱 我们也不能跟他为敌 东方子阳哼道 哼 妹妹也一样是同个师父 凭什么妹妹就要让他呀 还不知道妹妹的师父们 会支持谁呢 东方奥云怒其不争的 瞪了东方子阳一眼 你知道什么 现在不是婉儿跟西门宇之间的问题 是你跟西门宇之间的问题 你觉得婉儿的师父们 会看在婉儿的面子上 把西门宇的女人送给你吗 你算老几呀 他们是婉儿的师父 不是你的师父 东方子阳一争 东方奥云说道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之前是一个误会 谁也不要放在心上 并且邀请西门宇来家里做客 跟他道个歉吧 一群没骨气的人 东方子阳哼了声 甩下一句话 跑了 回来 东方奥云起得胡子一抖 可惜东方子阳头也不回 东方子气安慰道 爷爷 别生气了 子阳是因为本身资质差 一直心情不好 所以才会这么自暴自弃 做一个顽固少爷 哎 算了 随他去吧 那个 杨儿啊 宴请西门宇吃饭的事 就交给你了 我毕竟是家族 代表整个东方家族 而西门宇暂时还没有达到 让我亲自去宴请他的资格 你来最合适 好 东方阳点了点头 东方阳对婉儿说道 婉儿 你负责把你师弟邀请到家里来吧 婉儿点头的 什么时候 今天晚上 嗯 西门宇和艾薇薇刚吃完饭 准备回去午休时 接到东方婉儿的电话 小师弟 在干嘛呀 是不是实力变强了 就不认我这个师姐了啊 西门宇笑的 师姐 我还担心 你不要我了呢 我刚跟薇薇吃完饭 婉儿到 师姐中午 只是心中太震惊了 一时回不过神来 好了 正式见面了再说 晚上我家里邀请你和薇薇 一起来做客 傍晚我来接你们 你最好不要拒绝哦 不然师姐饶不了你 东方婉儿有些苦涩 实力比师弟弱小那么多 让她没有 国庆见面时那么放得开 嘿嘿 好 我一定去 嗯 那我傍晚再打电话给你 你们去休息吧 晚上见 师姐 晚上见 挂了电话 西门宇对艾薇薇说的 薇薇 晚上跟我一起去东方世家做客啊 嗯 有你在 去哪里都不怕 艾薇薇乖巧的点头的 这时 又一个电话打过来 是秦冰的 西门宇看了 看艾薇薇 还是接了起来 电话里传来秦冰 叫弟弟的声音 老公 你怎么还没回来啊 人家好想你 艾薇薇听到了电话里 秦冰的声音 脸上有些不自在了 西门宇把艾薇薇的手 抓在手心里 才对秦冰说的 冰宝贝啊 乖了 我冤旦之前 一定回来 那你现在在哪里 我现在 在京都啊 有些事情要处理 嗯 等我回来 嗯 那你要小心一点啊 好的 会的 西门宇挂了电话 歉意的 对艾薇薇笑了笑 说道 你说过 你不介意的 嗯 我又没有吃醋 只是 你为什么 还没有告诉秦冰 关于我们之间的事 我觉得 还是让他早点知道 我的存在吧 如果他不介意 以后 我愿意和他 一起伺候你 艾薇薇说完 羞索地低下头去 西门宇兴奋地 把艾薇薇 抱在怀里 逗了一番 艾薇薇脸红的 没有说话 西门宇附在 艾薇薇耳边 说道 晚上 我们不回你宿舍了 去住酒店啊 啊 艾薇薇抬起头 羞涩地看着西门宇 怎么 不愿意啊 你刚刚还催着我呢 不是啊 我 我好像 有点紧张 紧张什么呀 体会过后 你就会知道 我的厉害了 就像 秦冰一样 还没时 他也说紧张啊 艾薇薇小声地问道 那他怎么做的 很简单 你也体验一下 艾薇薇羞红着脸道 羞死人了 不要说了 情人之间 有什么好害羞的 像小冰冰 刚开始 也很害羞的 现在也不再害羞了 偶尔会主动的 什么主动啊 这事不是只有 男的主动吗 艾薇薇羞涩地问 主动就是 艾薇薇 心蓬蓬跳 听得一阵发麻 西门宇又是哈哈一笑 两人回到了 艾薇薇的宿舍 西门宇已经把 艾薇薇的宿舍 当成自己家了一样 上午西门宇那么强大的武功 艾薇薇宿舍里的人都看到了 这会看到西门宇满眼崇拜的小星星 社长和萧阳看着西门宇 眼里一丝丝异样的神色 西门宇对他们两个可没有兴趣 社长和萧阳在宿舍里 除了艾薇薇外 算是最漂亮的两个了 中等左右的姿色 身材也不错 午休过后 艾薇薇又和社友一起去上课了 没有吵醒西门宇 西门宇还在睡觉 下午三点钟时 西门宇起来撒尿 当打开卫生间房门时 里面传来一个尖叫声 只见萧阳正在洗澡 他居然翘客 也刚刚起来 起床后就去洗澡 他广播台的主持人 晚上要主持节目 等下就要去排练 没想到西门宇在他洗澡的时候起来了 西门宇大喊 他搞什么 不是去上课了吗 怎么还在这里洗澡啊 西门宇忙把门关了起来 说道 喂 你怎么没去上课啊 锁郎 里面的萧阳骂道 我说谁了 谁叫你大白天的不去上课 在这里洗澡 西门宇争便他 喂 你洗完了没有 我憋死了 西门宇在门口催促他 你急什么呀 我才敢进来 至少还要十五分钟 你慢慢等着吧 你快点 我受不了了 我要进来了 你敢 西门宇心里正在矛盾 西门宇大 我真进来了 你要是不怕艾薇薇 你就进来 西门宇大 你都不怕我那个了你 萧阳娇笑道 说实话 我还真有点期待 萧阳其实也在期待西门宇进去 他心里已经在喊 西门宇 你别光说不练啊 你有种倒是进来啊 我不介意 西门宇狠狠地揪了一下自己的头发 到底干不干啊 反正干过了也没有任何责任 赶完拍拍屁股走人了 萧阳心里也很纠结 他很想马上穿起衣服 不想跟西门宇搞 可好像又很期待 萧阳暗骂一声 自己真无耻 西门宇问他 喂 萧阳 你真的 这跟两个男人有过关系啊 你什么意思啊 你嫌我脏是吧 好 姐虽然比不上你的艾薇薇 可也不是脏女人 萧阳怒火地穿上衣服 哎 别这么激动啊 我只是随便问问的 西门宇看见萧阳穿上衣服出来后 无奈地叹息一声 哎 好机会错过了 该上的时候啊 就犹豫不决 现在没机会咯 东方之城 傍晚 东方婉儿打来了电话 西门宇和艾薇薇在学校正大门 跟东方婉儿碰面了 晚上将赴约去东方世家吃饭 西门宇牵着艾薇薇的手 笑呵呵地看着东方婉儿的 师姐 牛变漂亮了 东方婉儿脸微微一热 催的 胡说 哪有你的微微漂亮 西门宇看着东方婉儿风韵的翘臀 身材十分之好 心头一热 想起了国庆时 在那个山上 把婉儿师姐扑倒在地 当时的心跳感觉 西门宇现在还记忆犹新 东方婉儿感觉 好像有人在盯着她的皮肤看 东方婉儿一扭头 果然看到西门宇 正在瞄着她的皮肤看 东方婉儿慌忙坐进车里 悄悄瞪了西门宇 幸好艾薇薇没有看见 不然心里会不舒服了 东方婉儿开着车子 艾薇薇坐在副驾驶 西门宇在后座 一个小时后才到了东方世家 东方世家的总部 在京都的郊外的一个小城市里 东方婉儿说道 这里叫做东方之城 一千年前 我们东方世家的祖先 在这里定居了 然后子孙后代慢慢地发展 这里也就变成了一个小城市 这个小城市里 都是我们东方世家的子孙后代 将近十万户人家 这里的人都只有一个姓氏 东方 最中心的地带的 几十多万平方公里的范围 是我们东方世家的直系子弟 和内部成员居住的 我们走吧 哇 好庞大的家族 不愧是传承千年的 西门宇看着这个小城镇说的 艾薇薇心中暗道 难怪人家是华夏十大世家 艾薇薇薇的爷爷 也想让艾家成为世家 一直传承下去 可他们艾家 现在才不过是三代人 家族底蕴 不足东方世家的千分之一 东方之城的中心处 是一大片古代建筑 只有家族的直系 才有资格入住 东方晚领着西门宇 直接进入了中心处 假山园林什么的处处可见 这里是一个处在现代文明 和古代文明交汇的地方 这时东方婉儿的二哥 东方紫棋迎了上来 爽冷的笑道 哈哈哈哈 西门宇 你可来了 欢迎你来到我们东方世家做客 紫棋大哥 你客气了 走 我带你们四处参观参观 东方紫棋 热情地邀请他 正好思议 谢谢紫棋大哥 客气什么 你是婉儿的师弟 也就是我的兄弟了 威威弟妹 你也一起走吧 这里啊 一般人是进不来的 嗯 艾威威高兴地点了点头 东方婉儿说的 我也去 东方紫棋 首先带西门宇和艾威威 到了一个祠堂 西门宇 看到没有 前面就是我们东方世家的祠堂 里面是供奉东方世家的先位的地方 我们进去看看 西门宇走入祠堂 里面宽阔极了 立着许多的大块的石碑 其中最上方的那块石碑上 写着一个大大的名字 东方西阳 西门宇问道 紫棋大哥 那东方西阳是谁啊 东方婉儿回答道 那是我们东方世家的第一代祖先 东方世家能够传承千年 就是他一手促成的 根据我们东方世家的史书记载 西阳祖先 当年实力达到了潜能十六节 在六百年前 他才不幸去世 哇 艾威威惊叹一声 东方仔细接着说道 意思往下看 排在第二的是 东方世家第二代家族 东方圣仙 史料记载 也是达到了潜能十四节 到现在为止 一共有三十多个家族 我爷爷是第三十二代家族 西门宇点了点头 东方世家的家族 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到现在玩儿爷爷这一代 才潜能四阶的实力 这话西门宇可不敢说出来 西门宇问道 师姐 你不是说你们家族 还有隐藏强者吗 东方仔细笑了笑说道 隐藏强者肯定是有的 二十年前 我爷爷接替了第三十一代家族 当时上一代家族并没有死 只是需要把更多的时间 用于修炼 所以才把家族的位置 称给后代 据我所知 我上一代家族 究竟已经是 潜能五阶的强者了 艾薇薇也问道 那上上代家族呢 第三十代 东方仔细道 虽然我没有见过 但肯定也还活着 总之 我们东方家族的底院 是很深的 还有多少个 几百年前的强者存在 就算我爷爷 也不一定清楚 毕竟 开启潜能所到潜能一阶后 普通寿命都可以达到一百二十年以上 我们 东方家族 每一代家族 至少是潜能三阶以上 才能够接替家族之位 所以啊 我们东方世家到底有多强 谁也不知道 西门宇 西门宇暗笑了声 西门宇不由地想起了大师傅 大师傅现在开启到潜能十五阶 那大师傅的岁数又是多少了 二师傅都一百五十多岁了 那大师傅肯定岁数更大了 西门宇从来没有问过大师傅的岁数 大师傅的外表上 看上去只是一个中年人 但实际岁数 不能以外表判定 走 去下一个地方 东方子既说的 立刻在前面带路 艾薇薇牵着西门宇的手说的 老公 你也是潜能二阶的强者了 那你至少都可以活一百三十岁了 艾薇薇心里有些担忧 万一哪天自己老了 西门宇还年轻 怎么办 西门宇看着艾薇薇笑了下 知道她的担心什么 薇薇 未来的事 现在想那么多干嘛 东方婉 羡慕地看向西门宇 她只才潜力十二阶 真是弱爆了 师弟 师姐真羡慕你啊 已经跟我爸妈一样强大了 我爸修炼了四十年了 才潜能二阶呢 而我妈 也修炼了三十年了 才潜能一阶呢 我二哥也是潜能二阶 我爸根本不是我二哥的对手 而我二哥 根本不是你的对手 你真的好强大啊 东方婉儿 拉着西门宇的另一只手 崇拜地说 东方仔细笑了想 赞道 西门兄弟 可是一个天才 师父都这么厉害 徒弟能弱到哪里去啊 小小年纪 就比一些修炼了几十年的人 还强大 西门宇道 子齐大哥 别说我了 你不也一样 你的岁数也不大吧 才二十六岁 也已经是前年二阶了 东方子气惭愧道 哼 虽然我在别人眼里 可能也算天赋很高 可跟你一别 实在可怜 我已经修炼了十多年了 你才修炼几年时间 而且 我现在根本不是你的对手的 佩服 艾薇薇听着他们的对话 夸耀着西门宇的强大 和厉害之处 心里美滋滋的 而东方婉儿 心里却充满了崇拜 第一次对小师弟 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西门宇没有因为他们的夸耀 而骄傲 西门宇比谁都清楚 他真的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天才 他只是得了一个戒指 连跳十五级上来的 如果没有那个修仙者时代的戒指 会有潜能二阶的西门宇吗 所以 不管别人怎么说他天才 可西门宇心里 是很清楚自己底细的 当然 西门宇也不能说完全靠运气 也是有天才的部分 不然 何以有精神属性的潜能 对了 紫棋大哥 我听婉儿叫你二哥 那你应该还有一个大哥吧 怎么没听你们说起过 西门宇的 东方婉儿笑道 是啊 我们总共有四兄妹 我还有一个大哥 叫东方子红 婉儿说起的大哥 满脸的笑意 艾薇薇忙问他 婉儿师姐 那你大哥是不是很天才啊 东方子气回答道 我大哥跟我一样大 因为我们是双胞胎 大哥只比我们 先出生了几分钟 如此啊 我大哥已经是潜能四阶了 而且 好像快要踏入潜能五阶了 他修炼时间跟我们一样 才是多年 大哥已经内定 是下一代家主了 以大哥的天才 当三十三代家俗 是必然的 哇 二十六岁 就踏入潜能四阶 即将五阶了 艾薇薇惊叹道 西门宇也有些吃惊 不过 没什么好羡慕的 到西门宇二十六岁时 还不知道达到什么地步了 西门宇今年 才十七岁而已 这时 东方子杨带着西门宇和艾薇薇到了一个山里 山窝里传来一声声抱贺 西门宇对这声音一点不陌生 当初跟大师傅上山时 他也这样喊过 因为这是在训练 只见在山窝里几百个少年 背上扛着石碑 在原地一遍遍地跳跃着 东方子气对西门宇说道 看到没有 这是我们东方家族的训练基地 每一个东方家族的少年 不管是直系还是狂系 从小就要开始接受训练 如果没有武学天赋的 就让他们全心全意读书 学到知识 然后派出去打理家族的生意 如果有武学天赋的 就一边训练 一边读书 在东方之城中 有很多小学和中学 东方一中 二中 三中 四中 就好像是一个小城市里一样 晚宴 西门宇点了点头 很震撼 东方之城有十万户人家 就算平均每家四口 那也有四十万口人了 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城市了 东方世家的生意 肯定不可能养得起这么多人 所以 只有一些重要家族成员 才是富人 想要变富 每个少年都可以通过努力 变成强者 这样就能够进入家族内部 甚至 如果足够强大 还可以变成家主 当上家族长老什么的 这时 东方婉儿的电话响了 是他爸爸打来的 婉儿 你们在哪儿啊 回来吃饭了 嗯 东方婉儿 对西门宇和艾薇薇道 小师弟 薇薇 我们回去吧 晚宴准备好了 之后 西门宇和艾薇薇 进入了东方婉儿的家里 东方之城中心的家族内部范围 这个范围有几十万平方 有许多的别墅 以及古代建筑 居住着许多的内部成员 西门宇见到了东方婉儿的父亲 东方杨 东方杨已经快五十岁了 不过看上去像三四十岁的样子 潜能二级 你就是婉儿的师弟吧 你好你好 东方杨热情地赢了上去 西门宇自然不会失礼 也热情地 晚辈 拜见东方伯父 不用客气 那我就直接称呼你名字了 西门宇 快请进屋 还有 这位就是艾薇薇了吧 你好 东方伯伯 艾薇薇有些羞涩地打招呼的 此刻在这个别墅的三楼 一双院都的眼睛 隔着窗户 看着西门宇 她就是东方婉儿的 顽固三哥 东方紫阳 希望东方紫阳 不会对西门宇做什么 请坐 我们开饭吧 西门宇被引入了客厅 这时 一个围着裙子的妇女 端着一盘菜出来 她就是东方婉儿的母亲 潜能一接 西门宇 微微 你们不用客气了 当自己家一样 婉儿 还愣着干嘛 给你师弟倒酒 嗯 东方婉儿拿出一瓶 百年茅台 给西门宇倒了一碗 好香啊 西门宇闻着酒气 按道 我不喝酒 艾薇薇阻止 想要给他倒酒的东方婉儿 婉儿笑道 那我们喝饮料 好 东方阳端起酒碗 对西门宇说道 西门宇 昨天跟今天的事 真是对不住 紫阳 并不知道你是 微微的男朋友 不然呀 肯定不让他去招惹微微 我敬你一碗 希望喝过这碗酒 此事 一笔结果 东方伯伯伯 你客气了 这只是一个误会 应该我来敬你才是 东方伯伯 来 我敬你 祝你潜能高升 敬家大成 好 你也一样 潜能高升 喝 爱微微看着西门宇 和东方紫阳说的 住酒词 感觉很高兴 别的人都说 恭喜发财 步步高升 身体健康 事业有成 而他们 却是潜能高升 境界大成 恭喜发财 事业有成 对西门宇他们来说 已经没有意义的东西 发财 已经够多钱了 西门宇一口 把百年茅台喝光 爽啊 接着东方紫契 又跟西门宇 干掉了两瓶 东方婉儿的妈妈 又端菜上来 爱微微忙的 东方阿姨 别忙了 快来一起吃饭呀 你们慢慢吃 我还有两个菜 别客气啊 西门宇喝了 三瓶百年茅台 气血上扬 问道 师姐 你大哥呢 我大哥肯定去历练了 已经好几个月没回来了 这时 东方紫阳从楼上下来 端了一杯酒 笑呵呵地走向西门宇 西门宇警惕地看着他 东方紫阳 忽然笑咪咪地 肯定有鬼 西门宇 之前 真是多有冒犯 来 我敬你 希望你可以原谅我 东方紫阳对着西门宇 举着酒杯 西门宇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也就说道 东方紫阳 不用客气 不打不相识嘛 好 那我就 先干为敬了 东方紫阳一口喝点 东方阳 怕他会借机闹事 忙对东方紫阳说的 紫阳 你去帮我把昨天买的营养品 给你奶奶送去 东方紫阳道 爸 急什么 我还有点事 要跟西门老弟说呢 西门宇 目视着东方紫阳 他突然摆出这样的态度 肯定有什么阴谋 西门宇 倒想看看 他到底想干什么 东方紫阳拍了拍西门宇的肩膀 说的 西门老弟 维维能够交给你 我也放心了 希望你别伤害他 不然 我跟你没完啊 这个 何须你说呀 西门宇看不出他到底想搞什么 莫非他真的想跟自己和解 彻底不再骚扰艾维维了 东方紫阳道 好了 我去忙了 你们慢慢喝啊 说着 东方紫阳走开了 大家有些疑惑 难道他真的转性了 真的就这么简单 当东方紫阳走了几步后 突然回头道 哦 对了 薇薇 还有一样东西 忘记给你了 东方紫阳 从口袋里掏出一条内裤 扔给艾维维的 薇薇 那天晚上 我们在电影院亲热时 忘记了 把你的内裤给拿回来了 还给你吧 西门宇眉头一热 艾维维却吓了一跳 因为那条内裤 真的是他的 紫阳 你想干什么 还不滚 东方阳大喝的 东方紫阳 却笑呵呵的道 行吗老弟 以后对薇薇好点 薇薇喜欢男人摸他的后背 这样他容易兴奋 还有 他高潮之后 会很喉渴 你要记得随时给他准备水 好了 以后就交给你了 艾维维身躯颤叨了起来 脸色煞白 因为东方紫阳说的是实情 为什么东方紫阳会连这个隐秘的事情都知道 那就是东方紫阳跟艾维维真的发生过那种事情 当西门宇看到艾维维发颤的身躯和惨白的脸时 心也咕咚一跳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艾维维不可能跟东方紫阳发生过什么 可是 为什么东方紫阳说的这么准 为什么艾维维在发抖 脸色惨白 那么害怕的样子 方紫阳 你找死 西门宇红着脸 吼叫道 西门老弟 你怒什么 我说的对不对 你问问艾维维就知道 你以为艾维维很纯洁 哈哈哈哈 你错了 他已经跟我做过了 忽然 我怎么会知道 哈哈哈哈 东方紫阳发出狂笑 艾维维眼里狂奔而出 对着西门宇摇了摇头 耿艳的说不出话来 东方紫阳 找死 西门宇凌空而起 射向东方紫阳 西门宇 受下留情啊 耳后传来东方紫气的声音 咔 西门宇一掌拍在东方紫阳的身上 东方紫阳立刻飞出了别墅 撞破窗户 飞到别墅外面去了 西门宇立刻抱着艾维维 飞跃出了别墅 朝着远方奔去 不去管那东方紫阳的死活 艾维维的身躯 在西门宇怀里发颤着 呜呜的哭泣 西门宇在东方之城的一条大路上 停了下来 安抚道 好了 老婆 别哭了 你是什么样的人 我难道会不清楚 虽然我不知道 那东方紫阳是怎么知道你的隐私秘密 但我知道 他是想让我气愤和发怒 他成功了 我的确发怒了 可惜我不是对你怀疑发怒 我是对他污蔑你 干到发怒 老公 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 他乱说的 我没有 真的没有 艾维维哭泣着反复保证 他之所以害怕 是因为东方紫阳说对了 怕西门宇怀疑他 所以 干到害怕极了 西门宇笑道 别傻乎乎的 我又不是幼儿园的小朋友 这种伎俩 岂能蒙骗我的些 不过 老婆 他说的 是不是真的 艾维维羞涩地点头的 嗯 西门宇在前面一家酒店 开了一间 顶级套房 上西天了 西门宇抱着艾维维 冲进屋里 西门宇把艾维维放在床上 直接进入主题 亲上微微红唇 晚上十一点时 两人才完事去洗澡 洗完澡后 西门宇拿出一颗胶囊 对艾维维说道 吃下去 艾维维疑惑地看着胶囊 问道 是碧云药吗 还是你想得周到 不过 就算不吃 也没事了 我不怕怀孕的 如果真的怀了 那我就生下来 艾维维拿着胶囊 竟然没有吃下去 西门宇无语的 你这么小 你敢生孩子 艾维维昂着头颅的 有什么不敢的 那样你就可以永远 不会不要我了 傻乎乎的 行了 那不是碧云药 这是潜力胶囊 是我用珍贵的灵草制成的 服用一粒 短时间内 就可以让你开启到 潜力所使节 还愣着干嘛 吃啊 啊 有这么神奇的东西 艾维维惊喜交加的 东西虽然神奇 但制成她的灵草 也更稀奇啊 去你家 艾维维小心翼翼地吃了下去 问道 那我什么时候会开启 潜力所时间 变成强大的人 短时间内 就多半年嘛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 好了好了 我们睡觉吧 今晚你大战了几百回合 难道你不累啊 一说累 艾维维马上感觉全身都酸了 西门宇抱着她一起睡了下去 睡梦中 艾维维脸上依然是满脸笑意 估计啊 又在做什么美梦了 第二天 艾维维早早的就回学校上课了 西门宇还在睡觉 直到中午才起来 西门宇打了个电话给艾维维 告诉她 不去京都大学找她了 还有几个人要去见 艾维维听话的回了短信 上午有一个东方婉儿的未接电话 西门宇拨打了过去 师姐 怎么了 我上午在睡觉呢 刚刚醒来 小师弟 我还以为你生我气了 东方婉儿担忧地说道 西门宇 这才想起昨晚东方子阳对她和艾维维做的事 难怪婉儿师姐觉得西门宇生她的气 师姐 你不说我都忘了 对了 东方子阳怎么样 西门宇问她 她昨天把东方子阳打飞了后 就抱着艾维维走了 根本不知道东方子阳是死是活 东方婉儿无奈地说道 断了几个肋骨 其他没什么事 只是后来又被我爷爷打了一顿 现在还在医院 小师弟 昨天的事真是不好意思啊 没事 小师弟 你现在在哪里啊 改天我去找你 如果你还没走的话 西门宇答 我 也就这几天就回去了 嗯 那你走的时候 跟我打个电话 东方婉儿 神情有些异样 应该说 是对西门宇的感觉 有些异样 强大和天才的男人 总是容易吸引一些女生 本来婉儿 还想跟西门宇 好好的在京都玩玩 可惜出了东方子阳的事 跟东方婉儿打完电话 西门宇又打电话给周小涵 一想起周小涵的美貌和身姿 西门宇感觉蠢蠢欲动 如今事实已经证明 西门宇的那方面很强大 每一个跟她的女人 最后都会很满足 西门宇真想看到周小涵 被自己弄到爽歪歪的画面 喂 小涵啊 西门宇亲切地叫他 西门宇 哼 干嘛叫得这么肉麻 周小涵感到一阵胆寒 貌似跟西门宇的关系 还没有达到这种肉麻的程度吧 只是心里对他很爱慕和崇拜 西门宇的 无所谓啊 反正你周小涵迟早是我女朋友 周小涵脸一热 慌乱的 去你的 周小涵还想说什么 却感到心一阵难过 西门宇感觉出来了 忙问的 怎么了 突然不说话 你在哪里 我想见你 周小涵悠悠地说道 好 我来找你 一个小时后 西门宇在周山公园 见到了周小涵 他还穿着一身校服 周小涵看见西门宇 心头一热 不顾一切 扑入西门宇的怀里 西门宇抱着周小涵 周小涵 他胸狠狠地挤压在 西门宇的身上 舒服死了 很想我 对吗 你呢 周小涵红着脸闷 我当然是啊 小涵啊 当我女朋友吧 西门宇 表白当 周小涵脸红地低下头去 西门宇搂着周小涵的小蛮腰 慢慢地 往周小涵的香唇 亲吻下去 周小涵知道西门宇想亲他 乖乖地闭上眼睛 两人的唇触碰在一起 周小涵脑袋空空地享受着他的初吻 几分钟后 两人才分开周小涵撑他 你的太坏了 我的初吻就这样被你夺走了 那你的意思是 答应做我的女朋友了 西门宇高兴的 周小涵红着脸的 我也想 可是 可是什么 西门宇知道 周小涵家里人 一心要他攀附诸葛世家的诸葛星 你明知故问 西门宇的 小蛤蛤 走 我现在就去你家 我要跟你家里人当面说 我要你当我的女朋友 不要去 周小涵害怕地拉着西门宇的手 西门宇发誓的 你已经列入我的女朋友名单了 我不会让任何人抢走你的 走 去你家 西门宇买了一些礼品 立刻去周小涵家里 周小涵无奈只得跟西门宇回家 西门宇知道他家地址 远远的 西门宇就看见了一座别墅 周小涵的家 竟然在京都的红色小区 这个地方 是华夏帝国的领导人居住的地方 收尾许许多多的保安 保护着这个红色小区 而且更令西门宇没想到的是 这些保安全部都是 全力所15阶以上的 数量至少有几百个 保护着这个小区的全部领导 周小涵看到西门宇的惊讶 笑了笑说的 帝国能够崛起 肯定是不简单的 这个地方 是所有中央级别的领导居住的小区 有几百个潜力所15阶高手 但保安也不足为奇了 西门宇问的 这些穷大的保安 他们是属于哪个势力的 难道帝国也有大势力 像阳王祖之一样 周小涵的 我不太清楚 我家里也是在政权上很有权力的家族 可我家族不也照应很攀附诸葛世家 这里的保安都是华夏十大世家提供的 听说华夏有一个很神秘的势力 一般人根本接触不到 很神秘的势力 很快就到了周小涵的家里 西门宇一走进周小涵的别墅大门 就碰见了一个老头子 周小涵对那个老头子喊道 爷爷 我回来了 周小涵的爷爷看了过来 发现了西门宇 大量着西门宇 周小涵立刻介绍道 爷爷 这是西门宇 西门宇 周小涵的爷爷似乎想起了什么 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或许西门宇对他来说不足轻重吧 西门宇 这是我爷爷 今年也九十多岁了 上次诸葛世家的诸葛湘芸神医 给我爷爷扎了一些针 现在我爷爷变得生龙活虎 好像是五十多岁的人一样了 西门宇打量着周家老爷子 他们周家口中的女神医 果然是诸葛湘芸 你好 爷爷 西门宇礼貌地跟周家老爷子打招呼 进屋吧 年轻人 周老爷子对西门宇点了点头 然后先往屋里走去 周小涵和西门宇一阵高兴 周小涵打 我爷爷好像对你态度不错 是不是意味着有可能成功啊 先进去再说 西门宇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说情 让周家的人把周小涵许配给自己 西门宇在客厅里坐了下去 周老爷子道 年轻人 说吧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西门宇大胆地说道 周爷爷是这样的 我喜欢周小涵 周家老爷子笑了笑 给西门宇倒了一杯茶 身边坐着的周小涵 有些紧张地看着起爷爷 周爷爷 我听小涵说 你要把他介绍给诸葛星 是吗 我觉得你们还是考虑一下 感情的事不是一厢情愿的 必须两厢情愿才行 我跟周小涵情投意合 这样婚姻和爱情 小涵才会幸福 西门宇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地说了大半天 周家老爷子也不打断西门宇 让西门宇一直说 半小时后西门宇说完了 周家老爷子又沏了壶茶 对他们家的保姆招呼他 小陈啊 过来一下 哎 老爷 陈妈马上放下了手中的活 走过来 周家老爷子对陈妈问他 小陈啊 还记得年轻时候的事吗 记得记得 老爷你问这个干嘛 西门宇和周小涵 也不知道周老爷子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 周老爷子对保姆陈妈说的 小陈啊 你年轻的时候 长得很漂亮吧 老爷你怎么说起这个了 现在不也是老骨头了 陈妈不好意思的笑的 周老爷子又说的 年轻的时候 你爸想撮合你跟我儿子的一个司机 见秘书结婚 当时你死活不同意 甚至用自杀来威胁你的父母 对吧 陈妈感慨的 哎 都二十年的事了 当时的心态和现在又怎么能一样 当时吧 我长得这么漂亮 我凭什么嫁给一个长得矮丑的男人 我当时喜欢一个年轻帅气的男孩 我和他山盟海誓 我想的是嫁给他 后来呢 周老爷子问 后来 我的父母坚决把我嫁给了老刘 现在二十年都过来了 周老爷子问他 小陈啊 那你后悔吗 后悔当初没有跟你喜欢的那个帅小伙吗 老爷 你别笑话我了 我当时不懂事 现在我不知道有多感激呢 我很感激我当时的父母 比我嫁给了老刘 如果我真的嫁给了那个我喜欢的帅男孩 那现在的我 还不知道在哪里漂泊呢 哪有现在好 虽然我现在是你们家的保姆 可我也是副县长夫人 老爷 你说这个干嘛 没什么 我跟你介绍一下吧 这位帅气的小伙子 叫西门宇 周老爷子 首饰 引向西门宇 又说道 他很喜欢 我孙女 小韩 我孙女 小韩 也很喜欢的 他们 情投意合 就像当年你和那个你喜欢的帅男子一样 我们家族 本意是让小韩跟了 师的家族的周葛兴 可惜啊 小韩不喜欢诸葛兴 那个年轻人 我真的很为难啊 陈妈 看向西门宇 问他 这个小伙子 是做什么的 他是另外一个世家的人吗 周老爷子没有回答 看着西门宇 西门宇回答 我不是 陈妈又问他 那你家里都是干什么的 周小韩忙的 他家里很有钱 他的医术很厉害 可以跟诸葛相云相比 而且他很天才 未来一定是强者 陈妈叹息一声 对周老爷子说道 唉 老爷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这个小伙子 的确很优秀 小韩跟了他 未来肯定不会吃苦 会很幸福 只是或许对小韩来说 这是最好的 但对周家来说 这不是最好的 每个政治家族都知道 嫁入十大世家 是最好的选择 十大世家 传承千年 扶持了那么多的皇权 唐宋元明清 哪一个朝代 不是十大世家左右的 未来不管华夏大帝 掌权的是哪一个政党 跟着十大世家 子子孙孙后辈 都有无情的福禄 好了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小韩 你要多考虑啊 不能只管自己个人的幸福 也应该多看看 周家的子孙后辈的幸福 就像我当初一样 幸好我当初 没有选择我喜欢的那个 陈妈说完 就走开了 通知你的 周老爷子给新闻语 倒了杯茶 说道 小伙子 你听到了吧 不是我思想蛮骨 不想成全 实在是 实关重大呀 周小韩着急的 爷爷 我相信未来 西门语一定会很强大的 比十大世家的人 还要强大得多 周老爷子笑道 我也相信 可天下 不是一个强者可以决定的 还下十大世家 传承千年 你们知道这底蕴吗 一个强者 能够保证三百年后 家族的子孙 依然高官后路吗 强者虽强 可他只有一个人 十大世家 却是深入每一个角落 一直延绵到未来 只要跟十大世家交好 就算我死了 就算我们都死了 我们的子孙后辈 依然还可以活得很好 你们知道京都的兰家吗 兰家在半半年前 就和十大世家之一的末家交好 从唐朝宋朝 元朝明朝 清朝 兰家的人都身居高位 就算是现在共和社会 兰家的人也依然身居高位 这就是世交啊 西门宇真想拍桌子骂人 周爷爷 你这么说 未免太意想天开了吧 十大世家 有这么厉害 能够决定王朝的命运吗 年轻人啊 你还小 不懂 我周家在政治上 也是一个大派系 我也照样要依附各的家族 每个朝代都是一样的 周爷爷 我今天来 不是来求你的 我只是来通知你 西门宇也不客气了 既然被拒绝了 那就不怕撕破脸面了 通知我 周老爷子眉头一皱 对 我就是来通知你 你想通知我什么 周老爷子沉着脸道 西门宇铿腔有力的说道 我是来通知你们 周小涵是我的女人 任何人都不准抢走 就算是她的亲人 也不准 因为她是我的 西门宇毫不客气地说 周老爷子一争 真没想到 西门宇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周小涵却心头一热 恨不得立刻扑入西门宇的怀抱 臣妈 送客 周老爷子不悦地说道 是老爷 臣妈走上来 对着西门宇道 不好意思啊 小伙子 老爷要休息了 西门宇微笑地看着周小涵 说道 小涵 等我 嗯 周小涵忙点头 这时 他爷爷瞪了他一眼 吓得周小涵一哆嗦 西门宇转头对周老爷子说道 周爷爷 刚才多有冒犯 不过 我还是那句话 周小涵是我的女人 就算是你 也没权利动我的女人 给我出去 周老爷子怒道 西门宇没跟周老爷子客气 都想把自己的女人送给别人了 还美名其约 世交 西门宇还跟他客气个毛 西门宇离开了红色小区 对于未来会怎么样 走一步算一步了 看来时的世家 真的很有吸引力 西门宇又打了个电话 给诸葛湘云 虽然诸葛湘云不喜欢自己 可西门宇还是想去找找他 看看有没有机会推倒 喂 西门宇 真的是你啊 你怎么突然打电话给我了 诸葛湘云高兴的 呵呵 向远 在干什么呢 我现在就在京都呢 啊 你在京都 现在在哪里 西门宇的 还是说你在哪里吧 我来找你 好 我在某某地的龙湖医院 嗯 那我去找你 西门宇打了辆出租车 前往龙湖医院 此刻 在龙湖医院的一个大大的中医诊室里 诸葛湘云穿着一身白大褂 正在为病人解决痛苦 他的旁边 还有另一个穿白大褂的男子 他叫 徐家强 是诸葛湘云的师哥 也是诸葛湘云 师父的孙子 今年 二十一岁 年少有为 武学天赋也很高 钱能二戒 师哥 你过来看一下这个病人的病 该怎么治啊 诸葛湘云碰到了一个难题 荒芒叫他师哥 他师哥的医术十分牛逼 不愧是师父他老人家的孙子 诸葛湘云对师哥的医术一直都很崇拜的 经常许多他解决不了的病 师哥都能够解决 我看看 徐家强走了过去 替病人把脉 一会儿后 徐家强撑倒 师妹 你看看 平时又偷懒了吧 看着点 诸葛湘云吐了吐舌头 被师哥教训的唯唯诺诺 这时 有一个病人来了 诸葛湘云接待了那个病人 你好 医生 求你们救救我 我患有严重的臭皮症 就是每隔一个小时 就会放一次臭皮 我已经求医十多年了 什么医院都去过了 就是没治好 也没检查出是什么原因 这里 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我为了你们能够更好地了解我的病情 我特意在外面等了一个小时才进来 因为我一个小时放一次臭皮 我调整好时间进来 才能刚好那么巧地放屁 让你们闻到我的臭皮 才能够让你们更好地了解我的病情 嘣 这时 一个响屁从那个病人肛门处响起 强大的屁把裤子都吹起了一下 诸葛湘云和徐家强立刻捂着鼻子 把头伸出窗外 这样的病人还真的没人愿意给他在一起 每隔一个小时放一个这么臭的屁 神像也受不了 好一会儿后 屁才散去 诸葛湘云给病人把了把脉 眉头越皱越深 说道 师哥 我把不出来 我来吧 在旁边看着他 徐家强立刻接替诸葛湘云 给病人把脉 把了几分钟 还是没有头绪 徐家强摇头的 不好意思 我也看不出原因 看来这种级别的病 只有师父才有本事治了 啊 师哥 连你都检查不出什么原因吗 诸葛湘云惊讶到 他师哥一直都是很厉害的 比他还厉害 湘云 在吗 这一时 西门宇在外面喊道 诸葛湘云对徐家强说的 师哥 我一个朋友来看我了 嗯 徐家强点了下头 没有去理会 继续给那个臭屁病人把脉 西门云 我在这里 进来 诸葛湘云把头探出窗户 对西门云说的 西门云走进了那个诊室 湘云 你真的天天在医院 给人免费看病啊 西门云走进去 跟诸葛湘云说的 是啊 这是我喜欢的生活吗 西门云 你怎么会来这里啊 西门云的 我刚好路过 顺便就来看看你 西门云打量着这个诊室 还见了一个很年轻的白大管医生 西门云问的 湘云 那个人是谁啊 不会是医生吧 这么年轻 诸葛湘云介绍的 走 我介绍你认识一下 好 西门云见诸葛湘云 看着他的眼神很温情 也就起了好奇心 两人走到正给臭屁病人把脉的徐家强身前 诸葛湘云介绍的 西门云 这是我师哥 今年也才21岁呢 他的医术超厉害 比我强多了 啊 是吗 西门云看见诸葛湘云 语气中的崇拜 心里有些不爽 西门云没想到 今天又碰到了一个神医 既然医术比湘云还厉害 自然是神医了 诸葛湘云又道 师哥 他是我朋友 上次在编程认识的 我跟你说过的那个 医术很厉害的人 就是他 徐家强有些警惕地看了眼西门云 大家都是男人 有些时候 一个眼神 就可以看出很多东西 比如 西门云 从徐家强眼里看见 徐家强对他的师妹 不是一般的师兄们的关系 而徐家强 在西门云眼里看出了 西门云对他师妹 很眼馋 很想把他师妹想走 是吗 那行会 徐家强说了两句 继续无视西门云 给病人把脉 西门云懒得看这人的脸色 他是来找诸葛湘云的 便对诸葛湘云的 湘云 那我们找个地方 好好聊聊吧 这里有你师哥就行了 诸葛湘云点了点头 这时 徐家强蒙的 师妹 我一个人应付不过来啊 诸葛湘云无奈地 看了看西门云 说道 西门云 那我们就在这里聊吧 我们去门口 西门云心里 有些不爽 徐家强一说忙不过来 诸葛湘云就不去了 这里分明就没有其他病人 什么忙不过来啊 诸葛湘云看出师哥心里不爽 就不去了 就让西门云有些郁闷 西门云道 湘云 在编程的时候 我记得你说你未来喜欢的人 他是一个安安静静 心无杂念 能够陪着你一起帮助人的男人 对吧 是啊 诸葛湘云点头道 那现在看来 你已经找到了 祝你幸福 诸葛湘云红着脸道 我跟师哥 还没有你想的那样了 西门云 我也不瞒你了 我师哥的确是 我想要的那种类型 安静 充满了爱心 喜欢帮助人 医术又很高明 可我跟他 还没有什么 现在还没有什么 不代表未来啊 西门云酸溜溜的 诸葛湘云红着脸道 希望吧 疑难杂症 西门云心里很不爽 他居然说希望 难道他心里就真的一点没我 看来是了 如果他心里真的有我 他就不会说希望 未来跟师哥能有什么了 真是不爽了 自己哪里比那个什么 徐家强差呀 要相貌有相貌 要身材有身材 要天赋有天赋 要实力有实力 要医术有医术 为什么诸葛湘云心里还是没我呀 西门云问他 你很喜欢你师哥吗 诸葛湘云羞涩的 好了 我们不说这个了 西门云一元说的 你是知道的 上次你还骗我 说你心里没有喜欢别人 你干嘛骗我 我 诸葛湘云一气劫 哑巴道 西门云 我也不是有意的啊 我跟我师哥 真的一点都没做什么 只是 我觉得他是我想要的类型 他医术那么厉害 天赋那么高 那么有爱心 跟我有共同的梦想 能够不借报酬的 帮助需要的病人看病 居然你喜欢他 他也喜欢你 那你怎么跟你师哥 还这么纯洁 又是骗我的吧 无语 我干嘛要骗你 其实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我也不说了 反正 我们只是好朋友 你答应过我的 我们只是朋友 为什么现在 你又这样了 诸葛湘云有些不悦的说 西门云安当 好 我当时是骗你的 老子是以当朋友为目的 他接触你 以后再慢慢推倒你 老子才没空跟你当什么好朋友 要当就当老婆 妈的 你竟然喜欢你师哥 什么眼光啊 保佑你跟你师哥 一辈子走不到一起 西门云知道 诸葛湘云跟他师哥 相互喜欢 可惜 不知道什么原因 阻止他们 这个原因肯定很强大 所以啊 刚才诸葛湘云才说 希望如此 西门云诅咒他们一辈子 希望不了 就好像 别人阻止他跟周小涵一样 西门云突然想到什么 他跟周小涵 虽然被阻止了 可至少对周小涵 又肯又报 连出文都给西门云获得了 那诸葛湘云和他师哥 会不会一样啊 甚至 处都不是了 西门云立刻不要脸都问道 你们每天都朝夕相对 肯定很快乐吧 晚上也住在一起 周葛湘云红着脸 有些怒涩的 你胡说八道什么 怎么可能 都说了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 虽然我们彼此喜欢 可我们连手都不能牵 是吗 只有你们两个 你要是过去牵他的手 难道还有人阻止不差 西门云明显不信 反正我不会这么做的 他也不会 都说了有原因 什么原因 西门云很好奇 什么原因会让诸葛湘云和徐家强 双方都不敢触碰对方一下 诸葛湘云皱眉的 算了不说了 我过去帮我师哥忙了 看来我师哥碰到麻烦了 那个臭皮病人很麻烦 你要不要也过来一起看看 反正你也是医生 我们的医术差不多 我师哥比我厉害 说不定你还能从我师哥身上学到一点东西呢 西门云心中一阵冷笑 学他妹啊 老子需要跟你师哥学 二师傅一身医术 老子一辈子都学不完 你师哥算哪根葱啊 你师傅想必也不算什么葱 估计给我二师傅当药葱都不够 当然西门云只是逞一时之快 关于诸葛湘云的师傅厉不厉害 跟他的二师傅谁强 谁也不知道 看诸葛湘云和徐家强小小年纪 就这么牛逼的样子 貌似他们的师傅也不弱 下次见到二师傅 问问二师傅 说不定二师傅也认识他们的师傅呢 毕竟大家都是神医 相互之间肯定听说过名声 医生 求求你了 帮帮我吧 我真的快被这个臭屁病 折磨得像自杀了 你知道吗 我去上学 没有人愿意跟我一起坐 我每隔一个小时 就要悄悄去厕所放屁 我追女孩子 没人要啊 有一次好不容易相亲了 可是因为一个臭屁 他吐了 从此再也没联系了 还有 我毕业后去一家公司面试 本来我已经算好了时间 可不知道为什么 那天特紧张 竟然一连放了十多个屁 结果 三个面试官 当场臭晕了 他们报警了 警察说 我携带生化武器 把我拘留了好几天 医生 救救我吧 再治疗不好 我肯定会去自杀了 求求你们了 诸葛湘云听到臭屁病人这么痛苦 他本来就很善良 很喜欢帮助人 蒙对的师哥恳求的 师哥 你就想想办法吗 帮帮他吧 他真的好可怜 徐家强 俊破道 师妹 我想啊 可是 我根本找不出原因 叫我怎么治疗啊 医生 求求你了 救救我吧 普通 那个臭屁病人跪了下去 诸葛湘云 忙把他扶起来 徐家强窘破道 现在 这个病 我暂时真不会 只有我师父能够治 可我师父 我们也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他 我来吧 突然传来西门宇的声音 你 徐家强颇为不屑地看脸西门宇 西门宇不理会徐家强的眼神 在另一张桌子上坐了下去 臭屁病人忙跑过来 谢谢你 医生 西门宇的 把手伸出来 好 西门宇把了把脉 果然看不出任何问题 把嘴张开 嗨一口气 西门宇的 西门宇分别检查了各处 最后说道 回去后 连续生吃白萝卜一个月 每天一根 不要多 谢谢医生 就这样简单 臭屁病人半信半疑地问 西门宇的 那你想多复杂 诺哥湘宇和徐家强一直都在看着西门宇 徐家强心里充满了鄙视 觉得西门宇装模作样 想在他师妹面前表现什么 很不爽 可是当西门宇说出白萝卜三个字时 徐家强心中一争 对呀 白萝卜 徐家强自然医术水平不低 听到西门宇的方法 突然恍然大悟 诸葛湘宇却是一拍手 惊叫的 对呀 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呢 现在听你这么一说 仔细一想 还真的是 西门宇 你真的太厉害了 诸葛湘宇有些崇拜地看着西门宇 他师哥都不会的 西门宇居然会 西门宇笑了笑 对臭屁病人说的 好了 你可以回去了 按我说的做 真的就这样简单 我为了这个病 已经花了几十万了 我真不相信 几根白萝卜就能够解决 臭屁病人不可置信的 诸葛湘宇盲笑的 先生 真的就那么简单 你要相信这位神医 按他说的做吧 徐家强感觉很不爽 风头被西门宇出了 而且师妹还对他这么夸子 臭屁病人忙开心的笑的 谢谢你 神医 没想到这里最厉害的人 是你呀 徐家强听到这句话 顿时感到十分不高兴 诸葛湘宇笑的 先生 以后你不用为这个病 受折磨了 请你记住了 这位神医 他叫西门宇 谢谢 谢谢西门宇神医 我不会忘记 你的大恩大德的 好了好了 西门宇回了回首 这还是西门宇 第一次给跟自己无关的人看病 以前虽然也给人看过病 可都是自己的家人 跟自己相关的人 西门宇 不错啊 有两下子吗 诸葛湘云笑着 看着西门宇 徐家强哼的 师妹 医术这种东西 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一方面 也不能因为碰巧治好了一个病人 就说他什么什么吧 西门宇笑的 徐兄说的对 我只是碰巧而已 好了 我走了 嗯 我送你 诸葛湘云送着西门宇 到了医院大门口 西门宇抬步离去了几步 突然听到后面诸葛湘云的声音 二哥 你怎么来了 小妹 我来看看你 走 去你们诊室看看 西门宇蒙回头看 只见一个男子 跟诸葛湘云 往医院里面走去 诸葛湘云的二哥 那不就是诸葛星了吗 周小涵家族的人 想要攀上诸葛星的人 西门宇当即悄悄跟了上去 这个没放在眼里的情敌 西门宇还是想看看的 西门宇潜伏在诸葛湘云的 真是外面 只见 徐家强也热情的 叫诸葛星为二哥 最后话语说到周小涵身上去了 徐家强问道 二哥 你跟那个周小涵怎么样了 跟他见过几面了吧 周葛星笑呵呵呵的 就那样了 我很喜欢他 可是他好像对我没什么感觉 听说他心里有别的男人 也不知道是哪个男人 对我知道我一定揍扁他 妈的 干枪老子的女人 可惜 他能够得到他的心 却得不到他的人啊 西门宇听见诸葛星的话 顿时有些暴怒 奶奶奶 周小涵心里的那个男人 就是老子了 想走边我 你尽快来试试 老子还正想着什么时候收拾你呢 西门宇没有立刻站出来承认是自己 收拾诸葛星 是迟早的事 没想到周家的人 没有把西门宇这个人 告诉诸葛世家的人 这时 诸葛湘云想起了一个人 曾经在编程时 西门宇向他打听了周小涵 周葛湘云心里鼻鼓 莫非周小涵心中的那个男人 就是西门宇 徐家强点头道 对 二哥 去套套周小涵的话 看看能不能套出他心中那个男人来 周葛星骂道 小涵不说 他家里人不知道 不管他了 反正周小涵 什么囊中住 周葛星声音中充满了霸气 周葛星的为人 一直是很霸气的 当然 也很狂 几句话之间就表现 根本没把任何别的男人 放在眼里 周葛湘云有两个哥哥 一个大哥 一个二哥 大哥叫 周葛一刀 二哥就是周葛星了 周葛星就不介绍了 介绍一下周葛一刀吧 周葛一刀是一个十分牛逼的人物 在华夏大地有一个少年天才榜 诸葛一刀 就是少年天才榜被评为第十二天才的天才少年 这个榜单 非同一般 能够进入这个榜单的人 未来必定是强者 这是被一些强者公认出来的 跟金牌下手那些榜单是完全不一样的 诸葛一刀 今年二十五岁 三种潜能属性的天才开启的潜能锁达到三节 二十五岁就达到潜能锁三节 而且还是三系属性 不愧是华夏少年天才榜第十二的人 令诸葛湘云最自豪的一件事 就是他大哥 华夏十大世家里只有其中六家 才有一个进入这个少年天才榜 西门宇都还没能够进入这个榜单里 西门宇一会儿后就走了 没再潜伏在窗外 太郎 西门宇又回到了京都大学 还是艾薇薇好 温柔体贴 他家里人还是主动把他送上门来的 要是周小韩家里人 诸葛湘云家里人都主动送上门来多好 晚上在某个酒店里 只见西门宇压在艾薇薇身上 艾薇薇在他身下不断地呻吟着 似乎忘记了一切 双刀无法形容 第二天 西门宇登上了天网联盟 已经好几天没上联盟网看看了 果然吹雪战胜日本十一个高手的事 又在联盟网上热议着 一个叫血低子的杀手说道 我觉得吹雪应该有资格被选入滑下少年天才榜了 后面却有许多人回帖 吹雪还嫩着呢 他还不够资格进入少年天才榜 又一人回帖的 就是不可能因为吹雪打败了几个日本人联手 就能选入天才少年榜了 许致每一个进入少年天才榜的人 都是未来的强者 是啊 少年天才榜 这可是未来华夏大帝强者诞生的摇篮 吹雪虽然有些天才 但我认为他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 嗯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一个代号叫飞侠的杀手的 我觉得吹雪完全可以被选入少年天才榜 吹雪也有三种潜能属性 而且其中一种听说是精神属性 凭什么不能被选为少年天才啊 这个代号叫飞侠的人 西门宇不陌生 正是当初跟他一起考核金牌杀手的人 只可惜考核失败 飞侠为西门宇打抱不平 他很崇拜西门宇 觉得西门宇应该被选入这个榜单里 一个叫银真的杀手回复他 吹雪三个屁啊 就算是精神属性又如何 你不去了解一下 能够选入华夏少年天才榜的 哪一个是范范之辈 哪一个不是牛逼哄哄的人 我 我就说一个我了解的人吧 他是华夏少年天才榜第九名的 他有三种潜能属性 分别是光明 黑暗 金属 而且现在已经潜能五阶实力了 他才22岁而已 牛逼的不得了 你别以为拥有精神属性就很厉害了 可笑 哎 楼上兄弟说的 莫非是那个黄白混血人吧 嘿嘿 他这背景可不简单 他在美国有一个牛逼的师父 人称万磁王 能不牛逼吗 万磁王 西门宇感觉有些熟悉 西门宇突然想起来了 曾经听四师傅说起过 四师傅说 美国有一个实力很强大的人 人称万磁王 这个人 之所以对众人熟知 那是因为他对金属能量属性十分精通 已经达到了 可以产生磁场的地步 凡是金属都可以为他所用 而这个万磁王 有一个强大的对手 人称X教授 这个X教授其中一种潜能属性 是精神属性 他可以控制人的思想意识 十分可怕 这个人 在美国当地开了一家天才学校 说白了 就是属于他的一个组织或者势力 他的手下也有一大堆的强者 比如许多华夏十阶八阶的强者都知道的 什么金刚狼 雷射眼 暴风女 琴 格雷 小淘气 幻影猫之类的 这些人都是西门宇从他四师傅口中听说的 西门宇对遥远的美国的事不太清楚 想必这些人能够被他似师傅说起 应该都不是弱者吧 西门宇一一看着这个帖子 几十条评论 大多数的人都觉得他不够资格选入华夏少年天才 西门宇一笑置之 笑完之后西门宇叹息一声 哎 自己还是太弱了 我之所以一直顺风顺水 那是没有遇到真正的强者或者天才 我才全能二阶 实在太可怜了 可惜啊 我才刚开启到二阶不到一个月时间 再要再网上突破 实在是想不出什么主意了 除非我拥有许多的领宝 可华夏大地 才三个领宝之地 其中一个还被自己采光了 西门宇正在餐厅吃早餐 突然传来两个不和谐的声音 我呸 难吃华夏人的东西 真难吃 还是我们打日本敌国的东西好吃 西门宇往两人一看 竟然是两个日本人 而且这两个日本人 都是潜能三阶的高手 西门宇心里疑惑 两个日本人在华夏做什么 好了好了 我们又不是来华夏吃饭的 我们来完成任务了 也不知道这个任务 有没有难度 这个人 要完成 简单死了 不就是借大头领的儿子回锅吗 西门宇从他们的对话中听出来 原来是日本天王组织 大头领的儿子在华夏 因为怕惹人注意 所以啊 他不敢亲自来 就派了两个 前能三阶的人来接送 前面的两个日本人 又在谎论了起来 听说大头领的儿子 这次来华夏的目的 是为了遗住两千年的灵藏 许 小心点 别被人听他了 另一个日本人 牺牲道 怕什么 我们周围都是普通人 西门宇就在他们后面 只可惜西门宇隐藏了自己的实力 他们以为是西门宇 也是普通人 所以啊 压根不怕 另一个道 我听说 台浪君已经得收了 神力在华夏国的一个灵宝地 找到了一株两千年的灵藏 嘿嘿 华夏人怎么那么傻 居然还有一株两千年的灵藏 没人发现呢 你以为有那么简单 台浪君可是花了大关系 才弄到这个情报的 不然 你以为台浪君可以这么顺应 原来如此 看来华夏人 总是会出很多罕见 两个日本人 自得意满地交谈着 幸好西门宇懂点日语 不然啊 就不知道他们说的什么了 也不知道 那个台浪君 想要制作什么胶囊 居然需要一株两千年份的灵草 为药材 西门宇从来没有采集过这么高年份的灵草 不过 这个问题 前面的两个日本人替他回答了 你许 台浪君真的能够招起 三花脚囊的材料吗 一个日本人说的 另一个点头道 应该能吧 台浪君为了操起这六种灵草 可是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来寻找 现在已经找起了五种了 只差最后一种了 不 应该说 连最后一种都已经找起了 太羡慕了 三花脚囊 这可是能值得 踏入千能三截的 堪比神瞧瞧呢 如果台浪君支撑了 那他就可以开启到千能三截了 我们一进三截 给我们也用不着 这就是为什么大头领 会放心地派我们来的原因了 西门宇听到这里 神情一争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西门宇正想着 该怎么从千能二截 踏入千能三截呢 没想到天上突然 给他送来了一个大馅饼 西门宇决定 无论如何 都必须获得他们口中 说的那个三花胶囊 西门宇真怀疑 是不是为他良心打造的 西门宇立刻在暗中跟踪着 那两个千能三截的日本人 他们到了一个酒店门口 然后打了个电话 在酒店门口等了一会儿 没多久 西门宇看见两个人 从酒店门口走出来 其中一个 西门宇觉得他的身影 很熟悉 西门宇很快就想起来了 他竟然是无常 望年兄弟组合的老大 无常 那个想要娶西门宇人头 去祭拜他兄弟的无常 当然 西门宇不敢肯定 毕竟当时见他时 大家都是戴着面具的 而另一个 是一个日本人 看样子就是日本天王组织大头领的儿子 太郎什么什么的人 无许 这次真的谢谢你了 无常白手的 不用客气 以后我们还要指望你们呢 太郎的 好 我们一定会成为盟友的 那我就先回去了 嗯 慢走 飞机票 已经买好了 祝你早日生日前能三界 回去的路上 小心一点 无常嘱咐他 太郎笑道 放心 我父亲已经派人来接我了 就是门口那两个 不会有人和的危险的 况且 我来这里 一直很低调 没有任何人知道 好 这是机票 一小时后起飞 一路顺风 再见 太郎和无常挥了挥手 带着两个来接他的人 一起上了酒店专车 赶往机场 立马回国 西门又暗当 妈的 难怪那个日本人 那么容易找到一株两千年份的灵草 原来是那个罕见 就是阎王组织三头领的儿子 也不知道他们说的那个盟友是什么意思 算了 反正三花胶囊已经是我的了 西门宇也打了辆出租车 叫司机跟着前面的车 西门宇跟到了机场 三个日本人不知道是不是感觉到了什么 紧紧的待在一起 到了机场后就在后机室等着 西门宇根本没有机会抢夺 这可如何是好 能不能最快的时间升上潜能三阶 就看这次机会了 要是错过了 西门宇还真不知道 要猴年马月才能踏入潜能三阶 就算西门宇自己去找三花胶囊的材料 可他根本不知道是哪六种材料 所以必须抓住这次机会 想个办法 把他们从后机室引出来 小朋友帮哥哥一个忙好不好 西门宇叫住了一个在机场闲逛的小朋友 哥哥你让我干什么 小朋友问他 你帮哥哥进去告诉那三个人 就说有一个姓吴的人 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东西给他 马上出来 如果你完成了这个事 哥哥就去告诉你老师 你是好孩子 好 那个小朋友果然进入后机室 对那三个日本人说了 太郎去 别去 小心悠者 两个护送的潜能三阶强者 提醒他 太郎想了想 如果吴长真的有事找他 干嘛之前在酒店见面时不说 你们谁帮我出去看看 我去 其中一个日本人说的 好 西门宇等了一会儿 没见那个小太郎出来 倒是其中一个护送的人出来了 就是你 叫太郎去 那个日本人走到西门宇身边 见西门宇只是一个潜能十阶的人 就放心了下来 不过 那个吴长为什么会叫一个普通人来呢 是的 吴长有什么东西给太郎去 你给我吧 西门宇等 前辈 我必须亲手交给太郎去 不是我不相信你 而是吴前辈交代我这么做的 三花胶囊 那个日本人哼了声 走进后机室 对太郎君的 太郎君 是一个潜能十阶的后辈 他说 必须亲自交给你 嗯 那我出去看看 太郎君一听说西门宇实力这么弱 也没把西门宇放在眼里 那两个来接他的日本人的 太郎君 小心油斩 另一个的 还许我们陪你一起出去吧 也好 太郎君点了点头 他已经凑齐了六种绝密灵仓 此时万万不能大意 三个日本人一起走出了后机室 这时 响起广播 提醒乘客 前往日本某某地的飞机要开了 在某某口登机 西门宇有些紧张 飞机都要走了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出来 万一他们不出来呢 一旦那个太郎回了国 西门宇就再也不要妄想得到三花胶囊了 西门宇也想进入后机室 可需要凭借机票进入 而且有安检 摄像头 西门宇不想暴露自己 不然会留下后顾之用 让他们出来找个没人的地方 那才神不知鬼不觉 正当西门宇着急的时候 看见那三个日本人从机场大门走出来 西门宇喜出望外 太冷静 就是他 三个日本人走到西门宇身边 太郎问他 你找我什么事 西门宇说的 是的 吴兄妹有句话让我转告你 你能不能让他们两个走旁边去 什么话 你直接说 我没时间跟你论子了 飞机要走了 太郎不耐烦的 西门宇摇头的 如果你觉得他们绝对信得过的话 那我就当面说了 你可不要后悔 太郎眉头一皱 那两个接太郎的日本人主动说道 太郎去 那我们就到机场门口等你 反正我们看得到你 嗯 太郎点了点头 两个接他的人 走到十几米处的机场大门口 太郎这才问他 现在可以说了 不行 有什么要整个我的 西门宇冷冷一笑 说道 我找让你把三花胶囊的材料 都交出来 太郎一惊 果然是有差 一双虎目冷然的盯着西门宇的毛子看 西门宇势不宜迟 精神风暴一出 眼里一道绿色光芒一闪 接着 太郎立刻晕倒了 西门宇跟他 同样是潜能二斤 所以在对方没有意料到的情况下 收拾他 不在话下 西门宇抱起太郎 立刻狂奔而走 太郎去 快 那两个潜能三街的日本人立刻追了上来 心急如焚 西门宇很快就跑到了外面的公路上 一辆大卡车从他身边经过 西门宇展开踢云松 很轻松的跳上了那辆卡车底上 随着卡车一下子就消失在了公路上 后面那两人没有西门宇的本事 只能拦下一辆车 然后去追那辆卡车 可是 那时 卡车已经在几千米之遥了 当他们终于追上了之后 西门宇跟太郎 早已不在卡车上了 哗啦 西门宇一盆冷水 泼在太郎身上 太郎清醒了过来 只见自己被捆绑得严严实实 一个男子 站在他的面前 西门宇说的 我也不跟你啰嗦了 我要你的三花胶囊材料 我跟你活了 哼 你是谁 你这个卑鄙侠人 太郎怒的 西门宇一拳打在太郎的脸上 一颗牙齿飞了出来 如果你不想受罪的话 还是乖乖地跟我合作 把三花胶囊的材料交出来 我让你走 西门宇冷冷地说的 太郎血色的眼睛 看着西门宇充满了无尽的怒火 西门宇恼火的 看来 你是真的不把自己的生命当一回事了 你可以不给 但你将失去的是生命 而我 只是遗憾 无法得到三花胶囊 我并没有什么损失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把东西交出来 哼 小人 有种放开我 让我光明真打得恨你的 西门宇不再收话 转身拿出一把刀 立刻朝着太郎的喉咙上刺 丝毫没有留情 太郎骇人大惊 他以为他不说就不会死 这一刻 见西门宇毫不留情地杀他 他才知道 自己错了 眼看刀子就要划破喉咙 太郎用力地把头往旁边一歪 躲过了这一刀 冷汗刷刷地往下流 其实西门宇是故意的 故意让他有机会避免 但是看上去又好像不是他故意安排的 哼 自然被你躲过了这一刀 说着 西门宇又抓起太郎的头发 把他的头 按住 这一回 看他往哪边躲 西门宇狠狠一刀 往他喉咙上扎去 我给 太郎立刻喊了出来 他已经吓破胆了 西门宇停了下来 刀子距离太郎只有0.1公分 只要让他知道西门宇是真的会杀了他 那他就不敢不交出来 拿出来 西门宇说的 太郎惊恐地说的 我现在身上只有一颗藏楼藏 零万无尊 吸食材料 在日本 西门宇眉头一皱 跟他想的一样 精神正常的人都不会把这么贵重的东西随身携的 既然如此 那我要你一颗苍龙草也没有用 你可以去死了 说着 西门宇又举刀刺过去 停 停 太郎绝望地大喊 现在他终于知道 西门宇不但会杀他 而且有任何一点点不满就会杀他 妈的 既然你拿不出来 你还想干什么 西门宇怒答 求求你 别杀我 太郎恳求他 哼 你拿不出东西来 你还妄想活着 想得到没啊 西门宇终于没耐心了 只怪自己没福气 总不能跟他一起回日本拿吧 西门宇拿过一个袋子 对太郎说的 别怪我心狠 等袋子里的空气没了 你就会死 你大概有三分钟的时间活命 多给你三分钟 也算我仁慈了 再见吧 西门宇把密封袋子套在太郎的头上 用绳子绑紧 太郎拼命挣扎 呜呜地叫唤 求你了 不要杀我 我可以想办法给你 西门宇问他 什么办法 你最好在三分钟内说完 不然 你就没机会说了 太郎吓得几十斤 猛的 我可以带你回日本拿 西门宇冷笑的 你当我傻 太郎感觉袋子里的空气越来越少了 紧张无比 又忙的 我可以给你低着 你自己去去 等你得手了 再回来放了我 西门宇仔细想着太郎的这句话 看看值不值得冒险 太郎拼命地挣扎 明显是空气快没了 祈求地看着西门宇 西门宇把带子取了下来 太郎立刻拼命呼吸 好一会儿后 西门宇说道 好啊 给你一个机会 说吧 我要怎么才能拿到你的东西 太郎已经不敢跟西门宇耍花样了 立刻说道 我家在一下这个地区 我的另外六种材料 封在我的别墅的地下室 我在地下室里 有一个保险柜 密码是 恰恰恰 LKHG 西门宇说道 相信你不敢骗我 我会找一个人来看着你 西门宇没有过多担心 打了一个电话 给艾薇薇的爷爷 爷爷 我们家在京都 有没有什么房子 艾薇薇的爷爷 听到西门宇的电话 感到很高兴 而且西门宇不但叫他爷爷 还说我们家 这三个字 更是让他惊喜若狂 艾薇薇的爷爷忙的 有的有的 我们家在华夏大地 每个省都有三四套边书 我们家族的产业 遍布整个华夏 以及海内外啊 西门宇很满意 笑的 我现在需要一个临时房子 关押一个人 然后再帮我找一个 靠谱的人看着 好 老陈就在京都 我马上让他联系你 老陈以前是我的司机 是自家人 嗯 爷爷 还有一个是 我需要去一趟日本 我们家在日本 有没有什么生意 我没有护照 你帮我最快的速度 弄一本护照吧 总之 能够让我去到日本就行 艾薇薇的爷爷笑的 没事 不用那么麻烦 我们直接包机去日本就行 我们家也有航空公司的股份 姑爷 啊 这么牛逼啊 西门宇吃了一惊 本来他还担心 没有护照去不了日本 现在看来 根本就是小事一桩 艾薇薇的爷爷又说道 我们家在日本也有生意 而且生意不小 你去了那边联系一个人 他会照应你一起 待会儿我把联系方式发给你 好的 谢谢爷爷 自家人还那么客气干嘛呀 这两天 艾薇薇薇都给我打电话了 看得出来啊 他很高兴 西门宇挂了电话 艾薇薇的爷爷也没有问西门宇要干什么 没多久 一个陌生电话打进了西门宇的手机里 姑爷 你好 我是陈福 老爷说 你需要我的帮助 请姑爷吩咐 电话里的那个声音 恭敬他 西门宇说了 陈伯 我稍后给你发个地址 见面再说 好 不过 姑爷 你叫我老陈吧 没事 你赶紧过来吧 四十分钟后 一辆奔驰SUV找到了西门宇 西门宇拉着太郎上了车 西门宇吩咐他 去艾家在京都的别墅 然后你帮我安排一下前往日本的飞机 好的 姑爷 很快就到了最近的一家别墅 艾家在京都总共有八处房产 其中五处是别墅 一处是套房 还有两处是一块地 这些地方都是空着的 只有偶尔保姆在打赏 西门宇到了一家别墅后 把太郎捆绑在地下室里 又给他扎了许多针 他绝对跑不了的 一个小时后 陈伯对西门宇说道 姑爷 飞机准备好了 一小时后起飞 在机场有人接应 放心 安排得很好 嗯 谢谢你了 姑爷说笑了 能够为姑爷效力 是我的福气呢 陈伯笑道 西门宇没有担心飞机的事情 而且在日本方面 也有人接应 一个小时后 西门宇登上了前往日本的飞机 西门宇一走下飞机 就有一个穿着制服的男子 把西门宇从其他地方带出了日本 西门宇算是私自入境 属于偷渡 可惜日本也有腐败的一面 走出机场后 一个华夏人找到了西门宇 你好 你就是西门宇吗 一个大约四十多岁的男子 忙问西门宇 我就是 西门宇点了点头的 那个男子忙热情的 你好 姑爷 我叫艾莫 是家族管理东京业务的总负责人 你有什么 尽管跟我提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为姑爷服务 西门宇道 不急 先找个地方住吧 好 请姑爷 跟我上车 我已经为你安排好了 西门宇被送到了一套别墅里 艾家既然在日本也有生意 自然也有这里的房子 看来艾家真的是很有钱啊 把西门宇送到了那套别墅后 艾莫对西门宇说的 姑爷 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日元 手机 地图等等 还有一个导游 等一下 就会过来 嗯 谢谢你了 艾莫 西门宇感谢了他 姑爷说这话 就客气了 你是我们艾家的姑爷 能够接待你 这是我的荣幸 钉钉 这时传来门铃声 艾莫他 姑爷 我找到导游来了 我去开门 嗯 艾莫忙去开门 外面站着一个甜美的女生 艾莫对他说道 进来吧 姑爷在等着呢 西门宇舒爽的 坐在沙发上喝茶 这种有人伺候 大爷一样的日子 真是爽啊 艾莫领着一个甜美女生走了过来 忙提醒甜美女生 还愣着干嘛 这是我们艾家的姑爷 还不见过姑爷 甜美女生 蒙恭敬地 对西门宇弯腰道 见过姑爷 西门宇打量着这个甜美女生 长得真不错呀 很漂亮 美貌程度 可以跟艾薇薇 相提并论了 西门宇疑惑地看着艾莫 说道 艾莫 怎么回事啊你 我是来办事的 你给我找一个美女过来 什么意思 成全想腐蚀我还是想试探我 西门宇以为是艾莫故意找了一个美女 让这个美女好生地伺候西门宇 回去好在艾家美颜几句 西门宇是很不喜欢这样的 可惜西门宇错怪艾莫了 艾莫忙道 姑爷 你错怪我了 你是我们家族的姑爷 神圣不可侵犯 我怎么有那个胆子这样做呀 我真的不是安排一个美女伺候你的意思 实不相瞒 她叫艾薇儿 不是日本人 她也是我们艾家的人 是艾家旁之的一个女孩 在这里留学 她的东京已经很熟悉了 所以我才安排她来给你当导游 她能够为你当导游 也是她的责任啊 哦 是吗 原来是这样啊 西门宇看着艾薇儿 这小美女 皮肤真白啊 原来她也是艾家的人 只可惜 她只是艾家其中一个旁之的家庭 在艾家的身份地位 自然是没法跟艾薇薇相比了 西门宇作为艾薇薇的未来老公 艾家尊贵的姑爷 让这个艾薇儿为她来服务 也是理所当然 艾薇儿不能拒绝 艾蒙说道 姑爷 既然你不喜欢她就算了 艾蒙转头 对艾薇儿说道 你回去吧 嗯 艾薇儿立刻就转身而走 好像她更加不喜欢 给高高在上的姑爷当导游 在艾薇儿眼里 西门宇的身份 地位 自然是高高在上的 她可是连艾家都要尊敬的姑爷 是艾家千金大小姐 艾薇薇的男人 她艾薇儿自然也姓岸 可地位差得太多太多了 西门雨忙的 算了 回来吧 既然不是你找来的日本女人 那就没什么事 让她给我当几天导游 艾蒙盲点头 喊住艾薇儿 薇儿 回来 没听到姑爷的话吗 还往哪里走 别走了 给姑爷当几天导游 姑爷第一次来办事 人生地不熟 需要你帮忙 好好帮姑爷 听到没有 嗯 艾薇儿有些怕的点了点头 瞄了眼西门雨 她眼神里有一丝的忧怨 她是很不愿意来的 姑爷 那我先走了 你有什么尽管吩咐艾薇儿 或者打电话给我 我随叫随到 艾蒙坐了一会儿说道 嗯 去吧 西门雨点了点头 艾蒙这才离去 屋子里只剩下西门雨 和艾薇儿了 西门雨半躺在踏踏米上 眯着眼睛 看着艾薇儿 西门雨对这个女孩 感到有些好奇 可是西门雨这个样子 在艾薇儿眼里 好轻浮 眯着眼看着她 索咪咪的感觉 让艾薇儿很不自然 可是她又不能去顶撞西门雨 只能用无视 来抵抗西门雨的无理目光 心里对西门雨产生一丝丝厌恶 艾薇儿心里鄙视的 如果不是因为你实力强大 你会变成艾家的姑爷才怪呢 艾薇儿也听她父亲 讲过西门雨的事 知道现在西门雨在艾家 地位几乎跟家族平等 她可以主宰家族很多人的 虔诚和富贵 如果这会儿西门雨强奸了她 估计艾薇儿也只能打落牙 往肚子咽 希望她只是色眯眯地看 不会动手动脚 西门雨看着艾薇儿 有些紧张的样子 慵懒地伸了个懒腰 趴在踏踏迷上 对艾薇儿吩咐她 过来 给我捏捏背 全身酸死了 艾薇儿没说什么 她没有拒绝的权利 要是西门雨不满意 回到家族一说 以后的日子 很难想象会变成什么呀 艾薇儿心中怀着不爽 手脚却无奈地给西门雨捏背 艾薇儿的手软软的 捏得西门雨很舒服 不知不觉 西门雨睡着了 打起了呼噜 或者是这样的生活太惬意了吧 当西门雨醒来时 已经华灯初上 灯火辉煌了 你醒了 艾薇儿就坐在不远处 声音有些淡地说的 西门雨问的 什么时间了 艾薇儿回的 当地时间 晚上七点半 西门雨看到桌子上的一盘寿司 问的 这是什么东西 艾薇儿淡淡地说的 寿司 哦 你做的 嗯 艾薇儿点了点头 又说的 你要是饿的话 先吃点吧 我去给你做晚饭 西门雨看着有些腥味的片片 说道 鬼子的东西 不知道能不能吃 艾薇儿听到西门雨这句话 不由自主地轻声骂了句 肤浅 西门雨抬头看着艾薇儿笑了笑 你西门雨的耳力自然是听到了 艾薇儿以为西门雨听不到 西门雨也不点破 手指夹了一片寿司放在嘴里 嚼了两口 点了点头的 嗯 还不错 这东西一看就知道 是古代从我们华夏传到这里了 艾薇儿撇了撇嘴 没说什么 西门雨看着艾薇儿不赞同的样子 笑了笑 问的 你刚才撇嘴干嘛 艾薇儿扭过头说道 没什么 西门雨道 你是不是觉得我说的不对 不怕告诉你 就是现在的日本人 都是从大唐时候搬过来的 这帮孙子 真是没良心啊 把祖宗都给忘了 这回艾薇儿也不撇嘴了 省得再被西门雨说 脸上毫无表情 艾薇儿 西门雨感觉艾薇儿不赞同自己的观点 所以感觉他不爱国 想教育他一下 说道 我跟你说个点故吧 有点长 你耐心点听 听完后 你就知道日本人是怎么来的了 艾薇儿没说话 西门雨当即说道 话说当年潘金莲与西门庆 通奸事发 潘金莲知道大祸临头 慌忙跑出来逃命 他想啊 这事全是西门庆给惹的 西门不吉利 往东门逃 最后发现了没路了 只得漂洋过海 在一个小岛上存身 不久 肚子里的孩子出事了 孩子长得又矮又挫 他知道啊 这是五大狼的种 孩子生下来后 可怜给孩子起个啥名呢 第一个孩子最大 理应叫大狼 不行 跟五大狼同名了 于是潘金莲就起名叫太狼 现在日本有叫太狼 一狼 拓狼 多狼的 从来没有叫大狼的 就是因为五大狼是他们的祖宗 日本人的身材 就是五大狼的遗传基因造成的 母子俩人在岛上生活 那潘金莲忍不住寂寞 打起儿子的主意 终于母子俩成了好事 父亲渔船上的人们纷纷指责 潘金莲大骂 我儿子这的是本人 关你们啥事 我的儿子我做主 于是到后来 大伙就叫他们日本人了 后来孩子越养越多 这太狼问 何不成立一个国家 过一把当皇上的爷 国家要有国旗 潘金莲一听 说道 孩子 你爹是卖吹饼的 就在这备单上贴个吹饼算了 于是 国旗有了 可国家名字叫什么呢 潘金莲一想 我们的子子孙孙后代呀 都是你日本人来的 就叫日本人吧 于是 国家名字也有了 为了老五家能够交好运 又特地在旗子上 写了四个大字 五运长久 五太狼 为了迅速增加人口 做出了一个国策 让所有的日本男人 无论何时何地 都可以随便 跟任何女人发生关系 保证人口的出生率 日本女人都习惯了 无论何时何地的那种方式 于是啊 每个女人 干脆就背着枕头和被单出门 以便随时应战 后来就乘着 现在所谓的和服 背后绑着一个枕头 那新的问题又来了 很多女人被无论何时 何地日了后 生下的孩子 都不知道是谁呢 潘金莲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说道 他们生下的小孩 出生在哪里啊 就姓傻 于是就有了 景圣 田中 松下 竹下 渡边 山口 港田 晋藤 高桥 等等姓氏 日本人就是这么来的 西门宇发现 爱薰儿没笑 好像很不以为然的样子 不好笑吗 很好笑 西门宇笑问他 你好像 对我没什么好感 姑爷说笑了 我哪里敢 爱薰儿说道 可他的语气分明就是对西门宇没什么好感 也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一见西门宇就没什么好感 也许是因为潜意识中 西门宇是家族的姑爷 在家族里全力通天 高高在上 高不可攀 所以跟他不是一路人 又是很不情愿被叫来这里伺候他 当他导游的 而他又不是一个擅长巴结的人 所以一线西门宇就觉得没有好感 爱薰儿也知道 如果换成别人 趁机取悦西门宇 巴结他等等 说不定 未来在家族里的地位就提高了 混得好了 可惜爱薰儿最讨厌这种 喜欢攀岩富士的人 我去做饭了 爱薰儿站起身 好像不太愿意跟西门宇多说话 西门宇看着爱薰儿离去的背影 那细细的腰肢 性感的身材 感觉心头一阵激荡 西门宇暗叹 真是有我 没想到爱家除了个爱薇薇这个极品 竟然还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爱薰儿 举什么举 没出息的东西 你就不能给药子争口气 见个美女 人家还没怎么着呢 你就撬 再撬 我就割掉你 西门宇瞪了眼小二 狠狠地骂了句 可是 小二反而更变本加厉地撬了 西门宇哪能真割了他 他吓唬吓唬他而已了 也不知道爱薰儿 有没有男朋友 在日本上大学 要是他交了一个日本鬼子男朋友 那真他妈的不爽啊 真的被狗日了 西门宇一想到这个可能 心里很不爽的样子 爱薰儿很快就煮好了饭菜 通知西门宇去吃饭 他愣着干嘛 你也一起吃吧 爱薰儿本来就没打算 不吃 不客气地跟西门宇一起吃晚饭 西门宇边吃边问他 那个 爱薰儿 你哪里上学读几年级了 爱薰儿有些不想说 但还是回答他 哦 达儿 那个 有男朋友吗 西门宇问他 这句话 才是西门宇真正想问的 爱薰儿眉头一皱 按道 他什么意思 问我有没有男朋友 我有没有男朋友 跟他有什么关系 他是爱家千金小姐爱薇薇的男人 打听我干嘛 莫非他想对我打什么主意 那我就骗他吧 审得他打我主意 爱薰儿淡淡地说道 有 西门宇一听说有 眉头一皱 干嘛问他 他是谁啊 爱薰儿哼的 姑爷 可以不要再打听我的隐私 好吗 我想 我的隐私不影响 你来这里办事吧 西门宇不依不饶的 你也是爱家的人 我也是 我关心爱家的子孙 难道有错吗 说吧 你男朋友是谁啊 爱薰儿说的 你不认识 是我同学 西门宇停下筷子 看着爱薰儿的 是一个日本人吗 是 他叫近藤太郎 爱薰儿连人名都说出来了 就是希望西门宇听到他男朋友的名字 相信他真的要 让他不要再打他的主意 西门宇心里很不适滋味 骂逼的 西门宇用长辈的语气教育他 爱薰儿 你怎么回事啊 你好好的一个华夏人 这么尊贵的炎黄子孙血糖 怎么跟五大郎的血脉交往 真是丢进了爱家人的脸 赶紧分手 别丢人现眼了 爱薰儿皱着鼻子 轻声哼了声 没答话 西门宇又问道 跟那个五大郎 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西门宇真正想知道的是 爱薰儿还是不是处 有没有被日本人日 可又不好意思 问得那么明显 爱薰儿真的不明白 他有没有男朋友 他交什么国家的男朋友 跟西门宇有什么关系啊 唯一解释的就是 西门宇想打他主意 爱薰儿不客气地说的 姑爷 请你语气放尊重一点 好吗 我男友叫静腾太郎 不是五大郎 西门宇撇撇嘴的 反正都差不多 你们发展到什么关系了 爱薰儿哼的 我们已经交往一年了 西门宇心里一跳 谈了这么久 忙问他 你们应该还没干出什么事吧 爱薰儿本来就是骗西门宇的 为了让西门宇别打自己的主意 自然不会说出 让西门宇喜欢听的答案 好像跟你没关系吧 西门宇酸溜溜的当 这么说 你们搞过了 爱薰儿白了西门宇一眼 说道 好了 我知道你拐弯抹角的 想问什么 你不就是想知道 我还是不是处 跟静腾有没有做过 既然你那么好奇 我告诉你好了 我的第一次 在三个月前 给了静腾 至今为止 我们做过三十六次了 你满意了吗 不是了 西门宇很不爽地扔下碗筷 走出了餐厅 爱薰儿看见西门宇 很郁闷的样子 偷偷笑了一下 他就是要这样的笑过 爱薰儿已经看出来了 这个姑爷 十有八九 想打自己主意 不然 他关心自己的私生活干嘛 听到自己飞处了 而且 还是跟日本人做的 一张脸立刻拉了下来 饭都不想吃了 爱薰儿对西门宇 想打自己主意的事 是十分鄙视的 都已经是爱薇薇的男人了 居然还想打自己的主意 真不要脸 偏要气死他 爱薰儿口中说的 近藤太郎 不过是他一个日本的朋友 当然 这个人也是在追他 可惜 爱薰儿哪里看得上他 西门宇走进浴室 显得闷闷不乐 西门宇暗道 妈的 一不做二不休 等事情办完 回去的时候 顺手把近藤太郎给杀了 西门宇感觉 被戴了绿帽子一样难受 西门宇狠狠地扇了自己一巴掌 让自己清醒一下 没有人会理解 看见好白菜被猪拱后的心情 西门宇躺在浴缸里泡澡 爱薰儿收拾好碗筷 看了眼浴室门 故意假装在打电话 让西门宇听见 爱薰儿大声地说道 喂 静腾 吃饭了吗 我这几天有点事 不陪你睡了 阳台上的衣服 你帮我收一下 谢谢 亲一下 西门宇实在听不下去了 从电话里 西门宇听出 爱薰儿居然还跟那个近藤同居了 西门宇一脚把卫生间门 踢了开来 赤身裸体地站在了浴室门口 打电话能不能小声一点 爱薰儿看着赤身出现的西门宇 前脚了一下 西门宇返回了浴室 被戴了绿帽子的感觉 真贪门郁闷啊 一想到这么漂亮的女人 被日本人给日了 西门宇想死的心都有 妈的 静腾 敢给我戴绿帽子 你死定了 西门宇发誓 要杀了这个人 爱薰儿还想用这种方法 气西门宇 殊不知他正在把近铜太郎 往死路上逼 西门宇对日本人 是不会心软的 就当是为当年南京大屠杀 报仇好了 气死他 西门宇洗完澡 裹着浴巾走出来 爱薰儿 正在客厅看电视 看见西门宇 又是脸红又是怒火 没想到他第一次看见男生的身体 居然会是一个他没有好感的人 他还想着 自己第一次看见男人的东西 必须是未来男朋友的 没想到这么纯洁的愿望 被西门宇给破灭了 他现在看到西门宇 有些恨的感觉 如果不是因为他是家族的孤爷 爱薰儿早就走了 给我泡壶茶 西门宇二郎腿一翘 大爷要吩咐 都被日本人上过了 还跟他客气干嘛 晚上西门宇还要他暖床 爱薰儿没说什么 乖乖的泡茶 他知道西门宇很不爽 才会这么吼着吩咐他 西门宇的不爽 正是他感到很高兴的东西 茶泡好了后 西门宇又吩咐道 给我吹吹腿 爱薰儿也没说什么 又给西门宇捶腿 反正爱家叫他来当导游 就是让他来伺候西门宇的 西门宇闻着爱薰儿身上的味道 性感妖娆的身姿 真的好漂亮 西门宇突然感到 心狠狠的疑痛 西门宇说道 好了 别捏了 去给我暖床 你 爱薰儿眉头一皱 你什么你 给日本人都暖的 给我就暖不得 哼 爱薰儿委屈的哼了声 他知道西门宇这么不客气 是因为他把自己给了日本人的原因 如果不是这个原因 西门宇肯定不会这么对的 可爱薰儿不后悔这么欺骗他 反正西门宇越是不爽和郁闷 他就越快乐 暖床就暖床呗 爱薰儿到了西门宇睡的房间 掀开被子 躺在冰冷的被窝里 西门宇一个人 在客厅里看了会儿电视 感觉心烦意乱 就回了房间 见到爱薰儿 正躺在他的被窝里 西门宇问他 被窝儿暖和了没啊 爱薰儿哼的 哼 差不多了 说着爱薰儿要爬起来 西门宇阻止他 那么着急起来干嘛 还不够暖 再暖 爱薰儿委屈得哼的声 没有爬起来 继续暖 西门宇看到爱薰儿 躺在被窝里 那个诱人的乳沟 被挤压得很明显 配合那充满怨气的眼神 心中一动 真想扑上去 可是西门宇想到了什么 心里突然出现一根刺一样 难言的隐痛 西门宇第三次闪过 杀死爱薰儿男朋友的念头 真不知道爱薰儿知道 尽童被西门宇杀了后 他会是什么心情 估计他会后悔和愧疚吧 一条无辜的性命被他给害死了 西门宇在房间的电脑上 打开了一部好莱坞的电影看 让爱薰儿一直暖着床吧 半个小时后 爱薰儿说的 姑爷 被窝已经暖够了 我可以走了吗 西门宇阻止他 急什么 继续暖 一个小时后 爱薰儿实在受不了了 喂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你别太过分了 虽然你是家族的姑爷 可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只是家族的一个旁之 我没必要像丫鬟一样伺候你 爱薰儿也怒了 西门宇心里纠结 他也知道有些过分了 可以想到 他把身子给了一个日本人 西门宇就 会就感 又没了 说道 这些话 你可以去跟爱家的长辈们说 不要跟我说 给日本人都可以一晚上陪睡 给我暖个床就不行了 哼 爱薰儿哼了声 立刻拿出手机 拨打了一个电话 西门宇以为 他是打电话给家族的人 向他们投诉 西门宇紧张了下 要是爱薰儿真的把这件事情 告诉家族的人 西门宇还是有些失去颜面的 毕竟他是爱薇薇的男人 现在吃爱薰儿的醋 算是怎么回事吗 不过 爱薰儿竟然不是打给家族 而是他男朋友 喂 老公 我想你了 爱薰儿对着电话 委屈地说道 而且他为了让西门宇听见 还故意按了免提 老婆 怎么了 受什么委屈了 跟老公说 西门宇听见电话的另一头 是一个男子的声音 没什么 就是好想你 我也好想你 老婆 你回了吧 我一个人睡 背温都是凉的 老公 我也好爱你 妈 我也好爱你 我一个也离不开你 你才离开我几个小时 我就犹如几年一样 老婆 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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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 老公 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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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门宇实在受不了了 走过去 把爱薰儿的手机给按掉了 说道 好了 别闹了 你走吧 爱薰儿立刻翻起身来 跑出了西门宇房间 看到西门宇 犹如斗败的公鸡一样 感到很满意 哼 就是要这样 气死你 想当我的主意 你当爱家是什么地方 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西门宇 碰了一下把房门关上 郁闷的睡了下去 爱薰儿回到房间后 立刻重新打了一个电话 给靳腾太郎 靳腾 谢谢你配合我演戏 现在没事了 薰儿 不用客气 如果是真的 那就好了 好了 就这样吧 晚安 晚安 以后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找我 好 我会的 刚你要演戏给他看的人是谁啊 爱薰儿想了想 说道 这是我家族一个唐妹的男朋友 他这次见到我 见我长得漂亮 想打我的主意 近腾太郎一怒 骂他 太无耻了 还需要我帮什么忙吗 我可以找几个信得过的人 帮你教训他一顿 爱薰儿忙的 不用 谢谢 我只是想让他别打我的主意 没其他意思 那好吧 第二天 西门宇暂时把爱薰儿私事 给抛到脑后去了 先去找三花胶囊的材料 西门宇把爱薰儿叫到客厅 郑重地说道 接下来我要去找一个东西 对我来说极其重要 我需要你带路 所以我的任何事 你都必须保密 不然 因此祸及到爱去 你就别怪我了 你到底要做什么 爱薰儿问道 西门宇把地址拿给爱薰儿看 说道 这个地址你找得到吗 爱薰儿看了下 说道 知道 OK 那你带我去一趟 我先观察一下地形 晚上在洞上 爱薰儿也不说什么 开车载着西门宇 去指定的地点 这个地方 是日本一个富人住的地方 四面环水需要坐船 水面大约有一千多米 西门宇轻轻松松 就可以飞过去 就在这里 爱薰儿把西门宇 带到那个地方后 指着对岸的小岛说道 西门宇打量着这个地方 先把地形搞清楚 晚上去取三花胶囊的另外五种材料 现在那个太郎在华夏失踪 肯定早已传到日本天王组织了 这里肯定暗中有很多高手 因为天王组织的大头领很清楚帮走太郎的目的 所以不难猜出 对方肯定会来取那个五种材料 西门宇既然来了 就是在必得 但是西门宇也很担心 万一天王组织的大头领把五种西式材料给调走了 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但西门宇必须一试 反正西门宇会飞 想抓住他 估计没那么简单 当天晚上 西门宇十点时 悄悄地从房间的窗户上飞越了出去 穿着一身夜行衣 到了白天 爱薰儿带着他去的那个目的地 西门宇站在对岸 总感觉 暗处有好几双眼睛在警戒着 看来日本天王组人大头领 果然是在暗中盯着了 恐怕雨一出现在这里 就被他们发现了 也好 我就将计就计 西门宇立刻划着一艘小船 大大方方地到了对岸 此时在暗处 看 那个人很可以 穿着夜行衣 还摆着面具 他肯定是从公子口中 遇见了那五种稀释材料的藏身之地 想来取则的 抓住了他 公子就可以回来了 日本天王组织的大头领 摆了摆手道 不计 一个全能儿子的人 居然敢绷架我的儿子 而且还敢留到日本来 来取领藏 真是活腻了 旁边那个人赞道 大头领 你不愧是全能留解的高手 这么远 居然就能感觉到 他的境界 天王大头领 冷冷地哼了声 看着西门宇 快速地划着小船 潜伏到了小岛上的 富人别墅区 大头领 哪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过来了 我们现在出手吗 天王大头领道 不用 现在还不知道 有没有同伙在周围 先让他进入我儿子的家里去 等他进入了地下室 我看他还往哪里去 再来亡正就变 嗯 反正他差去难逃了 在地下室 就算太有吃饭 也没有用 日本天王组织的大头领 目光一寒 充满了杀意 本来他只是全能五阶实力 刚好这几天 他冲破了阻碍 踏入了全能六阶 他身上的气势大变 他已经没把华夏阎王组织 放在眼里了 他之前就说过 等他踏入六阶 就找机会 跟阎王组织宣战 只是没想到 他儿子竟然在这个时候 被华夏人给绑架了 西门宇一边找太郎的别墅 一边警戒着周围 很快 西门宇找到了太郎的别墅 就是这里了 但愿他家的地压室仓库里 还有那五种稀释材料 西门宇悄无声息地 跃进了太郎的别墅 找到了太郎所说的 那个秘密入口 秘密入口 有一扇合金大门 没有密码 恐怕难以进入 要强行轰的话 估计会弄出很大动静 需要好一会儿 西门宇试着输入密码 咔 门打了开来 关于这里的路线等等 西门宇都从太郎那里得知了 所以进入地下室也不困难 公子藏在地下室 但那几种稀释灵藏 你转移走了没有 天王大头领道 我并不知道地下室里边的密码 不过无所谓 他逃不了 你在外面守着 我进入地下室 是 大头领 天王大头领 也进入了地下室 西门宇打开了地下室的灯 找到了太郎所说的一个暗门 输入密码 走进了暗门 里面又有一个密码仓库 三花胶能的另外五种材料 都放在这里 西门宇又输入密码 果然在里面看见了五个小瓶子 瓶子里装着那五种稀释材料的坟墨 西门宇立刻把五个瓶子收进怀里 这时 一个声音 从背后传来 好大的胆子 惊险夺宝 西门宇忽然回头 出现是一个潜能六阶的高手 这个人 西门宇见过 上次在那个小岛上 跟十一个日本人生死决斗的时候 这个人正是日文天王组织的大头领 西门宇之所以赶进来 就是以为天王组织的大头领 只是潜能五阶 西门宇只要利用能权胶囊 以及能量胶囊和终极能量武器 瞬间出手的力量可以达到潜能六阶 完全可以秒杀了潜能五阶的人 所以西门宇才大胆地进来了 可是西门宇现在豁然发现 这个天王组织的大头领 居然是潜能六阶了 天哪 西门宇惊了起来 跟他想的不一样 你不是 潜能五阶吗 西门宇惊恐地问 哼 真是好大的胆子 潜能二阶 也敢抢我儿子的东西 就算我只是潜能五阶 这你也是一如完整 天王的大头领 站在密室的入口 充满不屑地说 他没有急着杀西门宇 西门宇心思电转 本来是想秒杀他 现在已经不可能了 西门宇利用三样宝贝 只能使出几招潜能六阶的实力 而现在面对的是 完全是潜能六阶的人 根本不可能战胜 西门宇只能希望可以逃走 不然还是死翘翘了 想到此处西门宇冷汗直冒 舍 我儿子在那里 你背后还有什么人 天王组织的大头领 宝贺他 西门宇一粒胶囊 往嘴里一扔 吞了下去 这粒胶囊正是能权胶囊 西门宇一瞬间 开启到潜能四阶 嗯 天王组织的大头领 眉头一皱 暗静 竟然拥有四阶的能权胶囊 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 竟然拥有这么牛逼的胶囊 以他的实力 完全可以瞬间开启到潜能四阶 如果给我 虽然不能跳街 可也能够增强许多实力 一定要得到手 这时 西门宇又随手一翻 一把能量武器出现在西门宇的手中 能量武器的威能隐隐闪现 天王大头领 看见西门宇手上的能量武器 彻底的一惊忍不住打叫起来 整几能量武器 天哪 西门宇给他的震惊 太大了 呵 西门宇一箭袭来 这一招 拥有潜能六阶的威力 天王头领 立刻躲背 堵住的密室门口 被迫让开 西门宇双脚一蹬 顺利地冲出了密室 果然 西门宇使完用这一招之后 西门宇身上的能量 一瞬间被抽干净了 潜能锁又跌回到了潜能二阶 而且身上的能量全无 西门宇事不宜迟 当即扶下一粒能量胶囊 把能量补回到潜能二阶的巅峰 然后再次使用能权胶囊 把潜能锁暂时飙升到四阶 哪里吧 天王组织的大头领 哪里能让西门宇逃走 速度极快 眨眼就到了西门宇身后 一手抓来 咻 西门宇使用能量武器 一箭朝着天王大头领的手挥出 逃过了这一手 可是本身才二阶 要发挥六阶的一击 一招就把西门宇重新打回了原形 西门宇惊出了一身汗 立刻咬破嘴里的第二粒能量胶囊 然后再咬破一粒能权胶囊 可是天王大头领的手已经拍来了 西门宇吃胶囊的速度哪里有那么快速 一旦被他抓住了 那就彻底没有逃跑的可能了 眼看就要被天王大头领抓住了 根本来不及服用胶囊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性命攸关的时刻 西门宇从怀里掏出一个手榴弹 扔向天王大头领 什么东西 手榴弹 没笔 武器 手榴弹爆炸了起来 这时西门宇已经冲出了地下室 一个手榴弹是不可能弄死他的 但足可以让西门宇跑出好远了 西门宇刚一冲出地下室 外面一个潜能四阶的高手 听到爆炸声 正要冲进地下室去看 哪里头 那个潜能四阶的高手拦住西门宇 此时西门宇已经再次服用了胶囊 西门宇一箭劈出 把那个潜能四阶的高手 分成了两半 西门宇当即使用踢云松 飞上高空 再在高空往前方而去 消失不见 那个天王大头领 这时也冲出了地下室 他全身都被炸得血淋淋的 头发几乎烧光 惨不忍动 天王大头领看见 地下室出口躺着他的一个心腹 此刻他的心腹已经失分两半 而西门宇无影无踪 天王大头领 气得大好一声 这次真的是损失惨重 不但儿子的那五种稀释材料被抢了 一个心腹又死了 他自己又被炸得这么惨 更重要的是被西门宇给逃了 那他儿子只有死路一条了 西门宇已经拿到了想要的东西 西门宇不可能放过他儿子 这倒不是西门宇心狠 而是不能放 不然啊 爱家将会报复得很惨 对那个太郎只有一个选择 杀 啊 天王大头领气呼呼的大吼 西门宇很快就回到了住处 这次真的很险 幸好带了一颗手榴弹 这个别墅有个地下室 里面收藏了几只手机和手榴弹 西门宇立刻开始制作三花胶囊 一个小时后三花胶囊制作完成 开始吃 西门宇把三花胶囊放进嘴里吞了下去 一阵剧烈的疼痛从身体各处传来 吃下的后遗症跟上次的那个生鞘胶囊一样 西门宇做好了心理准备 热 西门宇感觉身体在燃烧一样 此刻他身上的温度至少达到七八十度 一般人发的高烧四十多度就死了 这次的后遗症 比上次生鞘胶囊强烈十倍不止 看来啊 药物虽然升级快 可是也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的 西门宇太热了 撕扯着自己的衣服 一下子就光溜溜的了 热啊 西门宇痛得爬不起来 突然西门宇头一歪 不省人事 第二天早上 艾薛尔敲了敲西门宇的房间门 喂 早餐我做好了 咚咚咚 喂 房间里面没人应 艾薛尔拿起了钥匙 开门进去 只见西门宇赤身地躺在地上 而且中间的那个旗杆直直地竖着 巨龙一样十分可怖 西门宇身上的血液现在都还在急速地流着 那个地方自然是在冲血 啊 你无耻 艾薛尔蒙把眼睛遮住 气骂了一声 他以为西门宇故意这样的 刚刚那一样 让他难以忘怀 前天晚上他虽然也看见了西门宇的赤身 可那时候西门宇那个地方没有举起 哪像现在高高竖起 艾薛尔看见西门宇没有反应 再次看向西门宇 这才看见西门宇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喂 你怎么了 你别吓我 艾薛尔害怕地用手去推西门宇 啊 艾薛尔突然一惊 他手碰到西门宇时 发现西门宇身上热得可怕 喂 你醒醒 艾薛尔拼命地摇着西门宇 可西门宇丝毫没有反应 这也就是胶能升级的后遗症 要是西门宇扛不过来 估计就是死路一条了 别以为使用灵丹妙药升级速度快 就真的那么容易了 怎么办 怎么烧得这么热 艾薛尔六神无主地说 立刻去拿了水银体温测量仪 夹在西门宇的夜窝下 啊 不够亮 艾薛尔傻眼了 西门宇身上的温度超过了体温计的最高值 怎么办 对 打急救电话 艾薛尔立刻拿出手机 这时西门宇的手突然抓住了艾薛尔的手机 迷迷糊糊地说了句 别 西门宇说完又迷糊了过去 别 什么意思 喂 艾薛尔摇着西门宇 可西门宇没有再反应 艾薛尔想起西门宇说过 他来这里是有重要的事 任何事 他都要必须保密 所以 他没有再打急救电话 先打了个电话 给艾蒙 喂 萌叔 姑爷不知道怎么了 发高烧 好像很严重 你别急 我马上过来 嗯 打完电话 艾薛尔看见西门宇 赤身躺在地上 要是被艾蒙看见 肯定会骂死他了 必须把西门宇拖到床上去 艾薛尔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把西门宇拖到床上 可是 西门宇赤身着 那里高高举着 艾薛尔又给西门宇去找了一套睡衣 艾薛尔给西门宇穿裤子时 碰了西门宇的神枪 一下吓了一跳 睡衣穿上了后 西门宇的那个地方 还是高高举起 实在是太那个了 看来 必须给他把内裤穿上才行 艾薛尔只好先把睡裤脱掉 拿了一条内裤 给西门宇穿上 可是 西门宇的神枪太束了 穿不上 艾薛尔只好红着脸 握着西门宇的神枪 强行塞进内裤里 这才穿上 再摔上睡裤 这样看上去才不会那么糟糕了 艾薛尔狠狠地瞪了西门宇一眼 都是你 害我变得不纯洁了 艾薛尔忙去了一趟卫生间 羞得恨不得找条地份 卫生间 幸好西门宇不知道 艾薛尔在西门宇房间的桌子上 看见了一个纸条 上面写道 如果看见我晕倒了 请不要声张 更不要送我去医院 请帮我 卸一次火就行 卸火 什么意思 艾薛尔感觉莫名其妙 还是等艾蒙叔叔来了再说吧 等一下 卸火 卸火 艾薛尔突然想到了西门宇那高举的巨龙 不会是 上辈子欠你钱了 啊 艾薛尔惊呆了 完了 这混蛋 居然想让自己做这事 艾蒙叔是不可能帮西门宇卸火的 那么艾蒙叔来了以后 还是得叫他给西门宇卸火 想到此处 艾薛尔立刻把纸条收了起来 不能被艾蒙叔知道 不然 肯定让他给西门宇卸火 他才不要呢 自己纯洁的眼睛 看到了西门宇的东西 就已经十分吃亏了 没多久 艾蒙来了 薛尔 姑爷怎么样 艾蒙叔 我也不知道 不过他刚刚醒过来了一下 叫我不要打急救电话 艾薛尔忙的 老天 这么疼 艾蒙摸了摸西门宇的额头 吓了一跳 姑爷千万不能有事 艾薛尔 姑爷还说了什么没有 他既然叫你别打急救电话 肯定还有其他事要交代的 艾蒙问 艾薛尔心一惊 西门宇的确交代了 就是那张纸条 艾薛尔不敢把纸条拿出来 给艾蒙叔 不然艾蒙叔 绝对会让他马上给西门宇卸火 艾薛尔说的 没有说什么 他就说睡一睡就会好起来 是吗 艾蒙半信半疑的问 艾薛尔有些害怕的点了点头 艾蒙陪着西门宇 在房间里待了一个小时 西门宇依然没有醒过来的样子 艾蒙接了十几个电话了 最后 无奈的说道 薛尔 你在这里陪着他 继续给他用冰块敷着 我出去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好 艾蒙走后 艾薛尔看着昏迷的西门宇 拿出藏在身上的纸条 重新看了一遍 艾薛尔害怕的说道 你真是我的克星 我是不是上辈子欠你钱了 我到底该怎么办 你现在不醒过来 万一真的死了 那我岂不是完蛋了 艾薛尔想了好一会儿 狠狠地瞪了西门宇一眼 艾薛尔不敢拿西门宇的命赌博 他既然说了 给他卸火才能够醒过来 自己要是不照纵 万一死了 他不敢想象后果 艾薛尔红着脸爬到床上 把西门宇的裤子退下 巨龙又弹跳了出来 艾薛尔上网搜了一下 问问怎么给男人卸火 艾薛尔狠狠地在西门宇身上 宁了一下 心里十分矛盾和不乐意 最后 艾薛尔只能无奈地双手握着 艾薛尔心里暗道 既然都已经这样了 不纯洁都已经不纯洁了 不看都已经看了 那我不看白不看 那我就便宜你了 好好观察观察 艾薛尔对男人的东西是充满好奇的 这会儿已经豁出去了 不仔细观察一下 真是亏大了 于是艾薛尔左左右又上上下下 里里外外 把男人的东西被观察了遍 哎哟 手都酸死了 怎么还没卸火 艾薛尔郁闷道 左手酸了换右手 右手酸了换左手 左右手都已经酸死了 可是西门鱼却依然如中 艾薛尔受不了了 再不快点 艾蒙叔要回来了 到时候 不但依然还要给这混蛋卸火 而且还要被艾蒙叔知道 还不如现在就偷偷给他卸完 不用被艾蒙叔知道 此事天知地知 我知他知 他要是敢说出去 我就把他的裸照发到网上去 于是艾薛尔为了自保 拿出手机给西门鱼拍了几张裸照 然后艾薛尔顾不得那么多了 无奈地张开嘴 伸揪舌头 在巨龙的巨大头部 舔了舔 三十多分钟后 西门鱼依然如中 日不落帝国一样 艾薛尔浮起身 满嘴口水 狠狠地瞪了西门鱼眼 去喝了口水 只好回来继续 艾薛尔拍打着巨龙 委屈地说道 真想一口咬断你的 可是艾薛尔扶着巨龙的手 却像是宝贝一样轻扰 含着的动作也温柔极了 或许这是女人天生的本领吧 艾薛尔不知 此刻房间的笔记本电脑上 那个高清摄像头正在闪烁着 不是西门宇变态 西门宇自己也不知道 昨晚他摆弄了一下那个摄像头 因为电脑是日文 西门宇不知道日文 最后碰巧的在后台录像了 而西门宇自己压根不知道 所以艾薛尔现在所做的一切 以及说的话 都正在被电脑高清摄像机录起来了 艾薛尔见西门宇一时半会儿是醒不过来了 更加卖力起来 必须在艾蒙叔回来之前搞定 艾薛尔无奈之下 继续加大了力度 一边说道 这么大的袋子 也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 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艾薛尔是以为西门宇反正都昏迷了 说什么他也听不见 胆子也就变大了 他现在怎么给西门宇卸火 西门宇也不会知道 等他醒来后就说随便碰了一下 就自动泄出来了 这么一想艾薛尔就没什么好怕的了 仔细地看着巨龙 好奇地说道 为什么会这样的 里面装的什么是铁吗 好一会儿后又拿出来 从另一个角度看着 又自言自语道 第一次看见时觉得好恐怖 现在看久了 貌似蛮可爱的吗 艾薛尔羞涩地笑了笑 然后用手弹了弹巨龙的身躯 骂道 你这个小坏蛋 害我失去了纯洁 我弹死你 你再不泄火 我把你搁下来 拿去当烤肠卖了 艾薛尔觉得自己好幼稚 脸红了红 看见西门宇依然还昏迷着 这才放心下来 要是被外人知道了 也太丢人了 艾薛尔看着西门宇 委屈地说道 你这个混蛋 其实第一次见到你 还没有跟你讲一句话时 我对你还是有些欣赏的 觉得你长得蛮帅的 可是 看见艾萌叔对你一口一个孤眼 你高高在上 我就越来越讨厌你了 后来感觉你又更加可恶了 你居然敢打我的主意 你一个有女朋友的人 而且你女朋友 还是艾家的千金小姐 你居然还想打别的女人的主意 一看你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超讨厌你了 可又能怎么样 讨厌你这个混蛋 我现在还不是要无奈的 给你吃着这东西 本来我的愿望 连看都只能看我的未来男朋友的 可现在 不光第一次看见的是你的 而且还居然给你这样过了 我已经被你害得不纯洁了 要是被我未来的男朋友知道 还不知道他会不会嫌弃我 说着 艾萌儿又把巨龙吞了下去 几分钟后才拿出来 然后一只手扶着 趴在西门宇身上 另一只手 捋着巨龙身上的黑黑的草木 像梳头肥一样 脑子里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好几分钟后 停止了给巨龙梳头发 又把巨龙吃了下去 你这混蛋 你到底要什么时候才出来 艾萌儿看了眼时间 都过去一个小时了 艾萌儿一鼓作气 再一次深深地吞了下去 头颅快速地起伏着 他的头发随着嘴的起伏 在空中飞扬 就在这时西门宇好像感觉到了什么 啊啊叫了两声 然后不由自主地用手按住艾萌儿的头 艾萌儿被按住起不来 喉咙里还耿着巨龙的身躯 被噎得差点流眼泪了 这时艾萌儿感觉巨龙身躯一斗 一股温热 以及带着腥味的东西 从巨龙口中喷出 在艾萌儿的喉咙里 直接灌入了他的食管 流入胃里 当艾萌儿终于把巨龙摆脱后 爬起来时 刚才巨龙喷发的液体 早已被他喝光了一半 艾萌儿嘴里剩下的一半 吐在西门宇的内裤里 然后立刻抱到洗手间 拼命地干呕 可什么也呕不出来 艾萌儿委屈的眼泪 哗啦啦地流 怒气冲冲地回到房间 准备收拾西门宇 发现西门宇还没有醒过来 那么刚才他的动作是无意识的 不是故意的 最重要的是 西门宇自己也不知道刚才发生的事 不知道艾萌儿把他的生命精华吃了 艾萌儿怒气冲冲地看着西门宇 最终没有做什么 摸了一下西门宇的额头 好像稍微减退了一点 看来真的有效果 艾萌儿忙把西门宇的衣服穿上再说 果然大约二十分钟后 西门宇身上的温度彻底地回归到了正常 西门宇悠悠悠地睁开眼睛 脑海一片空的 好一会儿才回想起来 他昨晚吃下了三花胶囊 后遗症的反应十分强烈 之后昏迷了过去 因为有上一次生窍胶囊的经验 西门宇知道 等昏迷了高烧后 给他卸火就会醒过来 他还在桌上留了纸条 西门宇扭头看见艾萌儿正坐在床边看着他 艾萌儿眼里没有温柔和关切的神色 而是怒气冲冲的神色 西门宇笑了笑 歉意地说道 不好意思 辛苦你了 混蛋 艾萌儿骂了声 西门宇笑道 请非得已 请见谅 那个你刚刚怎么给我卸的火 用嘴巴吗 艾萌儿瞪着西门宇道 你想得倒霉 我没给你卸火 西门宇疑惑道 那我怎么醒过来的 哼 我只是隔着裤子 随便碰了一下 你自己就那个了 西门宇往自己的裤子一摸 的确是一大堆湿湿的 艾萌儿说的是真的 上次声窍胶囊醒过来后 也是自动那个的 西门宇心中不免有些失望 还以为艾萌儿给他那个了呢 西门宇酸溜溜地说道 平时没少给武太郎吃吧 艾萌儿气恼地瞪着西门宇 然后说道 有必要明知顾问吗 西门宇心中一阵悲痛 看着艾萌儿的小嘴 想象着他含着武太郎的小牙签 一身烦躁和郁闷 西门宇哼的 武太郎的牙签那么细 你一不小心就会咬断了吧 这次被你见识到了我的东方巨龙 便宜你了 不用谢 你 艾萌儿一怒 他已经太吃亏了 西门宇居然还这么说 都说了不用谢 还你什么你 哼 你的才是牙签 敬腾的 绝对比你长河大 每次都很有感觉 艾萌儿红着脸说 他现在想到了报复西门宇的方法 那就是不断地说他和近藤太郎的事 这样西门宇就会狠气 果然西门宇听说后 脸沉了下来 艾萌儿得意了一下 继续说道 怎么 想跟我男朋友比别 你这褚蚓有得比吗 西门宇怒道 不用比了 西门宇后半句是 跟死人有什么好比的 现在三花胶能的事办完了 可以去杀近藤了 艾萌儿还想说什么 气死西门宇 西门宇先一步吩咐他 去给我倒杯水 再给我准备洗个澡 然后去做饭 还磨蹭什么 快去 哼 艾萌儿哼了声 走出了房间 脸上火辣辣的 不过 刚刚看西门宇 很郁闷的脸色 抱负的快感 犹如长江 黄河 绝地一样舒畅 留下来 西门宇洗过澡后 走下客厅 正在吃饭时 艾萌回来了 艾萌看见西门宇 完好无损地在吃饭 惊喜交加 姑爷 你没事了就好 刚刚轩儿打电话给我 说你没事了 我立马赶回来 还以为轩儿骗我的呢 艾萌说 不好意思吧 让你担心了 我没事 艾萌忙问 姑爷 你为什么突然熟成这样 西门宇漫不经心的 啊 修炼一时差气 没事 没事就好 吓死我了 如今事情已经办完了 西门宇自然不想在这里多待 明天就是元旦了 今天必须赶回去 跟秦兵 保证过 元旦一定回去的 西门宇对艾萌说道 艾萌说 我今天就要回去了 你帮我安排一下飞机 艾萌忙点头 好嘞 你等着 我现在就去打个电话 问问 过了几分钟 艾萌歉意地对西门宇说道 姑爷 不知道为什么 从今天一大早开始 整个日本对出国管理的非常严 特别是东京 现在安排不了啊 西门宇愣了一下 看来是天王组织的原因了 盘查得这么严格 十有八九 是想找出西门宇 姑爷 你看这事怎么办啊 西门宇无奈的 那就算了 之后再说吧 好 我会随时关注 最快的速度 搞定回国的事 嗯 艾萌说 你生意忙 不用在这里陪着我了 你去忙自己的事吧 艾萌点了点头 立马对厨房里的艾萌儿 吩咐他 萌儿 这几天日本出国排查很严格 姑爷暂时没法回去 这几天啊 你要好好陪着姑爷 带他四处转转 是 艾萌说 艾萌儿一张脸 感觉很不开心 那姑爷 我先走了 去吧 西门宇点了点头 艾萌儿这时 蹲了一盘菜 动作有些重的 放在西门宇面前 满眼幽怨 西门宇看着艾萌儿的 干什么 给我脸色看 要你伺候两天 不落意了 伺候武大郎 怎么就那么热心啊 艾萌儿的 我要回学校上课了 没空一直陪着你 你自己爱怎么办 就怎么办吧 西门宇边吃饭 边点头的 好 那你叫艾萌叔 给我找回了一个导游 哼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在日本的一天 你就不能离开我半步 走吧 我吃完了 带我去东京 四处逛逛 哼 艾萌儿很不情愿地 开着车 拉着西门宇 去一些地方游玩 坐在车上 西门宇闭目感受着 潜能三接的境界 真是美灾啊 潜能三接了 实力又强了几分 艾萌儿 把你男朋友的照片 给我看看 西门宇要求他 哼 艾萌儿哼了声 没给西门宇 西门宇道 哼 不给我看 也不奇怪 我跟打赌啊 浸腾长得跟五大狼 差不多吧 艾萌儿瞪了西门宇一眼 把手机拿了出来 翻出一张照片 看吧看吧 睁大你的眼睛看看 比你帅多了 西门宇好奇地拿过来看看 果然 这个近藤太郎 长得很帅 西门宇心里酸溜溜的 索然无味地 把手机扔给了艾萌儿 艾萌儿笑道 怎么 一下子不说话了 是不是受打击了 这下看到了吧 你的表情已经承认 近藤比你帅了 哼 天下比我帅的人多了去了 有什么好受打击的 西门宇闷哼一声 跟死人 有什么好比的 话是这么说 可西门宇自尊心 还是很受打击的 如果这个近藤太郎 长得真跟五大狼一样 西门宇还要爽一点 可他长得真的挺帅的 当然 西门宇也不差 西门宇不是属于最帅最帅的那种 但也有九十分以上 比西门宇帅的也不是很多 但西门宇长得很精神 身材完美 这一点 近藤是坐火车也比不上的 艾萌儿看到西门宇受打击了 心里别提多得意了 看你还敢不敢依靠一个五大狼的将 西门宇今晚就要去杀了近藤 长得再帅 今晚也得死 西门宇问他 那个近藤住在什么地方 敢不敢把他的详细例子告诉我 艾萌儿正得意洋洋呢 说的 告诉你又何妨 近藤住在东京大学 政法学院三号宿舍楼 708 怎么 你还想当面跟人家比比 西门宇哼了声 没说出自己的目的 让你得意 明天你就会收到近藤死了的消息了 艾萌儿带着西门宇在东京的几个景点游历了一下 晚上应西门宇要求又在一个知名的餐厅吃了一顿饭 回到家时已经九点多了 不得不说艾萌儿还是第一次跟一个男生这样单独在一起 有些郁闷的样子 他太多第一次给了这西门宇 可恶 特别是想起今天上午 给西门宇泄火的情景 更是让他脸红心跳 快点 去给我暖床 西门宇吩咐他 哼 艾萌儿恼怒的哼了声 乖乖听话的去西门宇房间 躺在床上 给西门宇暖被窝 西门宇洗了个澡 回到房间 艾萌儿没好气的道 够暖了 我可以走了吗 西门宇看着艾萌儿 橘色的面庞 动人的融姿 心里蠢蠢欲动 下面的龙巨人 不知不觉的举了起来 艾萌儿看到西门宇的反应 脸色一阵惨白 忙揪紧了领口 你想干什么 西门宇对艾萌儿说的 行了 晚上你别走了 留下来 艾萌儿怒道 留下来干嘛 明知故问啊 留下来陪我一起睡 你做梦 西门宇笑的 你紧张什么 反正你也不是第一次了 伺候孤夜一晚上 有什么不行的 就这样决定了 晚上陪我吧 你无耻 艾萌儿脸红耳赤的骂 何必呢 非楚发生一夜情 有什么稀奇的 艾萌儿沉生道 姑爷 请自重 嗯 我不会背叛近藤的 你死了这条心吧 西门宇道 那个武大郎 有什么好的 哼 他比你帅 比你有才华 比你专情 比你中医 西门宇看着艾萌儿的 这么说 你非得选她了 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是 我爱她 我非她不嫁 希望你死了这条心 艾萌儿郑重地说道 好 你走吧 哼 艾萌儿慌忙跑出了西门宇睡的房间 西门宇睡下后 凌晨两点时西门宇又起来了 西门宇穿上夜行衣 按道 心疼 别给我心狠 我来了 西门宇飞出了别墅 白天的时候 他已经跟艾萌儿去过东京大学转了一圈 所以 现在可谓是轻车熟路 西门宇在大楼之间纵横 很快就到了东京大学 西门宇找到了政法学院 三号宿舍楼708房间 从阳台上飞掠了过去 这个宿舍里是四人间 住着四个人 西门宇眨眼之间 飞出四根银针 把四个人昏睡学次中 以免中途醒来 西门宇打开手中的手电筒 一下子就找到了二号铺的一个男生 西门宇翻看着这个劲藤的脸 确定无疑 这个人就是劲藤太郎 西门宇说的 乌太郎 算你命薄 就当作是为南京三十万大屠杀赎罪吧 难得来此东京 怎么说也得为三十万冤魂表示一下安慰 说着 西门宇一根针 刺进了 浸腾的某个穴位 几分钟后 浸腾毫无声息地死了 没有任何痛苦 没有任何知觉 死得也很快乐 等浸腾死后 西门宇把随身带来的那把水果刀远远的一抛 朝着浸腾的心口插了下去 然后 西门宇飘然离去 对于日本人的姓名 西门宇是心软不起来 或许是跟从小受到的教育有关吧 杀死浸腾 根本眼睛都不眨一下 西门宇回到家里 继续睡觉 浸腾太郎不是爱勋儿的男朋友 是爱勋儿的一个朋友 浸腾唱歌很厉害 在大学里组织了一个乐队 叫天音乐队 爱勋儿也很喜欢音乐 也加入了这支乐队 当然 浸腾也在追爱勋儿 可惜 爱勋儿只是把他当朋友 因为家族的原因 爱勋儿不可能在日本大学谈恋爱 浸腾在音乐上的天赋 让爱勋儿很钦佩 加上长得幼帅 未来肯定是日本的一个歌星 可惜 被西门宇无情地杀了 没有未来了 死了 第二天爱勋儿还没起来 他的一个乐队里的朋友 就打电话给他 勋儿 你快来学校 爱勋儿朦胧着眼问他 井上 什么事啊 那个叫井上的人 一脸悲仓地说道 浸腾 昨天被人暗杀了 爱勋儿 从床上静坐起来 睡意全无 虽然他不喜欢浸腾 可对浸腾的朋友感情 还是挺深的 爱勋儿不像西门宇 似乎对每个日本人 都没有好感 爱勋儿很睿智 他不会把日本的祖先 对华夏犯的罪 算到后代身上去 怎么可能 爱勋儿脑袋轰的一下 那个叫井上的人 呜呜地哭着 爱勋儿立刻起床 奔向学校 西门宇还在美滋滋地睡觉 反正啊 中午之前 他都不会起来 当爱勋儿赶到学校时 静腾的尸体 刚好被警察 从宿舍楼搬到楼下 盖着白布 爱勋儿心中悲痛地 上去掀开白布一看 那把插在心口的刀 还在心口 爱勋儿 呜呜地哭泣了一番 静腾是乐队的主唱 整个乐队 大家的感情都挺深的 突然 爱勋儿把目光 集中在那把水果刀上 爱勋儿尖叫一声 他认出来了 这把水果刀 他昨天晚上 还拿来削过苹果 爱勋儿揉了揉眼睛 再认真确定一下 真的跟他昨晚 削水果那把刀 很香 两个警察忙上来 把他拉开 爱勋儿脸色惨白 牙关发抖 心中呐喊着一个声音 西门宇 别墅里的水果刀 会插在锦腾心口 只有一个可能 锦腾是西门宇杀的 爱勋儿马上赶回别墅 怒气冲冲地 跑到西门宇房间 一脚 把西门宇的房间踢开 吼道 西门宇 你太过分了 西门宇在睡梦中被惊醒 朦朦胧胧地睁开眼睛 问道 干嘛 吵得我睡不着 说着 西门宇把被子一拉 把头盖住了 爱勋儿那个气呀 西门宇 是你干的 是你干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西门宇把头从被子里伸了出来 黑黑笑的 你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 你 你 你还跟我装 敬腾太郎 昨晚死了 被人暗杀 不是你还有谁 西门宇 狡辩道 爱勋儿 别血口喷人啊 爱勋儿怒道 你还跟我装 水果刀 是不是从家里拿去的 你以为我认不出来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跟你无怨无仇 西门宇见爱勋儿 认出那把刀了 也不狡辩 撇撇嘴说的 行了 不就死一个日本人吧 你用得着这么激动吗 当年日本侵略华夏 死了上百万人了 你怎么不流几滴眼泪 来上了两年大学 你还真当自己是日本人了 你 你 爱勋儿被西门宇 几句话气得要吐血了 你不可理喻 我怎么不可理喻了 没错 就是我杀的 谁叫你拼命跟我提起他 老子杀的心里痛快 你再气气歪歪 今晚我就再去杀他几十个 爱勋儿 你太令我失望了 你对得起爱家吗 如果我没记错 当年我们爱家死在日本人手里的 也有四五个吧 看你紧张成这样 我真怀疑你是不是二战时 日本人流下的肿 你 你 我跟你拼了 爱勋儿实在太气了 居然怀疑她是日本人流的肿 爱勋儿扑到床上 跟西门宇拼了 西门宇被子一卷 把爱勋儿卷进被窝里去了 放开我 爱勋儿这才恢复理智 惊恐了起来 自己送上门来的 别怪我 西门宇把爱勋儿紧紧地抱住 双腿也缠在他身上 让他逃不得 放开我 爱勋儿在西门宇手臂上狠狠一摇 我看 你输狗啊 西门宇把爱勋儿放开 爱勋儿忙从被窝里爬了出来 跑出了西门宇房间 西门宇也没心情睡觉了 也起了床 走到客厅 见爱勋儿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不断抽着餐巾纸擦眼泪 西门宇看见爱勋儿哭成这样 也没说什么 坐在他的对面 打了一个电话 给爱勋叔 喂 姑爷 找我什么事啊 你说 西门宇的 爱勋叔 东京大学一个叫做近同太郎的人 昨晚被我悄悄杀了 他是爱勋儿的男朋友 现在爱勋儿正哭得很伤心 你来一趟吧 开道开道 反正人都已经死了 爱勋笑的 我还以为什么大事 我要是由姑爷 你的本事 我就把当年亲历还下的所有战犯全都杀了 我马上过来吧 挂完电话 西门宇发现爱勋儿正在瞪着他 西门宇不理他 自己刷牙洗脸去了 没多久 爱蒙叔来了 见爱勋儿正伤心的坐在客厅沙发上 爱蒙立刻一阵怒火 呵斥的 爱勋儿 你怎么回事啊你 你哭什么哭 你到底是爱家的还是日本人 你忘了爱家当年几个祖先被日军凌辱杀死的事了吗 还有 我是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我正在日本大学期间谈恋爱 你为什么还跟那个锦彤太郎偷偷谈恋爱 你把家族人的脸都丢尽了 姑爷杀了锦彤 真的是杀得好 爱勋儿眼圈一红 哭道 我没有 爱勋儿之所以难受 更多的原因是啊 对锦腾的惭愧 如果他不欺骗西门宇 说锦腾是他男朋友 锦腾就不会死 严格来说都是他害死了锦腾 所以他才哭得很伤心 还说没有 没有哭什么 我真的没有跟锦腾谈恋爱 我只是欺骗西门宇 谁知道他竟然把人家杀了 呃 什么 西门宇惊讶地从卫生间出来 西门宇盲问他 爱勋儿 你刚刚说什么意思 那个锦腾太郎不是你男朋友 没有跟你搞那些事 爱勋儿没有理会西门宇 爱蒙说的 谁叫你欺骗姑爷的 活该被姑爷杀掉 好了 此事就这样了 以后别提了 西门宇这会儿的心情啊 变得豁然开朗 他就说嘛 这么一个爵士大美女 要是真被人日了 那可多可惜啊 原来虚惊一场 这丫头居然欺骗自己 还说的有鼻子有脸的 西门宇看着爱勋儿 小呵呵的 那个不好意思啊 爱勋儿 是我太鲁莽了 你多担待点 哼人都死了 你说这个 还有什么意义 爱勋儿怒他 爱蒙却对爱勋儿 呵斥他 怎么跟姑爷说话的 不会礼貌一点吗 西门宇无所谓的笑的 没事没事 爱蒙说 别整得那么严肃 我跟爱勋儿也是同辈 不用那么多理肃 爱蒙说 你去忙吧 不用管我们了 那好 我先走了 等爱蒙走后 西门宇递给爱勋儿一块 施毛巾 说的 瞧瞧眼嘞 弄得像个大花猫一样 要你管 爱勋儿不领情 自己走入了卫生间里 现在爱勋儿的心情啊 好了许多 归根结底 他还是觉得他害死 浸腾的 爱勋儿洗完脸 走入厨房去做饭 西门宇跟着进入厨房 对爱勋儿说的 你不生气了吗 爱勋儿不说话 自己做自己的事 无视西门宇 西门宇说的 你要是想出气 就倒两圈吧 要不是你老跟我提进堂 还把你这么珍贵的身子 给了他 我怎么会杀了他 我怎么能 不失去理智呢 对吧 我的事 跟你有关系吗 当然有 第一眼见到你时候 就很震撼 你不知道当时 我得知你被进堂睡了时 有多么的愤怒 被戴了绿帽子一样难受 爱勋儿瞪着西门宇的 你搞清楚 我不是艾薇薇 西门宇尴尬的笑道 我知道了 反正我也说不清楚 你以后最好是 别乱找男朋友 省得悲剧重现 好了好了 不说了 不说了 现在西门宇心情很好 爱勋儿原来还这么纯洁 竟然都是误会 那种被戴了绿帽子的感觉 终于没有了 至于近藤的死 西门宇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我帮你撕头脚啊 西门宇主动上去 帮爱勋儿做菜 爱勋儿一扭身 把西门宇挡在身后 西门宇黑黑笑道 既然不用我帮 那我帮你 好迷主招 爱勋儿贺道 滚蛋 别在这里挨手挨脚的 西门宇笑道 你太看不起我了 行 今天你心情不好 那我来煮饭 理应让我伺候伺候你 西门宇把爱勋儿拉出厨房 爱勋儿把西门宇的手甩掉 西门宇独自进入厨房 爱勋儿也不进去了 坐在沙发上愣神 不知道在想什么 爱勋儿突然发现 他好像心里不恨西门宇 按理说 西门宇杀了他朋友 他应该恨西门宇才对 可内心却不恨 文宇对劲藤的感觉就是愧疚 要不是他自己拿劲藤当挡箭牌 他就不会死 西门宇这个真凶 却恨不起来 爱勋儿对自己的心里 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不恨他呢 应该恨死他才对呀 西门宇会杀进藤 是因为吃醋 也许是这个原因吧 为了他吃醋 吃醋的杀人 让爱勋儿恨不起来 这也跟他和进藤的感情 不是那么深有关系 爱勋儿看着西门宇 乒乒乓乓乓一个人在厨房里忙 也没准备进去帮忙 他倒想看看西门宇能弄出什么来 爱勋儿也太小看西门宇了 西门宇的厨艺水平 是跟他大师姐学的 自然是不入 爱勋儿的厨艺是自学的 岂能跟西门宇相提并论 一阵香气飘出来 令爱勋儿有些好奇 怎么煮得这么香 近一个小时后 西门宇端出了一盆粥 和几点小菜 说道 勋儿 吃饭了 尝尝我煮的粥 香吧 哼 爱勋儿装作还在生气的 不过去 西门宇无奈的 不吃算了 反正我也没有煮多少 西门宇一个人 刷刷地吃了起来 爱勋儿只是故意赌气 谁知西门宇竟然 真的不再叫他了 那个气脑啊 唉 吃饱了 我楼上换衣服去了 待会儿带我出去玩 西门宇上楼后 爱勋儿肚子咕咕地 叫了两声 走到餐桌前 凑上去闻了闻 安道 好纯的稻香 这家伙是怎么煮的 爱勋儿尝了一口 终于知道 西门宇竟然是厨艺高手 远不是他可以相比的 心中震惊 哇 好吃 到底是怎么熬出来的 这时 身后传来西门宇的声音 想知道怎么熬的吗 明天我教你 怎么样 好喝吧 哼 我又没给你喝 我怎么知道 西门宇笑的 既然没给我喝 那你嘴角的范利怎么解释 啊 爱勋儿惊叫了一声 满脸通红 做我老婆吧 爱勋儿忙不好意思地转过身去 把嘴角的范利抹掉 真是太丢人了 刚刚还在他面前表现得很刚硬 经此一事 爱勋儿不好意思再在西门宇面前表现得爱搭不理的态度了 西门宇道 好了 别不好意思了 快吃吧 吃完还得带我出去玩呢 哼 爱勋儿嘟着嘴 哼了声 这个坏家伙 不知道怎么就被他折服了一样 对他竟然怎么也恨不起来了 爱勋儿吃过早饭 又带着西门宇去东京的另一个景点游玩 坐在车上 西门宇问他 勋儿 你跟我老婆熟吗 怎么很少听到他提起你 爱勋儿哼的 别叫得那么亲热 叫爱勋儿 吴宇 好吧 爱勋儿 你跟我老婆熟吗 西门宇问他 爱勋儿的 不熟 西门宇疑惑他 你们不是同一个家族的 怎么会不熟呢 爱勋儿是爱家的直系千金大小姐 身份地位 怎么可能是我们这些旁之可以比的 反正我很少见到他 或许 爱勋儿都不知道我叫什么 只是有印象见过吧 哦 西门宇点了点头 沉默了几秒 突然说的 爱勋儿 你也做我老婆好不好 啊 爱勋儿听到西门宇突然来的这句话 手一抖 差点把方向盘打偏了 爱勋儿瞪了西门宇一眼 骂他 你有病啊 西门宇说的 我没病啊 我是认真的 别这样嘛 你跟薇薇一起当我的老婆好不好 以后你在家族的地位 也直线上升了 滚 爱勋儿愤怒地一吼 嗯 干嘛这么激动 真是的 我有什么不好的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你做我的老婆 是最好的选择 哼 爱勋儿冷笑了一下 西门宇问他 你冷笑什么 爱勋儿也问他 今天早上 你知道为什么爱勋得知我跟靳腾 偷偷谈恋爱 爱勋叔会很生气地哄我吗 西门宇一争 往问 是啊 为什么 我好像听爱勋叔说 不准你在这里谈恋爱啊 告诉你没有什么意义 反正跟你没有关系 总之 你安安心心地当你的孤业就好 别企图打我的主意 西门宇逼问他 不行 你必须告诉我为什么 你是我的女人 没有人可以决定你的命运 爱勋儿白了西门宇一言 我不是你的女人 那你告诉我 爱勋叔为什么不准你谈恋爱 肯定有原言 西门宇很想知道 爱勋儿叹息的 其实我也不知道 爱勋叔也不知道 估计只有我们爱家的老太爷知道 西门宇盲问 爱家老太爷是谁啊 怎么我没有听说过 我还以为我是爱家的核心人物了 怎么还有我不知道的事 你问我 我问谁去 我们爱家虽然家族史很短 可至今也有百年了 据说 我们爱家的老太爷 曾经是民国时期的军阀 正因为是军阀 所以我们爱家才发达了 有了今天的家业 老太爷应该就是那个军阀吧 西门宇被搞糊涂了 还以为爱家很简单 没想到也这么复杂 不过 相对时的世家来说 的确很简单 难道你们爱家的老太爷还活着 那他现在应该一百多岁了吧 他为什么说你不能找男人 什么时候说的 西门宇一连串一问 爱勋儿瞪着西门宇道 你那么好奇不会打电话去问爱蒙说 我怎么知道 西门宇今天就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了 直接打电话给爱蒙 喂 姑爷 有什么事 你说 西门宇问道 爱蒙说 听兴儿说 我们家族的老太爷 不准兴儿谈恋爱找男人 这是为什么呀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 爱家还有老太爷存在呀 爱蒙叔笑道 其实我也不懂 家族这么嘱咐我的 你啊 还是去问家族吧 估计只有他知道了 哦 那没事 你忙吧 西门宇挂了电话 嘀咕的 那么神神秘秘的 难道 爱家还有什么秘密不成 西门宇回去 一定要好好问问家族 也就是 爱巍巍的爷爷 到底怎么回事 好了言归正传 爱蒙儿 依我的地位 说服家族应该不难 你到底愿不愿意 当我的老婆 西门宇继续死皮赖脸的问 死开 你不同意也没用 反正你当我老婆这件事 已经说定了 我回去后就跟家族提亲 西门宇摸着爱巍儿的大腿 暧昧的笑道 爱巍儿瞪了西门宇一眼 把爪子拿开 哈哈 爱巍儿 我杀了劲藤 你却没有恨我的感觉 这足以说明 你对我还是有好感的 哼 别自作多情了 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已经有一个千金大小姐了 还不满足 西门宇笑的 实不相瞒 我还有一个女朋友 叫秦冰 是我的班主任 二十二岁 风流 怎么世上还有你这样的人 你对得起爱巍巍吗 巍巍早就知道了 巍巍愿愿意跟秦冰 一起当我老婆 现在就看你了 雪儿 别这样吧 你也一起当我的老婆好不好 我保证不会让你吃亏的 西门宇信誓旦旦地保证的 别恶心我 真是好笑 你以为你伪小宝啊 还想三七四借 爱巍儿好像很接受不了 西门宇那么多老婆的样子 西门宇笑的 为什么我不可以多几个女人 那些富商高官 他们都可以家里一个妻子 外面几个情人 再保养几个二奶 难道我连他们都不如了吗 碰起那些高官富商 他们拥有好几个女人 可是 他们却没有相等的性能力 我就不一样了 就算我娶了二十个 我也可以保证 满足每个女人的性需要啊 别说了 不要脸 爱巍儿脸红耳赤地喝止道 你不相信我有这个性功能 是不是 西门宇偏要拼命地说这个话题 不要说了 你害不害臊 好吧好吧 不说了 反正我喜欢你 我回去后 就会跟家主提的 让家主 把你跟爱巍巍一起 给我当老婆 西门宇收完 快乐地吹起口哨 就算家主这么安排 我也不会同意的 虽然现在我不恨你 可我对你真的没有爱情的感觉 得到你的人就行了 感情什么的 慢慢在培养 等生了十个八个孩子后 就有感情了 反正我不会再错过真爱了 真爱你妹啊 滚蛋 哈哈哈哈 西门宇不再说了 别把爱巍儿惹火了 有一点 西门宇很纳闷 为什么爱巍儿对自己没有感觉呢 神说 每个人的品位不同 你又不是情圣 凭什么要对你一见钟情 西门宇 放开那女孩 让她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吧 西门宇对神说 放开那女孩 没门 虽然我没有感觉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喜欢就行 四师傅说了 只要喜欢她 就必须弄来当老婆 不然她就会当别人的老婆 横竖都是当老婆 干嘛不让她当自己的老婆 神念了一句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爱巍儿拉着西门宇 到了东京一个景点 叫上野公园 东京名园 上野公园 是日本的第一座公园 其名不仅在景色之秀美 更在历史之古远 与人文之深厚 一进上野公园 便可看到 幕府末期政治家 西乡龙胜的同像 爱巍儿买了票 带着西门宇 进入了这个景区 巍儿 我给你拍照啊 西门宇充满热情地说 不用 爱巍儿无情地拒绝了 西门宇也不害怕 只是无聊 在这里玩玩而已 玩了几个小时 差不多都腻了 西门宇和爱巍儿 准备离开 去别的地方玩 这时 西门宇旁边传来 一个男子的吼声 德产千雪 我真的爱你 求求你了 当我老婆吧 西门宇一愣 这么直白 西门宇刚刚来的路上 才跟爱巍儿说 当他老婆 没想到 似乎遇到了一个 同道中人 西门宇和爱巍儿 一同往旁边看去 只见一个华夏男子 正跟一个日本美女 表白 华夏男子手里 捧着一大束鲜花 跪在一个美少女面前 千雪 求求你 当我老婆吧 滚蛋 那个日本的美少女 不屑地说的 西门宇饶有兴趣地看着 让西门宇惊讶的是 那个华夏男子 是潜能六阶的高手 而那个美少女 是潜能三阶的高手 竟然碰到高手 那个华夏男子 大约二十四五岁左右 身高一米七五左右 面貌长得一般 很普通 跟帅啊 扯不上关系 而那个叫 德川千雪的 日本美少女 大约十八九岁 长得犹如仙女一般 要身材有身材 要脸蛋有脸蛋 要胸有胸 那么漂亮 难怪令那个华夏男子 这么着迷呢 华夏男子继续恳情的 千雪 爽快点 当我老婆吧 西门宇感觉 那个华夏男子很逗 西门宇 敢直接跟 爱训说 当他老婆 那是西门宇 很有把握 可这个日本美少女 明显就不喜欢她 她还敢一口一个 当他老婆 不会先谈恋爱吗 滚蛋 长雨 我叫你滚蛋 你听不到吗 可不可以 不要在苍蝇一样 缠着我了 你真的好烦啊 我跟你说过 恩成也恩变了 我不喜欢你 我对你一点点感觉都没有 我宁愿出家当尼姑 也不会喜欢你 你到底还要我说几次 华夏男子难过的说道 陈雪 可是我真的好喜欢你 你当我老婆吧 那个日本美少女要崩溃了 你神经病啊 是不是你们华夏人 都这么神经病 不喜欢还死缠烂打 陈雪 你不能这么自私 我这么喜欢你 你怎么能这么自私 你忍心让我 忍受失恋的折磨吗 滚 折磨死了我 也不会皱一下眉头 这回听明白了吗 陈雪 你真的这么狠心吗 华夏男子面容一顿 转为怒色 是 华夏男子狠狠地点了点头 发誓的 德川 千雪 你等着 既然你那么狠 就别怪我了 哼哼哼 怎么 你还想杀我 你够资格吗 我没想去杀你 我会让你忍受 失恋的折磨 你等着 总有一天 我要你也跟我一样 被失恋的痛苦折磨着 真是好笑 本小姐懒得 跟你在这里啰嗦了 哼 以后 别来烦我了 书文 德川仙雪走了 华夏男子痛苦地把一大树鲜花扔在地上 然后站起身往外走 不经意间 华夏男子看见了一旁的西门雨 华夏男子看了西门雨几秒 犹豫了一下 走向西门雨 帮忙 西门雨心里是不想跟这个人接触的 因为他是潜能六阶的高手 西门雨怕他情绪无常 找自己麻烦怎么办 西门雨转身想走开 这时那个男子忙喊道 兄弟刘伯 我看你的样子 也是华夏人吧 西门雨无奈地回过头 点头道 是啊 我也是华夏人 你有什么事吗 华夏男子说的 你好 我叫常语 也是华夏人 不知道 你有没有听说过 我是被选入华夏少年天才的人物之一 在所有少年天才中 我现在的实力排在第六 我想跟你认识一下 顺便 想拜托你帮我一个忙 不知道可以吗 呃 西门雨没想到 没想到 这个家伙 居然是华夏少年天才之一 少年天才的名单 西门雨啊 都还没被选入呢 也可以说 暂时还没资格 你好 我叫西门雨 你想让我帮你什么忙 西门雨问他 常语拉着西门雨道 兄弟 不急 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 慢慢说 好吧 西门雨无奈地点了点头 最后 在一个茶馆里坐了下来 长雨开门见山的 西门兄弟 请允许我这么叫你 我也不拐弯磨脚了 刚刚我跟德川千雪表白的情景 你也看到了 那女人十分高 一点情面也不讲 我追她已经很久了 而且为了追她 我还放弃了自己开启全能期节的机会 可她居然这么无情 我发誓我要报复她 西门雨汉言大 长雨大哥 你莫非想让我帮你杀了呢 长雨白手道 不是不是 这个是没必要 他是日本德川家族的人 德川家族 八街九街的墙 一大把 杀她呀 是不可能的 也没意思 我是另有所求 西门雨道 长雨大哥 你还是干脆一点 想让我帮你什么忙 只要能帮得上忙的 我一定帮 毕竟大家都是华夏人嘛 好 我需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我要让德川天雪 体会失恋的痛苦 我要让他被失恋折磨 长雨坚决地说的 西门雨无语地看了一眼 一边坐着大爱勋儿 然后回过头说的 长雨大哥 我不太明白 你想让他被失恋的痛苦折磨 是什么意思 跟我有什么关系 长雨看着西门雨的脸庞 点了点头 说的 西门兄弟 我之所以找你帮忙了 主要是因为 看见你长得很帅 哈 西门雨心里也蛮高兴的 得意地看了一眼爱勋儿 似乎在对爱勋儿说的 瞧瞧 人家说我很帅呢 长雨握着西门雨的手 恳求道 西门兄弟 我想让你帮我去追德川千雪 等追到手后 他爱上你了 你再帮我狠狠地甩掉他 让他受尽失恋的折磨 以报我的失恋之仇 如何 西门雨抹了把汗 一边的爱勋儿也深深地为这个疯狂的男子行美感到无语 西门雨苦笑道 长雨大哥 你也忒看得起我了吧 我又不是什么情圣 虽然我长得挺帅的 但也不是全世界最帅的 再说了 人家是美少女 论美貌 那个德川千雪比我美多了 又是什么德川强大家族的人 你真是太看得起我了 爱勋儿对着西门雨描了描嘴 似乎在说 你倒有些自知之明 只是 长雨坚定地握着西门雨的手 不依不饶地恳求的 算我求你了 我这个人没有什么朋友 就算我又认识几个 可他们长得比我还丑 所以啊 我只能指望你了 我相信你可以的 男人并不是最帅才能吸引美女 你的相貌啊 已经符合任何美女对异性相貌的要求了 求求你了 帮我报这个仇吧 西门雨为难叹息一声 说道 长雨大哥 我们初次相识 这是不是太疯狂了点啊 长雨二话不说 竖起手指说道 我长雨从今天起 任西门雨为生死朋友 必定有难同当 有福同享 怎么样 西门雨兄弟 如果你不嫌弃 我们结为好朋友 这样 你为我报仇 也就师出有名了吧 你做事 还真是雷厉风行啊 西门雨苦笑道 长雨道 你不愿意跟我做生死朋友吗 西门雨蒙白手道 不是不是 长雨大哥 你误会了 华夏被入选天才少年榜的天才 实力这么强大 可我 都还不是少年天才里的一个呢 是我高攀了呀 长雨笑道 管这些做什么 我第一次见你 感觉很有缘分 你这个朋友 不管你帮不帮我 我都交定了 这样吧 我先介绍一下 我自己的实力情况 我今年二十四岁 潜能所 境界是六节 我拥有三种潜能属性 分别是光明属性 生命属性 以及水属性 西门雨一惊 好强大呀 真不愧是被选入 华夏少年天才的人之一 光明属性 生命属性 强大 西门雨也热血澎湃的说道 我也是三种属性 分别是风能量属性 雷能量属性 以及精神能量属性 哎哟 西门雨兄弟 不错呀 精神属性 只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属性 很强大的 你现在是潜能三节 多少岁了 西门雨的 现在十七 管年啊 就十八了 我靠 你还装逼 才十七岁 就达到潜能三节 而且 三系能量属性 属性又不弱 比我牛逼了 你还跟我说高攀呢 西门雨谦虚的笑了下 艾勋儿好奇的看着西门雨和长雨 他没有说话 听着他们交谈着他不知道的领域 这一刻 艾勋儿对西门雨 终于产生了一丝膜拜的感觉 从侧面了解了一下西门雨这个人 长雨抓住西门雨的手说的 从今以后啊 你就是我的生死朋友了 不管你帮不帮我这个忙 你都是 西门雨也握着长雨的手说的 好 我也交你这个朋友了 在潜能界 我真正的朋友还没有一个呢 今天认识你这个天才朋友 是我西门雨的荣幸 以后你就是我西门雨的生死朋友了 你比我大 我就叫你长雨大哥吧 哈哈哈哈 好 西门雨兄弟 以啥代酒 干 干 西门雨很高兴 长雨这个人看上去没有什么心机 很爽直 值得交往 西门雨的朋友啊 除了赵健 还真就没有了 可赵健只是普通人 有实力的 一个都没有 今天总算是有一个 值得交往的人了 关于长雨的背景 他没有主动说 西门雨也不问 西门雨也没有说自己的背景 现在才认识 不一定非得把一切都捣得清清楚楚 长雨对西门雨说的 西门雨兄弟 那个 西门雨知道他想说什么 看了眼爱勋儿 长雨忙对爱勋儿说的 弟妹 请你见谅啊 我想借你男朋友一用 你放心 他只是帮我报仇啊 不是真的一行别连 这个仇啊 我一定要报 请弟妹成全啊 爱勋儿被弄得脸红耳赤 瞪了西门雨一眼 爱勋儿甭想说 跟他无关 但不想让西门雨没面子 便说的 随便了 西门兄弟 这回你没留拒绝了吧 弟妹都答应了 长雨大笑的 西门雨苦笑的摇了摇头 说道 好吧 我答应你就是 我帮你报仇 追德川千雪 然后甩掉他 谢谢 太谢谢你了 今天能够认识你这个朋友 真是三生有幸了 西门雨道 长雨大哥 我只是答应帮你追 但能不能保证你 帮你报仇 我可不敢保证啊 毕竟 那个德川千雪 没有那么容易被人追到手的 没事 有的是时间 不及时 再说 能不能成功是另一回事 来 我们计划一下 西门雨苦笑了一番 看了一眼爱心儿 爱心儿 对他翘了翘嘴巴 不知道什么个意思 长雨大哥 你还是先 介绍一下德川家族吧 西门雨要求的 好 德川家族 是日本最强大的三个势力之一 家族最强者 可能达到潜能所十二阶以上 甚至十三阶 反正啊 是一个很强大的家族 比日本帝国还要强 相当于我们华夏的京门 那个德川千雪 是日本少年天才中的一个 德川家族的直系 和掌上明珠 西门雨不解的问 哦 那华夏京门是什么东西 西门雨还真没听说过 靠京门你都不知道啊 不过也不奇怪 毕竟你实力还弱 京门啊 就是一个强大的门派吧 先说正事 好 那我应该怎么追德川千雪 明天我带你去的家里 然后你就直接 嘿嘿 展开追求 相信你泡妞啊 肯定有一套的 不然弟妹这么漂亮 你怎么可能泡到手啊 对吧 嘿嘿 吴雨 爱静儿撇了撇嘴 西门雨挠了挠脑袋 泡妞高手啊 真谈不上 西门雨也有很多追不到的 比如那个诸葛湘云 就是没追到 还是你教我做吧 我要是有什么办法 我自己就要早就追到了 哪里还需要你帮忙 对吧 反正就是交给你了 短时间内肯定追不到 给你五年时间 好吧 你安排我跟他认识就好了 傍晚十分 西门雨跟长雨分开了 和爱勋儿一起回了别墅 喂 你真的要去追 得川千雪 爱勋儿问 嘿嘿 不是追 是帮忙 爱勋儿哼的 少来 你这么花心的人 爱勋儿 如果你现在跟我说 你吃醋了 我立刻拒绝长雨的请求 叫他另请高明 只要你说一句 你吃醋了 好 我说 我不吃醋 爱勋儿大声地说的 德川家族 爱勋儿 爱勋儿 你要是想的话 我可以帮你破处啊 滚 爱勋儿红着脸怒的 爱勋儿 你都二十二了 再不破 变成老处女了 来嘛 我帮你了 爱勋儿 瞪了西门雨一眼 快步地跑回房间去了 西门雨看着爱勋儿 性感妖娆的小屁股 一阵心园一马 第二天 长雨来见西门雨 西门雨和爱勋儿 正在吃早饭 还是西门雨煮的 西门雨 走 现在就去德川家族 西门雨点了点头 对爱勋儿说道 勋儿 今晚不用陪我了 你自己回去上课吧 嗯 西门雨 可长雨 立刻坐车走了 只剩下爱勋儿一个人 西门雨一走 爱勋儿感觉 突然有些寂寞 坐在车上 西门雨问长雨 长雨大哥 我们怎么才能够 进入德川家族啊 长雨的 放心 我姐姐是德川家族 大少爷的未婚妻 我就是因为姐姐的原因啊 才会认识德川千雪的 哦 西门雨忙问 那你姐姐是华夏人吗 长雨点头的 是啊 怎么了 西门雨笑的 没啥 就是感觉怪怪的 你姐姐怎么嫁给日本人了呢 不瞒你说 我挺讨厌日本人的 得川千雪 这不完美无缺的吗 长雨叹息的 哎 我当初也是这么想的 我姐姐嫁给了一个得川若奈 十分不爽 所以啊 我就想着把 多川若奈的妹妹娶回家 这样才公平嘛 可惜啊 得川千雪那娘们 不喜欢我 我现在对她只有恨 我只想报仇 我为她牺牲了那么多 她一点都不敢弄 我要让她受尽失恋的折磨 西门雨欣说 这个任务好难啊 受尽失恋的折磨 哼 那个得川千雪这么漂亮 到时候真不知道 谁更胜折磨 很快就到了一个古镇 有点像东方之城一样 不过 又比东方之城更加的古朴 这里就是得川家族的地盘了 进去后啊 要小心一点 昨天那得川千雪 不是说不想见你了吗 她会不会赶我们走啊 长雨哼的 哼 我姐姐指的未来大嫂 她敢吗 得川若奈对我姐姐 可是爱得死去活来 对我姐姐的宠爱 比对她妹妹还更宠呢 哦 站住 刚一进入府门 两个高手就拦住了去路 长雨的 我姐姐是你们大少爷的未婚妻 请让我们进去 原来是长公子 你亲情 不过 这个人是谁 两个高手看着西门雨的 这是朋友 那你们进去吧 西门雨和长雨 轻松地进入了德川府 此刻 在德川府 德川若奈和长雨的姐姐 正在一个宽广的花园草地上试炼 德川千雪也在一边 这时一个丫鬟走到德川千雪面前 对她说道 小姐 那个长雨又来了 读出千雪 眉头一皱 脸上充满厌恶之色 长雨带着西门雨 直接到了这个地方 长雨指着远处一对男女 对西门雨说道 西门兄弟 看见没有 那个就是我姐姐了 旁边那个 是我未来的姐夫 德川千雪的大哥 这时 那对男女看见长雨 往长雨这边走了过来 西门雨趁机打量了一下两人 令西门雨惊讶的是 长雨的姐姐 竟然长得美若天蝎 衣昧飘飘 宛如仙子 西门雨以为 长雨长得很普通 她姐姐应该不漂亮才对 事实相反 当然 西门雨也看到了 德川若奈 这个德川若奈 长得倒是一般 比长雨稍微帅一点 论相貌 西门雨比她帅多了 西门雨真怀疑 德川千雪 是不是她亲妹妹 怎么妹妹这么漂亮 哥哥却很普通 同样 长雨跟她姐姐一样 长雨的姐姐 和德川若奈 两个人的实力 分别是潜能 九阶和十阶 西门雨充满了羡慕 九阶啊 是现在的西门雨 压根不敢想象的 比西门雨的二师傅 四师傅还强大 跟她三师傅 一个级别了 而德川若奈 潜能十阶 更是不可想象 小雨 小雨 昨天你去哪里了 怎么没回来住 长雨的姐姐走过来笑问她 姐 我昨天心情不好 就没回来 长雨的姐姐看了眼 德川千雪 没说什么 然后把眼睛看向西门雨 问她 小雨 这是 长雨盲介绍的 姐 这是我朋友 她叫西门雨 哦 长雨的姐姐 对西门雨点了点头 然后眼神 便不再关注西门雨 西门雨一个潜能三阶的 还真的没有让她 多看几眼的欲望 长雨对西门雨介绍的 西门雨 这是我姐 长月娥 德川若奈 根本就没有看西门雨一眼 对长雨说的 长雨 你自己去找千雪玩吧 我和你姐姐继续失恋 嗯 你们忙 长雨的姐姐 和德川若奈 说着话走开了 西门雨看着 长月娥的背影 那小屁屁 圆圆的 性感齐了 西门雨心里一针不爽 好逼真是被告日了 哎 西门雨很不想看到 这种局面 可又有什么办法 整个世界美女很多 西门雨总不能 把全世界的美女 都据为己有吧 真是可惜啊 长雨大哥 你姐姐这么漂亮 真是太可惜了 其实 我姐姐 不是亲姐姐 我是姐姐捡回了养大的 我是一个不知道父母的孤儿 是我姐姐把我养大的 长雨的 原来是这样 我说你怎么长的 不好意思 口无口无 没事 我长得丑 我姐姐长得美 其实就是这样 你随便说 我不会生气的 西门雨又好奇地问他 你姐姐今年几岁了 看上去很成熟 我姐姐已经四十多岁了 啊 西门雨已经四十多岁了 那岂不是跟西门雨的妈妈 同一辈的人了 汗颜 可看长月娥的样子 才二十七八岁的样子 我姐姐从小修炼 所以看起来很年轻 哦 走 介绍你认识德川千雪 长雨拉着西门雨 往一个方向走去 西门雨早已见到 那个叫德川千雪的女子 正在一个秋千上 吃着葡萄 德川千雪 见长雨走过来 厌烦他 你还来找我干嘛 你还不死心吗 苍蝇 长雨哼的 放心 我对你已经没有兴趣了 德川千雪看着西门雨 撇了撇嘴的 他是什么人 都给我滚蛋 看见华夏人就讨厌 你们华夏人 最会歪曲事实 两人逐渐地争吵 德川千雪暴怒了 二话不说 就对西门雨动手起来了 西门雨感觉身体一寒 衣服好像结了一层寒冰 说时迟 那时快 德川千雪的手掌 已经到了西门雨眼前 这么快的速度 西门雨大惊 这个德川千雪 也是潜能三斤 可实力的确很强大 不愧是被日本选入天才少年的人 住手 西门雨还没有动手 旁边的长雨手一挥 德川千雪轻易地就被他扫在地上去了 跌落在地上的德川千雪 怒着看向长雨 长雨 你敢打我 这里是我家 你竟敢打我 是 我就打你了怎么着 之前是因为我喜欢你 所以才让着你 现在我对你只有恨 你敢惹我 我就打你 给我滚出德川家族 滚 再不滚 别怪我不客气了 这时 身后传来 德川若奈的报和 胡闹 德川若奈和长月娥一起走了过来 他们听说这里打起来了 忙跑过来的 德川千雪的脾气 比较火棒 很容易生气 一旦怒火起来 真的会打起来 长月娥把长雨拉到一边 轻声问她 小雨 怎么回事啊 怎么跟千雪打起来了 糟糕了 姐 是她先动手 打我朋友的 然后我挡住了 回击了一下 并没有打她 小雨 别这么冲动 姐知道你喜欢千雪 可千雪不喜欢你 拒绝你是正常的事 别因为拒绝你 就对人家产生仇恨 我们现在是寄人篱下 危机四伏 你要明白 嗯 我知道 那个德川若奈 也对她妹妹责骂她 真雪 你怎么这样 对客人这么没力吗 出手伤人 我伤谁了 明明是她打我 没看到倒在地上的人是我吗 德川千雪怒道 好了 你多担待一点 别再闹了 哼 德川千雪 哼了声 不再想争辩了 狠狠地动了西门雨喝 长雨 然后气呼呼地离开了 长月带着西门雨 离开了草地 在一个亭子里坐了下来 西门雨有些好笑 明明是来追德川千雪的 结果呢 不过 那个德川千雪 脾气不怎么好 或许是她对华夏人 真的没有一点好感 就好像西门雨 也不喜欢日本人一样 长雨拍了拍西门雨的肩膀 欠一道 不好意思啊 让你受委屈了 长雨大哥 那现在怎么办 这仇还爆吗 西门雨苦笑地问 哎 那个臭婆娘 真他妈的看他不爽 真不知道这样的女人 长那么漂亮干嘛 西门雨笑的 她对我们华夏人 没有一点好感啊 难怪你追不到她 不行 西门雨 我们不能放弃 你还要是要去追她 然后再甩了她 唉 西门雨叹息一声 走 再去找她 试着表白一下 我知道她去哪里了 长雨说的 西门雨无语道 长雨大哥 刚刚才跟她差点打起来了 现在立刻又 找她去跟她表白 这不是折磨我吗 反正我们的目的就是追她 既然来了 难道不是什么 不管成不成 都先信使 好吧 西门雨跟着长雨 又去找德川鲜血了 西门雨觉得 这完全是去自己找虐呀 在小镇的一个河边 西门雨又找到了德川鲜血 他正在和几个家族的人 准备去划船 西门雨 您自己一个人上去 我就不陪你上去表白了 快啊 西门雨叹息一声 厚着脸皮走了上去 嗯 德川鲜血 见西门雨又找来了 眉头一皱 西门雨忙的 等等 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 也不是来跟你打架的 那你想来干什么 我怀疑你们真不要脸 西门雨说的 那个 德川鲜血 我喜欢你 啥 德川鲜血 自己都一时没反应过来 西门雨无奈地又说了一遍 我喜欢你 呵呵呵 你神经病吧你 德川鲜血好笑起来 西门雨也怀疑自己是不是神经病了 可没办法答应人家的事 必须得这么做 德川鲜血 你说吧 我有没有机会当你男朋友 西门雨问他 呵呵呵 你想当我男朋友 兄弟 你别搞笑了好不好 不过 你要是马上加入日本国籍 成为一个日本人 我可以考虑 给你一个追的机会 西门雨摇头的 那是不可能的 我是堂堂正正的华夏人 怎么可能自降身份 去当日本人 德川鲜血一怒 你什么意思 自降身份 你还高攀不上 呵呵 反正我喜欢你 德川鲜血 怒问他 你说 你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精神正常的人 都不会在这种情势下追我 你肯定有什么目的 说 我说了 是不是就有机会了 没有 追我的人一大堆 比你帅 比你强大的 也一大堆 何况你又是华夏人 根本不可能 说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有什么目的 既然没机会 西门雨就不客气地笑道 我的目的很简单 破了你的身 既然追不到 那就让他恨吧 你 德川鲜血 听到西门雨这么说 那个怒 你 你什么 德川鲜血 老子是看在你长得漂亮的份上 才追你 你以为老子稀罕你什么 就你 比你漂亮的在华夏同样一大堆 你还不乖乖脱下裤子 让我上你 德川鲜血 气得牙关紧咬 吼道 你找死 德川鲜血 说着就冲了上来 要打西门雨 震回西门雨 已经准备好了 还没等他近身 精神风暴一出 三威服 精神风暴 德川鲜血脑袋一晕 西门雨眨眼冲了上去 因为德川鲜血 很快就会清醒 不能拖延时间 西门雨手伸进他的衣服里 握住了他的罩罩 用力一扯 盖盖被西门雨扯了下来 西门雨迅速地后退 这时 德川鲜血清醒了过来 已经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 脸色煞白 脑子短露了好一会儿 德川鲜血 看着西门雨手里 拿着他的罩 脸红耳赤 气得发抖 你竟敢这么对我 谁叫你不喜欢我的 无耻 我要杀了你 西门雨不想跟他打 越是打 矛盾就会越深 西门雨当即飞跃到湖面 然后是用踢云松 横跨过千面湖面 德川鲜血一愣 真是震惊啊 西门雨居然这么厉害 不知道是什么神童 西门雨喊道 你的礼仪 我收藏了 说着西门雨便走了 德川鲜血 恨得咬牙切齿 西门雨转过了一个地方 把德川鲜血的罩 给扔到了垃圾桶里去 西门雨只是帮长雨忙 见过德川鲜血 西门雨感觉不喜欢 哪里可能真的收藏他的罩 等了一会儿 长雨赶上来了 西门雨 你可真不怕呀 竟然敢对他做这种事 汗 现在呀 估计后果很严重了 德川家族以真结著称 你这样扯下他的罩 怕是那婆娘发誓 要找你报仇啊 哎呀 都怪我之前没有提醒你 对他做什么 也不要做这种事啊 因为德川家族 把真结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 谁要是侮辱了德川家族女性 如果已婚的就杀死 如果未婚的 要么就娶他 哎 从此入坠到德川家族 要么就是被侮辱的女性自杀 西门雨啊 现在糟糕了 你这样对德川鲜血 他未婚 那岂不是你要娶他 或者德川鲜血自杀 可德川鲜血自杀的可能性啊 几乎微乎其微啊 西门雨说的 哼 我也是因为反正追不到了 才破罐子破摔 怎么还有这种变态的家族 反正他们家族一直以来啊 都是这样的习惯 算了算了 西门雨 你还是赶紧回国吧 好吧 西门雨不可能娶他的 西门雨和长雨返回了别墅 正好是中午 去了一个上午 什么收获都没有 反而不小心把德川家族给得罪了 真是冤枉啊 其他是不可能了 我没有护照啊 怎么回国 而且那个天王组织还正在找我呢 西门雨鼓着脸对长雨说 啊 那怎么办 我说这两天怎么出境案件这么严格 长雨大哥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顺利回国的 西门雨问 我哪有什么办法 算了 那你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吧 好吧 西门雨哭涩的笑了声 爱轩儿不在家里 他已经回笑了 西门雨在桌上留了一个纸条 叫他有事打电话联系 爷爷 我要杀了他 此刻 在德川家族 德川千雪在家族里对着他的爷爷哭诉着 旁边还坐着四五个今天看见这一幕发生的人 德川若奈以及长月娥也在其中 德川若奈听到妹妹被那个长雨带来的人侮辱了 怒不可遏 长月娥坐在那里也感到很为难 德川千雪的爷爷眉毛深深的一众 大声说道 来人 去叫九鼎钟 家族要大聚会 九鼎钟 一般只有在家族里发生重大事情时才能消 而现在因为德川千雪被人侮辱了 却吩咐 敲 九鼎钟 德川千雪吓得脸色惨白 呜呜哭泣 他身为德川家族的女性 对于德川家族的一些古老禁忌祖讯已经很清楚了 德川家族从不知何年的古老时代就开始延续着这个家族禁忌 家族任何直戏女性 凡是被异性侮辱 皆被视为家族的恶难之人 会给家族带来恶难 如果这个直戏女性为已婚 那么她必须杀死侮辱者才能解除恶难 如果这个直戏女性为未婚 那么要让侮辱者入罪家族 要么就是该女性自杀 家族大会 我要杀了他 我要杀了他 德川千雪哭得很伤心 别哭了 德川千雪的爷爷大声喝他 德川千雪哭得更伤心了 一听说自己被人侮辱了 变成家族的恶难之人 连平时对自己很好的爷爷都变了 德川千雪越想越是伤心 德川千雪的爷爷怒骂道 平时是咱们教你的 没事别外出 要外出也有人陪着 现在好了 学什么都完了 爷爷 我没有外出 是那个混蛋自己来家族的 说着德川千雪狠狠地瞪了眼长月娥 因为西门雨是长雨带来的 她现在连长月娥都恨上了 德川千雪的爷爷痛苦地闭上眼睛 两滴老泪流了下来 不是她突然不爱孙女了 而是这种事情真的很严重 家族千古禁忌呀 九鼎中响了 很快 德川家族的组长 以及长老执事等等都来了 加起来七八十个人 其中最弱的执事 都是潜能七阶的实力 可以想象这个家族有多强大 德川千雪的爷爷 恭恭敬敬地 把事情禀告给族长以及长老等人 族长看着德川千雪 浑浑地闭上了眼睛 德川千雪的天赋 族长自然是知道的 他也很喜欢德川千雪 是重点培养的后辈子孙 可现在他只能忍痛割爱 闭上眼睛 纵然对德川千雪再喜欢 在家族千古禁忌面前 任何感情都是不堪一击 执法长老 你来说吧 族长对一个潜能十阶的长老命令他 是 族长 德川千雪害怕地归在议事大厅 不知道家族会怎么处理他这个不幸遭遇禁忌的人 执法长老叹息一声 说道 哎呀 自从一百年前 家族执席德川圣妹被外人蝎毒了之后啊 这么久 都没有一个执行的女性被侮辱了 没想到 时隔一百年 我们德川家族又有一个执行女性被外人侮辱 我神感痛心 这不是简单的吃豆腐的问题 这是我们德川家族前骨缠下来的荆棘啊 事关德川家族的血脉 哎 议事大厅的几十个人 全部都沉重地叹息一声 德川千雪哭泣的 长老 我没有外出 这不能怪我 我不想死 我也不想嫁给他 我求求你们了 休可 执法长老大声喝的 德川千雪哭泣地埋下头去 执法长老叹息过后 目光变得坚毅和严厉 德川千雪 不管你有多么不信 和家族的经济 事情一旦发生了 你就是家族的恶难之人 千古依赖都是这样 如果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第一 你自杀 第二 让侮辱你的人 坠入家族 你做的妻子 我不要 德川千雪害怕地说 执法长老 目光如狼地说的 一百年前的 德川生美 他的情形跟你一样类似 可后来 德川生美 选择了自杀 在家族史上 大部分 遭遇这个经济的不信人 几乎都选择自杀 德川千雪 你 还是选择自杀吧 为了家族的尊严 只有这个选择 德川千雪一张脸 变得只一样惨白 牙关紧咬 嘴唇被他自己咬破 血沿着下部往下流 异常凄惨 如果西门宇知道后果 会这么严重 他绝对不会 对德川千雪 做这种事 德川千雪 一个十八岁的天才 年轻貌美 就因为被外人侮辱 不幸遭遇到 最严厉的家族恶难禁机 现在 家族大会召开后 让他自杀 本来还有两个选择 但是德川家族 哪里可能 让德川千雪 嫁给西门宇 因为尊严 德川千雪 心里一万个不想死 可族长劝他死 长老劝他死 执事团要劝死 连他亲爷爷 也劝他死 德川千雪 看着议事大厅 几十张家族强者的 毫不留情的面孔 我的一声 扶在地上大哭了起来 几个心软的长老和执事 不忍心地叹息一声 按道 真是可惜啊 一个这么好的苗子 哎 德川千雪的爷爷 看到孙女无助的样子 只能劳累纵横 长玉娥看到德川千雪的遭遇 内心感到一阵可惜 几乎一息之间 她从家族掌上明珠 沦落到 人人逼死的局面 德川千雪的大哥 德川若奈 也是家族长老之一 她没有说话 眼里露出阴郁之色 看着可怜的妹妹 慢慢闭上了眼睛 心中暗道 妹妹 你一路走好 等你死后 我一定会帮你杀死那个混蛋 为你报仇 把他的头颅 拿来祭拜 因为恶难禁忌的原因 现在德川家族啊 不能去杀西门语 不然 没法解除恶难 必须等德川千雪自杀了 解除了恶难之后 才可以去杀了西门语学耻 德川千雪 看了看平时慈祥的族长 现在一脸严厉 看了看平时和蔼的爷爷 现在无动于衷 看了看 以强者著称 谁也不能忆逆他的哥哥 现在却闭着眼睛 再看看父母 虽然哭得伤心 可眼里除了懊悔 没有半点想说的 每个人眼里 都露出一种赶快解除恶难的神色 没有人会在乎他 会死 德川千雪的心越来越凉 甚至彻底绝望 很难想象 平时娇生惯养的掌上明珠 被至亲的家族 彻底抛弃的绝望心情 德川千雪 牙齿摇破了嘴唇 血流了满下巴都是 德川千雪 突然凄厉地笑了起来 那笑容让常月娥心颤 常月娥也闭上眼睛 不忍心去看 德川家族有些祖训 连常月娥都无法理解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家族 对这个恶难禁忌 这么忌惮 难道真的会应验吗 执法长老沉重地说道 各位长老以及知识团 你们还有意义吗 一个较为年长的长老说道 让他自杀吧 这是最好的选择了 只是可惜了 一个好苗子 执法长老大声地 来人把德川千雪带的宗祀 严甲看管 准备三天之后的 劫难之产 东西即可开许 恭请一万零八十位 祖宗的另外到宗祀广场 然后先把那个混蛋找出来 等恶难经济接触后 立刻杀了他 给家族学去 是 两个潜能六届的强者 把德川千雪反手绑了起来 送到了德川家族的宗祀重点关押 祖长对众人说道 好了 大家都算去吧 我知道大家心里都不好受 我也不好受 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不想家族招着恶难 必须要这么做 百年前的德川省委 也是一个不比德川千雪差的苗子 遇到这样的不行 不严一样 得接受左训力的处置 德川家族的众人 沉默地逐一离开了 家族的直系 虽然享受的东西最多 可也有坏处 直系的女性 不能被任何外人侮辱 如果是旁知的 倒没人会理 常月娥离开了议事大厅后 德川若奈对她说的 我想一个人惊一惊 嗯 常月娥立刻打电话给常语 德川千雪会这么惨 归根结底啊 她弟弟也是其中的帮凶 此刻 常语正在帮着西门宇 找秘密地方躲起来 喂 姐 常语紧张地问 小语 你在哪里 常语讹怒问她 姐 怎么了 怎么了 你在哪里 我马上过来找你 哦 常语说了一个地址 挂了电话后 对西门宇说的 西门宇 你先住在这里 一时没那么快找到你 等回了华夏后 就没什么事了 好 谢谢常语大哥 你去吧 你姐姐找你 肯定要重要的事情 别耽搁了 嗯 肯定是德川千雪有关的 也不知道 德川家族的情况怎么样了 西门宇在一个临时的房子里住了下来 西门宇心里还是很担心的 德川家族这么强大 如果他们顺着艾馨宇的路线 很容易找到西门宇 到时就算西门宇自己有大师傅保护 可艾家的人肯定要遭殃了 特别是在日本做生意的艾蒙叔和艾馨宇 早知道懒得答应常语 不帮他报仇 也根本就不会惹下这种莫名其妙的麻烦 西门宇随着接触的强者越多 已经越来越感觉自己不安全了 以前还有四个师傅保护 可是现在二师傅三师傅四师傅 恐怕对一些强者来说不够答了 单单德川千雪的大哥德川若难 就可以秒杀了他的二三四师傅的脸上 姐德川千雪怎么样了 常语见到他姐姐后忙问他 常语儿狠狠地一巴掌扇了过去 常语的一边脸红了起来 常语捂着脸低下头道歉的 姐对不起 我惹你生气了 常语恶怒骂他 你自己说说 你到底交了一个什么样素质的朋友 在德川家族内部 也敢侮辱德川千雪 你知道这后果有多严重 如果是别的人 那倒没什么 可能是德川家族 唐宇不敢说话 等姐姐骂够了后 才小声地问他 那是不是德川千雪要嫁给西门宇了 唐月娥瞪了弟弟一眼 说的 怎么可能还那么便宜了你那色蓝朋友 德川家族刚刚开了一个全族会议 德川千雪只有死路一条了 三天之后 劫难之禅上 德川家族的全体族人 会把他送上家族鄂南台 让他自杀 啊 这怎么可能 德川千雪是德川家族的天才 怎么可能让他死啊 没有选择 好了 从今以后 你不要跟那个西门宇联系了 等德川千雪自杀后 西门宇就会被德川家族杀死了 你要是再敢跟他混在一起 怕到时候连你都会一起死了 走 现在跟我去德川家族 跟他们请罪 撇清关系 常月娥逼迫着常宇回到了德川家族 并且当面跟德川家族 让弟弟和西门宇撇清关系 常月娥严禁常宇离开他一步 常月心里对西门宇充满了愧疚 充满了自责 西门宇会遇到这个事情 全都是他害的 现在他还被逼得跟他撇清了一切关系 西门宇对不起 都是我害了你 德川千雪 我也对不起你 常月想起刚刚在宗词里 看到的德川千雪时 他被反绑着 用仇恨的眼神看着他 常宇心中一阵战力 不行 这个事 我必须想办法通知西门宇 西门宇现在 根本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我必须通知他 让他在这三天之内 务必想办法逃出日本 我已经对不起他了 我拼死 也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西门宇还在等着常宇回来 想知道一下德川家族 现在什么样的情况 可常宇离开后 再也不见回来 他临时的手机 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第二天傍晚 一个人送来了一封信 你好 你就是西门吹雪吧 送信的快递员问他 西门宇一愣 点头道 我就是 这是跟你的心 请你收好 西门宇忙拆开来 是常宇寄给他的 信中说 常宇被他姐姐转禁了 不准再跟西门宇来往 这封信是他冒死送出来的 信里把德川家族发生的大事 说了说了 三天后 德川千雪会被逼自杀 让西门宇收到信后 立刻逃走 想办法逃离日本 西门宇看完信 久久没说一句话 明天 德川千雪会被德川家族逼去自杀 为什么会这样 德川千雪因为自己一个无心的过策 变得这么惨 西门宇深深地感到内惊 对不起 德川千雪 虽然我感觉你脾气不是很好 可我真没想让你死 对不起 我真不是故意的 如果我早知道你们德川家族 有这样的变态家族禁忌 我绝对不会碰你一下啊 现在说什么也晚了 明天上午 德川千雪就会自杀 我害死了德川千雪 我能够就这样逃跑吗 我能够就这样 眼睁睁地看着 她被逼自杀吗 她本是一个 拥有大号前途的天才女子 是家族的掌上明珠 从小交上惯养 极宠爱于一身 却因为我被宠爱她的族人抛弃 逼她自杀 从此相消欲远 如果不是我 她也不会有这样的命运 对不起 德川千雪 都是我害了你 我西门雨 岂能就这样独自逃跑 我从人再混蛋 我也会对此事负责 明天 不管有什么刀山火海 我也会拼死去救你 这是我欠你的 西门雨把信狠狠地抓成一团 西门雨心里充满了愧疚 德川家族很强大 等德川千雪一死 一切的仇恨 就会落到西门雨头上 西门雨如果想活命 必须趁德川千雪死之前 逃出日本 长雨在信中 郑重地嘱咐了她 立刻逃 可不容缓 可西门雨没有逃 一想起那个 从小被宠坏的德川千雪 将被自己的亲人送上黄泉路 西门雨心一阵阵愧疚 连她亲人都送她去死 那如果我不救她 还有谁能够救她 西门雨自言自语地说的 德川千雪 不管明天会发生什么 不管我能不能救出你 这都是我欠你的 西门雨低下头去 把一粒粒胶囊 放在桌子上 七粒能权胶囊 49粒大粒胶囊 13粒能量胶囊 终极能量武器一把 这次西门雨必须把全部身家都拿出来了 可是就算拿出全部身家 西门雨的实力只能短暂地维持到潜能六阶 她现在是潜能三阶 使用能权胶囊可以提升到四阶 再使用终极能量武器 能够短时间维持六阶实力 之前还是潜能二阶时 西门雨只能维持六阶实力一招 现在踏入潜能三阶 差不多可以维持潜能六阶十招 仅仅能维持潜能六阶十招的实力 我怎么救得了德川千雪 西门雨越想心越拔凉 不管能不能 我必须去做 如果我自己逃跑了 我自己都会看不起我自己 西门雨没有丝毫动摇 就算救不出德川千雪 那也至少他去了 至少能够稍微弥补一下 对德川千雪的愧疚 只能结合我的七云松 一起那两颗手榴弹了 西门雨立刻发了个短信 给爱蒙叔和爱勋儿 让他今天就回华夏 德川家族难保 不会杀了他们 西门雨跟爱蒙叔和爱勋儿解释了很久 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之后 他们才感到事情的严重性 爱勋儿和爱蒙叔一起来线了西门雨 爱勋儿劝着西门雨道 跟我们走 爱蒙叔已经买通了 晚上可以一起上飞机 是啊 姑爷 德川家族是日本最大的三大势力之一 整个日本三分之一的底盘都是他们的 日本帝国的政府也只不过是三大势力共同 拥挤的傀儡而已 这次啊 真的玩大了 爱蒙心里却在骂西门雨 真他妈会惹祸呀 爱家在日本的生意彻底的玩完了 爱勋儿却没有去向生意的事 担心的是他们的安危 能不能顺利离开日本 西门雨却摇头的 我叫你们走 并不是 我也跟你们一起逃 爱勋儿气道 你还不走你想干什么 你还在这里等死吗 日本整个国家够强大吧 可怜这个国家 都是德川家族拥挤的 你不知道你会被他们杀死吗 西门雨说的 我知道 可是 我不能就这样逃走了 德川千雪是因为我 才从天堂坠入地狱 我不能为了自己逃命 就眼睁睁看着他被逼死 不管怎么样 我必须去试着救他 我不能就这么一早了之了 爱勋儿吃惊地看着西门雨 他真没想到 西门雨会这样做 这一刻 西门雨在他心目中的形象 变得和过去 那个色狼有些不一样 换作别人 恐怕只顾自己性命逃跑了 哪儿还会去管 德川千雪的生死 可是尽管西门雨的做法很值得重庆 可是 爱勋儿还是不愿意西门雨 拿自己的生命去开玩笑 我不同意 你必须今晚就跟我们上飞机 爱勋儿呢 你让我就这样看着德川千雪死掉 如果那个人是你呢 反正我没那么伟大 爱勋儿嘟着嘴说的 爱蒙叔也劝说的 是啊 姑爷 反正你也不是有意害德川千雪的 没什么好愧疚的 西门雨义正言辞的 好了 不要再劝我了 是我欠他的 再危险 我也必须去 你们走吧 我不走 爱勋儿气鼓鼓地说的 爱蒙叔把爱勋儿带走 爱蒙点了点头 他也不劝西门雨 爱蒙拉着爱勋儿走了 爱蒙叔和爱勋儿乘坐当天晚上的飞机 飞回华夏 爱勋儿坐在飞机上坐立不安 西门雨跟德川家族结仇了 可能会有杀身之祸 他就充满了担心 当天夜里 西门雨回到原来那个别墅 把两枚手榴弹取走了 这东西用得好 也是一个保命绝招 此刻 德川千雪被关在宗祠里 他的母亲给他送来了吃的 不断哭泣着 一边劝他 女儿 你吃点吧 这是妈妈做的 你最喜欢吃的 过了今晚 你就 我吃点了 德川千雪 目光毫无生气地坐在地上 如果不是他还睁着眼睛 都怀疑他 还有没有呼吸 被关起来的两天里 德川千雪 见了许多亲人 没有一个人为他打抱不平 更没有人会救他 连亲生母亲 都带着一篮子好吃的 来送他上路 德川千雪 心已经死了 他真怀疑 以前大家宠爱着他 是不是都在演戏 为什么现在变得这么无情 每一个来送他最后一程的人 都希望他一路走好 可他不想死 可惜 没有亲人会救他 甚至为了家族尊严 选择跟西门宇结婚的路 都不给 那个混蛋 找到了没有 德川千雪 突然仇恨地问 没有 他得知风生 早就跑了 现在家族正在找他 女儿 你放心 家族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杀了那个人 他逃不了的 难解之禅 半夜时分 西门宇偷偷潜入到德川家族 西门宇 隐藏在一个大楼顶上 明天既然要救德川千雪 那自然 必须先来熟悉一下地形 西门宇看着远处一个巨大的广场 心中暗档 想必 那就是德川广场了 何妨朋友 来我德川家族的 何必长头路啊 不如进家族 喝喝茶 这时一道人影射向西门宇 西门宇看着这个人 从几十米高的楼下飞越了上来 站在楼顶 这个人居然也会飞 此人正是德川家族的族长 德川大宝 潜能十三阶的实力 潜能所开到十二阶后 就初步拥有了飞翔的能力 德川大宝已经开启潜能十三阶 自然可以飞翔 不过只是初步拥有飞翔的能力 最多也就是 只有一千多米的短暂飞行能力 西门宇虽然只是潜能三阶 可他自创的提云松 如今至少可以飞行五千米之遥 论距离德川大宝差远了 而论速度 西门宇也比他快一些 如果论灵活力 西门宇的提云松 拉他好几条街了 毕竟西门宇是自创技能 不断改建 灵活多变 而那些达到潜能十二阶 拥有飞翔能力的人 只不过是单一的 利用能量进行滑翔 西门宇不敢跟德川大宝见面 见德川大宝上来了 立刻从大楼的另一侧 跳远而下 眨眼之间消失在街角 隐藏在了黑暗之中 德川大宝没有去追 站在楼顶 暗自思量 到底是谁 他飞翔的速度虽然不快 可灵活性就好像是在地上跑一样 就算是潜能十五阶的超级强者 在空中也没办法达到多么灵活 也许是我看花眼了 飞上空中就好像是一个人 跳进水里游一样 水中游泳能跟地上跑一样敏捷吗 西门宇的踢云松 身法却是高深玄妙 连他大师傅都学不会 如今被西门宇不断钻眼 已经更加的成熟了 虽然还不能让他打到 地上走路一样灵活 可也至少比德川大宝灵活多了 假以时日 西门宇自创的这个技能 将会变成一种宝贵的秘籍 人人都想得到 就好像是强大的武功秘籍一样 西门宇在一个桥洞下 暂时隐藏了起来 等待天亮 第二天 太阳缓缓地升了起来 到上午十点时 一个嘹亮的钟声 响了起来 西门宇暗道 肯定是德川家族的 劫难之禅开始了 西门宇立刻往德川广场 潜伏了过去 隐藏在暗处 此时只见广场中央 一千多个和尚 坐在地上围上一个圆圈 口中念着听不懂的经文 最中央处立着一块大石碑 此刻德川千雪 正坐在石碑前 双目无神地看着天空 从他那张憔悴的脸上 西门宇可以看出 他这几天 经过了什么样的精神煎熬 就算是西门宇自己遭遇 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恐怕也会彻底崩溃 太远了 目测了一下 跟德川千雪的距离 至少有八百米 西门宇虽然可以直接绕过去 和那些和尚 以及家族的强者 飞到德川千雪身边 可是会飞的人不只是他 人家只要把德川千雪守住 西门宇就没辙 西门宇才潜能三节 就算能够发挥 十招六阶的实力 在几十个潜能七阶以上的 高手面前 一下就会被灭了 所以西门宇只有一种办法 接近德川千雪 至少离他十米范围内 然后出其不意地抱着他 飞上空中 距离超过了十米 西门宇没有机会 带走德川千雪 毕竟他的踢云松 速度也不快 只是身法灵活 飞翔的距离更远 我该怎么靠近德川千雪 我现在的距离 超过他八百米 如果我现在飞出去 还没几十米距离 就会被那么多强者发现了 一旦发现我 我就必须利用我的停松逃走 我只有一次机会 而且 必须靠近德川千雪 十米范围内 西门宇躲在暗处 根本无计可施 想不出任何靠近的办法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两个小时 西门宇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这时 一个钟声响起 念经的和尚们纷纷站了起来 往远处走去 一个家族的人端着一个木盘 木盘里放着一把五十刀 用白色的棉布垫着 周围的家族人群中 突然许多人呜呜地哭了起来 解难之禅已经完毕 德川千雪就要让他自杀了 看到那木盘里端出来的刀就知道了 德川千雪的几个亲人 大哭着就要跑出来 被人拦住了 木盘放在了德川千雪的面前 执法长老说道 千雪一路走好 说完 执法长老便走开了 他没有催着德川千雪立刻自杀 想必德川千雪自己也明白 再挣扎也无用 自杀是唯一的路 周围人群的哭声大噪 显然是到了最后时刻 德川千雪早已绝望 双眼无神地拿起了那把五十刀 周围家族那么多人只有哭声 却没有阻止声 这一刻 德川千雪满眼泪水 拔刀自尽 西门宇还想着靠近德川千雪的办法 此刻已经没有时间容他去想了 西门宇几乎毫不犹豫地跳了出去 住手 西门宇大吼一声 同时一枚银针往德川千雪的五十刀飞去 所有人都疑了 谁敢阻止 德川千雪听到海声 也惊愕地抬起头 一枚银针刚好把他的五十刀击落 德川千雪心中疑了 他终于听到一个紫乌人 为他不平 干不怕死的救呢 可是德川千雪眼睛看去时 却发现他居然是那个害自己的西门宇 为什么是他 他不是听到风声就逃跑了吗 他还来干什么 莫非他还想来说愿意娶我 真是可笑 十多个潜能七阶和八阶的强者 立刻把西门宇围了起来 你是什么人 德川家族的组长怒道 西门宇大声说的 我就是那天侮辱了德川千雪的人 竟然是你 这几天怎么也找不到你 没想到你只要在自己送死 一个长老冷笑了起来 德川家族组长问他 哼 我不相信你是故意前来送死的 是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此刻在人群中 长雨惊呆了 他已经写信叫西门宇立刻逃了 可西门宇竟然这个时候 还跑来送死 长月娥也吃惊地看到西门宇 她也一样以为 西门宇早就得知消息跑了 谁知道她突然出现在这里 她不怕死的来这里 到底想干什么 现场每一个德川家族的人 都心里充满了疑问 就算再傻的人也知道赶快跑 有多远跑多远 再傻的人也不会不知死活地跑来这里 德川千雪愿毒地看着西门宇 她心中同样充满了疑惑 西门宇看向德川千雪 歉意地说道 德川千雪 对不起 都是我害了你 那天我真不知道你们家族的 这个变态祖宣 如果我知道 我绝对不会听你那样做的 当我得知消息后 我是在等待我的生命家族的追杀 我本来立刻应该就逃跑的 可是我做不到 我没办法就这样独自逃跑 所以我今天来了 德川千雪 不管有多么艰难 我一定会拿命来拼一下 看看能不能救你走 我希望你可以原谅我 所有人都震惊了 西门宇居然是来救德川千雪的 谁也没想到 西门宇冒死前来的目的 居然是这样的 一个潜能三接实力的人 居然敢不怕死地 来救德川千雪 周围的德川家族那些人 神情一震 本来还在嘲笑西门宇自不量力 可这一刻却感到对西门宇肃然起敬 长宇和惊呆着看着西门宇 他之前还觉得 长宇交了一个没素质的朋友 可现在却为西门宇的这种精神感动 这才是大丈夫 他虽然实力弱 可他敢做敢当 长宇热泪盈眶他 西门宇不愧是我的朋友 好样的 看到他这么大意 我深深地 为我自己的行为感到耻辱 长宇握着双拳说的 德川家族的那些长老和知识 看着西门宇的眼神 都有些敬畏 族长说的 好 西门宇 你的行为的确是大丈夫本色 我也为你的胆气感到佩服 可惜你来也是送死 德川千许眼神还充满了怨度 虽然看到了西门宇因为愧疚冒自来救他 心里对他的行为有些感动 虽然他不是有意的 可自己会变成这样 终归是他害的 不过他心里对西门宇的恨 比之前减少了许多 他也承认西门宇的行为比很多人 男人都高尚 我看你今天来不来 你迟早都会被德川家族追杀直死 这是吃死和遭死的区别 今天既然来了 那就选得德川家族 大匪周章地去找你了 来人 把他捆起来 是 大丈夫所为 西门宇大喊道 等等 我知道我今天逃不了了 我也 没准备逃过这一切 让我陪着德川千许一起自杀吧 他的命是我害的 虽然不是我有意 可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愿意把自己的生命赔给他 说着西门宇朝着德川千许 走去 那几个本来想捆绑西门宇的直视 看了看族长 族长冷哼他 不要捆绑了 让他过去 等千许自杀和 让他也自杀 没有人拦着西门宇 西门宇顺利地走到了德川千许的面前 德川千许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西门宇居然把自己的命赔给自己 这一刻本来还对他有怨恨 却再也恨不起来了 德川千许 泪眼模糊地看着西门宇当 你可以逃跑的 为什么 西门宇当 是 如果我要逃 今天我已经在华夏了 可我良心过不去 尽管 我不是故意的 德川千许 这是我欠你的 德川千许心里疑通 眼神很复杂 本来他恨死西门宇 杀他一百次都不解恨 可现在却被他的精神感动了 他的确是一个好男人 大丈夫 敢做敢当 比一些伪君子 真小人啊 强得多了 如果之前知道 或许德川千许 会考虑被他追求 你没必要陪着我死 既然现在 你也一样要死了 我也不再恨你了 我们一起死吧 如果真的有地狱 在那里 如果你还想追求我 我答应你一切 德川千许 含着泪说的 西门宇苦笑的 你没必要感动 如果不是我 你现在依然是 德川家族的掌声明钟 我做什么 都已经无法弥补你了 德川千许 眼神复杂地 看着西门宇 痛苦地道 可你也愿意陪着我死 如此大意 我恨不起来 现在我更恨的是 我的家族 以及家族的 那个变态禁忌 这几天我亲人 对我的冷漠 我已经见识到了 没想到 最后敢于说 救我的人 却是那个害我的人 西门宇 算了 现在我们 都将要死了 我不再恨你了 谢谢你能够 到地狱一起陪我 西门宇小声地说道 其实我今天来 虽然是九死一生 可也并不是 没有一线生计 德川千许 盲问道 什么意思 西门宇道 我说过 我要试着救你 不管能不能 总要试试 我自称了一种技能 就算是你学会了 也可以飞行 我现在已经靠近你 我随时可以带你 飞到空中 然后逃走 不过 你家族会飞的人 没有十个也有八个 不要带着你 行都肯定麻烦 能够逃走的几率很小 你愿不愿意试一试 如果你不愿意 那就不是了 我陪着你一起死 德川千许 疑惑地看着西门宇 西门宇说陪着他一起死 当然是假话了 不过西门宇敢这么说 那是因为德川千许 肯定不愿意死 好 我愿意试一试 德川千许 眼里本来死气沉沉 这一刻立刻充满了希望 如果可以的话 谁想死 只有死了的人 才知道 活着是多么的幸运 西门宇道 等一下 我会把你抱住 飞上天空 然后 你要帮忙指路 我对这里不熟悉 好 逃走之后呢 如果是我一个人 我有百分之六十的把握 他现在抱着你 我连百分之二十的希望都没有了 所以啊 我不能保证 一定会救出你 希望你做好心理准备 嗯 谢谢你 冒死前来救我 我很感动 虽然我是你害的 但你本来 没必要为我冒险 这些话啊 等顺利逃走之后再说吧 西门宇在观察着周围 采取怎么样的空中逃跑路线 成功率 才最高 如果族长出手 以他潜能十三阶的超级强者实力 西门宇只要稍微被他碰到一下 就会彻底死掉 西门宇不由地捏了一把汗 他来之前并不知道 德川家族会有这么多强者 西门宇一眼扫视下去 潜能十三阶的两个 十二阶的六个 十一阶的九个 十阶的十二个 九阶的十三个 这么多的强者啊 西门宇第二强大的三师傅 也不过是九阶而已 族长 要不要让他们赶紧在下 执法长老说的 此刻大家在周围看着 并没有人逼着他们 德川家族的族长说的 陈学在这么说也是我们家族的人 罢了 让他多活一下子吧 好 家族执法的人也不去催 任由西门宇和德川前雪谈话 我应该朝东南方向飞 那个方向最少强者拦截 虽然逃跑的概率不大 可会飞的强者也才七八个 而且其中六个是十二阶 刚刚达到飞行的最低境界 想必速度很慢 真正对我有危险的 还是族长 以及另一个十三阶的强者 西门宇心理计划好了 跟德川前雪 两人交换了一下眼神 西门宇答 德川前雪 开始了 嗯 西门宇立刻吞下一枚能权胶囊 暂时开启到前能四阶去 周围强者看到西门宇的举动 眉头一皱 就是现在 西门宇立刻拦腰 把德川前雪抱住 双脚一蹬 挺松 西门宇斜斜地往东南方向飞去 啊 德川家族的强者 看见西门宇一个潜能三阶的 居然会飞 傻眼了一下 然后才反应过来 立刻追了上去 此刻 西门宇和德川前雪 已经逃跑了五六米了 追 快追 别让他们跑了 真是他的 竟敢逃跑 德川前雪 鬼的还是德川家族的人 竟敢自私 难道 真的要家族招来恶难 他才开心吗 前雪 停下 你是恶难之人 你要是不死 家族被不能接受恶难 你会害死家族的 如果你害死 把家族放在心里 立刻停下 德川家族的强者 不会飞的 立刻在地面上跑着跟随 会飞的立刻飞行追击 在地面上跑的人速度很快很快 一下子就追到西门宇他们逃跑方向的前方去了 西门宇只要一落地就可以抓个正着 不管西门宇往哪个方向飞 地面追击的强者呀都会先一步跑到他的前方 毕竟 飞行的速度 再快也快不过地面奔跑 就算比地面跑还更快 也快不过汽车 而德川家族那八个会飞行的十二阶强者和十三阶强者 他们则死死地追着 可惜的是 才一下子 那六个潜能十二阶的就远远落后了 十二阶的只能飞行不到三百米 在空中飞行了三百米就不得不落地 改由地面奔跑追击 只有那两个潜能十三阶的 能够跟得上西门宇的踢云松飞行速度 快呀 族长和第一长老越来越近了 德川千雪着急地对西门宇催促的 西门宇本来的速度是比他们更快一些的 可抱着一个人速度就变慢了 两个十三阶的强者在高空离他的距离正一米一米地缩小 而地面上到处都是强者 等待着西门宇降落下去 这时 后面追着的第一长老速度慢了下去 对组长说的 组长 我不行了 飞不动了 必须要落地休息一下 真不知道 那小子是怎么做到的 他才潜能三几 直角呢 短暂开启的四季 可居然能够飞得这么远 而且还抱着一个人 混着 组长气得 那个第一长老已经降落了下去 才飞行一千多米就不行 飞不动了 而那个组长还在死死地撑着 但是他知道他也已经快不行了 再飞个一百多米 他就会飞不动了 德川千雪高兴的 西门宇 第一长老降落了 组长还在追 西门宇得意地哼的 想在空中追我 没那么容易 你们家族的组长 恐怕过不了几分钟啊 也不行了 德川千雪也感到高兴 有种逃出升天的感觉 西门宇 那你呢 你可以飞行多久 西门宇的 我可以飞行五千米左右 不过 我拥有十三里能量胶囊 所以 一旦我竭力 我可以吃一枚能量胶囊 这样算起来 我可以在空中飞行七万米 七万米后 不都不降落了 太好了 德川千雪高兴的 唉 别高兴得太早 你看地上 都是强者 地面的速度 比我飞行快多了 不管我飞多远 他们就能够跟多远 而且 只要我一落地 肯定逮个正着 那怎么办 要是被抓到了 必死无疑了 德川千雪 哭泣的 刚刚升起的生还希望 又被浇灭了 他真的不想死 西门宇的 都怪我手间 那么多女人都照着不拔 偏偏拔你的 西门宇心里也涌起了一丝绝望 在这个异国他乡 真要是被抓住了 还有谁救得了他 就算有人救 恐怕也没时间了 这时 后面追的族长也飞不动了 降落了下去 他不屑地笑道 飞得久就能够逃跑了吗 天真 地面的强者也不着急了 西门宇两人总要落地的 不过 还没等西门宇飞完三千米 一个更加令西门宇 绝望的事情发生了 按十多架直升飞机 从不远处的地面飞起 朝着西门宇追 而且 速度很快 西门宇飞行的速度 哪里可以比得上直升飞机啊 眼花了吗 啊 直升飞机 西门宇看见直升飞机吓了一跳 一直以来都在修炼 一时把那些现代化武器啊 和机器给忘记了 他刚刚还为自己 这么能飞 洋洋得意呢 可要是跟直升飞机比起来 他那点飞行速度 简直太菜了 德川千雪 显然也是没有想到 愣住了 开枪 这时 直升飞机上的人 拿出一把机枪 突突突突突 机关枪 朝着西门宇和德川千雪扫射 那个样子 就好像电视金刚里 直升飞机上的人 朝着站在大楼顶间的金刚射击 西门宇和德川千雪 立刻把能量流于体表 子弹打在他们身上 虽然感觉很疼 可却打不进去 到了他们这个境界 一般的子弹早已不用畏惧 怎么办 德川千雪被子弹打得呲牙咧嘴 那就别给我心狠了 西门宇手上立刻翻出十几枚银针 凶凶凶凶 十几枚银针 朝着不断围上他的直升机 直射而去 蹦蹦蹦那一瞬间所有的直升飞机都爆炸了 天空中的爆炸浪花异常醒目 这场景好莱坞大片也比不上 西门宇心中大爽 不过德川千雪心里却是很惋惜 他毕竟是日本人 西门宇是华夏人 似再多日本人也不会心痛 导 第二批直升飞机是跟啥 每架直升机都想起一个潜能实践的 哼 我倒想看看 他还有没有本事再弄爆飞机 执法长老拿着对讲机怒着吩咐他 于是乎第二批直升飞机升起来了 每架飞机上都有一位十阶的强者 西门宇再次使用银针爆飞机时 西门宇的银针轻易地就被直升飞机上的强者击落了 西门宇看着不断逼近的直升飞机 心里在冒汗 西门宇怎么办 往哪里逃 德川千雪紧紧地抓着西门宇的腰 害怕地问他 草 哪里草 天空中几分钟内就会被直升飞机包围 而地面只要一落地 等于瓮中捉鞭 无数个头 西门宇目光一宁 看向不远处的城市 城市里高楼大厦纵横 走 去那边 城市里大楼众多 我们只要隐藏进去 直升飞机的威胁 就小了很多 西门宇立刻朝着城市飞行 可惜 直升飞机的速度很快 西门宇很快就要被追上了 每架直升飞机上 都有一个潜能时接的强者 西门宇只要微微伤到一下 立刻就会被杀死了 相差一个境界 能无可战胜 更何况相差六七个境界 一百米 五十米 三十米 快是就要被追上来了 哼 哪里他 离他最近的一架不到十米的距离 上面的那个十节高手 不屑的大鹤头 已经不足十米了 而西门宇距离城市最近一栋高楼 还有三十多米 上 离西门宇最近的一架直升飞机上的强者 烧一挥 一刀无形的剑刃 横批杀来 对他来说可能是随手一击 可对西门宇来说 就好像是普通人面对一个十米高的海啸一般 顷刻之间就会毙命 那威亚已经迫在眉睫 西门宇的后背感觉被火烧了一样 这是一招火能量属性的公鸡 火能量公鸡还没有近身 西门宇就感觉后背被一块烧红的铁烫上去了一样 公鸡还没有近身就这么大的威力 这要是被击中立刻就会毙命的 不行 我不想死 离去躲开 可是怎么躲 拜托了 挺松 西门宇立刻修正身体 利用踢云松的清亮 蒙着感觉朝着旁边踢开 一道火热的能量 从西门宇身边擦身而过 西门宇那边的衣服瞬间被烧光 然后整个衣服脱落 一眨眼就变成光溜溜的了 现在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而德川千雪却没事 怎么可能 居然被他夺过来 看来他的飞行密法的确是有些厉害 再娶我一掌 这次我打免机的一掌 两你也夺不够 说着 那又是凌空一掌 他只是随便的一掌 如果是同阶的强者就会知道 他这一掌 脑痒痒都不够 可对潜能三阶的西门宇来说 瞬间致命 西门宇全身都是一把汗 刚刚就在死亡边缘爬了回来 刚刚就差一点点就死了 要是刚刚没有躲过 怕是怎么死的都没反应过来 好强大 潜能十阶 这实力距离我太远了 莫非 我真的要死了 这仅仅 这是一个十阶的强者对我出手 后面可是还有几十个强者呀 更强的十一 十二 十三阶的都有 要是出手了 那 西门宇心头 不免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时西门宇感觉 又是一道巨大的范围杀招 铺天盖地的杀来 这杀招范围太大 西门宇却是没办法躲过 不过前面确实有一栋大楼 全部都是玻璃木造 可惜 距离西门宇啊 总有十米的距离 等他撞进大楼 怕是早已被分尸了 死 怎么可能 不可以死 小冰冰还在家里等着我 小薇薇还在家里盼着我 爸爸 妈妈 姐姐 都还需要我 我不可以死 可是 这第二次的杀招 我该怎么躲过 死亡就在千金一发之际 就好像一千金的重物 挂在一根头发上 头发什么时候会断 几乎立刻就会断 在这关键的时刻 西门宇几乎想也没想 下意识地就把全身的能量 集中在双脚上 马踏飞燕一样 这一刻 他的速度 突然狂飙 身体几乎像是一把剑 急速射向前面十米处的玻璃木造大楼 哗啦 西门宇一眨眼就移动了十米的距离 冲进了大楼里 哄 外面的玻璃全部被那一招 轰成了渣 西门宇心惊胆战 刚刚又在死神手里 躲过了一次 嗯 那个杀西门宇的十阶强者 眉头深深的一皱 怎么可能 他又躲过了 他只是潜能三阶而已 就算吃胶囊 也才四阶 不可能 我眼花了 就算是潜能九阶的强者 在我刚刚的一击之下 也绝对躲不了的 何况是他 怎么可能 西门宇下意识地使用了刚刚的那个剑步后 身体几乎一空 力量全无 似乎血液都被抽干了三分之一 难受极了 不过总算是再次从死神手里躲过一次 德川千雪睁开眼睛 我们死了吗 这是在地狱吗 西门宇吞下了一颗胶囊 一边说的 没有 还没死 西门宇仔细回想 刚刚那千金一发之机 自己突然像剑一样射走了 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 刚刚我在生死攸关之际 身体下意识地研究出了一个新的 提云松步法 剑步 注意注意 船正成了 刚刚两次几下失败 对象机中 响起一个人的汇报声音 怎么可能 可能是船正失误吧 第三次 绝对不能让他逃了 放心他已经进入了 南向大楼 整天之许 在里面 还逃不过第三次 哼 哪里逃 西门宇刚从第二次截杀中躲过 进入这个大楼 大楼的楼梯上 一个九阶的强者上来了 那个九阶的强者 也是一招杀来 他也是同样随便一招 可对西门宇来说 不管十阶还是九阶 随便一招都是致命的杀招 剑步 西门宇模拟着刚刚的动作 全身能量集中在双脚 里面的脚筋 以及血管 唯恐着风能量 果然 西门宇一步跨到十米之外 像射箭一样的身法 轻松地夺过了 刚刚那个九阶强者的一击 可是 使用剑步后 西门宇身上的能量化为零 而且 血液似乎又少掉了三分之一 西门宇立刻晕乎乎的 看来这剑步 实在是代价太大 估计三次 就会让他把一身血液都抽干 已经不能再使用了 嗯 那个真田直视大精 被逃了 第三次 又被逃了 西门宇趁机 从大楼的另一端 飞跃而出 迅速地进入不远处的另一栋大楼 只能靠这样的方法 暂时地躲避 可这终究只是短暂的 不用多久 就会被围死 西门宇突然感到一阵无力感 一种不得不死 再挣扎也是拖延几分钟就死的感觉 少死 没想到刚撞入旁边的大楼 迎面又是一个八阶的强者 西门宇也算是可以骄傲了 被几十个七阶以上的强者追杀 别的人恐怕一个照面就死了 西门宇还能活到现在 比上次跟十一个同阶强者生死决斗 还切一切的多了 惊险之逃 小心 德川千雪惊呼的 死吧 这是西门宇面对的第四个阶杀 第一第二第三个都从死亡边缘活了下来 第二第三个杀截用的是剑布 可现在这个杀截西门宇却不能再用剑布 因为怕血液被抽干掉 那要等于自杀 这次杀截该怎么挑 西门宇双眼一片浑浊 本想使用精神风暴 可惜精神风暴还没有使用出 就被对方的威压给压迫下去了 对方那个巴结的强者 抱贺一声 空裂 截至空气突然凝结 就好像江河突然结成了冰块 变成了冰山 下一刻 这个冰山好像被装了炸药 把整座山炸了开来 就是这种威力的感觉 这种空裂的本领 是德川家族其中一种能量技能 跟西门宇的自创技能挺松一样 一种强大的技能 为了杀死西门宇 一个巴结强者 居然用出这种技能 还没等西门宇再做反应 西门宇被冻住了 在这个室内 一块六米建方的冰块 把整个房间塞满 那个巴结强者 没有空裂开来 因为他要活捉西门宇 和德川千雪 巴结强者松了口气 哼的 这回看你往哪里跑 杆杆居然逃过了 船长长了两次杀杖 以及针天之时的第三次杀杖 这回碰到我 却没那么幸运了 西门宇动不了了 只能任人宰割一样 我不能死 再等几分钟下去 怕是其他强者也来了 要是再来一个 怕是彻底的没劲了 西门宇把全身的雷电能量 集中在右臂上 可惜空裂的压迫力太大 根本没用 西门宇在集中到一根手指上 西门宇一阵空裂 松动了 西门宇大吼一声 能量武器一抖 从空裂中解救了出来 嗯 那个巴结强者一惊 立刻再次空裂 刚刚只是他随便一招 并没有拿出多大威力 西门宇整个身躯一垮 踢云松 就好像是刀一样 以S型的路径 绕过了那个巴结强者 从另一个方向逃跑 那个巴结心中震惊 刚才西门宇的步伐 好诡异 就好像是一道幻影一样 从他身边穿了过去 那个巴结强者 立刻拿出对讲机 各位注意 刚刚那个人 从我手上逃了 对讲机里传来 组长的咆哮声 一群飞舞 居然第四次 从你们手中逃走 比他强了四五个精气 居然还抓不住 组长 那小子 进入旁边的真相大厦 十六层了 谁在那 德川鱼子长了 德川鱼子长了 听命 你无比把他抓住 我三分钟就看到 你要是抓不住 那我拿你出发 行 组长 他绝对得不过 这第五次杀戒 对讲机里 德川鱼子保证他 西门宇抱着德川鱼子 飞跃到了真相大厦十六层 没想到 太多强者了 几乎美东大楼都不满了 西门宇一跨入 又是一个潜能九阶的强者铺来 西门宇啊 真的是要疯了 第五次 刚刚已经经历了四次 几乎必死的拦截和阻杀 这四次都很危险地从死神手里逃脱 西门宇再也不想经历一次了 可第五次就在眼前 你逃不了了 不过 我倒真的挺佩服你 如果换成我 我恐怕在第一次杀戒时就死了 而你居然连续逃过了三个高手的四次阻杀 佩服 那个叫德川玉子的八阶强者 把西门宇拦下 不过 他对西门宇确实很佩服 虽然是敌人 可惜 我不会让你第五次逃脱 如果第五次再让你逃脱了 那真是脸的丢蛋了 德川玉子信誓旦旦地保证他 这时 德川谦选恳请道 玉子爷爷 放了我吧 哼 怎么 德川玉子无情地说道 西门宇立刻朝着侧面的窗户扑出去 身后穿来德川玉子不屑的声音 还行不 没门 桃木之春 德川玉子扔出一根鞭子 那鞭子是拿桃木做的 这是德川家族的另一种能量技能 叫桃木之春 只有家族木属性的人才能学 这个德川玉子就是木属性能量的高手 只见那根桃木立刻变软 好像鞭子一样迅速地缠绕上西门宇 活了一样 西门宇感觉得出来 那桃木边只要被缠上 以他的实力绝对不可能挣脱 那时跑不了了 西门宇腾空一个翻身 可惜脚上还是被其中一根细丝一样的桃木缠住 走过 那细丝桃木就好像是钢丝一样牵人 西门宇当机立断 一阵 鞋子袜子脱落 这才找到机会 可是桃木的主干就在眼前狠狠地抽了下来 不死也得中伤 西门宇立刻施展刀布 这刀布的消耗倒小了很多 不会抽血 躲无所躲 西门宇被迫放弃跳出窗户 不过西门宇灵光一闪 虽然被迫离开窗户 可这里是墙角 德川玉子肯定一时没想到 墙角又如何 西门宇必须从窗户上跳出去吗 西门宇一掌把那堵墙崩掉 人跟墙一起撞上了天空 那德川玉子反应过来时 西门宇已经从他手上逃脱掉了 得川玉子感到十分愤怒 他已经跟组长保证过 不可能让西门宇第五次逃脱 没想到还是被他逃了 祖家他他又逃了 德川玉子老脸一红 不得不拿起对讲机说的 听到对讲机中又逃了的声音 所有听到的人再次震惊到 第五次了 这个西门宇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正常情况下 第一级的人都不可能从高一级的人手上逃走 肥武 我德川家族的老脸 给你们丢尽了 族长怒骂起来 传出去绝对被人笑掉大牙 别人还会以为他们德川家族的强者都是拟捏的 西门宇刚一冒头 一辆直升机追了上来 直升飞机上有一个十阶的强者 哪里他 西门宇真是有种崩溃的感觉了 挺松 西门宇当机立断 垂直上升 再升到几百米的天空里 德川千雪伏在西门宇的背上 亲眼见证着西门宇是怎么样 逆天地从一个又一个强者手里 带着他逃脱 对不起 西门宇 你受苦了 德川千雪心疼地说他 还没等西门宇再说话 好几架直升飞机又即将围上来了 德川千雪哭起他 算了 算了 死就死吧 别挣扎了 我们逃不出去的 挣扎 也只是吃几分钟死 西门宇的 只要还有一口气在 我就要挣扎 德川千雪又说道 西门宇 你把我扔下吧 本来就已经走投无路了 你又要带着我 更加拖累你 你把我扔掉吧 你自己逃 求你了 我不想看到你这么痛苦地挣扎 西门宇稍微犹豫了一下 真的就这样把他从高空扔下 还不得筛个半死 不行 我西门宇 岂能这么狠心 我不会怪你的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你自己好好活着 你真的很天才 如果换成其他人 早就不知道死过几次了 再见 希望下辈子 我能生长在华夏 并且可以遇到你 说是 西门宇感觉全身一麻 不知是怎么回事 德川千雪 整个人从西门宇身上滑落 往地面坠去 此处离地面 有六十层楼的高度 等西门宇身体麻木 反应过来后 德川千雪已经坠落到 四十层的高度了 因为加速度 所以他坠落的速度 越来越快 最多十几秒之后 他就会落地 身体绝对是开花 不 西门宇不忍心看到 德川千雪就这样死去 如果早知道这样 何必这么冒死地去救他呢 可是西门宇 真的没力量追下去救他了 已经太迟了 没想到到头来他还是要死 德川千雪一边快速地坠落 一边往上看着西门宇 他的眼里 浸满了泪水 西门宇深深地感到不值 为了救他 把自己拼到这种地步 可最后他还是死了 不值 啊 不行 我不能做什么不划算的事 西门宇大吼一声 这时西门宇突然感觉灵魂一阵颤抖 整个人感觉从屎缸里爬出来后 然后全身臭熏熏时 在一个大瀑布下把所有的屋子清除了的快感 无比的舒畅 西门宇惊呆了 潜能四季 西门宇刚刚的那一刻 从潜能三阶的实力 踏入了潜能四阶 西门宇惊喜异常 这可是他第一次靠自己升级的 之前升级到潜能一阶是靠戒指 二阶三阶都是靠灵草 升到三阶时 因为后遗症还差点挂了 现在是凭着自己升到四阶的 那种感觉 完全没有痛苦的后遗症 反而是无比的舒畅 西门宇因为升到四阶 身心恍然一心 他身上的实力 顷刻之间恢复到了巅峰 包括他的血液 这是升级后的好处 西门宇不敢再犹豫 箭步 箭步 西门宇连续两个箭步 往坠落的德川鲜血抓去 连续两个箭步后 西门宇离德川鲜血不到十米的距离 阻止他 别让他揪鲜血 这时 不远处一个直升飞机场的人 大喊道 如果此时德川鲜血摔死 是最好的结局 相当于他自杀了 就解除了家族的恶难 可西门宇要救他 一个六阶的强者 不顾一切地 从飞机上 扑向西门宇 受死 西门宇左右为难 如果继续救 德川鲜血 不去理会那个六阶强者的攻击 他自己 会受到重伤 如果去躲避那个强者的攻击 那德川鲜血就会摔死 西门宇刚刚能够升入四阶 德川鲜血也算是简洁帮了大忙 唉 罢了 不管了 我已竭尽所能 西门宇叹息一声 朝着德川鲜血抱去 德川鲜血似乎看见了 喊道 后面 不要管我 可是 西门宇依然选择救他 这一刻 德川鲜血的心 好像一块冰山 瞬间融化 我只是一个讨厌 华夏人的日本女人 值得吗 在德川鲜血 即将下落的那一刻 西门宇把他抱住了 可是 西门宇自己 也受到阻击 轰 西门宇被轰进一栋大楼里 西门宇全身都散架了 本来刚刚那两次剑步 已经恢复到了巅峰 又重新跌落了 再次受了重伤 恐怕难逃一死了 不多时 十多个强者把西门宇围了起来 西门宇再也跑不了了 西门宇惊恐极了 他不想死 可是 他已经尽力了 这时 传来一声爆喝 所有人往天空看去 只见一个强者 火速地飘落了下来 咻 一道剑光 射向德川家族的族长 砰 德川家族的族长 身体像烂泥一样 散了一地 变成了渣 救他的人 所有人惊恶地看去 只见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女子 飘落了下来 这个白衣女子 美貌无双 长得有些冷艳 潜能十四级 没有人认的是谁 西门宇也不认识 德川家族的人 惶恐地呆立着 那个白衣女子 不容拒绝地说道 让他们跟我走 从今以后 别找他们麻烦 是 前辈 德川家族的第一长老 蒙低下头说的 白衣女子 对西门宇道 还不跟我走 西门宇忙带着德川千雪 跟在那个美貌女子后面 德川家族的人 没有一个敢反抗 就这样 西门宇和德川千雪 上了一辆车走了 坐在车上 西门宇忙的 多谢前辈相救 白衣女子 面无表情地说道 不客气 西门宇问他 前辈 你为什么救我 白衣女子的 不是我救你 是别人托我救你 我刚好在日本 别人托你救我 那个别人是谁 西门宇疑惑地问 你三师傅 哦 那我三师傅 在哪里啊 西门宇忙问 华夏 你真是胆大包天 你三师傅知道你有难 可惜 你师傅们远在华夏 幸好我刚好在这里 不然 你就等死了 白衣美女 语气平淡地说 西门宇现在 想想也是后怕 她本来以为 是大师傅救她的 西门宇问道 前辈 你怎么认识我三师傅的 美貌女子 沉吟了一下 没有说话 显然是不想说 西门宇想起 上次跟大师傅一起 到东海的那个杨前辈 或许 这个女子 也是差不多身份的人吧 这时 西门宇的电话响了 是阎王组织神秘电话 西门宇接了起来 是三师傅打给西门宇的 三师傅怒骂的 西门宇 你好好地去日本干嘛 你知不知道 就差点死了 西门宇盲歉意的 三师傅 对不起 现在我已经没事了 如果不是我发现得早 又刚好那么巧 乡丫头也在日本 看看你有没有事 乡丫头 三师傅 刚刚救我的 那个前辈是谁啊 西门宇好奇地问 沉默了一下 三师傅说的 她是你大师傅的女儿 啥 大师傅的女儿 西门宇吃了一惊 怎么从来没有听大师傅说过 也没任何一个师傅说过 大师傅竟然还有一个女儿 而且实力这么强大 好了 你别拼命问乡丫头 关于她跟你大师傅的事 你大师傅跟乡丫头之前 有矛盾 因为她母亲的死 哦 马上回华夏 好 西门宇跟三师傅通完电话 看向德川千雪 问他 千雪 我马上要回华夏了 你呢 怎么办 德川千雪脸上 很难过 沮丧的 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已经无家可归了 这时 美貌女子 看了看德川千雪 说的 你跟我走吧 你的天赋不错 如果你愿意 我收你当弟子 德川千雪 看着美貌女子 惊喜的 真的吗 前辈 你真的愿意当我师傅 嗯 谢谢前辈 不 谢谢师傅 德川千雪 高兴地叫他 西门宇看着大师傅的女儿 心中暗道 他到底多少岁了 看上去也不大呀 外貌才二十多岁的一样 这么瘦徒的呀 其实 他才二十多岁 要是被西门宇知道 大师傅的女儿 跟他岁数差不多 估计都会郁闷死 大师傅的女儿 比德川千雪 更加大不了几岁 居然收他当徒弟 这事 他也做得出来 前辈 你今年多大呀 西门宇问他 大师傅的女儿 有些偷笑的 看脸西门宇 没有回答 西门宇也不好意思再问 毕竟人家是高手 高手 是很难看出年龄的 就好像 长宇的姐姐 四十多岁了 外貌看上去 也才二十多 估计大师傅的女儿 也四五十岁了吧 美貌女子 送着西门宇到了机场 对西门宇道 你自己想办法回去吧 那你呢 你不会滑下 我不住华夏 好了 千雪 我们走 啊 德川千雪 看了一眼西门宇 有些不舍得啊了声 德川千雪 叹息一声 跟着师傅走了 西门宇也不知道 对德川千雪说什么 难道对他说 当我老婆吧 走 回家生孩子去 既然德川千雪 做了大师傅女儿的徒弟 那总还会见面的 大师傅女儿 和德川千雪走了后 西门宇联系了爱蒙鼠 半个小时后 西门宇顺利地登上了飞机 当天下午 西门宇回到了华夏 双脚站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 西门宇感觉到一阵宽心 西门宇到站的地方 是华夏京都 元旦已经过了好几天了 西门宇先打电话给艾薇薇 老婆 我回来了 你在哪 西门宇站在机场外 还没说完 就看见了艾薇薇向她跑来 艾薇薇扑入西门宇怀抱 无言的 你这坏蛋 你把我担心死了 你陪我 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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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门宇把艾薇薇紧紧地抱住 这次真他妈的截后余生啊 差点就再也见不到大家了 不好意思 让你担心了 你怎么知道 我今天回来了 艾蒙叔说的 这时又有两个人走了过来 分别是艾蒙叔和艾薇儿 艾蒙叔笑道 姑爷 你可早回来了 大家都担心死你了 西门宇笑道 艾蒙叔 现在没事了 德川家族不敢再找我们的麻烦了 西门宇趁机看了眼 站在艾蒙叔身边的艾薇儿 艾薇儿本来很激动 他也为西门宇担心死了 也很想扑入西门宇怀里 可惜他只是落寞地站在一旁 他知道自己的分量 那是家族千金大小姐的那人 西门宇看了眼艾薇儿 牵着艾薇薇说道 走吧 我们回家去 回家再跟你们戏说 好 顾艳行上车 在大家转身往西门宇的车子走去时 西门宇偷偷在艾薇儿的屁股上 一摸 艾薇儿一惊 差点叫出来 脸立刻红了起来 瞧瞧瞪了西门宇一眼 不过 被西门宇一摸 他感觉心情更快乐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被他欺负了 反而觉得更快乐 坏蛋 艾薇儿心中骂了一句 这些天 他被西门宇担心死了 见到西门宇安然地回来 心里却很开心 难道 真的被这个坏蛋把心勾走了 不可能 他这么风流 绝对不可能是我能够接受得了的 我说过恩变了 我对他不可能有那种感觉的 可是 为什么我要担心他呢 为什么看到他很好 我会高兴呢 为什么看到他跟千金小姐 艾薇薇甜蜜 我心里会落寞呢 为什么他轻薄我 摸我屁股 我会感觉 喜欢呢 艾薇儿对自己的感觉 很莫名其妙 艾薇儿自觉地去开车 这里 他的地位显然是最低的 一个是千金小姐 一个是姑爷 艾蒙叔虽然也是旁之 可他是长辈 自然是艾薇儿当司机了 回到家中 西蒙宇把自己在日本的事 详细地说了下 当然 德川千雪的事 简略地说 不然 让艾薇薇心中不爽就不好了 姑爷 你的师门 真是强大 你能够当艾家的姑爷 真是艾家的荣幸 艾薇儿 艾蒙叔都是一家人 不说两句话了 对对对 艾蒙忙吩咐他 薇儿还愣着干嘛 赶紧给姑爷上茶 嗯 西门宇看着艾薇儿 苗条的身姿占起 心中一荡 真是勾人心魄呀 艾家两个角色大美女 艾薇儿我也要 既然都已经是艾家的姑爷了 干嘛不再当一个姑爷呢 两个姑爷的身份 不是更亲了 想到此处 西门宇记得 艾家好像不准艾薇儿 跟别人谈恋爱 一定要找到艾家家主谈谈 西门宇抱着艾薇薇 偷瞄着艾薇儿 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第二天 西门宇分别跟东方婉儿 周小涵发了一个短信 然后登上了 前往K城的飞机 也就是艾薇薇家 西门宇之所以 专门陪着艾薇薇 和艾蒙艾薇儿 一起去一趟K城 西门宇是想跟艾家家主提亲的 让艾家的家主 把艾薇儿也一起弄给他 当个小老婆 下午到了K城 姑爷 薇薇 艾蒙说 我先回家了 刚进入艾家的庄园 艾薇儿就拎着自己的包 告别了 西门宇疑惑的 你不跟我们一起走 艾薇儿笑的 姑爷 我家在那边 不同路 艾薇儿只是旁之 虽然也是住在中原里 可却在中原的其他地方 哦 薇儿姐姐再见 艾薇薇对艾薇儿挥了挥手 他们之间的家 相距了好几千米 嗯 文威再见 艾薇儿自己走了 西门宇有些心疼 自己在艾家的两个老婆 一个住得这么好 一个是庞之 在家族里地位平凡 当然 西门宇的想法 要是被别人知道了 会笑话了 老婆你妹啊 人家艾薇儿何时变成你老婆了 西门宇和艾薇儿 以及艾家蒙叔 回到了艾薇薇家 西门宇啊 你可算是回来了 今晚家族给你准备了丰盛的晚宴 为你接风 安全回家庆贺 见到西门宇 艾家家家主大笑道 谢谢爷爷 西门宇也没有拒绝 老狐狸 当天晚上 在艾家直系居住的庄园里 摆了隆重的宴席 艾家的所有旁支都参与了 艾薇儿也来参加了宴会 西门宇看到了艾薇儿 跟着酒杯慢悠悠地走到他身后 伸出一只狼手 悄悄地在他屁股上一捏 啊 艾薇儿惊讶地回过头 只见是西门宇 怒动着西门宇 你混蛋 在这里也敢 西门宇凑到艾薇儿耳边说的 我爱你 滚 有种你大声喊出来 让整个艾家的人都听到 艾薇儿红着脸 西门宇 善善地笑了笑 不敢 艾薇儿见西门宇不敢 心里有些失望的样子 艾薇儿正在走开时 西门宇对他说道 我今晚就会去跟家主提亲 艾薇儿心一跳 慌乱的 提什么亲 明知故问啊 当然是关于我们两个 之间的事情啊 艾薇儿顿时脸红心跳 忙的 我跟你有什么事 你别乱来 啊 那就是我自己的事了 反正我必须要把你弄到手 弄到床上 色鬼 滚开 艾薇儿瞪着西门宇 慌忙走开 宴会结束后 西门宇跟艾家家主 单独在书房聊天 艾家家主喜欢书法 而且他还是一个华夏知名的书法家 一幅字画至少可以卖上百万 这一点西门宇还不知道 西门宇看到家主的字画 赞赏 厉害啊 爷爷不愧是书法家呀 家主谦虚地笑了笑 嘿嘿嘿 也就是 无聊之作 西门宇又看了看墙上的字画收藏 突然 西门宇看到一幅很熟悉的字画 落款为马良 西门宇道 爷爷 你怎么有马良的作品 马良啊 是我们华夏当代一个知名的书法画家 这是他的早期作品 前段时间拍卖的 卖出了一点一亿 被我买下来了 西门宇按惊 三师傅好牛逼啊 一幅字就卖了一亿多 所谓马良就是西门宇的三师傅 家主继续说道 这幅啊 这是早期作品 所以啊 才值那么一点点 要是马良前辈中期和晚期的作品 起码得超过两亿 哎呀 马良前辈已经消失四十多年了 四十多年没有新作 马良前辈要是还活着的话 估计已经一百多岁了吧 如今他要是再出新作品 估计拍卖价格都会超过三亿 甚至更多 可惜啊 马良的字画早已是一字难求 我好不容易才买下了这一幅 虽然是早期的 可也十分珍贵 很值得我向别人显要的收藏啊 西门宇突然想起来 以前在山上去茅房拉屎 没纸时 就拿三师傅的字画去擦屁股 那几年 少说也要擦掉几十张吧 全是三师傅后期的巅峰作品 西门宇汉眼 居然擦掉了几十个亿 要是被当今的书法字画爱好者知道 西门宇把这么珍贵的东西拿去擦屁股 真得气得一下把他的屁股给割掉 太不行了 别人一字难求 你却拿去擦屁股 西门宇的书法也有些厉害 不过跟艾家主是没法比 西门宇也就没有班门弄斧了 西门宇见时间差不多了 问他 爷爷 我去日本神认识了我们艾家的艾勋儿 听艾蒙叔说家族不让艾勋儿谈恋爱 这是为什么 艾家主看了点新门宇 似乎是有些怀疑什么 说的 关于这件事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总之 艾勋儿还小的时候 我们艾家的老爷子 也就是我爷爷 他突然回来了一趟 看到了艾勋儿 说要好好保护他 长大后 别让他被任何男子侮辱了身体 直到他再次回来为此 事情呢 就是这样的 哦 西门宇感觉莫名其妙 其实 艾家主隐藏了很多重要的 没有告诉西门宇 西门宇刚想问 能不能把艾勋儿和艾薇薇 一起嫁给我 没想到 艾家主这个老狐狸 似乎猜出了西门宇的心事 先一步说道 西门宇啊 如果不是当初老祖宗交代过了 那我肯定把艾勋儿啊 也一起嫁给你算了 可惜啊 西门宇郁闷地看着艾家主 真是老狐狸啊 还没死 就被他封死了 西门宇道 爷爷 一定不可以吗 不可以 艾勋儿不会嫁给任何人 也不会跟任何异性接触 艾家主直接打断了西门宇的幻想 西门宇不知道 是怎么从书房离开的 当西门宇离开后 艾家主眼里闪现一丝利色 心中暗道 爷爷 虽然我不太清楚你的用意 可我似乎能够感觉得出来 艾勋儿 一定是救活奶奶的 重要的一个药引子 奶奶真的还能救活吗 西门宇回到艾薇薇房中 艾薇薇正在做面膜 西门宇从后面把她抱住 老公 放开我啦 等我做完面膜 艾薇薇回过头说的 脸上贴着高架面膜 西门宇把她的面膜撕了 撑的 做什么做啊 做面膜难道 比咱俩那啥还重要啊 坏蛋 艾薇薇娇称的 西门宇 把艾薇薇拦腰一抱 往里走去 积累了好几天 今晚一定要好好的 我靠 原来你里边没有穿东西啊 西门宇大笑一声 人家干洗碗澡吗 我看啊 你分明是在等我 那我就送你上西天 老公 我死了 我真的死了 真的假的 西门宇黑黑笑的 真的 我快受不了了 艾薇薇自己都忘记自己在说什么了 哈哈哈哈 好 那你快点死吧 死了就可以上西天 成仙成胜 艾薇薇的父亲 有四个女人 其中一个最大的老婆 是正房 是艾薇薇的母亲 最小的情人叫张梅 是艾薇薇的干姐姐 才23岁 听说还在上大学 今晚 住在隔壁的 就是艾薇薇的爸爸 和她的干姐姐 此刻艾薇薇的干姐姐捂着耳朵 干爹 我受不了了 艾薇薇的爸爸叹息的 唉 我女儿也真是 窗户也不关一下 不过呀 女儿这样 那得有多快乐呀 妹妹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你这样过呀 艾薇薇的干姐姐红着脸 嗲声嗲气的 干爹 我有了 心中却暗道 哼 就凭你 你有那个本事吗 艾薇薇的干姐姐心里痒痒的 她也是女人 所以听到艾薇薇那声音 她作为女人 一下就听得出来 肯定是绝顶快乐的 艾薇薇的干姐姐心中充满了羡慕 真羡慕艾薇薇呀 她却从来没有这么快乎过一次 唉 艾薇薇的干姐姐叹息一声 她正准备和干爹有什么行动时 艾薇薇的老爸灯一关道 妹妹 早点睡吧 困住了 年纪大了 总是容易犯困啊 张梅失望地躺了下去 隔壁 西门宇跟艾薇薇半个小时才结束 西门宇摸着彼此出汗的身体 嘿嘿笑了笑 看着艾薇薇脑子里确实在想着艾薇薇 薇薇 此刻你在干什么呢 可惜啊 爷爷似乎态度很坚决 坚决不把艾薇薇给自己 这可怎么办 总不能因为这个跟她翻脸吧 西门宇抱着艾薇薇去浴室洗了个澡 然后换过干净的床单被子 最后帮艾薇薇擦干净 才拥着她睡去了 艾薇薇已经没有力气了 第二天吃早饭时艾薇薇没有起床 虽然精神很好 可没有一丝力气 就好像昨天干了什么正活一样 全身肌肉很酸很酸 中午吃饭时还是没起床 最后她妈妈把她给拉了起来 走路都飘着一样 艾薇薇瞪了一眼 在看着她没心没肺的偷笑的西门宇 都是你 艾薇薇的老爸训斥道 薇薇 一个女孩子家 学勤老一点 都中午了 还不起床 像什么样子 艾薇薇的干姐姐张梅 心说 薇薇哪里是赖床 分明是昨晚搞得太那个了 起不来了 唉 薇薇真幸福啊 如果我也能够这么幸福一次 那该有多好啊 说着 艾薇薇的干姐姐偷偷往西门宇看去 西门宇何其厉害 一下就感觉到了张梅那炙热的目光 西门宇瞄了眼张梅 平心而论 张梅长得还不错 身材也很好 会被艾薇薇的父亲不顾压力搞回来的干女儿 肯定不烦 如今这年头啊 干爹都很多 没想到艾薇薇的父亲也是干爹中的一个 见面 西门宇看着张梅那风情的样子 感觉有些面熟 便问道 干姐 我是不是哪里见过你啊 张梅咯咯笑了笑 我是演员 我演过许多电视剧和电影 最近元旦的贺岁电影 折翼天使 我就是里面的女主角 这部电影就是干爹自助的 你不会没有见过我吧 我虽然才出道两年 可我连续拍了许多口碑不错的电影 我现在也是国内一线明星呢 我说怎么面熟 如果此刻换过一个其他人在这 看见张梅肯定会疯狂 找他要签名合照 他可是拥有千万粉丝的 新崛起的红人 当然 跟干爹的支持离不开 干爹的能量是无穷的 西门宇这两年都在山上 哪里知道他叫啥 不过 看过许多他的广告 所以觉得眼熟 原来是个大明星 爱微微对张梅没有什么好感 可也无奈 他妈都五十岁了 他老爸这么有钱 不可能守着一个五十岁的女人吧 还好他妈妈看得开 张梅心中暗道 姑爷看见自己难道不激动吗 我好歹是大明星 走出去立刻会被粉丝围观的 走不动的 西门宇没有啥激动的样子 张梅有些希望 这时 爱微微想起西门宇的小说 忙到 老公 我们把你的小说拍成电视好不好 西门宇激动的点头呢 好啊 这事你看着办 嗯 我准备投资五个亿拍出来 爱微微说 投资五个亿拍一部电视剧 张梅惊叫一声 五个亿拍一部电视剧 真不愧是爱家的千金小姐 自己挂着一个干女儿的名头 廉价的跟白菜一样 纵然在外面 她是大明星 拥有许多粉丝 可在这里 真是白菜 西门宇 周梅道 五亿哪里够啊 起码也得花个二十亿拍啊 张梅更是吃惊 孤夜更狠啊 想花二十亿拍一部电视剧 连爱微微父亲都惊饿了些 提醒他 会不会太离谱了 根本不可能赚钱啊 西门宇笑道 无所谓 只要能拍出我心目中的样子 花再多钱也值了 爱微微父亲心说 不是花你自己辛苦赚来的钱 你真是一点不心疼啊 当然 钱我会自己负责 西门宇想要钱还不简单 把能量胶能卖掉一粒 就有几十个亿了 爱微微拉着西门宇的手道 老公 钱的事不用担心 我们有钱的 我们有家族 好多股份 我们有钱的 西门宇看到了 爱微微父亲眼里的心疼 败家也没有这样败的嘛 所以啊 西门宇不打算用老婆的钱 虽然微微是个 几百亿家产的小富婆 不用 钱啊 我自己来想办法 张梅忙的 上我来眼好不好 我绝对很有号召力的 刚刚元旦 上演的 我主演的 一周票房 就过四亿了 西门宇笑道 好啊 谢谢 谢谢姑爷 张梅高兴死了 西门宇客气的 不用客气 都是一家人 到时候 我一定让你 挑一个戏份 比较多的配角 嗯 张梅有些失落 她还以为 让她当女主呢 擦 配角 女主角 肯定要找一个 西门宇看得上的 到时候顺便 谴规则一下 这件事 暂时不应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第二天 西门宇便离开了K城 坐飞机 回东海 爱微微这次 也跟西门宇一起回去 去拜见西门宇的父母 爱微微心里很紧张 一路上问了恩便 你爸妈会喜欢我吗 我喜欢的 我爸妈就会喜欢 那我会不会跟秦斌碰面 我好紧张 想起秦斌 西门宇一阵想念 拥有两个美娇娘 西门宇感到真幸福 两年前 如果不是大师傅 带她上山 那现在 什么也不是 能够见到张梅 那个大明星 都是荣幸的了 更不可能拥有 微微和秦斌 两个美貌女友 想起女友 西门宇想起了 自己的初恋女友 唐仙儿 西门宇心 没有来得的疑痛 这段时间太忙 好久没想起她了 仙儿 她的初恋 曾经为她而奋斗 取她为目标 老公 你怎么了 艾薇薇薇发现了西门宇 突然情绪低落 没有 快到东海了 准备下飞机 西门宇和艾薇薇走出飞机场 这时 一辆宾利前来接姑爷 艾家在东海 自然是有商业和产业 分公司之类的 姑爷 小姐 请上车 某某公司董事长 恭请他 亲自开车 接姑爷小姐 艾薇薇先一步钻入车里 正当西门宇也要坐进去时 又一辆一万八千块的江南TT 来接西门宇 秦冰看见西门宇太高兴 自动把西门宇身边的人 忽略了 兴奋地朝着西门宇开过来 西门宇 我来接你了 秦冰跑到西门宇身边 挽着西门宇的手臂 某某公司董事长 看着突然冒出来的美女 挽着他们姑爷的手 感到惊愕 秦冰往某某某董事长看去 也惊愕地 是你 你是中天科技公司的董事长 艾生宝 那个董事长微笑的 你好 我就是 请问你是 前天我陪一个大学朋友去面试 见到了你一面 你好 董事长 哦 董事长随意呕了声 他是一个有身份地位的人 秦冰看衣服牌子 以及开的车 都是一般的平民 并没有跟秦冰多说的意思 艾维维此时正坐在车上 有些紧张地看着秦冰 秦冰却没有发现他 西门宇 这位董事长 是跟你坐同一辆飞机的吧 我们走吧 家里我给你煲了汤 秦冰说着 一副来接丈夫回家的妻子一样 西门宇有些尴尬了 这时 微微从车上下来 秦冰一眼认出 她是书成的美女作者 微微爱 爱微微笑道 你好 冰蝴蝶 终于见到你真人了 秦冰惊恶地看着微微 微微爱 你怎么在这里 我也终于看见你真人了 你是跟西门宇坐同一班飞机的吧 我就说 怎么西门宇刚刚想搭你们的顺风车呢 秦冰还以为他们是偶遇 毕竟西门宇也认识微微爱 而且之前 秦冰提醒过微微爱 她喜欢唐仙 当时微微爱就祝福他们 爱微微看了眼西门宇 秦冰对爱微微说的 不好意思啊 微微爱 我现在是唐仙的女友了 不过多谢你那次的成全 如果你要跟我抢 我可抢不过你 不客气 爱微微脸红的 旁边的董事长听得云里雾里 姑爷怎么变成她男朋友了 而且小姐居然不解释 于是 那董事长再次对西门宇恭敬大 姑爷 请上车吧 姑爷 在哪里 秦冰左右看了看 没有其他人 这才意识到 是在对西门宇说 秦冰脸上瞬间没了笑容 怎么回事 西门宇 你跟微微爱在一起了 西门宇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秦冰瞬间花容失色 泪水涌了出来 哭道 我真是傻子 亏我还每天高高兴兴地等你回家 兴致冲冲地跑来接你 你不声不息地换了女朋友 我却还傻傻地以为 我是你女朋友 我算什么 一个穷教师 不需要尊严 就算分手 也可以不需要告诉我 对不起 打扰了 祝你们幸福 秦冰感觉充满了屈辱 转身就走 西门宇立刻把秦冰拉住 对微微说道 工作 西门宇拉着哭泣的秦冰 上了他的便宜车的后座 微微也忙上了车 坐在架位上 西门宇对微微说道 开车 西门宇把秦冰抱在怀里 老婆 你刚刚说那些 真让我心疼 我是那样的人吗 没错 我现在虽然是爱家的姑爷 可我并没有抛弃你 秦冰还是伤心地哭 西门宇的确不好解释 很容易看成 他抛弃糟糠之妻 当了有钱人家的姑爷 艾薇薇也说的 冰蝴蝶 你别生气嘛 他没有抛弃你的意思 他也是被逼的 当时跟我在一起时 他还问我能不能接受你 如果不能接受你 就不要我 真的 我们这次回来 就是想告诉你的 你是知道现在优秀的男人 都不可能只有一个女人 比如我爸 就四个了 其中一个 才比我大几岁 估计你也认识 就是那个大明星张梅 所以 你也让我 担他女人好不好 大不了 我做小你做大 听了艾薇薇的话 秦冰气消了许多 西门宇握着秦冰的手的 怎么样 薇薇说的就是我要说的 我会让你们都幸福的 你们本来就认识 肯定能够合得来 咱们一家三口 不是很爽 来年你们一个人 再给生一个宝宝 岂不是幸福没满旧了 秦冰和薇薇都说得满脸通红 秦冰瞪了西门宇一眼 娇嗔的 水药给你收 滚开 嘿嘿 西门宇在秦冰肚子上摸了摸 说道 我看看你怀上了没有 秦冰把西门宇的手拍掉 脸红的看脸爱薇薇 别乱摸 薇薇又不是外人 怕啥 那以后 你们都是我的老婆了 我同意的举手 三二一 没人举手都同意了 小冰冰 小薇薇 以后不准相互吃醋了 你们想要几次都会满足 谁也不会亏待了谁 你们都体会过了 你们懂的 薇薇和秦冰分别骂道 狗嘴里吐不住象牙来 秦冰和薇薇相互看了眼 彼此都翘脸一热 感觉有些奇怪 以后他们就要拥有 共同的男人了 姐夫给的 西门宇看到现在搞定了两个女人 这一刻心情是很舒畅的 晚上把他们两个搞在一张床上 交流一下感情 那个来接西门宇的董事长 看着小姐和姑爷走了 在原地傻掉了 西门宇和薇薇一起到了秦冰的家里 秦冰没有拿钥匙 直接敲门 看来啊 他家里还有其他人 一会儿后 里面一个人打开了门 是秦冰的妹妹秦晴 秦晴知道姐姐去接西门宇了 可当看到多出来的一个薇薇时 愣了下 薇薇看到秦晴也是一惊 好美的女孩啊 秦冰介绍他 薇薇 这是我妹妹秦晴 小秦 这是我写书的好朋友 薇薇看着秦晴 惊叹道 哇 真的好漂亮 秦冰笑道 你过奖了 你更漂亮 秦晴跟薇薇打了个招呼 还是很安静 秦冰无奈道 薇薇 别介意 小秦就是这样的性格 无论什么都不蓝不惊 性格太近 艾薇薇笑道 这样很好啊 出于您而不然 世外高人的感觉 什么世外高人 说通俗一点 就是太内向 秦冰说 西门宇的 谁说小秦内向呢 他演讲比赛 中辩会什么的 都拿一等奖的 内向的人 有这本事吗 秦冰给大家 倒了杯水 笑道 总之小秦性格 不活怨 平时放假什么的 他就一个人 安安静静看书 从不跟同学 去唱歌跳舞 喝酒之类的 这样出社会工作了 是会吃亏的 西门宇撇撇嘴 在我们家 穷得只剩钱了 没有生活压力 何必为了生活 扭曲自己的 性格和爱好 秦冰笑了笑 不再说下去 秦晴听着 大家讨论着他 有些脸红 西门宇 瞄着秦晴 按道 这小妮子 一些日子不见 又更加俏力动人了 秦晴似乎 第六感很强 西门宇一看他 就被他感觉到了 看脸西门宇 脸上不自然地 扭过身子 背对着西门宇 自从上次 他在姐姐办公室 看到姐姐和西门宇 做那个事 他就感觉 再也不敢面对 西门宇了 总是不自在 一屋子 三个美女 西门宇看得应接不暇 吃过饭后 又聊了聊 下午三四点了 秦晴背起书包说道 姐 爱姐姐 西门宇 我回学校了 秦晴冰忙的 小秦 我送你回常乐吧 秦晴拒绝的 不用 我自己做中巴回去 秦冰没有再坚持 如果今天不是薇薇和西门宇在 他肯定送小秦回去的 今天周末 小秦高三晚上还要自习 那儿像西门宇 都不知道多久没去上课了 他班主任也不管管的 秦晴背起书包 走出门西门宇忙喊道 小秦 等一下 西门宇从身上拿出一张支票 递给秦晴 里面有十万块 给你买复习资料什么的 西门宇 你拿回去吧 我不用 秦晴把支票还给了西门宇 秦冰真的 西门宇 小秦要那么多钱干嘛 微微却上来 又把支票塞给了秦晴 秦晴 跟你姐夫客气什么呀 姐夫给你的天经地义的收下 秦冰满脸通红 虽然他家人对他和西门宇的关心心知肚明 可从来没有点破 被微微这么的在妹妹面前说姐夫 感觉脸红耳赤 微微 你故意捉弄我 秦冰把支票忘记了 跟微微打闹了起来 秦晴 想还给西门宇 可西门宇又几番塞给他 只好无奈地收下了 告别了声 离开了秦冰家 西门宇本想提出 去送送秦晴 可怕两个老婆怀疑他在打小姨子的主意 只好作罢 看着秦晴 那傲人的苏兄 天使的面孔 西门宇一阵心跳 说起来 秦晴才是他的同龄人呢 现在搞成了他的长辈了 我不要当他姐夫 我要当他姐夫 见丈夫 神说 你可以再无耻一点 吃过饭后 西门宇要回家看爸妈了 这次爱微微来 主要目的 就是见未来的公公婆婆 西门宇道 小冰冰啊 微微要去我家了 见我爸妈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秦冰嘟着嘴呢 我才不要去 秦冰哪里敢去见西门宇家长 西门宇黑黑笑的 那就遗憾了 我爸妈第一个见的未来儿媳妇 是微微了 啊 秦冰一惊 没想到这边去啊 秦冰暗想 这可不行 第一个见的肯定是印象最深 容易产生先入为主的观念 那以后见的 不由自主地 被他爸妈列为第三者 不行 我也必须去 秦冰点头的 好 我也要去 那走啊 西门宇两只手 各拉着一个美人 西门宇先打了一个电话给老爸 喂 小语啊 你还知道打电话呀 西门宇的老爸 有些怒气地说 爸 前几天出国了 我现在回到东海了 等一下就到家 房子装修的怎么样了 西门宇问他 西门宇的老爸笑呵呵的 好了 元旦就住进来了 装修了三个月 已经很豪华了 我马上回来 哦 对了 我还带了女朋友回来 哦 女朋友 西门宇的老爸一惊 自从唐仙离去之后 西门宇很少说起女朋友三个字了 好好好 我跟你妈马上准备一下 第一次上咱们家呀 可不能十里咯 西门宇的老爸 立刻叫上老婆 整理一下屋子 西门宇也很好奇 想看看自己的新家 装修的怎么样呢 从十月份开始装修 到现在 元旦都过去了一周了 老爸老妈 总共花了三百万的费用 看看怎么样的效果 西门宇现在最多的就是钱 艾薇薇一个人 就继承了几百亿的家产 西门宇要再没钱 找三十幅画几幅画 写几幅字 穷的只剩下钱了 西门宇坐着秦冰的江南梯梯 回到了安置小区的楼下 西门宇牵着两个美人 走在小区的路上 一路上被许多人看 似乎没人见过一个男人 牵两个美女手的 秦冰的 你们先上去 我去买点水果 买什么水果 真是的 不要 我哪能空手上去 你带温温先上去 好吧 我等你 秦冰买了一些水果 提着一起进入电梯 西门宇家的大门没关 专位等待西门宇 带着女朋友回来 爸 妈 我回来了 西门宇走进自己家里 哇 西门宇看见了自己的家 白色欧式风格 显得很豪华 又干净简洁 漂亮 不愧是花了将近三百万啊 装修出来的 小宇 西门宇的老爸老妈 忙高兴地走到门口 一眼见到了艾薇薇 艾薇薇衣着打扮 很时髦靓丽 而秦冰却很正式地执眼装 显得很成熟 此刻 秦冰不敢进来 躲在外面电梯口 西门宇的爸妈 立刻打量着艾薇薇 笑呵呵的 小宇 这就是你女朋友啊 真漂亮啊 哈哈 西门宇的老爸 也笑呵呵地看着 一副老实本分的憨厚样子 艾薇薇猛打招呼的 叔叔好 阿姨好 我叫艾薇薇 你们叫我薇薇好了 艾薇薇声音甜美 一下地博得西门宇的父母喜欢 两人笑得合不拢嘴 秦冰是突然才想起来 西门宇的爸妈认识自己啊 哎呀 糟糕 果然 下一刻 西门宇的老爸发现了 电梯口的秦冰 哎 秦老师 你怎么来了 快快快 秦老师 你快谨静 西门宇的爸妈 还以为秦冰是刚刚来的 不是跟西门宇一起来的 西门宇前脚一到 他也刚好到了 秦冰有些不好意思地走了进去 西门宇的老妈 看见秦老师突然来家访了 忙把秦老师迎进屋里 对西门宇道 小雨 你还愣着干嘛 秦老师来家访了 还不赶快给秦老师泡茶 嗯 西门宇一愣 秦冰分明是跟自己一起来的 怎么变成来家访的了 秦冰翘脸一红 妈呀 自己本意明明是来见未来公公婆婆的 一不小心变成来家访了 西门宇的老爸称怪他 哎呀 秦老师 家访就来家访嘛 怎么还提东西啊 艾薇薇看着秦冰偷偷地笑 谁叫你一直躲在外面不敢进来 你要是一起进来 说不定就不会把你当成突然来家访的班主任了 西门宇的老爸热情的招呼秦老师 忙介绍道 秦老师啊 这个是我小雨的女朋友 她们也刚刚到家 没想到你也刚好这事来了 西门宇的老妈也忙到 是啊 秦老师 真不好意思啊 这几个月 小雨总是旷课 给你教学带来麻烦了 你有什么要训斥的 尽管说 秦冰火热着脸道 没事 我就是来看看的 秦冰哪里敢说自己是西门宇的女朋友 班主任变成学生的女朋友 也太丢人了 西门宇的老爸老妈都很热情地跟秦老师说话 虽然艾薇薇也是第一次来 可人家是老师啊 只好先委屈艾薇薇了 西门宇一时摸不透秦冰的意思 不知道秦冰现在想不想把自己的身份说出来 被误会成家访 再把真实意思说出来 怕秦冰会感觉很尴尬 秦冰对热情的学生家长 道 伯父伯母 你们不用这么客气 西门宇的爸妈 对他越是客气 越是尊敬 一口一个老师 让秦冰越来越难堪 这时 西门宇的老妈站起来说的 老师 你招呼秦老师坐着 现在也已经半晚了 我去煮饭 留秦老师在家里吃饭 好 你去吧 艾薇薇忙的 阿姨 我来帮你 不用不用 没事阿姨 我来帮你 艾薇薇跟西门宇的老妈去厨房了 这是一个很合适的联络感情的机会 艾薇薇怎么会错过这个跟未来婆婆加深感情的机会呢 可怜的秦冰只能在客厅 以秦老师的身份跟西门宇的老爸说话 大人说话 小孩子别插嘴 所以啊 西门宇在一边亮着 无形中 秦老师变成长辈了 聊了大半个小时 西门宇道 爸 你去帮忙 招了饭菜吧 我们有话说 好好好 小雨 你好好跟老师解释清楚 西门宇的老爸便去弄韭菜了 西门宇和秦冰进入书房 西门宇立刻把书房门关起来 秦冰脸红红的瞪着西门宇 很委屈的样子 老婆 急什么 等下我就跟爸妈说清楚 你不是来家访的 是来见公共婆婆的 秦冰撒娇道 我才不要 游脸死了 我不要 不要 不要 西门宇把秦冰拉进怀里 尽情地爱恋一番 害羞 西门宇和秦冰 在书房亲热了十几分钟后 两人才从书房出来 秦冰脸红红的 感觉下面极不舒服 悄悄瞪了西门宇一眼 一个小时后 西门宇的爸妈招呼着秦冰和爱薇薇吃饭 爱薇薇一直热情地给西门宇爸妈加菜 西门宇的妈妈开始问道 薇薇 你家里都还有什么人啊 还有我爸妈 爷爷奶奶 姑姑叔叔等等 西门宇的 爸 妈 还是我来说吧 爱家是华夏最富裕的十几个家族之一 薇薇自己继承的家产就将近三百亿 总之啊 她是一个小富婆 爱薇薇脸红的看脸西门宇 西门宇的爸妈听到三百亿 傻掉了 小宇啊 那你怎么配得上人家 西门宇的父亲担心地问他 西门宇自豪地说道 难道你儿子就这么差吗 别的不说 仅仅我三师傅 花了两分钟写一幅字就可以卖好几亿了 我大师傅实力又那么强 放心吧 勉强配得上薇薇了 爱薇薇忙的 是我高攀了才是 唉 好了好了 说这个太没劲 别说这个了 两情相悦就行 我现在啊 有一个事要说 西门宇看脸秦冰 秦冰似乎知道西门宇想说出和他的关系 刚刚在书房 他已经让西门宇不要说了 没想到西门宇不听 什么事啊 小宇 说吧 别吞吞吐吐的 西门宇的老爸催道 西门宇看了眼秦冰 秦冰祈求地看着西门宇 眼神 祈求着西门宇不要说 西门宇笑了笑 说道 爸 妈 其实 今天秦 我去上个卫生间 秦冰立刻脸红地站起来 不准走 西门宇一下把要走开的秦冰拉进怀里 西门宇的父母见儿子这么倾薄秦老师大怒道 小宇 你干什么 放开他 你这畜生 小宇 你怎么这样 秦老师来家访 你怎么能这么对秦老师 还不放开他 西门宇的父母反应很强烈 西门宇没有放开秦冰 依然抱在怀里 对父母说道 爸 妈 秦老师 他不是来家访的 他现在 也是我的女朋友 光当 两个饭碗 同时落地 西门宇的爸妈 惊愕地看着西门宇和秦冰 秦冰脸红得不行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去 西门宇笑道 我先跟秦老师 在一起两个月了 你们别这么看我 秦冰虽然是我班主任 可他也是女人 再说 他才二十二岁 有什么不可以的 西门宇的爸妈相识了一眼 震惊到无语复加 西门宇立刻在秦冰脸上亲了一口 看到父母这么震惊的样子 感觉很得意 好一会儿之后 西门宇的父亲轻声问道 那薇薇呢 你跟他又算怎么回事 西门宇呢 薇薇也是我女朋友 啊 什么意思啊 西门宇的老妈反应不过来 毕竟两个女朋友的事 在他们思想里是绝对不可能的 秦冰和薇薇 现在都是我的女朋友 今天他们来 都是来见过未来的公公婆婆的 现在够清楚了吗 以后别秦老师长 秦老师短的叫 叫他小冰 她是你们未来的儿媳妇之一 西门宇的父母额头冷汗之梦 饭桌上已是很沉默 艾薇薇蒙家集餐 给西门宇的爸妈 叔叔阿姨 吃菜了 等一下都凉了 西门宇的爸妈 感觉做梦一样 哪里吃的下饭 西门宇的妈妈看着艾薇薇的 你不介意 艾薇薇低下头 我不介意啊 再说秦斌比我 先跟西门宇在一起的 要介意 也是秦斌介意我 现在优秀的男人 都是好几个女人 我爸不也四个老婆 西门宇的爸妈 感觉不可置信 他爸四个老婆 这不是犯了重婚罪吗 重婚罪 那些啊 只是对一般人才有约束 对艾薇薇父亲那种 有钱人来说 根本没什么约束 当然了 结婚也根本没有意义 不过是一纸婚书 西门宇搂着秦斌和艾薇薇的 爸 妈 我跟老婆们进房间了 你们俩就好好消化消化 早点接受现实 西门宇搂着两个美女 进入她的房间中 今晚 西门宇不准她们 离开这个房间 晚上会发生什么 大家懂得 餐厅里 西门宇的爸妈相对无言 正在努力消化着这件事 哎呀 我觉得也没啥 是我们思想太过老旧了 现在的有钱人 哪个不是 情人 二打一打对啊 小雨 总归比那些有钱人 更厉害吧 西门宇的老爸说的 西门宇的老妈 叹气的 我只是感觉 很不可思议 一个男人 怎么能够有两个女人呢 这样对任何一个女的来说 都是不太公平了 好了好了 你懂什么 总之不接受 也得接受了 唉 两口子叹息一声 不再说什么 半夜三更 西门宇的房间里 传来两个女人 啊啊的叫声 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一个小时后 西门宇舒爽地躺在中间 两边各躺一个虚弱的美女 爱薇薇和秦冰感觉 不敢面对彼此 他们本来是坚决反对的 可是哪里逃得出西门宇的魔爪啊 强行把他们两个给一起发办了 第二天早上 秦冰和爱薇薇一起醒来 秦冰脸红红地看了爱薇薇 爱薇薇也脸红地不敢去干秦冰 两人相对无言地去刷牙洗脸 秦冰还要去上课 爱薇薇也有事 秦老师 起来了 刚好西门宇的妈妈 从另一个房间出来 看了眼刚才从儿子房间出来的秦冰 忙热情地打招呼 嗯 秦冰脸红耳赤地嗡了声 心中打扫 太丢人了 西门宇的老妈也看见了稍后出来的爱薇薇 也打了个招呼 薇薇 怎么不多睡会儿 起那么早 啊 爱薇薇心理素质没那么好 竟然害羞地惊叫了一声 西门宇的老妈 笑了笑走开了 心中对儿子的风流感到无奈 昨晚他们两口子还以为儿子不可能让两个女人住在一起的 还给秦冰和爱薇薇啊分别准备了房间 可谁知道 还真的就三个人睡在一起了 西门宇的爸妈一个晚上不知道骂了多少句风流 西门宇的老爸还嘀咕着 老子不是一个风流的人 怎么会生出来这么一个风流的儿子呢 秦冰和爱薇薇没有吃早饭就走了 因为没脸见西门宇的爸妈 离开西门宇家后的秦冰和爱薇薇 两人脸上都火辣辣的 想起昨晚三人的疯狂 简直太五度了 秦冰直接去了学校上课 爱薇薇去找家族在东海市的人 也准备回京都大学 现在大学进入了考试周 这两天刚好他专业没有需要考试的 所以才收时间来东海 明天就有一科要考了 需要赶紧回去 爱薇薇发了个短信给西门宇 我回京都大学了 西门宇正在刷牙 回了过去 一路顺风 到了打个电话 小宇啊 吃饭了 吃早饭时桌上的气氛很诡异 很沉默 西门宇的老爸还是忍不住提醒的 小宇啊 虽然你现在还年轻 可以要注意节制 那种事多了 对身体不好 西门宇的老妈却感到脸红 西门宇笑的 我去上学了 西门宇背起书包 开开心心的去上学了 西门宇依然坐上公交车 虽然他要车实在太容易 可还是喜欢回味这种以前上学的习惯 我多久没去学校了 西门宇暗党 不算算 西门宇不算不知道 一算 吓一跳 他从10月16号之后 就再也没有去班级了 上一次他去了一次学校 但是没去班级 是去了秦冰的办公室 当初西门宇还记得 他参加了第一次月考 而现在 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 再过一个月 就过年了 已经将近三个月没去学校了 唉 再不去啊 估计同学们都忘记我的存在了 西门宇之所以一直抵制去学校 就是怕想起仙儿 西门宇到了学校后 学生们已经开始上课了 高三文科十四班 地理老师正在讲课 突然门口一个学生喊道 报告 所有人目光 往门口看去 大师一惊 居然是消失快三个月的西门宇 西门宇当初在班上 是被大家私下里评为新班爸的 照见看见西门宇满脸惊喜 如今唯一班花 以及东海一中史上最美校花 看到西门宇也感到十分意外 进来 弟弟老师白了西门宇也 西门宇走进班级 他的位置被别人坐了 不过当西门宇出现后 那个同学立刻让开 弟弟老师继续讲课 西门宇扫视了一眼 阔别将近三个月的教室 景屋依旧 人物依旧 唯独少了一个人 唐仙儿 西门宇眼睛不经意间看到了班长大人 心中震惊 记得十月份国庆放假回来后 西门宇见到了班长 当时他的美貌恢复了八成 那时西门宇就震惊了 当时班长正在被宋子豪追求 当然了 西门宇心里也想 可班长这个白眼狼啊 上次十月份邀他一起去小树林散步 他居然推托有势不去 如今又过去了将近三个月 再过七八天啊 就刚好三个月了 当初只恢复了八成的班长 如今已经是百分之百的恢复了 现在杨宏彦重新做回了自己 唐仙儿走了后 他更是变成了唯一的班花 不但是唯一 而且还被全校师生口口相传 评为东海一中史上最美校花 想当年杨宏彦在实验中学时 也是被评为实验中学史上最美校花 没想到毁容两年后 他又再次变成了一中的史上最美校花 我回来了 杨宏彦现在的名气十分知道 东海一中不管老师还是学生 没有人会不知道他的大名 连老师也默认他是最美校花 暗地里老师们也会拿他开玩笑 显然就算老师也会在心里歪歪一下他 东海一中有史以来啊 顶级校花也不少 之前的唐仙儿就是 可为什么杨宏彦会被评为史上最美校花呢 记得西门宇刚开学第一次见到杨宏彦时 他还毁容着 那个时候西门宇不看脸 他就会硬了 所以不难想象 现在彻底恢复后 那更加更加的看了痴迷了 硬了起来 杨宏彦不管什么样的动作呀 都充满了风情 就算是照一下眉头 都是那么的风情万种 如果看到他扭一扭腰 定力差的人绝对会射了 所以杨宏彦就胜出在这里 论美貌 仙儿和秦冰都不会差于他 可论风情和勾人心魄的妖魅 根本不及杨宏彦 如果杨宏彦生长在古代 那他绝对是杨贵妃 回眸一笑百媚生 西门宇也看了好几秒 才杀出仙神 叹娘的 这真的是当初那个班长大人吗 西门宇心里不相信一样 当初的班长大人 在自己面前唯唯诺诺 恭恭敬敬 怕自己会打他 还要讨好自己 几个月不见 都感觉跟以前的杨宏彦是两个人了 西门宇知道 以如今杨宏彦的身份 一起去小树林散步的日子 一去不复返了 他拥有今天 还不是我的功劳 他当初说好了 等彻底恢复后 就把初夜给我 当做医药费 等中午 我就去找他偿还我的医药费 西门宇心中暗道 西门宇扫尸了一圈教室 突然发现教室多了一个学生 以前没有这个学生 怎么多出来一个学生啊 长得居然还挺帅的 那个学生 似乎一下就感受到了西门宇的目光 他也看出来了 这个人肯定是曾经班级的新班吧 西门宇 但是 这个新来的 似乎压根没把西门宇看在眼里 虽然 他看出了西门宇 似乎也是一个潜能领域的高手 很快就下课了 赵剑立刻拍着西门宇的鲜板道 靠 西门宇 你太不行了 居然消失了快三个月了 你再不来 我都忘记你了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赵剑 我三个月没回来 班上变化好像很大啊 是啊 首先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 我们班级成为明星班级了 原因啊 你懂 因为杨红彦 所以 连我们班都出名了 第二个就是走了一个美女 西门宇又来了一个帅哥 唐仙彻底的消失了 不过啊 两个月前来了一个新同学 就是那个 很帅吧 西门宇看了看那个新同学 帅他妹的呀 西门宇也不认为他有多帅 顶多也就跟自己差不多 西门宇也看得出来 那个新同学似乎是潜能高手 可是 好像他有什么东西隐藏了自己的气息 就像西门宇自己一样 他叫张云精 是班上第一名 年级第一名的尖子生 深得老师的宠爱 是秦老师手里的顶梁柱之一 赵剑的 西门宇一惊 秦老师就是自己的老婆呀 忙问他 那个家伙 应该没有对秦老师有什么企图吧 要是有 西门宇立刻就去灭了他 赵剑摇头的 这个我不懂 应该没有吧 张云精 好像一直都喜欢杨侯燕 跟杨侯燕走得挺近的 他们学习成绩是第一和第二 而且啊 那个张云精 好像本事很大 跟班长大人混得很熟了 经常一起去吃饭 操场散步什么的 西门宇心里十分不爽 班长也太不是东西了 自己把他治好了 他却便宜别的人 操 西门宇问道 他们 怎么个程度法 有没有去小树林散步什么的 赵剑摇头的 这个我不懂 反正就是走得挺近的 不过 我看杨侯燕心高气傲 他不可能这么简单的便宜了张云精 不过 有没有对他产生好感就不清楚了 西门宇越看这个张云精 越感觉他是来跟自己过不去的 别人不知道 但西门宇猜得出来 他是一个高手 一个高手 还不是任由他玩转校园吗 现在西门宇最紧张的是秦兵 张云精为什么偏偏跑到这个班级 会不会也有美女班主任的原因在内呢 前排的小米悠悠地看着西门宇 眼神里有一丝水雾 西门宇 你终于回来了 小米有些想哭的感觉 自从他最好的朋友仙儿走了后 他再也没有快乐了 西门宇也消失了这么久 让他更加的不开心 小米 好久不见啊 西门宇笑呵呵地道 是啊 你这几个月都去哪里了 我啊 我去做一件重要的事了 小米忙问他 去找仙儿了吗 我去过仙儿家 他爸妈说 仙儿去很远的地方了 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真怀疑仙儿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 去世了 小米说着 眼圈红红的 西门宇心中疑痛 西门宇现在实力已经潜能似节了 可对于仙儿去的那个什么寻找仙缘的地方 根本就是两眼摸黑 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是在什么地方 连大师傅都没听说过 或许仙儿真的再也回不来了 西门宇心中隐隐作痛 西门宇眼里也出现一丝水雾 看着原本属于唐仙儿的座位 如今却属于别人了 再也没有他的痕迹 就好像从来没有这个人 西门宇心痛道 我也不知道 连仙儿的家人都不知道他去了哪 那他们有没有说 仙儿什么时候会回来 小米哭着问 或许仙儿有一天会回来 只是 那时已经是几十年以后了 你已经当奶奶了 我也肯定老了 但是仙儿 她依然还像离去时一样年轻 也或许 再也不会回来了 西门宇知道 唐家三块金鱼令都使用光了 仙儿跟她小姑唐雅 十有八九是不会出现了 什么狗屁仙月 听都没听说过 第二节课老师又来上课了 西门宇安堂 自己回来了班级 刚刚在下课时 杨宏彦竟然没有 过来跟我打个招呼 他也太不行了吧 按理说 怎么说也有点交情了吧 下课时间过来跟我打个招呼 难道不应该吗 西门宇现在猜不透 杨宏彦心里在想什么 第二节课 是数学课 数学老师拿着一大碟试卷的 上周末 我们测试理想 总体成绩不是很理想 不过也有几个好的 其中最好的是我们班级的 张云精同学 考了满分150分 其次是班长 杨宏彦同学 考了148分 也差点满分 还有就是周金金同学 考了147分 大家用掌声祝贺一下 这三位同学 希望大家多多向他们学习 班级响起热烈的掌声 数学老师 把试卷发了下去 西门宇当然是没有了 西门宇现在 压根就不会去 想认真读书 根本没兴趣了 他就是来混混日子的 最后试卷发到宋子豪了 宋子豪 十七分 班级道一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考出来的 就算闭着眼睛写也不止这个分吧 宋子豪乖乖地走到讲台底下 接受着数学老师的批评 和他的脸皮 依然和过去一样厚 看他的感觉 就好像是老师在表扬他 宋子豪最近也是很郁闷的 为什么呢 本来他好好的追求着杨红艳 而且啊 西门宇又不在了 他曾经一度恢复了班爸的地位 可谁知道 好景不长 两个月前啊 来了一个张云晶 这个张云晶也神秘莫测 居然被他欺负得很惨 宋子豪欲哭无泪 开学时 因为追唐仙儿 被西门宇欺负 搞到最后 他被迫放弃仙儿 从此不敢去惹西门宇 后来杨红艳变成笑话了 他发誓 把唐仙儿让给西门宇了 去追杨红艳 可他妈的 才追了一个月 来了个张云晶 又被张云晶欺负 现在 为了不被张云晶打 他又被迫放弃追杨红艳 从此啊 他再也不敢去惹张云晶了 宋子豪感觉 自己怎么就那么苦呢 班上先后两个笑话 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他的份 那个张云晶刚开始 宋子豪也没把他当一回事 也像当初西门宇刚来一样 想欺负他 谁知道 这个张云晶 也是一个半猪吃老虎的人 自从那次 被他在街上收拾得很惨之后 宋子豪就知道 杨红艳再也不能去打他主意了 今天 西门宇突然回来了 看到两个同样 把自己收拾得很惨的敌人 在同一个班上 宋子豪突然 很想看到这两人发生矛盾 两个都不是他敢惹的 不管他们俩谁被收拾 他都会感到很爽的 打起来了 第二节下课时 杨红艳终于走到了西门宇这边来 杨红艳笑着对西门宇打招呼的 嘿 西门宇 回来了 好久不见了 西门宇看到杨红艳 风情万种的对自己打招呼 心潮澎湃 真不愧是被评为最美笑花的人 呦 班长 终于看到我了 我还以为你不认识我了呢 西门宇有些嘲弄的说道 杨红艳尴尬的笑了笑 西门大人 我忘了谁也不敢忘了你啊 西门宇答 不会忘记我就好 听说我不在的这几个月 班长大人交男朋友了 真是可喜可贺呀 杨红艳笑了笑 问他 西门大人 你是听谁说的 我可没有 是吗 听说还经常一起去小树林散步 不知道是真有其事还是假的 杨红艳脸上的笑容没了 有些怒气地看着西门宇 西门大人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原来我在你心里竟然是这种人吗 其他人听着西门宇和班长的对话 很是疑惑 这小树人散步 这很正常啊 难道 这其中有什么玄机 此刻 张云京 早已把班长的一举一动 都看在了眼里 张云京的同桌 周建文的 云京 西门宇好像在紫苍骂怀呀 周建文是张云京在班上的跟班 差不多等于赵建跟西门宇的关系 张云京嘴角一上扬 没说什么 哈哈哈哈 没有就好 班长大人 忘记恭喜你了 变成爵士大美女了 杨红艳笑的 这还多亏了你了 你放心了 我不会忘记你的恩情 西门宇色眯眯的看着杨红艳的身材 下面翘了 点头道 班长大人 你现在也已恢复到时辰了吧 这时刚好上课领响了 杨红艳忙的 西门大人 我回去上课了 杨红艳慌忙走了 西门宇暗哼了声 哼 想赖账 没门 西门宇就等着放学 一定要他支付以前的诺议 不过 估计杨红艳不会甘心 他现在正风华绝带 哪里甘心变成非处了 中国很快就放学了 这时张云京站了起来 走向杨红艳 微笑道 红艳 今天轮到你请我吃饭了 嗯 好 走吧 杨红艳立刻跟张云京走了 他之前也经常跟张云京一起吃饭 不过 他跟张云京确实没有什么 只是张云京在追求他 张云京长得挺帅的 各方面都很厉害 他的确让杨红艳对他有些欣赏 但并没有喜欢上他 只是很有好感 未来会不会逐渐加深好感 就不知道了 西门宇很不爽 萌大喊起来 喂 班长 等一下 杨红艳心里害怕西门宇 他很怕西门宇要他付医药费 虽然这是当初说好的 可他心里很不愿意 但他并不是白眼狼 他的确十分感激西门宇 他愿意用其他方法感谢他 比如钱之类的 张云京眉头一皱 看向西门宇 此刻班上的气氛有些冷 大家都知道 张云京和西门宇都是新班吧 宋子豪激动地看着 心中祈祷的 打起来吧 快呀 西门宇走到班长面前 离夜眉里张云京 西门宇完全无视张云京 杨红艳有些害怕道 西门宇 你还有什么事吗 西门宇走到杨红艳身边 那个张云京就站在杨红艳旁边 西门宇故意直了直腰板 因为啊 西门宇比张云京高 张云京才一米七五 西门宇接近一米八五的 从身高气势上 西门宇要压他一下 让他仰视自己 突然西门宇强行拦腰抱起杨红艳 啊 杨红艳大惊 全班人都打惊 张云京更是大怒 混账 放开他 张云京大吼一声 犹如一声雷电 这一刻 全班人都感觉脑袋嗡嗡的叫 西门宇也感觉耳膜一疼 因能量属性 西门宇一下就判断出 这个张云京 至少一个能量属性 是声音 声音的攻击力 也十分强大 看来 天才很多 高手也很多 西门宇依然抱着杨红艳 哼 你以为你是高手 哥就怕了你 西门宇挑衅着看着张云京的 你是哪位 我抱杨红艳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张云京也不想 跟西门宇在这里大战起来 不然教室都会毁了 西门宇看出来了 这个张云京 是潜能四街的高手 居然跟他一样 西门宇在日本德川家族的 追杀下活下来了 一个小小的张云京 岂能让他记得 班长大人 我们走 西门宇抱着杨红艳要走 张云京心中那个火呀 大家都知道他在追求杨红艳 而且杨红艳对他 他也有好感 假一时日追走杨红艳 很有可能 可他妈的 今天西门宇一回来 就挑战他的底下 直接把他的女人抱走了 真是 书可忍 审不可忍 张云京双手一拍 掌声犹如一把尖刀 无声无息的 朝着西门宇的双手搁去 哼 就凭你 西门宇当然不怕 眼睛一眨 一道绿色的光芒一闪 张云京感觉脑袋一沉 西门宇一拳 朝着张云京胸口上去 不过 这张云京也不是吃素的 即使在西门宇精神风暴的攻击下 居然也马上清醒了过来 双手抓住了西门宇的一拳 反手一袋 西门宇大惊 真是强大的对手啊 西门宇居然差点吃亏 西门宇双拳雷电能量一震 似乎西门宇变成了高压电箱 张云京浑身一麻 西门宇趁机一脚踢在他的腰上 张云京连连后退了三四步 西门宇不想跟他继续纠缠 第一回合占了上风啊 就适可而止 要是真的一直打下去 西门宇未必不会吃一点亏 声音属性的攻击肯定也不是弱者 就算最后把他打败了 那估计自己也不可能没有受伤 西门宇抱着杨红艳 从四楼一园而下 在许多人的惊讶声中 西门宇抱着杨红艳飘然落地 张云京站在教学楼走廊上 怒火地看着西门宇 他并没有去追 西门宇的实力让他很吃惊 刚刚两人片刻之间的交手 西门宇占了上风 就这样把女人带走了 杨红艳睁开眼睛 见自己并没有摔死 有些吃惊地看着西门宇 杨红艳对西门宇的了解也不是很多 没想到他也是一个隐藏的高手 更让杨红艳不相信的是 张云京居然没有从西门宇手上把他救下来 他居然比张云京强一些 杨红艳内心暗道 西门宇在校门口把杨红艳放了下来 西门宇 你到底想带我去干嘛 杨红艳忙问他 西门宇哼的 哼 没干嘛 就是看到你跟张云京一起去吃饭 感觉不爽 想破坏一下了 我跟他一起去吃饭 跟你有什么关系 西门宇不爽的 这么说 你真的心里喜欢他 杨红艳哼了声 说道 我没有喜欢谁 我谁也不喜欢 那你干嘛 跟他一起去吃饭啊 西门宇问他 西门宇 我又不是你的谁 你居然质问我 我承认 他确实挺出色的 我对他有些好感 但是 并不代表我喜欢他 同样 我对你 也很有好感 甚至对你的好感 超过了张云京 可也不能代表 我喜欢你啊 我现在不可能 喜欢任何人的 我不想这么快 就变成有男朋友的女人 西门宇盯着杨红艳 看了好几秒 最后说道 班长大人 总之一句话 既然你变成美女了 那你就只能变成 我一个人的女人 你不想那么快 有男朋友 可以 但是 你要记住 你未来是我的女人 你现在不可以 跟任何男人亲近 否则 我见一个打一个 杨红艳怒道 你别太霸道了 你凭什么 哈哈哈哈 不想我霸道也行 你重新毁容 你无耻 你知道我为什么 不想找男朋友吗 那是因为 我毁容的时候 没人来追我 现在我变漂亮了 却一大堆 扑上来追我 我最讨厌这种人了 之前宋子豪 我毁容的时候 他眼里根本 没把我当女人看 我恢复后 却对我说 有多么爱我 没想到 你也是一样 我毁容的时候 你敢说你喜欢我吗 西门与汉颜 有些不好意思地挥了挥手 好了好了 世间本来就是这样 总之 我也喜欢你 哼 我不喜欢你 我要喜欢 也是去喜欢一个 就算我毁容 也会爱我的男人 杨红严的 可是 你毁容的时候 连赵健也不喜欢你 你 哼 所以 我现在谁也 不想去喜欢 我只想把所有男人 迷得团团转 让所有男人 对我流口水 却又得不到 我要报复一切 只看外貌的男人 杨红严有些怒火地说 西门与都怀疑 他毁容的两年 把性格都给扭曲了 好了好了 别生气了 走走走 我们去小树林散散步 散你妹啊 滚 杨红严丝毫不给西门与面子 说完 立刻就重新走回了教室 他中午 也不想吃饭了 京门弟子 西门与算是知道 他的内心 原来啊 他是报复男人 现在一切想追求他的人 都是因为他的美貌 可当初他毁容时 现在追他的人 没有一个喜欢他 他心里就像报复 把现在追他的男人 迷得团团转 这时 西门与的手机响了起来 喂 西门小子 在哪啊 马上冲来 手机传来似师傅的声音 西门与惊喜的 似师傅 你在东海 嗯 我给你三师傅 以及二师傅 都在东海 刚好来办事 顺便来看看你 太好了 我马上来 一定要去我家 西门与高兴的 好啊 正常 没地方吃饭呢 对了 要我上你家也行 把你抛倒的妞 都带到家里去 让我审核审核你的眼光 四师傅说的 西门与为难的 四师傅 我身边只有一个啊 一个也行 西门与把杨红燕给抛到脑后去 立刻打电话给秦冰 老婆 跟我回家 你又想干嘛 秦冰想起昨晚的事 一阵脸红 我二师傅 三师傅 四师傅 来东海了 你作为我的女人 难道不应该跟我去拜见师傅们吗 秦冰萌羞涩地点了点头 好 你到车库等我 西门与坐着秦冰的车 一起去车站接三师傅 可惜的是 秦冰的车太烂了 最后租了辆面包车 直接去接三个师傅 西门与老早就打了电话给爸妈 西门与的爸妈也很激动 四师傅看着秦冰 摸着胡子不断点头 赞他 嗯 西门 无儿 不错 看来你真的得到为师的真传了 眼光很好啊 不过就是不知道你那方面 有没有完全得到我的辛苦研究啊 秦冰羞涩地想找地方去餐 还真的是色狼师傅啊 当着他的面也敢说出来 西门与黑黑笑道 有了啊 不信 你问问秦冰 四师傅果然脸皮很厚 捋着白胡子吻他 秦冰女娃啊 我徒儿说的可是真话呀 他晚上能不能满足你啊 他有没有烂鱼冲书啊 试图欺骗我 秦冰羞涩 埋下头道 四师傅 四师傅 四师傅眉头一皱 看着西门与道 嗯 看来呀 你没有得到我的真传呢 这样也好 过几天呀 跟我一起上山 继续修炼 等三年后再下山吧 西门与知道 四师傅是说到做到的 忙急着对秦冰催的 哎 老婆 你倒是说实话呀 你想看着我在上山三年啊 秦冰红着脸道 好了好了 我说还不行吗 有 哈哈哈哈 四师傅满意的大笑 这时 二师傅称怪道 行了行了 四弟 你胡子都一大把了 还跟小孩子呢 西门与问他 二师傅 三师傅 四师傅 你们这次来 这里办什么事啊 二师傅的 西门童儿 有些事我们也准备跟你说了 现在我跟你四个师傅 都已经不再隐居了 出山了 我和你四师傅 现在是京门里的 外门弟子 你三师傅 是京门里的 内门弟子 京门 西门与记得在日本时 长宇跟他说起过 是一个华夏的门派 就好像是德川家族一样 里面有许多执事 长老之类的强者 不是吧 弟子啊 西门与吃惊地看着三个师傅 三个师傅的实力 怎么说也是 潜能七阶八阶九阶 怎么居然还是京门里的 一个弟子身份 四师傅笑道 嘿嘿嘿 不要奇怪 是弟子 我跟 二哥 实力比较弱 只能当外门弟子 你三师傅 潜能九阶 勉强成为了那门弟子 这还是你大师傅的原因 不然啊 我们几个老不死的 只能老死山中了 就算出山 也不知道干嘛去 三师傅也点头道 嗯 京门是华夏一个神秘的上国门派 传承上万年了 是华夏最强大的一个门派 其实一般实力的人可以进去的 在京门 成为外门弟子的最低门槛 就是潜能八阶 西门与盲问他 京门跟日本德川家族比呢 四师傅不屑的 哼 德川家族 不知道差了 京门几个等级了 在京门里 潜能十四阶 十五阶的高手 比比皆是 日本德川家族 最强者不过是 潜能十三阶 而且现在还被乡丫头 秒杀了一个 岂能跟京门相提并论啊 京门怎么说 也是华夏最强大的古老门派 哇 京门 西门鱼有些神往 这个地方 肯定是强者如云吧 对了 那大师傅呢 大师傅潜能十五阶的实力 他在京门里 又是什么地位 二师傅的 你大师傅呢 怎么能够和我们相提并论啊 他是京门里的几大真人之一 也是京门里的高层人物了 京门的高层 西门鱼内心澎湃 潜能十五阶 距离西门鱼还太远太远了 现在才潜能四阶 还有十一个境界 想要开启一个境界都难 十一个境界 西门鱼真怀疑自己 有生之年 有没有机会达到 像二师傅 三师傅 四师傅 岁数也不小了 都一百多岁了 可他们才潜能七八九斤 在有生之年 想达到大师傅的境界 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二师傅郑重地看着西门鱼 祝福道 西门鱼儿啊 你要好好努力啊 以你这么小的年纪 达到这个境界 也属实不易 你大师傅当年 像你这么大时 估计也就跟你差不多 所以啊 你未来是必定超过我们几个的 达到你大师傅的地步 嗯 西门鱼点了点头 开启全力锁 又不是上楼梯 哪有那么容易啊 哦 对了 二师傅 我有个事想问你 上次我在京都 碰到了一个叫徐家强的人 他是诸葛湘云的师哥 他们的艺术都很厉害 水平不比我弱 据说那个徐家强的爷爷 敲他们的 你知道他爷爷是谁吧 肯定是你同一辈的人了吧 二师傅一下就想起来了 说道 肯定是徐于真那老混蛋了 呃 二师傅 你跟那个徐于真有仇吗 西门鱼疑惑地问 哼 那倒也不是啊 只是大家的理念不一啊 虽然他的理念 的确比为师高尚 为师学义啊 是为了自己 并不是用来 玄乎济世 而徐于真 他学义是为了他人 给别人治病救灾 在当年江湖中人都是尊称他为 救苦救难深意 而我呀 却是被世人鄙视 徐于真也对我充满了鄙视 十分看不起我这种学义的理念 所以啊 大家自然就没好感了 西门鱼笑了笑 记得他下山时问二师傅 学义为了什么 治病救人吗 为了玄乎济世吗 二师傅说不是 所以啊 西门鱼根本没有诸葛湘云和他师哥那样 还在医院拼命给人看病 西门鱼才没有那个心情 这不是一样的精神 都是师傅传的 如此看来 诸葛湘云的师傅 徐于真 以救人为主要目的 的确是比二师傅为了自己 而学医的精神更高尚 当年估计大家都对 徐于真充满敬佩 对二师傅充满鄙视 徐于真更加瞧不起二师傅 西门鱼并不觉得二师傅不好 二师傅是自己的师傅 做什么都是对的 西门鱼坚定不移地 继承他的理念 西门鱼学医也是为了自己 为了更好的泡妞 而不是为了更好的治病救人 二师傅又说道 徐于真那老混蛋 现在差不多 钱能七八戒 他教了两个厉害的徒弟 差不多把他的本事都学会了 也不再行医了 把行医救人的任务 交给了他的两个徒弟去了 西门鱼点头的 对啊 他的两个徒弟 诸葛湘云和徐家强 都在京都的医院 嗯 嘿嘿嘿 徐于真现在也跟为师们一样啊 进入金门 当外门弟子了 上次还碰到过他 他依然对我十分瞧不起 嘿 他徐于真的两个徒弟 继承了他的本领 殊不知 我也有弟子继承了我的本领 嘿嘿嘿嘿 二师傅大笑了声 西门鱼惭愧的 徒儿哪里敢跟二师傅比 还差得很远呢 二师傅的 基本的你也学得差不多了 以后慢慢增加经验 不会弱于我了 不过你可不要像徐于真那两个傻子徒弟一样 您该多把心思放在潜能锁上 实力强才是最重要的 嗯 西门鱼连忙点头 他才不可能跟诸葛湘云一样 天天起来给人看兵 看来啊 西门鱼真的把他二师傅的学义理念 掌握到精髓了 二师傅三师傅四师傅 你们还没说 你们这次来办什么事的 西门鱼好奇地追问 几个师傅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四师傅道 我们这是京门里的外门弟子 能有什么重要事啊 哎呀 不过就是应京门的要求去各个地方 白学小姐带个金门隐藏在世俗的长老手里 顺便看看有没有好苗子 哦 说着 车子到了西门鱼家 一路上都是秦兵开的车 西门鱼跟师傅们谈一些 他不知道的事 他也不会多嘴去问 二师傅三师傅四师傅 我家到了 请 西门鱼的爸妈已经在家门口楼下迎接了 高清 西门鱼的师傅们在西门鱼家里住了一晚 第二天 西门鱼没有去上学 陪同这三个师傅在东海市处转了船 完后 西门鱼带着三个师傅在一家茶楼喝茶 西门鱼想起了上次日本人救他的这个前辈 便问三师傅道 三师傅 上次我在日本时 那个你叫他乡丫头的人是谁啊 四师傅听到西门鱼这么问 暧昧地看着西门鱼 拍着西门鱼的肩膀道 西门鱼儿 够胆气啊 连大师傅的女儿 你都敢冒啊 我没有啊 我随便问问 以前怎么没听你们提起过 西门鱼忙便捷道 大师傅的女儿的确漂亮 可西门鱼真没对他有什么打算 人家是潜能十四阶的前辈 哪里有那个男子 三师傅道 乡丫头叫宗湘云 她是一个真正的超级天才 才二十五岁 就达到潜能十四阶了 西门鱼难以置信地看着三师傅 才二十五岁 怎么可能 西门鱼很震惊 三师傅 你是不是记错了 她怎么可能才二十五岁啊 她收德川天雪为徒 而德川天雪十八岁了 大师傅的女儿 怎么说至少也得四十了吧 三师傅一听西门鱼说 宗湘云收德川天雪为徒 微微一惊 嘴极无奈的一笑 二师傅好笑的 小丫头怎么还是这个样子 专门收同龄人 以及年长的人当徒弟啊 四师傅也笑的 没想到啊 她现在又收了一个徒弟 那这么说 小丫头已经有四个徒弟了 最大的一个恐怕都八十多岁了 哈哈哈哈 香丫头不愧是香丫头啊 三个师傅都感到好笑 眼里充满了温柔 看来他们都把大师傅的女儿 当作是自己的孩子一样 西门鱼也哑然 刚刚还觉得 宗湘云 手比他小七岁的德川天雪为徒 很别扭 可没想到 宗湘云 连八十岁的徒弟都有 三师傅对西门鱼道 西门鱼 香丫头是一个很天才的女子 远比你大师傅天才 二十五岁达到潜能十四级 并不奇怪 嗯 西门鱼内心充满了渴望 不急 她才十七岁 还有八年 八年后还不知道 她会走到哪个地步 这时 四师傅移了一生 往茶楼不远处看去 只见两个老者 带着一个中年人 以及三个年轻后辈 两个老者 看样子 跟三师傅四师傅 差不多岁数 两个中年人 大约五六十岁 最后三个年轻后辈 其中两个是男的 一个是女的 岁数都不大 西门鱼也惊讶了一下 张云晶 那三个年轻后辈中 其中一个就是张云晶 西门鱼没想到 会在这里碰到 同班的张云晶 对方的几人 也看到了西门鱼 师徒四人 张云晶看到了西门鱼 内心一惊 想起昨天西门鱼 对她的羞辱 不由的内心一怒 不过 脸上却没有任何波动 竟然是他们几个 张云晶身边的一个老者 皱着眉头的 说着 对方几人 往西门鱼师徒四人 走了过来 其中一个老者微笑道 鬼谷子 傲天云 张柳浪 竟然是你们兄弟三人 好巧啊 二师傅站起身道 高清啊 既然这么巧 那就不如一起喝喝茶吧 四十年不见 没想到啊 看来你修为又高升了两层 真是佩服啊 那就不客气了 对方两个老者 在西门鱼他们的小阁楼坐了下来 看二师傅跟他们说话 似乎西门鱼的三个师傅 早就认识了 不过 听语气 似乎曾经并不是朋友 对方那个叫高清的老者 坐下后 说道 三位自从四十年前跟你们大战过后 便没有了你们的消息 还以为你们都已经不在人世了呢 西门鱼三师傅沉声道 哼 托你的红服 我们还活得很好 哈哈哈哈 那个叫高清的老者大笑了下 西门鱼坐在一边没有说话 长辈们谈话 他不好插嘴 同样那个张云鲸也一样没插嘴 对方两个老者 叫高清的是前能十阶 另一个老者几乎没开口 前能八阶 那两个中年人分别是前能五阶和六阶 最后三个年轻后辈 张云鲸 前能四阶 另一个年轻男子 前能三阶 最后一个年轻女子 前能五阶 这个年轻女子一张娃娃脸型 长得十分卡哇伊 西门鱼第一次见过娃娃脸型的 卡哇伊美女 那有些肉肉的手 捏上去肯定软乎乎的 绝对美妙死了 西门鱼忍不住的一直偷偷看她 也不知道这个外表可爱的 卡哇伊美女叫什么 西门鱼真是越看越喜欢 真的太可爱的脸蛋了 这时正在说着话的老者高清 突然看向西门鱼 微笑的 哼 想必这位小生 必定是张流浪的徒弟了 三师傅的 何以见得他是我四弟的徒弟 不可以是我的吗 老者高清哼的 哼 他一双眼 色眯眯贼溜溜的 盯着我师尊的小女儿看 除了张流浪 还有谁能够交出这等色眯眯的徒弟了 西门鱼一听 汗颜 立刻停止 偷看卡哇伊美女 西门鱼四师傅也不生气 哈哈笑的 多谢你的抬举呀 他正是我的弟子 那个沉默寡言的老者 这是突然说的 果然是龙生龙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会打动 有什么样的师傅 就有什么样的徒弟 西门鱼听得出来 他是在讽刺四师傅 估计啊 四师傅以前是风流名声在外 所以这才会这么讽刺他 西门鱼暗暗自责 如果不是自己色眯眯的偷看那个卡哇伊美女啊 就不会害四师傅被他们讽刺 不过看四师傅的样子 一点也不介意 反而黑黑笑的 嘿嘿嘿 我这个徒弟呀 不但继承了我的衣博 而且还清出一篮圣语来 一旦被他盯上的女人呀 嘿嘿嘿 迟早会变成他窝中的人 哈哈哈哈 那个高清老者 脸上有些怒涩 他们刚刚讽刺他 没想到他马上就用这样的语言来激怒他 那个卡哇伊美女一听说 一旦被西门鱼盯上的女人 就会变成他窝中的人 立刻气呼呼地瞪了西门鱼眼 那个张云晶嘴角轻扬了一下 一副很深沉的样子 没有人能够看出他的内心里在想什么 西门鱼的三个师傅都看向张云晶 三师傅道 这位小小年纪就那么会隐藏自己内心 表里不一的年轻人 肯定是高清你的徒弟吧 果然是学到了你的精髓了 小小年纪就学得这么深沉 哈哈哈哈 正是我的小徒 那高清老者一笑 高清也扭头看脸小徒弟张云晶 似乎看出了什么 问他 云晶啊 你是不是碰到什么熟人了 张云晶微笑道 师傅 没什么 张云晶面的微笑一脸谦卑 可此刻的内心却对西门鱼很是怒火 从他的外表丝毫看不出内心的心理活动 跟他师傅高清还真是同样的人 当然西门鱼也被对方骂成了跟张流浪一样的色浪 殊不知西门鱼是继承了四个师傅的精髓 高清不愧是张云晶的师傅 看出了张云晶肯定跟西门鱼见过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说 张云晶哪敢说出来啊 这时西门鱼对大家说的 好吧 我说 我跟张云晶同学已经认识了 他是我同班同学 刚好那么小啊 昨天跟他发生了一点小意外 三师傅看着西门鱼的语气就知道 西门鱼占了上风 笑问他 西门鱼儿 你跟高清前辈的徒弟发生了什么小意外啊 说来听听 四师傅也笑的 是啊 说来听听嘛 西门鱼黑黑笑的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张云晶喜欢我们班上的一个校花 昨天他和那个校花准备一起去吃饭时啊 我看了很不爽 就过去把他身边的校花抱起来抢走了 张云晶脸上很平静地看着西门鱼 但他内心却像被揭了伤疤一样 张云晶的师傅和师叔脸上都出现不悦神色 不知道这件事是真还是假 西门鱼的四师傅装作不幸地问 徒儿啊 这不可能吧 那个小玩儿可是高清前辈的小徒弟 天才绝顶 况且你们又是同个境界 你把他喜欢的女人当面抱走了 这事怎么可能发生啊 难道他会任由你抱走 西门鱼说的 徒儿怎么敢欺骗师傅 张云晶本来就想救那个校花 可惜被我击退 我也没有跟他多做纠缠 抱着校花就走了 之后我跟那个校花就一起去小树林 在小树林发生了一些说出来羞人的事 不好意思说 让各位师傅和前辈笑话了 口舌之争 无耻 那个卡娃伊美女 这时忍不住弄骂了起来 竟然强行抱走别人身边的女人 还把她带到小树林 发生了一些事 果然是有什么样的师傅 就有什么样的徒弟 不错 不错 西门鱼头儿 希望你再接再厉 似师傅笑呵呵的 高清皮笑肉不笑的笑了声 对张云晶说的 云晶啊 我相信你肯定是失误 不然 岂能有人在你手上抢走女人啊 张云晶立刻说道 师傅 徒儿昨天的确是失误 并非徒儿不如的 再说 昨日在学校教室里 徒儿是念及影响 不想毁了教室以及同学 这才没跟他纠缠 高清巍巍地点头的 嗯 云晶啊 你不愧是为师的徒弟 懂得顾全大局 知道最基本的道德 不殃及无辜 这种为他人着想的高尚品德 一般人的徒儿 还真是做不到啊 对方又反击回去了 西门鱼 变成没道德的了 张云晶的 师傅 西门鱼的四师傅也对西门鱼说道 西门鱼啊 记得为师给你上的第八课第三小节的内容吗 背一遍出来给我听听 是 第八课第三小节的内容是 凡是徒儿喜欢的女子 都要把她弄到手 不管有多少困难 不管有多少情敌 她都是我的 四师傅捋着胡子 点头道 你还记得就好 听到西门鱼的话 十分鄙视 特别是那句变成 她其中一个女朋友 更是让她感到极度无耻 那个老者高清笑了笑 那个卡瓦伊美女的 不用动气 她们只不过是在自娱自乐 你还小 看不出来没关系 你就当是在看小品表演好了 在你强大的云晶哥哥面前 任何狂言 只不过是在掩饰内心的胆怯 那个卡瓦伊美女 果然对着西门鱼哼的声 张云晶也忙点头说的 师傅 徒儿不会让你丢脸的 徒儿并不像一些风流成性的人一样 见一个爱一个 徒儿一片痴心 专情专一 只爱一个 徒儿不相信 杨红燕会喜欢一个多情的人 高清对张云晶说 云晶啊 他家是做什么的 张云晶回答道 哦 红燕的父亲 是区公安局局长 嗯 现在江南省的公安厅长 是我一个晚辈小侄 今晚我让小侄带你一起去他家做做客 张云晶惊喜的 谢师傅 西门与师徒的气势 又被他们压了下去 这高清居然想双管齐下 想走社会关系 杨红燕一家是官宦之家 会不会被社会关系所左右 还真难说 西门宇的二师傅 也有许多当大官的朋友 什么中将 上将 一大堆 可是 那是四十年前 隐居四十年后出来 曾经的一些中将上将 几乎都已经老死了 不过 西门宇完全没当一回事 哼 利用社会关系 就想炮走 杨红燕 没门 这时 那个卡哇伊美女 挑衅的眼光看着西门宇 对西门宇说 怎么样 你有什么招 尽管拿出来 西门宇的四师傅问的 西门徒儿 还记得第十一节课 第六节的内容吗 当时我给你画了一个重点 背出来给我听听 给他们听听 让有些在感情上 还十分幼稚的人看看 什么才是泡妞 西门宇恭敬的 是 泡妞的级别分为很多种 一些低级的泡妞 一般采用送花 走后门利用社会关系 从旁门走到施压 从而达到目的 这是其中一种低级的泡妞手段 一般只有在感情方面 十分幼稚的孩子才会采用 张爱玲曾经说过 通往女人心灵的是她的 那里 所以高级的泡妞从不走旁门左道 比如我凭借一杆神枪 直接通入女人的心灵 从而把女人从心灵上征服 我呸 那个卡哇伊美女 脸一红 那句也说得出来 通往女人心灵的道路 是那儿 太无耻了吧 西门宇继续说的 泡妞宝典第十六课还说过 任何男人 如果心里 只要想着一个女人就好 那就说明 那个男人 必定那方面不行 张云精心中一怒 西门宇 这是故意指桑骂怀 说他那方面不行 张云精的师父 高清笑了笑问他 这么说你很行了 我记得你师父张流浪 曾经可是不举呀 西门宇一愣 四师父曾经不举 西门宇的四师父 脸上终于神色一怒 三师父把想冲动的四师父 拉住 大家做口舌之争 没必要动手 况且对方也是有大背景的 西门宇的四师父 晚年时 因为一次雷击 而导致布局 四师父从此 再次专心研究 泡妞大法和日女心惊 希望有人继承他的衣钵 做一个幸福的男人 西门宇道 回高前辈 晚辈那方面并不强 不过前辈你在我面前 那是望尘莫及的 师父如此 徒弟更不用比了 你 高清听到西门宇的话 立刻暴怒 西门宇一个晚辈 居然拿他讽刺 讽刺他的那方面 在西门宇面前望尘莫及 看到高清暴怒 西门宇暗爽 终于为四师父报了刚才的 皆伤疤之仇呢 高清旁边那个沉默老者 按住了高清的手 不让他冲动 西门宇师徒啊 也一样深有背景 既然大家都是口舌之争 那就在口舌上赢了对方 张云京见自己的师父 被西门宇这样出言侮辱 十分怒火 他也想骂一下西门宇的师父 可是他一时想不出什么话来 总不能直接骂西门宇的师父 你是乌龟王八蛋吧 那样也太没水准了 反而丢自己师父的脸 要不动声色的吧 那个卡巴伊美女最高清的 高叔叔 别理他 他刚不是说了 就当是演小品吗 这个小品蛮好看的 我真好奇 这样的素质 他怎么也有胆量 去追女孩子 恐怕长得很丑的女生 都不会喜欢 除非哪个女人瞎了眼 或者是有喜欢流氓的 不良嗜好 我云京哥哥 德才兼备 仪表堂堂 逼某些人 不知道强到哪里去了 西门宇对着卡巴伊美女 黑黑笑道 嘿嘿 美女 话不能一棒子打死 其实我很好的 我相信 跟我接触了 你就会对我改变看法 说不定 你也肯定会喜欢上我的 那个卡巴伊美女 一怒 我呸 我会喜欢你 你全身上下 我没有一样看得入眼的 很多喜欢我的女人 刚开始也是这么说的 美女 我相信 只要你让我进入你的心灵 你就会明白了 该怎么进入你的心灵 刚刚我已经说过了 你懂得 不解释 我进入女人心灵的方式 很独特哦 你 灯徒子 流氓 卡巴伊美女 气得花枝乱颤 刚刚西门宇说过 进入女人心灵的方式 是那里 西门宇这是光溜溜的调戏呀 云京哥哥 你一定要把那个笑话追到手 让他哭去 卡巴伊美女 瞪着西门宇的 张云京 点头的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好了 走了 再说下去 简直玷污了身份 高青站了起来 转身就走 前辈慢走 不送了 喂 小美女 你真的好漂亮啊 如果你肯做我女朋友 我可以答应你 少交一个女朋友 好不好吗 张云京师徒 师叔 几人走了 西门宇立刻收起了调笑的表情 刚刚他调笑那个卡巴伊美女 并不是真心 智智庄的 西门宇师徒四人继续喝茶 西门宇问他 二十五 三十五 四十五 刚刚那几人 是什么来头 跟我们有仇吗 二师父答 仇恨倒是没有 几十年前啊 大家就认识了 一直以来我们都看彼此不爽 一直都是对的 如今他们也是京门的弟子 刚刚那个高青 是京门的内门弟子 我们虽然都是京门弟子 可大家属于不同的派系 自然也就是对的 就好像政治派系一样 不能说是死敌 但大家就是对头 三师父接着说道 那个高青有一个师父 很厉害的 而他师父的师父 也就是刚刚那个小女孩的爷爷 是一个跟你大师父一样 级别的存在 你大师父跟我们 是同一个京门派系的 他们是另一个京门高手派系里的 哦 这样啊 四师父对西门鱼嘱咐道 西门鱼啊 那个你说的小花 你务必要追到手啊 不能让高青的徒弟追走了 不然到时候高青那老混蛋 故意带着那个徒弟和那个小花 出现在为师们面前 为师们是会很没面子的 大家都是京门弟子 未来碰面的机会会很多 没事吧 可不能丢脸啊 嗯 好 我一定不会让你们丢脸的 四师父又嘱咐了 如果有机会的话 把刚刚那个漂亮的女娃 也抛到手吧 要是把她给抛到手了 嘿嘿嘿 有的乐了 西门与汉眼 这个难度太大呀 此刻 刚刚走出茶楼的高青 也立刻嘱咐张云精 云精啊 你无必要把那个女人追到手 别让她被那个色鬼 张流浪的徒弟追走了 不然 为师会觉得很没面子 张云精郑重地点头的 嗯 为了师父的面子 我一定会追到杨红彦的 不过 好妞就 鬼不好妞 不要因为跑不到就打她出手 这样反而落入下场 别人会说你 得不到就打人 不到万不得已啊 别跟她厮杀 她的背景也不简单 怕牵扯到上头双方不好处理 反正你的实力啊 我相信不会输给她 未来女婿 西门宇的三个师父 第二天 一大早就离开了东海市 西门宇继续上学 过几天也期末考试了 西门宇听说 昨天晚上 省公安厅长带着张云精 去了杨红彦家里 西门宇听说 杨红彦的老爸 对张云精很满意 从省里来的厅长大人 很希望他们能够好好交往 杨红彦的老爸 当即拍办决定 厅长的意见很好 一切听从厅长的建议 于是杨红彦一家人 就把张云精当女婿看待了 搞得今天上午 来学校上课时 张云精看向西门宇的目光 充满了得意 西门宇也看出来了 好像杨红彦跟张云精的关系 更近了一些 中午放学后 张云精立刻跑到杨红彦的桌子边 亲切地 红彦 你妈刚才发短信给我了 叫我中午一起到你家吃饭 你妈现在在校门口 等着我们了 快走吧 这时杨红彦的电话响了 是他妈妈打给他的 喂 红彦 快点叫云精一起出来 中午你大伯来了 你大伯也很想见见云精 快点 张云精看着杨红彦笑了笑 杨红彦无奈地走出了校门口 张云精紧紧地跟在他身边 等一下 西门宇忙对杨红彦大喊道 这次张云精已经提防住了 护在杨红彦身前 西门宇想再抱走杨红彦 没那么容易了 杨红彦看着西门彦道 你又有什么事 西门彦道 班长大人 我有话想问你 班长点头道 你说 西门彦道 这边有一个很讨厌的人 可不可以叫他走开啊 张云精 你先出校门口 对我妈说 我很快就出来 好 红彦 那我先出去了 你快点啊 张云精瞥了眼西门宇 独自先走了 杨红彦问他 西门彦 你有什么事 说吧 西门彦问 你跟张云精是怎么回事 我听说昨晚 公安厅长来你家了 你莫非因为这个 就喜欢上张云精了吧 杨红彦 醋梅道 你觉得可能吗 我前天就跟你说过了 我不会喜欢任何人 至少我目前不会 那你跟张云精是什么意思啊 还邀他去你家吃饭 西门也酸溜溜的 是我爸妈邀请的 昨晚公安厅长来我家了 还带着张云精 你知道的 我爸以及我姨父他们 都是官场中人 那个厅长摆明了 就是来为张云精说情的 所以 我爸妈就十分乐意 看到我跟张云精成为一对 现在 张云精在我爸妈眼里 已经是未来女婿了 哼 做梦 你是我他 西门宇他 杨红彦有些心跳的 看脸西门宇 西门宇跟张云精两人 在杨红彦心里 还是更喜欢西门宇 毕竟 跟西门宇 发生了太多 连他的那个东西都吃过了 喝过了 又是恢复他美貌的神医 而且 西门宇长得更加高的 张云精 虽然也不错 读书很天才 从外表看上去很正清 实力也强大 但是 在杨红彦心里 西门宇还是比较喜欢 如果真的要选择的话 他会选择 比较流氓和无耻一点的西门宇 只是杨红彦现在 只想好好的迷倒男人 并不想做任何人的女朋友 杨红彦道 我爸妈把他当女婿看 可我没有 我只是无奈 反正 不会当任何人的女朋友的 好了 我妈在校门口等我 我回家了 杨红彦飘然而去 这时 赵剑走了过来 赵剑也看到了 碰了碰西门宇的胳膊 哎 西门宇啊 怎么张云精 一直黏在杨红彦身边啊 他妈妈 还叫他去家里吃饭 西门宇不屑的一哼 心里却有些郁闷 难道真的是自己太自以为是了 难道杨红彦真的会被张云精炮走 不行 门都没有 西门宇对赵剑说道 赵剑 你想不想中午去吃一顿好的 赵剑黑黑笑道 你请客吗 跟着我走就行了 西门宇心中暗道 既然杨红彦的妈妈邀请张云精 去他家里吃饭 老子岂能眼睁睁地看着 老子就不请自来 也去你们家吃饭 反正我治好了杨红彦 他们还敢 敢开我不成 于是西门宇就决定 带着赵剑 一起去杨红彦家吃饭 根本不需要请 西门宇 你到底请我去哪吃饭啊 赵剑跟在西门宇身边 走出了学校 西门宇道 跟着我走就是了 西门宇拦了一辆出租车 跟赵剑一起上了出租车 赵剑心里很高兴 还以为去哪个大酒店吃饭呢 刚上出租车 西门宇的电话响了起来 一看是一个陌生电话 喂 妹妹 西门宇接了起来 对方传来呵呵笑声 是西门宇吗 西门宇眉头一皱 电话打给他的人 是唐仙儿的老爸 在仙儿走后 西门宇就很对唐家人 充满了怨恨 没有跟他们联系过了 没想到 仙儿的老爸主动联系他了 不过 怎么说也是仙儿的父亲 何况仙儿都已经走了 西门宇叹息一声 算了 仙儿走了 帮他照顾一下亲人 也是应该的 唐叔叔 是你啊 找我什么事啊 唐仙儿的父亲呢 西门宇 听说你好久没去学校 最近两天才回来 我们一直都很担心你 我没事 谢谢 西门宇 你还在为我们送走 仙儿的事情生气吗 西门宇郁闷的 没有 腾叔叔有什么事就说吧 别吞吞吐吐吐的 没什么大事 今天是仙儿的生日 虽然仙儿不在 可我们都很想他 所以我们准备在家里 举办一个家庭演习 想问问 你能不能晚上来家里 坐一坐呀 仙儿生日 西门宇听到这几个字 心好痛啊 之前仙儿送给西门宇 一部iPhone手机 当时西门宇就在想 在他生日的时候 送给他一条项链 唐仙儿的父亲 见西门宇沉默了 又说道 仙儿的大伯 他们也都在 现在刚好 也在东海 大家很久没见你了 也挺想见见你 毕竟你是仙儿的男朋友 仙儿不在了 突然感觉 看到你 也是一种对仙儿的怀念 在我们心里 一直把你当仙儿的亲人看待 你是仙儿的男朋友 仙儿走了 我们有义务为仙儿照顾好你 我想仙儿心里 肯定也希望我们可以照顾好你 西门宇的 嗯 我会来的 没想到 他们跟西门宇的感受一样 西门宇觉得 自己有义务 照顾好仙儿的家人 这也是对他的一种怀念 没想到 他们也是这样的心里感受 哈哈 好 那明天 来家里 西门宇 最近你过得好吗 有没有新女朋友 尽早找一个吧 不要太想念仙儿了 西门宇的 我知道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尽管说 虽然在很多方面 都不需要我们帮助 但我们 唐家总有优势的地方 比如在官场上 如果遇到什么麻烦 尽可以找我们 唐仙儿的老爸 诚恳地说 西门宇心一动 说道 春都可以说吗 西门宇想到了 张云晶 因为公安厅 去了杨洪彦家 结果让杨洪彦的家人 把张云晶当成女婿了 仙儿的大伯 是江南省的省委书记 那个 省公安厅长 在省委书记面前 低了一个等级 如果自己也找个 这样的官场靠山 那是不是可以 对抗省公安厅长呢 沈厅长只是 省书记的手下领导 谁强谁弱 还用说吗 到时候 倒想看看 杨洪彦的爸妈 到底把谁 当成未来女婿看待 西门宇当即说的 唐叔叔 我实话说吧 我现在的确喜欢一个女生 是我班上的同学 叫杨洪彦 唐仙儿的老爸笑的 杨洪彦 她在东海医中的名声 最近很响亮 连我都听说了 你还真有眼光呢 我很支持你 去把她追过来 毕竟仙儿已经走了 再想着她也没用 还是要为眼前的幸福活着 可是 我追不到杨洪彦 西门宇沉生的 怎么会 你那么出色 怎么会追不到啊 我班长还有一个同学 叫张云精 他 实力跟我差不了多少 昨天晚上 省公安厅长 带着她 去了杨洪彦家里 杨洪彦的家人 都是官场上的 对此很受用 现在啊 杨洪彦的爸妈 已经把张云精 当成女婿看待了 刚刚她妈妈还特意来 接他们回家吃饭呢 我看啊 我是没什么希望了 人家官场背景那么大 公安厅长 亲自带她上门去 唐仙儿的老爸笑了笑 说的 好 这件事啊 我会跟我大哥说一下 谁说你没后台的 仙儿大博士省委书记 你等着我好消息吧 好 谢谢唐叔叔 不用 你能够把我们当成亲人 就感激不尽了 好了 我先挂了啊 嗯 结束了通话 西门宇心中一阵畅快 如果省委书记 也可以带着自己去杨洪彦家 哈哈 那就好玩了 张云精啊 想跟我玩政治后台 谁怕谁啊 赵剑羡慕地看着西门宇 牛逼啊 看来张云精想炮走杨洪彦 有点难度了 西门宇也不是吃素的 不请自来 唐仙儿的父亲挂了电话 看着眼坐在他身边的大哥 以及其他人 原来 唐仙儿的父亲是在吃饭时给西门宇打电话的 他跟西门宇的对话 所有人都听到了 唐仙儿的老妈伤感地说道 仙儿的大伯叹息一声 说道 好 明天晚上 我亲自来西门宇 去杨局长的家里 西门宇和赵剑到了杨洪彦家里 此刻在杨洪彦家里 他的姨父 姨妈 以及父母等人 正有说有笑地 吃着饭 杨洪彦的爸妈看着张云精 笑得很开心 不断给张云精夹菜 杨洪彦的老爸也很满意 周厅长亲自带他来的 足以显示 他在周厅长心目中的地位 在他们眼里 张云精已经是未来女婿了 这时 门铃响了起来 小杰 去开门 杨洪彦的大姨 对女儿吩咐道 那个真小杰 也在这里 真小杰走到门口 把门打了开来 愣了一下 怎么是你 西门宇笑着 走进杨洪彦家里 所有人看到 西门宇都是吃了一惊 杨洪彦和张云精 更加吃惊 西门宇 你怎么来了 杨洪彦忙站了起来 西门宇笑呵呵的 对在场的人打了个招呼 叔叔阿姨们好 不好意思啊 我不请自来了 杨洪彦的妈妈 忙把西门宇迎进客厅 西门宇是他们女儿的恩人 又医治过真小杰 看见西门宇来了 每个人都很热情 找见这才知道 西门宇竟然是带他来班长家里吃饭 杨洪彦的大姨问他 西门宇 你吃过饭没有啊 一起来吃饭吧 好 西门宇本来就是来吃饭的 哪里会跟他们客气 这位同学 这位同学 你也一起来吃饭吧 别愣着了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你们好 阿姨 我是西门宇的同桌 杨洪彦也是我的班长 赵剑有些局促地说 原来都是同学啊 那快坐下来 先吃饭 西门宇走到餐厅 看了看 张云京是挨着杨洪彦的 西门宇直接走了过去 对杨洪彦说道 班长 你坐过去一点 杨洪彦有些好笑地 瞪了西门宇一眼 往旁边移动了一下 西门宇从中间插了进去 变成他挨着张云京坐了 把张云京和杨洪彦分了开来 张云京心中 对西门宇的无耻 充满怒火 不过脸上却依然笑嘻嘻的 西门宇同学 同学一茬 我敬你 西门宇自然不能 表现得那么没风度 高兴地和张云京 如同亲兄弟一样喝酒 西门宇 别光喝酒啊 多吃菜 我给你夹 杨洪彦的妈妈 不断地给西门宇夹菜 张云京心中很不爽 自己是他们心里 认定的未来女婿 凭什么对西门宇这么热抢 杨洪彦的老爸 问西门宇的 西门宇 你这次专程来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西门宇笑道 啊 也没什么事 就是很想念 红彦 来家里看看 希望没打扰你们 杨洪彦的家人 认识感觉很尴尬 说什么也不好 西门宇转头 对杨洪彦说道 红彦 最近怎么样啊 语气充满了暧昧 杨洪彦脚下 悄悄踢了西门宇一下 红彦 我不在学校的这几个月 我一直都很惯念你啊 你能够恢复到曾经的美貌 我真的很高兴 红彦 让我照顾你一生一世 杨洪彦的妈妈和大姨 立刻一口汤喷了出来 杨洪彦翘脸通红 不过 虽然她知道西门宇故意气张云精 但对西门宇的这些话 感觉还是心跳加速 这样的话 张云精 宋子豪等人 也跟他说过 可只有西门宇说的 他会感觉到心跳加速 看来杨洪彦心里 最喜欢的还是西门宇 杨洪彦的老爸 咳嗽了两声 提醒西门宇注意一下语言 他已经认定了张云精 为未来女婿了 西门宇看向杨洪彦的老爸道 杨叔叔 你没事吧 要不我帮你把板卖 张云精虽然很苦 可不能让西门宇一个人表现 也忙说的 是啊 杨叔叔 如果有什么不舒服的 可以告诉我 我认识一个神医 十分厉害 他的师父 相信你们都听过 在华夏国的徐神医 徐于真 真的假的 徐于真可是出了名的神医呀 在高中历史书上都有专门讲述的一代奇人 你认识他弟子 杨洪彦的大姨父惊讶的 所有人都看向了张云精 毕竟 徐于真的确很出名 大家都知道 因为他已经被写进书里去了 就像李时珍 孙思淼那些神医一样 西门宇的二师父 虽然也很厉害 可惜 清史无名 张云精健成功地把焦点 从西门宇身上 转移到自己身上去了 是啊 我跟徐于真的大弟子是好朋友 他的医术十分的厉害 杨叔说 你要是有什么 可以跟我说 之前我没有遇到红艳 如果让我遇到红艳 我同样可以让我朋友帮他医治 我朋友可是徐于真的弟子 不能反响他 西门宇哼呢 哼 云精兄弟 你说的是徐家强吧 不同凡响 我看未必 张云精笑道 哦 难道西门宇兄弟见过他 西门宇看着大家说道 正是 前不久 我刚好在京都 遇到了他的师妹 诸葛湘云 当时 他们在医院 刚好碰到一个 不会医治的病人 这个病人 每隔一个小时 就会放一次臭屁 徐家强无法医治 刚好我猜 所以啊 随便帮他解决了一下 哼 张云精不屑地哼了声 以为西门宇吹牛 真小结问道 西门宇 那你是怎么医治这个病人的 西门宇道 其实很简单 我让他连续吃一个月萝卜 就可以治病了 不过 徐家强和他的师妹 也的确不错 我一说萝卜 他们就立刻明白了 当即徐家强 对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呀 张云精不爽的 你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 徐家强是一个好强的人 一看就知道是说假话 西门宇笑道 云精兄 你不信的话 可以现在当场打电话验证啊 验证就验证 张云精绝对不信的 在座的人 也没有人相信 毕竟人家是徐余珍的弟子 西门宇比徐余珍弟子还厉害 扯淡吧 所以倒也真想看看 张云精验证的结果 张云精立刻打电话给徐家强 而且开了免提 喂 云精 怎么有空打电话给我 徐家强接通后说的 张云精问道 家强 问你个事 你是不是认识一个 叫西门宇的人 徐家强不知道张云精想干什么 如果他知道是想验证 他肯定会说不认识 徐家强点头的 对 认识 怎么了 张云精又问他 我听说他上次在你医院 治好了每隔一个小时 放臭屁的病人 是不是 徐家强心中不爽的 云精 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 西门宇听到这儿 立刻哈哈笑道 哈哈哈哈 大家听到了吧 云精已经亲口验证了 我没说假话吧 西门宇 你真厉害啊 徐玉珍的弟子都对你佩服的五体投地 大家这时终于相信了 立刻对西门宇佩服的五体投地 电话另一头的徐家强 这时终于知道目的了 立刻吼道 没有 放屁 那次不过是他走了狗屎院 老子的医术 其实他可逼的 可惜啊 徐家强的声音 早被大家的崇拜声音盖过了 西门宇对杨宏燕的老爸说的 杨叔叔 以后有什么病之类的 尽管找我 云精兄弟的那个朋友 经常都还来请教我 所以啊 就别那么费心 绕一圈去找一个外人了 好好好 哈哈 杨宏燕的家人们 笑呵呵的道谢 西门宇说的 杨叔叔 杨阿姨 我有个不请之情 小真意 你说 西门宇的 我很喜欢宏燕 能不能不要阻止宏燕 跟我在一起啊 嗯 全场一愣 杨宏燕脚下 踢了西门宇一下 满脸通红 沉默了一会儿后 杨宏燕的老爸说的 西门宇啊 真是对不起 按这儿说 你对我们家有大恩 我不能拒绝你的 可是 真的很不强 唉 其实我也不瞒你了 张云精 是我们大家内定的未来女婿 是啊 西门宇 真的不好意思啊 杨宏燕的老妈 也歉意地说的 哈哈 西门宇无所谓地笑了笑 还不是因为他的顶头上司的原因 叔叔阿姨 总之我不会放弃的 红燕 等着我 我爱你 西门宇眼神灼热地看着杨红燕 啊 杨红燕感到害怕 别人对他说这句话 他只会感觉到恶心 可西门宇说 却感觉害怕 西门宇站了起来 剑也吃得差不多了 说道 叔叔阿姨 我先走了 说剑 走了 西门宇啊 真的不好意思啊 你慢走 有空 多来玩啊 再上门 西门宇和赵剑 离开了杨红燕的家里 在杨红燕家里 西门宇走后 杨红燕的老爸 对张云精道 云精实在抱歉 希望你别放在心上 张云精谦虚有礼地笑他 杨叔叔 没事 我哪会跟他一般计较 真小杰内心哼了声 在他心里 西门宇比张云精强多了 当天晚上 西门宇就前往唐仙儿家里 今天是仙儿的生日 西门宇进入阔别几个月的唐家 心中一番感慨 西门宇啊 快进来 唐仙儿的老爸 对西门宇招呼着 西门宇走进唐仙儿的家里 第一个看见了仙儿的妈妈 初一看 西门宇吓了一跳 仙儿的老妈 变得十分憔悴 令西门宇看得都有些心疼 看来啊 仙儿的走 最痛心的 不只是她 是仙儿的父母亲人 西门宇 仙儿的妈妈 看见西门宇 不知道为什么 眼泪哗啦啦的流 或许是因为 西门宇是她女儿的男朋友 如今女儿不在了 看到西门宇啊 都一阵伤感 更是把对仙儿的想念 和感情 都倾注到西门宇身上去了 似乎把女儿爱的人 照顾得很好 才能心安 唉 阿姨 真没想到 你都变得这么憔悴了 唉 西门宇叹息一声 好了好了 坐坐坐 西门宇难得来一次 别哭哭啼啼的 唐仙儿的老霸道 西门宇也看到了唐老爷子 唐老爷子或许看得比较淡 并没有憔悴多少 整个人还是显得很精神 西门宇写了张方子 让过度伤心憔悴的唐母 拿点药吃 没多久 仙儿的大伯回来了 唐县长 你回来了 西门宇跟省委书记 打了个招呼 省委书记笑道 哈哈哈哈 好了 都不是外人 别客气什么了 西门宇啊 你能够来 我真的很高兴 最近还好吧 挺不错的 唐省长拍着西门宇的手背的 以后有什么事啊 尽管跟我说 我们大家 都把你当成是亲人 我听小冬说 你喜欢学校一个女子 西门宇也不藏着椰子了 简头的 他叫杨洪燕 他爸是西城区公安局的局长 可惜班上有一个叫张云精的也在追他 而且昨天省官厅的厅长还亲自带他去了杨洪燕家里 也不知道厅长跟他爸说了什么 如今啊他爸已经把张云精当作未来女婿了 唐书记点了点头 拍了拍西门宇的肩膀当 你是我侄子 只要我能够做到的 一定会全力以赴 放心 明天晚上我亲自接待你去杨局长家 让杨局长在身中考虑一下 谢谢大伯 西门宇省略唐书记呢 直接叫大伯 唐书记高兴地笑了一下 好了 吃饭 虽然仙儿不在我们身边 但我们现在同样可以庆祝他生日快乐 西门宇的到来让唐家多了一些欢乐 第二天 在张云精家 省官厅厅长笑咪咪地对张云精当 云精啊 你跟杨洪燕怎么样啊 现在进展还顺利吧 张云精满脸笑意的 现在杨洪燕的爸妈已经内定我是他们的女婿了 周叔叔 谢谢你 周厅长道 不用客气 既然如此 那我今晚再带你去一趟 张云精惊喜的 那感情好啊 要是你再带我去一次 那更加巩固我的未来女婿地位啊 周厅长点头的 对 今晚再带你去一次 这样 未来就不会有什么变动了 你成为了杨洪燕的男朋友 就算是板上钉钉了 谢谢 谢谢周叔叔 张云精连忙感谢 下午时西门宇正在上课睡觉 他的电话响了 西门宇忙接了起来 是仙儿的大伯 喂 大伯 西门宇亲切地叫道 西门宇已经猜出什么事了 唐书记答 西门宇啊 今天晚上跟我一起去杨局长家里 不过可能会晚一点 大凯还上八点左右 好 没问题 谢谢大伯 你这孩子 以后别这么客气地说话了 也许是上天的安排 今晚 那个周厅长带着张云精 再次上门 而唐书记 也将带着西门宇上门 晚上七点时 周厅长坐着一辆商务车后面 张云精也在其中 一起赶往杨宏彦家里 七点准时就到了杨宏彦家 张云精激动地按了按门铃 而周厅长习惯性地挣了挣领带 门打了开来 是杨宏彦的老爸开门的 杨宏彦的老爸见周厅长 在门口 海然大惊 前天来了一次 已经是意外中的意外了 现在又来了 简直就像玉帝亲临一样 激动和难以置信 毕竟周厅长的等级太高了 他只是区公安局的局长 人家是省理的 是整个省公安系统中最高领导 所以杨宏彦的老爸受宠若惊 呆若木鸡的感觉 周厅长 你来了 杨宏彦的老爸声音都在颤抖 杨宏彦的老妈听见后 也立刻从厨房跑出来迎接周厅长 两夫妻十分诚恳的礼貌 生怕出现一丝错误 厅长 快请进 厅长 快坐 厅长 你喝茶 红彦 还在房间干嘛 周厅长来了 云金来了 还不出来 杨宏彦的老妈大声地喊道 杨宏彦很是无奈地从书房出来 忙跟周厅长打招呼他 周厅长好 周厅长笑呵呵的 红彦 叫我厅长就客气了 要是不介意 叫我周叔叔 我现在不是什么厅长 杨宏彦的老爸受宠落惊的 厅长 你别开玩笑了 你是厅长 哪里敢对你这么不惊啊 杨宏彦的妈妈瞪了眼丈夫 心说 你真是笨官啊 叫周叔叔关系 就立即不一样了 你还往外推 杨宏彦的妈妈忙对女儿嘱咐道 红彦 还不赶紧叫周叔叔 杨宏彦微笑地叫道 周叔叔好 哎 这样不就听着舒服多了 以后跟云金一样 叫我叔叔 周厅长满嘴地关签 周厅长对张云金的 云金啊 你跟红彦去玩吧 我跟杨局长聊聊天 好 张云金犹如获得圣旨一样高兴 跟着杨红彦去他书房了 杨红彦本来正在做作业 碰到了一个难题 正在计算 张云金看见了 立刻说道 红彦 这题你不会吧 我来教你吧 张云金立刻殷勤地交了起来 杨红彦也没有拒绝 耐心地听着 张云金的确读书很厉害 客厅里杨红彦的老爸 唯唯诺诺 跟周大高官聊得热乎朝天 不多时啊 杨红彦的大姨父来了 也就是真小杰的父亲 真小杰的父亲自然不能错过 这个跟省里的厅长结识的机会 因此啊 一听说周厅长来小姨子家了 立刻就赶来了 杨红彦的大姨父也是当官的 现在是东海市文化局的局长 官虽然比杨红彦老爸大一级 可是却在一个没有出路的清水衙门岗位 周厅长 这是我连接 甄志敏 杨红彦的老爸 慌忙介绍道 你好 周厅长对甄志敏点了点头 甄志敏犹如春天般的温暖 连忙伸出手 跟周厅长握手 你好你好 周厅长 能够见到你啊 真是太荣幸了 真局长不用客气了 坐 谢谢周厅长 甄志敏也很快跟杨红彦的老爸一样 和周厅长讲话 不断的唯唯诺诺 恩恩啊啊的点头 似乎周厅长无论说什么呀 都是治理名言 周厅长来了东海 去了西城区杨局长的家里 这个事不知道怎么了 很快就被东海市的市场 副市长 市委书记都知道了 于是市长和副市长市委书记 也立刻赶来了 杨红彦的家里 很快就变得热闹了 东海市主要的几个大领导 都在杨红彦的家里 杨红彦的妈妈很高兴 第一次这么多大官来家里 而且因为周厅长的缘故 市委书记等领导啊 对他都是满口尊敬 似乎满足了一下他的虚荣心 而此杨红彦的老妈 对张云精这个未来女婿 更加的喜欢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